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在此时 杨凯忽然眉头一扬 伸手在面前一抓 在摊开手心时 手上已经多了一枚玉剑 神念涌动查探了一分 对凡心笑的笑 说什么来什么 玉剑不可能凭空无故地出现在面前 在玉剑出现之前 杨凯手上佩戴的一枚空灵珠便有了一些反应 正是玉剑动用手段将玉剑隔空传送而来 玉剑中只有一句 过来见 也没说去哪儿 因为不需要说 两人之间都有彼此的空灵珠 只要对方还在兴进 只是一个念头便能抵达对方的身边 只不过 雷无一均物缠身 不方便离开自己的驻地 所以才会让杨凯去见他 自己这边才会兴建没多久 雷无一居然就知道了 杨凯若有所思地抬头看了看前方的韩正清 凡心似乎猜到了他在想什么 解释的 啊 每一位的左卫长手上都有联系七雾海的空灵珠 是李大人赐下的 哦 七雾海是西域的一块很奇特的地方 如今是甲子军驻军之地 杨凯微微汉手表示明白 韩正清手上既然有空灵珠 那么自然就能够联系上雷无一那边 肯定也向哪边汇报了自己的事情 要不然李无一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传讯给自己 李大人 他说什么了 凡心有些忐忑地问了一声 虽然冰心谷这边的弟子都相信杨凯的人品和心性 但当年的事情闹得太大 从韩正清等人对待杨凯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纵然得了人家的救命之恩 也依然抱有警惕之心 韩正清尚且如此 更何况旁人 那李无一当年可是追杀过杨凯的 凡心自然有些担心 生怕杨凯这一回来就被李无一给逮个正朝 他又哪里知道 当年的事不过是一场戏而已 一场杨凯不惜自毁名誉 演给玉如梦看得大戏 前辈叫我抽空去七五海一趟 杨凯微微一笑 态度轻松 见他如此 烦心也放下了心 仔细想想 若是李无一真的要前拿杨凯的话 只怕立刻就能抵达此处 毕竟有空灵珠这种东西 其动性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李无一既然没来 反而只是送了个玉碱过来 那就足以说明他的态度了 一边与凡心说着话 杨凯一边取出了一块空白玉碱 神念涌动灌入讯息 狠手将之打入虚空 与此同时远在几十万里之外 某个大典之中几百人席地而坐 有男有女 修为都不怎么高明 但每个人面前都摆放了数十到上百枚的空灵珠 时不时的便有一阵阵微弱的空间波动跌宕 随之便是一枚枚玉碱破空而来 那些男女伸手将玉碱抓住 立刻便有人捧着玉盘来到身边收回玉碱 然后马不停蹄地送往大典正上方的一间密室之中 那密室内同样有人等候 接过玉碱加以解密 将其中的讯息刻录下来再由专人送走 如此这般 所有从四面八方汇总而来的情报 其极距于一地 李无依所在之地 这一座大殿几乎就等同于星界大军的军杖所在 负责收拢各地战况的情报 李无依只需要坐镇此地 便能随时随地地了解整个两界战场的战局 再加以统筹调度 便能从容应对各路模组大军 相方之中一座巨大的沙盘 几乎囊括了整个两界战场的情况 大道山川大河 小道西流小道 在这沙盘之上皆能找到对应的标志 沙盘面前 一个风神俊朗 一个妩媚妖艳 李无依与九凤静静地等待 温弱的空间波动跌倒 一枚玉剑凭空出现 李无依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抓 九凤便已先下手围墙 将那玉剑抓在了手上 李无依无奈地望着他 好一会之后 九凤才鸣嘴一笑 这臭小子 怎么说 李无依问道 跟禀城军第九镇的人在一起 要将他们送回驻地 第九镇 李无依想了一下 很快便记起了 第九镇到底是谁的人了 失笑道 真是巧了 这一回来就碰上了冰云的人了 九凤伸手在沙盘上点了一下 说道 他们应该在这个位置 李无依瞧了瞧沙盘 也伸手在前面点了下 结果千里有一万多魔祖拦路 我可以去帮忙 九凤一脸振奋 少来 李无依冷哼一声 你老实在这里待着 哪里也不许去 九凤其道 你就不怕他出什么事 他要是真出事 我看你怎么跟小公主交代 又或者 你要动用受武卫 李无依顿时撇嘴道 他能出什么事 他命大着呢 至于受武卫 都派出去了 前次一场大战 秉辰军被打散 许多人都需要应救 哪儿还有人手外派 放心吧 区区一万人而已 九凤又何尝不知 那不过区区一万人 那不过区区一万人 对杨开应该造不成什么威胁 他不过是在这里待得太无聊了 想趁机出去转一圈而已 谁知李无依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毕竟偶尔有时候 李无依也得紧急出动一次 他若离开的话 这里必须得有人镇守 这是整个星界的七要中枢 真要是被人突袭 一旦造成损失 那整个星界就等于瞎了聋了 受武卫 杨开眉头扬起 方才听樊心说起 各路军团长的人选 直到蛮荒谷地那三位 还有温子山 马钦 乃至丽角等人都成了军团长 又听到什么受武卫 不禁有些惊奇 是灵兽岛上的人 各个都有地尊两层镜以上的修为 人数不多 差不多只有三十多个而已 他们主要是负责营救的 就比如说我们眼下的情况 李无一大人 一般都会派遣一位受武卫 过来与我们会合 然后带我们突围返回驻地 杨开了然微微汗手 有空灵珠在 确实可以让受武卫 轻松抵达此地 一位弟尊两层镜 或者弟尊三层镜 对眼下这支队伍的助力 实在不小 有这样的强者带领 突围的希望 就会大大增加 空灵珠的炼制并不算太难 只需要有足够品质的空灵玉 无论是杨开还是李无一 都可以大批量地炼化出来 杨开之前在魔玉便炼制了许多 分散在各个大陆之中 这一次从魔玉逃回星界 多亏之前的部署 才节省了大把的时间 人则空灵珠方便归方便 却也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 其一便是它的特点是一对一 单个的空灵珠没有用处 只有配对的空灵珠才能连通彼此 所以七五海的机要处才有数百人专门负责收集各方情报 每个人面前都有大把的空灵珠 那韩正清身上便带了两枚空灵珠 一枚是联络七五海机要处的 一枚是联通兽五位的 而空灵珠的第二个弊端更加明显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 不需要修炼空间力量 不需要精通空间法则 只需要催动本身的修为 将之激活便可 如此一来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旦空灵珠被魔族那边缴获 魔族就有可能利用空灵珠跨越空间的阻隔 瞬间抵达七五海机要处 即便不如此 也可以利用空灵珠传递一些虚假的情报 分散星界这边的经历 他们甚至直接来到了某个受武卫的身边突袭 最近几年来 流失在外面的空灵珠数量可不少 最开始的时候 魔族确实也利用空灵珠的弊端做了一些事 让星界蒙受不少损失 不过李无依毕竟是李无依 察觉到这一点之后 立刻便对空灵珠做了改变 所有外发出去的空灵珠都是特别炼制的 就拿韩正清身上携带的两枚空灵珠来说 与七五海联系的那一枚只能传递预解 无法让活人传送 而与受武卫联系的那一枚则彻底失去了传送的功能 只相当于一个随着韩正清不断移动的空间倒标 单方面的接受受武卫的传送 再加上各种各样加密手段和解密的推广 因为空灵珠而引发的一切动荡 这才逐渐平息下来 而最近几年 空灵珠的存在更是成了星界这边的一桩战争利器 各方各面的讯息都可以随时传往七五海 受武卫也可以随时出动 先去营救那些落单的队伍 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星界这边的损失 按道理来说 韩正清这一位是需要受武卫来营救的 不过既然杨开出现 李无依那边又派不出更多的人手 那这边的事自然是交给了杨开 正如李无依所说 区区一万人而已 还能拦得住杨开的路不扯 一路向南 一路交流 杨开逐渐对星界的局势有了初步的了解 心中不禁有些唏嘘 战争让人成长 战争让整个世界都在成长 五十四路军团 每一个军团都代表着百万大军 最少也由帝尊三层镜统帅 麾下帝尊镜数十日 杨开从未想过 星界居然也有如此的力量 他在星界的时间不算短 更是走南闯北见多时光 可现在看来 他所见的星界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才是星界的企图 这才是一个大世界该有的底蕴 不难想象 那诸多帝尊镜的强者 有许多恐怕都是一些奇人异士 隐世高人 战争的硝烟席卷星界 这些隐世高人 纷纷走出自己的隐居之所 投身到星界大军之中 巨沙城塔 汇流入海 摩天道又是什么 杨开忽然想起一事 开口问道 此言一出 繁星的脸色微微一沉 露出一抹嫌弃之色 一群垃圾和败脸 先前杨开 在韩正清等人面前现身的时候 韩正清曾望着杨开 喊出摩天道三个字 当时杨开也没细问 毕竟那个时候 自己的身份都成问题 问什么也枉然 如今想起来 自然是要大探个清楚 不过虽然不知道 这摩天道是什么 但杨开也隐隐猜测 应该是与魔族有关 如今一看繁星的反应 便知自己猜测的不错 繁星的性格不错 更是女子 可当杨开问起摩天道的时候 他还是想都不想 便给出了败类和垃圾的评价 可见着摩天道 必然也是让人 深恶痛绝之存在 摩天道是最近几年 才出现在星界的一伙人 也是一伙势力 根源便在西域的影沙地 在两界战争爆发之前 影沙殿便早已在暗中筹备 魔族入侵之时 更拉拢发展了许多人数 这些人藏身在星界各处 其中甚至多有诡辟的身影 当初姚林和李世青等人被擒 既是摩天道所为 不过那个时候 摩天道还不叫摩天道而已 两界战争爆发 魔语高歌猛进 短短三年时间 整个西域几乎就沦陷了 星界丢失了大片的灵土 生灵死伤无数 西域几乎成了魔族的乐土 那个时候 星界各路军团正在筹备建设之中 空灵珠的运用也没有现在这般普及 大地不出手 魔族的势头几乎无人能挡 外患之下 内忧显现 摩天道应试而起 势力如滚雪球一般壮大 并非所有人都有与星界共存王的觉悟 当年星界成平之时 影沙殿便能拉拢发展许多助力 更何况魔族节节猛进之时 自有贪生怕死 想要苟活偷生之辈 向那摩天道投诚效命 成为魔族的爪牙 摩天道的道主 便是影沙殿的殿主 夜影大帝 其麾下强者如云 但是伪帝便是四人之多 被称为一风陵火山四大军事 各个修为不凡 摩天道的人都接受过摩棄灌顶 心性有所变化之时 实力也有所增长 更可恶的是 这些家伙平时都隐藏在星界之中 从外表上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甚至战斗之时也不会暴露什么 除非催动力量 探入他们身体查探 或者他们主动外泄磨气的痕迹 否则很难辨别 他们到底是不是摩天道的人 烦心悠悠叹息一声 五年征战 星界这边在成长 魔族那边也是一样 因为摩天道 星界这边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正是因为有摩天道这群人存在 所以之前韩正清和那刘又伟相见之时 才会彼此握手试探 就是在确定对方有没有入魔 相比较魔族 这入侵之敌来说 摩天道那一群叛赌 更让星界中人痛恨 因为他们实在是隐藏得太深 能够接触到魔族接触不到的情报 能够做到魔族做不到的事情 烦心有些想不通 这世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群人 仿佛唯恐天下不乱死的 星界这边的局势已经够糟糕了 那些人不想这保家卫国也就罢了 为何还要与魔族同流合污呢 与之后事如何欢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第3025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继续收听《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婚迎继续收听《五炼巅峰》第3025集 狭鹿相逢 同样也正是因为摩天道的存在 所以当时杨凯一身摩气滚滚 现身之使 韩正清才会那般警惕 在他看来摩天道便是摩天道 纵然杀了一些魔族 也改变不了叛徒的身份 两人这边正说着话 杨凯忽然抬头朝一个方向望了一眼 淡淡一笑 他的动作不算明显 是以正在跟他讲述星界局势的凡星 并不察觉 不过片刻后 凡星也抬头朝前方望去 因为韩正清忽然脱离队伍 朝这边飞了过来 带到镜前 纸布 面色凝肃地望着杨凯 杨凯目光清澈 坦然相对 嘴角边含着一抹微笑 似是察觉气氛有些不对 凡星张口正想说些什么 却被韩正清抬手打住 杨公主 韩某只问你一句 韩正清声音低沉 你与我的 是敌是友 他先前传送七五海七要处 说半岛上遇到了当年的叛徒杨凯 再将之前发生的事情详细评告 可左等右等 也不见七五海那边有什么回音 如今实在是等不下去了 只能来此当面询问 杨凯不答 只是取出了一枚空灵珠 开口说道 我手上这一枚 是与李无依前辈联系的空灵珠 又取出一枚道 这一枚 是与杨颜军团长联系的空灵珠 与繁星的聊天中得知 杨颜如今是丙子军的军团长 放言整个星际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韩正清自然不会陌生 韩正清文言眼中金光一闪 伸手道 何妨让韩某一关 杨凯随手将两枚空灵珠 抛了过去 韩正清接过 神念地缘一起涌动 细细查探 原本以他的修为来说 是查探不出什么名堂的 但他手上本就有空灵珠 对这东西也不算太过陌生 是以多少也能看出些端倪 尤其是那一枚 与李无依联系的空灵珠 上面确实有李无依残留的力量波动 这种波动 韩正清手上的两枚空灵珠都有 所以他绝对不会弄错 片刻后 他将两枚空灵珠递还回来 凝宿的表情放松不少 以公收到 方才有魔族赤猴查探我等情况 只怕我等的位置已经暴露 想来用不了多久 就会遭遇魔族大军危追堵截 韩茂乡亲杨公主 助我等一臂之力 杨盖手上既然有 与李无依联系的空灵珠 那她的身份就绝对没有问题 否则李无依片刻就可以杀到这里 将她拿下 李总军军务缠身不假 但事关这位灵珠宫公主 断然不可能有丝毫马虎 他既然没有杀过来 那就说明杨开信得过 既然李无依觉得他信得过 那韩正清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此去入地还有数千里 前方既有魔族赤猴献身 那恐怕少不得一场拼搏厮杀 如今他们这一支队伍中 只有两位重伤在身的弟尊一曾经 如何能突破魔族的阻拦 想要活命 唯有借助杨开之力 韩左卫只管赶路便是 待到需要时我自会出手 杨开微笑汗手 韩正清在意拱手 如此多谢杨公主 心情顿时放松不少 杨开此前展现出来的实力 他看在眼中 杀魔族如突击贼口 魔王在他手下也累着不堪一击 如此实力 比起那最强大的授武汇都不遑多让 有他护旨 此去驻地的希望大大增加 道谢之后 韩正清原路返回 不过没过一会儿他又飞了回来 伸手道 还是请杨公主入队中吧 杨开和凡心一直掉在队伍摆杖之外 尾时太过显眼的异性 魔族赤侯已现 两军交战刻不容缓 杨开是几方最强之力 自然是越晚暴露越好 天前不邀请是无法辨别 杨开是敌是友的身份 如今既然连秋海那边都不作回音 那自然就没问题了 更何况以杨开之前展现出来的力量来看 真要是对他不利 他们也抵挡不得 既如此何不大方一点 韩正清折返相邀 杨开没有拒绝 点了点头之后 与他一道回归队伍之中 樊心最是高兴 几个冰心谷的女弟子也高兴 都跑来跟杨开打过招呼 见过这位师叔 比起别家 冰心谷与林霄公的关系最为亲密 所以冰心谷的弟子 对杨开的感觉也很亲切 队伍中其他人也多有偷偷关注 打量杨开的 不过碍于身份和修为 没人敢上来答话 唯有刘幼卫所在的那一位中的 弟尊性上前来 不过也只是正常的建立而已 两千残兵败将 穿梭戈壁荒漠 朝驻地进发 气氛沉默 大战来临前夕 人人紧张自会 夜幕时分 深得一地 暂坐休息 换坐平时 修炼有成的武者 自然经历充沛 连续赶路不成问题 和秉辰军 才经历一场大战 多有损伤 这两千人 几乎有一大半都带伤在身 自然是要养精蓄锐 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事 虽是才合并一处的队伍 但也军纪严明 在韩正清的调度之下 自有三班人马轮扛 四方守夜 防备魔族的偷袭 人以为今夜会有一场战斗 出乎意料 竟是一夜平安 破晓时分 队伍再次前行 两位低尊敬一并找到杨开 韩正清道 杨公主 可能查探到魔族的动向 等了一夜 没等到敌人 韩正清非但没有喜色 反而愈发忧心忡忡 敌人没有偷袭 那就说明在酝酿 大动作自然是要防备的 杨开也不含糊 直接开口道 全方五百里 韩正清与另外一位 帝尊敬对视一眼 先及取出一枚预见 查探情况 片刻后脸色一沉 魔族该死 好大的胃口 说完之后 这才抬头望着杨开道 五百里之外 一处碍口 葫芦形 想回去的话 那里是必经之地 他们大概是想把咱们 全部都吃下 杨开一笑道 那他们恐怕 又崩坏自己的牙齿了 韩正清一脸肃然 杨公主可有把握 若无把握 绕路也行 不过耽搁几日而已 杨开缓缓摇头 不必了 即便绕路 也绕不开魔族 所有两边 皆有魔族大军 韩正清文言 脸色微微一片 真影了片刻 这才汉手道 好 那便执行 一番命令传达下去 队伍中的气氛 陡然一变 凝肃起来 因有肃杀之气弥漫 五百里 不算太远 但这一支残兵游泳的队伍 却是花了足足 大半日的功夫 才堪堪抵达 千行路上 不断地有魔族赤猴 远远露出身影 给人无声的压力 爱扣后方 一条宽大的峡谷 两侧 臂力千人 越往内举 宽度越窄 无见魔族身影 但任谁都能感觉得到 魔族便埋伏在其中 韩正清扭头朝杨开望去 正想再问上一句 确认杨开已经迈步上前 自队伍中间来到了队伍前锋 脚步不停 嘴角含笑 一脸云淡风轻 只略作迟疑 韩正清便低贺道 跟上左右防范 两千队伍 瞬间分作十个小队 彼此遥相呼应 紧随在阳开身后 走进一口 跨进峡谷 十里之地 互有魔源涌动 脚下大地 似要活过来一般 迅速如动 坚实地面 竟在一瞬间 化作滚滚沙流 所有人的身形 都猛地往下一沉 韩正清脸色一臂 当即低贺道 沙漠飞天 能让大地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悄无声息地 发生这种变化的 也唯有沙漠了 而出手的绝对 是个魔王级别的沙漠 否则不可能施展出 如此大范围的神通 几年征战 境界这边 对魔族的手段 都已经了然于凶 自有应对之策 便在这时 杨开忽然伸手 在虚空中疑惑 宽大的百万剑 便被祸在手心上 行走之际 百万剑 往地下猛地插 宽大长剑 瞬间不见踪影 下一瞬 一声沉闷惨叫 从地下深处传来 正在迅速化作流沙的大地 一下子恢复了正常 轰的一声 前方二十张处 百万剑从地下破空飞出 宽大的剑身上插着一个魔族 直接将它插了个对穿 那魔族遭此重创 却是没死 门口流血 神情痛楚 双手反握住百万剑的剑刃 正在吃力地将百万剑 从自己的体内抽出 确实是个魔王级别的沙漠 尽管只是个下屁魔王 可那一身魔元 却是极为不俗 从地下窜出时 这沙漠一双眼睛 立刻怨毒地盯上了阳开 它虽在地下 但到底是谁出手对付自己 却是一清二楚 想不通 这家伙怎么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并且重创了自己的 想不通就不用想了 杨开冲他咧嘴一笑 露出了一口白森森的獠牙 并只掐绝口中吐出一个字 崩 百万剑争鸣 万千剑盲 咬人眼帘 自那沙漠体内击射而出 放眼望去 沙漠就仿佛插满了发光剑韧的刺猬 更加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伴随着一声爆响 沙漠整个爆碎开来 变光火石之间 一个魔王级别的沙漠已经粉身碎了 而同一时刻 两千人族也齐齐飞上天空 韩正经等人的原意是摆脱沙漠的神通 谁知道只是一个照灭 沙漠就已经死了 大地重新恢复了正常 但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前方已经一片密密麻麻的箭矢破空而来 星界这边有应对魔族的手段 魔族这边又何尝没有 沙漠在地下发动偷袭只是个开始 就是要引诱人族飞天而起 身在空中 从上而下袭来的箭矢密密麻麻 如蝗虫过境 两侧千镇高壁 简直必无可避 所有人的面色都是一变 只感觉浑身冰冷 手脚发凉 心中惊呼 无命休矣 反应快地急急朝下沉去 反应慢地还停留在原体 原本大好阵行 瞬间混乱起来 关键时刻 杨柯一身魔猿滚滚而动 呼啸风声中 漆黑的魔猿宁为十指 化作一面肩不可摧的防雨 扑散开来 遮蔽前方虚空 所有箭矢都被魔猿挡下 无声无息地消失不见 魔猿屏障 却是朝前凶猛卷曲 撞在了前方虚空 仿佛一面镜子被撞碎 一阵连衣荡过之时 无数魔族身影 突兀地显露 大地之上 避震左右 虚空之中 魔族挡道 也不知道他们之前 动用了什么手段 竟是全部隐藏住了身形 横正经等人 皆都是毫无察觉 见此情形 人族这边 又是脸色一变 万人 绝对有万人 而且魔王 有好几位之多 各个齐城 这体型各异的魔手 气息凶残 被杨开施展手段 破开隐匿之术后 一群魔族 也有些意外 回首的那几个魔王 更是一脸惊诧地望着杨开 一脸不解之色 在他们看来 杨开既能催动魔云 那显然是摩天道的一分子 既是摩天道 那便是魔族的忠权 又怎会与魔族作对 这是个什么情况 不过下一刻 魔王们便将这份疑惑抛开 魔天道又如何 只要敢与魔族为敌 那便该死 狭路相逢 唯有雍者胜 回首的魔王望着杨开 咧嘴凝笑 高高举起粗壮的手臂 猛地朝下方挥去 进攻的号令发出 上万魔族凶猛冲锋 整个身骨都在震动 四周随时速速而下 韩正清等人如临大帝 各自队伍的 对阵正在迅速地 收拢自己人重新节制 呼咒的声音开始响起 漫天的嘈杂 遮掩不住一字赤裂 阳还并置朝前一顶 呵 一指出 整个峡谷都活了 大地翻腾 分卷而回 仿佛一张毯子 当头朝魔族大军照相 两侧闭刃 也迅速合拢过来 仿佛两只巨大的巴掌 拍向飞舞的蚊子 那上万魔族 便是蚊子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第30026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恋巅峰》 无心声出牵挂 共水演绎着 掌金格蝶芒 谁中浮尘又算得到吗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婚营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第30026集 你可知罪 在韩正清等人惊骇欲绝的注释下 翻卷而回的大地 和朝中间合拢的避认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诺大一片空间都封锁了起来 所有魔族全部被锁在其中 空间迅速压缩 一阵阵毛骨悚然的声音 从那里面不断地传来 翻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几颗平行骨的女弟子 更是面色惨白 扎眼功夫 上万魔族不见了踪影 合拢的两侧闭刃 翻卷而回的大地 形成了一个封锁的空间 所有魔族都被锁死在其中 只听从那空中传出的声音 众人便能想象出魔族此刻的遭遇 怕是被挤成肉饼了 何等粗暴直接 何等凶风难挡 魔族寻取此地作为伏击之地 显然也是有做过考量的 此地一旦进入便只有一条出口 隐匿身形突然杀出 并能让人族大军大乱 以一万对两千 地利人和随随便便就能杀人族一个全军覆没 却不曾想到 这地方竟然成了他们的坟场 地利之变只是相对的 当一方的力量强大到 另一方需要仰望的程度时 那所谓的地利便成了不利 哄的一声 一道血肉模糊的身影 忽然突破层层屏隐障 破土而出 瞬间就化作了一道黑光 毫不犹豫地朝前方飞驰 上品魔王 韩正清眼帘一缩 低鹤出声 心中一阵后怕 这魔族万人大军之中 居然还有一位上品魔王坐镇 但此一魔便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 可以想象得出 这一次若不是碰巧遇到了杨开 自己这两千人的队伍 恐怕一个都活不下来 普通的魔族生命力都顽强无比 更何况一位上品魔王 失了那一击地覆必夹的神通之后 此魔虽然受创不轻 却是没死 第一时间脱捆逃盾 他恐怕也知道 以敌人方才展现出来的手段来看 自己若是不赶紧逃的话 肯定会没命的 判断得不错 可哪里又能逃得掉 杨开只是冲他伸出一手 猛地一抓 等大手再缩回来的时候 手上赫然已经多了一个 浑身黑气包裹的身影 那铁钩般的大手 掐着魔王的静脖 竟是让对方挣脱不得 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响声 还让清没看清杨开 到底是怎么把人家抓回来的 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 杨开把手探出去的时候 整个手臂似乎都恍惚了一下 融入了虚空 明明远在百丈开外的那位魔王 莫名其妙地就被他给擒到了面前 空间神通 绝对是空间神通无疑 这其中的玄妙 只怕他一辈子也参悟不透 不过当那魔王被请回来后 韩正清这才发现 对方是个隐魔 暗赴 怪不得之前丝毫察觉不到 隐魔一族 最善刺杀 自然也精通隐匿气息之术 被杨开紧箍着颈簸 勾高举起 那隐魔奋力挣扎 却根本无济于事 魔云涌动之时 那隐魔的身体忽然剧烈膨胀起来 仿佛一个气球被吹起 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胖子 哄的一声 隐魔直接爆裂开来 碎尸残屑四方飞尽 韩正清等人一时不察 毁灵了一头一脸 反倒是阳开早有防范 魔云护体 屁事没有 与此同时 伴随着一阵咔嚓嚓的声响 合拢的避震 缓缓朝两旁分开 那翻卷的大地 也慢慢平复下去 先是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冲进了所有人的鼻孔中 紧接着 一幕炼狱般的场景映入眼帘 那前方哪还有什么魔族 上万魔族除了一个空破屏障逃出去 又被杨开请回来 击杀了的隐魔之外 其他魔族全都被挤成了一团烂肉 九成九的魔族都看不出原来的体型了 彼此融合在一块无法分割 地面之上血流成河 偶尔还有几声 油丝般的身影传出 却是几个魔王没有死透 两千人族蒸蒸地望着前方 一时间全都哑雀无声 不少人更是把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目光不断地在杨开和前方那恐怖的场景中流转 越看越是难以置信 韩正清有些汗颜 因为他们这些人竟是没有出一点力 一万埋伏在此地的魔族便已全军覆没了 从头到尾 杨开似乎只是随便施展了几招神通 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 韩正清走上前去 手上常见无动计下 将那几个一时还没死透的魔族碎尸 他们这边一度 所有人才回过身来 连忙上前去清场 看是否有魔族装死 另外收缴战利品 战查功夫 一切妥当 两千人这才再次启程 峡谷很长 足有三百里左右 夜幕时分 一行人才走出峡谷 重见天日之时 人群中的气氛明显振奋高涨了许多 只因穿过这峡谷之后 再往前三千里 便是秉陈军驻地所在了 而三千里范围 已经算是相对安全的距离 很少会有魔族在这附近游异 除非运气特别不好 碰到那种能隐秘身形的魔王 杨开止步 望着韩正清道 我就送诸位到这里了 再往前已经没有魔族拦路 诸位一路顺风 韩正清攻身道 多谢杨公主了 杨开摆了摆手 又转头望着樊兴等人 叮嘱道 注意保护自己 战场之上 生死只在一顺 连伟帝和半圣 都有陨落的先例 更何况樊兴等人 一场两界之争 又有多少人家破人亡 多少妻离子散 我又自己照顾好自己 才有活下来的可能 樊兴和几个冰心谷女弟子 都重重点头 杨开转身 一步跨出 身形忽然变得飘渺无痕 寻急消失不见 带他走后 韩正经这才招呼一声 领着两千人朝驻地进发 杨开既然说 前方已经没有模组拦路 那就肯定是安全了 既如此 也不用再浪费时间 多做休息 只管一口气 赶回驻地再说 杨开先是沟通了 与李无依配套的 空灵珠传送走的 所以出现的地方 自然是在李无依的身边 一座空旷的大殿之中 杨开的身影突兀地显动 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站在旁边的李无依 雷子一笑 正想打个招呼 却是忽有所感 面色一宁 抬头望去 左右两边 四人端坐 有男有女 但皆都气息深忧 渊庭越至 四道恐怖的气息 犹如四座大山压响 煞时间便让杨开呼吸不畅 胸口发闷 浑身骨头都在蒸蒸作响 不但如此 杨开分明还感觉到 自己体内有一股气机 与这四人遥相呼应 似有共鸣之招 让他愈发地能够体会到 这四人的恐怖强大 和自身的不足 杨开不敢怠慢 连忙攻身作医 小子杨开 见过诸位大人 左手两边 雄伟如身铁 铁血大地 战无痕 变幻莫测的 花影大地 花玲珑 右手两边 深渊四海 幽魂大地 瑶君 粗犷狂放的 兽物大地 莫黄 除了下落不明的 红尘大地 生死盗销的 明月大地 喊出星界的 夜影大地 星界七位大地之中 居然有四位在此 而且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是正在等候自己 杨开心口气血翻滚 倒不是因为压力所致 只是时隔多年 终于有一种 游子归乡的感觉 连那生意 都有一丝丝的激动颤动 以前见这些大地 还不觉得有什么 但今日再见 却觉得他们 无比亲切 亲切地宛若自己的家人 再想想 自身与这四位 遥相呼应的契机 杨开哪儿还不知道 那是大地机缘的缘故 想成大地 就必须得到 星界天地的认可 明月的那一份天地认可 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自然就与其他几位大地 有了这样的亲切感 他自己有这样的感觉 以为大地们 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谁曾想 话说完之后 等了好半上 竟没有半点回应 杨开不仅有些疑惑 有心抬眼看一看 却又不好唐突 不过他明显地感觉到 四位大地 望着自己的目光 略显锐利 悄悄扭头 瞧了一眼李无依 却见这丝 居然双手交叉搭在腹前 老神在在地站在原地 双眸微眯 衣服没睡醒的样子 搞什么东西啊 杨开心中更疑惑了 便在这时 一声低贺忽然传来 大胆杨开 你可治罪 贺声来自左手边的铁血大地 含怒之贺 让杨开煞时间头晕目眩 耳边一阵无鸣 险些睡倒在地上 杀上品魔王 如突击载狗 便是半圣 也能斗上一斗 可在大地面前 竟沉弱如同一个孩童 好在他如今实力 也算不足 勉强站稳身形 抬头朝铁血望去 正要质问一句 可话到嘴边 还是咽了下去 低头道 小子知嘴 花玲珑眨了眨眼 姚君咧嘴 乌声吹笑 莫黄朝天上翻了个白眼 顺便身上摸了摸脸颊 战无痕也正了一项 死没想到杨开居然会是这种反应 他本以为杨开肯定会有另外一份说辞的 谁知居然如此爽快认罪 准备好的话顿时有些说不下去了 略作沉影 铁血沉声道 罪在何处 杨开低声道 宁悦大人 死于我手 声音虽轻 但任谁都能听出他话中的悲痛之意 说话之时更是双拳紧括 纸杰发白 还算你有自知之明 战无痕冷哼一声 继续威言喝道 明月乃兴界大帝之意 当年为救我等你身作儿 陷落魔狱 身陷邻居 当年我等让你入魔狱 所为何事 救明月大人 你如何保证 定将明月大人带回 结果呢 杨开无言以对 确实无言以对 本来是去救明月的 结果不但人没救到 明月反而还死在自己的手上 虽然其中也有些缘由 但这么长时间来 每每想起当日的场景 杨开就心如刀割 拒之罪 要有何脸面返回兴界 战无痕的语气 咄咄逼人 简直不留 丝毫轻蔑 杨开垂手 小子身负大帝积远 受明月大人嘱咐 不得不回 好个不得不回 战无痕冷哼一声 你当本座不会罚你吗 杨开毕恭毕敬的 小子领罚 我本座要杀你呢 战无痕的目光 瞬间如刀似箭杀鸡佩 杨开略作尘引 抬头对上了他的双眸 撑枪道 无论如何 明月大人死于我手 小子最大莫言 大人若有心收回大地基云 小子无话可说 但大人若想取我性命 小子虽不敌大人 但也不会毫不反抗 一旁李无依 扭头瞧了他一眼 暗暗择舌 心中自负 若是自己处在杨开这般境地 只怕是没胆子 说出这种话了 战无痕一时冷笑一声 你还想反抗 你反抗得了吗 杨开缓缓摇头 事在人为 小子还不想死 也不能死 还有那么多亲人 在灵骄宫消守以盼 又如何能死 战无痕正想在说些什么 却被花玲珑打断了 花影大帝的声音 悦耳动听 与战无痕的铁血杀戮 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说说你在魔运那边的经历吧 尤其是关于明月的 杨开正了正心神 开口说道 当年小子与玉如梦 被李前辈追杀 逃往魔狱之中 一路畅通 顺利抵达魔狱 左右不过几年内发生的事情 所以杨开回忆起来也不难 事无巨细地将自己几年来的经历 一一禀告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二十七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恋巅峰》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婚迎继继续收听《古恋巅峰》 只是魔羽那边其他的事情 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杨开如今所掌握的 正是他们欠缺的情报 当听说魔羽那边有数百大陆 十二魔圣之时 四位大帝都是神色毅力 不说那数百大陆中 有多少魔族子民 便是那十二魔圣的数量 也为师太多了一些 星界这边 可是只有十位大帝呢 在剪掉下落不明的红尘大帝 已经身死盗消的明月大帝 盘出星界的夜影大帝 剩下的也就只有七位大帝而已 在最顶尖的站立的数量上 星界这边要远逊于魔羽 那可是差不多两倍的差距 一旦大帝和魔圣们对上 绝对要吃大亏 要听闻玉如梦 居然是十二魔圣之一 大帝们更诧异了 当初玉如梦 可是一直跟在杨开身边的 出现在了好几位 大帝的视野之中 更化身李师情 与花影大帝深入交流过 可无论是战无痕 还是花玲珑 居然都没有瞧出丝毫破绽 甚至压根就没有察觉到 他身上的魔圣气息 如今想来 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不过在得知玉如梦是魅魔之后 诸位大帝又释然了 魅魔向来精通神魂力量 善于魅惑人心 玉如梦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奇怪 但论神魂修为 幽魂大帝恐怕都比不上他 万魔窟和万魔丹的存在 让大帝们皱眉不已 这数年来两族征战 大帝们何尝没有发现 魔族那边的魔王数量 实在是多得有些恐怖 本来还有些想不通 这到底是为什么 现在明白了 魔王的数量多 一是因为魔族人口 基数庞大 数百大陆 差不多能汇聚出 十万魔王出来 这是何等恐怖的一个数字 二则应该是因为那万魔丹了 这东西是魔狱特有 虽然是万魔窟 汲取整个大陆魔族的生命力形成 但服用之后 对魔族的修炼 实在是大有必义 有听闻杨开 动用玄界珠 吞噬了魔狱好多个破碎的大陆 大帝们都一脸惊奇 魔狱的大陆 它们可以打碎 但绝对没办法让其被吞噬 杨开的实力 在他们眼中或许不知一体 但如此手段 却是让他们惊奇非常 一阵讲述 讲到昼天之战 讲到十二都天大魔阵 讲到明月困兽犹动 绝境之下 蒙蔽了自己的感知 自允在自己的拳头之下 大殿内一阵沉默 气氛凝肃 数万年的老友 彼此习惯了对方的存在 忽然有朝一日 其中一位逝去 纵然大帝们心性沉稳 也不免有些伤感 杨开的讲述的详细 他们也如同 只身当日明月 以一己之力 对抗十二魔圣的热血豪迈之中 似乎亲眼看到了那一战的惨烈 看到了明月 富商搏杀的情景 令人神望 恨不能与之并肩作战 杨开深吸一口气说道 这便是事情的经过了 花玲珑点点头 难为你了 昼天之战时 不但有十二魔圣 还有上百半圣 朱强还事之下 杨开依然能与明月大帝交接 那大帝机缘 岂是常人能及 后来呢 莫黄追问 你得了明月的机缘 后来又如何摆脱追杀 虽然杨开还没有说 但任谁都能想象出 当日杨开四面楚歌的绝境 得了大帝机缘 并非姓氏 而是亡命的开始 魔祖那边肯定不会让他 将大帝机缘带走的 多亏了玉如梦 杨开正色打倒 他帮我牵制了几位魔圣 正巧晚辈精通空间之术 最擅长的也是逃命 所以侥幸逃脱了一截 没有明说 因为相对于明月的无私付出 自己的辛苦逃亡 并不算什么 姚军道 若真如此的话 魔祖那边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又怎能返回心界 这其中是否有其他的事情 不错 杨开点点头 小子从周天大陆逃脱之后 重伤在身 偏偏因为大地机缘 心中有感 气机浮动 应有突破之中 小子本想一鼓作气 逃回心界 但那两界通道 常年都有残业镇守 小子若去 不得自投罗网 再加上突破之际 所以只能险中求生 顿往云影大陆 在法身的护持下 顿入地下深处 突破地尊三层镜 引发的异象 引来北离墨 利用玄冰的玄冥针 想要牵制北离墨 给自己制造逃脱的空间 谁知被玄冰利用 最后促成一桩巧合 等等 听到这里 莫皇一脸表情古怪的 望着杨开道 你是说你在一位魔神的尸骸中 种下了神魂烙印 不但是他 在场的四位大帝 有一个算一个 群都瞪大了眼珠子望着他 种下神魂烙印代表什么意思 大帝们不是不知道 正因为知道 所以才诧异 旁边李无依更是傻了 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 魔神堪比大帝 杨开在一位魔神的尸骸中 种下神魂烙印 就等于是在大帝的尸骸中 如此错 就等于掌控了 这个魔神的生死 换句话说 就等于有了一个魔神 或者大帝级别的首相 这小子才不过帝尊三层镜啊 连伪迪都算不上 饶是李无依素来温文尔雅 此刻也忍不住 有种骂娘的冲动 是 杨开汗水 其实也不能算是我的本事 主要是那玄兵歹毒 想出了这个损人不利己的办法 小子不过是顺势而为 最终坐守渔翁之力 四位大帝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神念忽然跌宕起来 显然是在交流些什么 少亲 花影皱眉道 你知修为虽有精进 但也不过是帝尊三层镜而已 即便真的在一位魔神的石海中 种下神魂烙印 恐怕也无法掌控他的生死吧 杨开汗手 花影大人所言极实 我与那被林默的修为相差甚远 神魂烙印确实无法掌控他的生死 甚至可以说 如果他专心破解的话 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破开那神魂烙印 从而摆脱智骨 恢复自由 顿了一下 杨开又道 不过他现在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怎么说 战无痕挑眉 杨开想了想说道 失礼了 话落之时 潮水般的人年凶猛而出 仿佛海啸一般 席卷四方 不过只是一瞬就已收回 杨泽仅仅只是这一瞬 却让四位大帝的眼珠子一亮 李无一更是露出极度震惊之色 在场诸位 除了杨开之外 最差的也是个伪帝 自然感知强大无比 所以纵然杨开的神念一放即收 但众人也依然能感受到那身世的强大 那只是在大帝之下 却在所有伪帝之上的神识修为 这样的神识 一般只会出现在最顶尖的伪帝身上 而且这位伪帝还得精于神魂修炼才行 可是如今催动着神魂力量的 不过一个才竞生没多久的帝尊三层境 李无一心中十足的震撼 相对于方才杨开说 他在一位魔圣的脑海中种下神魂烙印 这一次展现出来的东西更让他难以置信 收复一位魔圣虽然了不起 但也不算什么 毕竟那不过是外力 而且这个外力还不稳定 搞不好就有被反噬的风险 可这神魂修为却是自身的 实打实的泪足之本 相比较而言 如果是李无一的话 他宁愿选择护者 到了此刻 四位大帝哪还不知道杨开方才所言何意 神魂烙印的强度与神魂修为有最直接的关系 神魂修为越是强大 烙印就越是坚固 杨开有这般恐怖的神魂修为 虽然比起魔圣和大帝们还差了一点 但已经足够掌控那北离墨了 或许花费更长的时间 北离墨依然能破解那神魂烙印 但杨开又不是死人 怎会给他这个机会 所以杨开才会说 北离墨已经没有了这个机会 花玲珑百思不得其解 可是你怎会拥有如此强大的神魂力量 真实修为强过本身境界之人 星界不是没有 反而有很多 最典型的便是难遇的青阳神殿 因为神游境的缘故 所以青阳神殿里的精锐们的神魂力量 都要比自身境界高出一点点 但纵然再高那也是有极限的 绝对不可能如杨开这般恐怖 这已经不合常理了 除非有莫大的造化 莫大的机缘 本来花玲珑不该有此意味 杨开无论有什么造化机缘 也是他自己的事 但一则忍不住好奇 二则也是想问问 这事跟已经逝去的名誉 有没有关系 谁知 问出来之后 杨开竟然露出了一丝不好意思的神色 花颖大帝善解人意 笑了笑说道 若是不方便的话就不用说了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 杨开歇了息鼻子 说道 我已经与那玉如梦行过夫妻之礼 其数万年原因之礼为我所得 她乃魅魔 修炼的是神魂力量 所以我的神魂修为才会随之暴涨 啊 花玲珑吃惊不小 睁然地望着杨开 那玉如梦他 他 他本想问 玉如梦身为十二魔神之一 居然也愿意尾身给杨开 先不说两人实力 差距太过巨大 便是一个人族 一个魔族 种族也不同啊 更何况如今兴建魔玉之战还如火如荼 可是话到了嘴边又不好意思问出口 倒是自己的脸颊上飞起了两团红润 那心意密疏 花玲珑不好问 姚军却是没那么薄的脸皮 都是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 夫妻之礼 人伦大盗 哪有什么不好意思提的 想问就问了 先前杨开也跟他们说过 玉如梦对自己施展了心意密疏 是以姚军才有所猜测 或许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原因 杨开点点头 不过后来 我让他解开了心意密疏 他却没有解开 姚军文言汉手 既然可以选择 却没有去做 那就说明 玉如梦怕是动了真情 否则堂堂一个魔神 又怎会如此行事 一旁李无依 再也无法保持那种 老神在在的人情 一直扭头瞪着杨开 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在一位魔神脑海中 种下神魂烙印 神魂修为暴涨 竟还与另外一个女魔神 醒了夫妻之礼 本来他这几年 还挺担心杨开 在魔狱那边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可现在看来 危险是有 更多的却是旁人 难以想象的精彩 这珠般奇迹 常人随便达成一项 都是祖坟上冒了青烟 可杨开倒好 全占了 如此说来 你如今能左右 两位魔神的意愿 莫黄略先振奋地望着杨开 之前他们还在为 魔语十二魔神的数量 感到头疼 没想到这一会儿的功夫 就柳暗花明了 一个魔神被杨开种下 神魂烙印 一个与他有了最亲密的关系 这两位魔神 等于是站在了杨开的战船之上 这一下就剪除掉了魔语 两位魔神的力量 不是两位 是三位 杨开一脸正色地望着莫黄 战无痕挑眉道 除了那贝离墨和玉如梦之外 还有那位魔神 莫黄表情古怪地说道 难道是那羽魔伏羽 听杨开之前的讲述 他也知道 魔语十二魔神中 只有三位是女性 其中北黎墨和玉如梦 被杨开一墙一收 再多个伏羽也没什么 反正这小子对付女人 似乎挺有几下子 想起自己的宝贝女儿 对这小子也一直念念不忘 莫黄就有些偷疼 之前还好 这小子女人虽多 但也没几个上得了台面的 唯独一个龙族住情 稍稍有些分量 但那也不过是一个 九节巨龙而已 与大帝之女的身份差不多 有自己站在宝贝女儿身后 给他撑腰 他也不担心 自家宝贝会吃什么亏 现在好了 这小子居然连魔神都勾打了 那可是能与他本人比肩的人物 还怎么撑腰啊 妈的 早知道就不应该让这小子 娶什么魔狱 不是浮渝 杨开摇了摇头 那位不在十二魔神之力 但却有魔神之力 华灵龙听糊涂了 那是谁 此人名唤长天 是魔狱魔龙一族 杨开解释起来 算起来的话 此人在魔狱中的分量 就相当于龙岛上的大长老 和二长老 这么一说 几位大帝顿时明白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物恋巅峰》 第3028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武恋巅峰》 欢迎您收听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婚迎继继续收听 星界出了大长老和二长老 魔狱同样有一个长天 那长天 与你又有何关系 为何能受你左右 战无恨 沉生混淌 长天是魔与魔龙异族 不过素来与魔神们 关系不睦 据说早年 长天曾与魔神们 多有争斗 最后夺下一块百灵大陆 龟缩异域 不过长天此人 大险无多 他忧心自己 成辞之后 百灵大陆 会受魔神们的 压迫奴役 正巧小子 也身负龙族血脉 初见之时 长天颇为欣喜 与我推心致富 又要将小子 当成他未来的 接班人来培养 便有了这一层关系 顿了一下 杨开道 小子已经动用 玄界珠 将那百灵大陆吞噬 长天已无退路 不但百灵大陆 玉如梦和 北灵墨麦下的 所有大陆 都已被吞噬 再加上小子 返回星界时 封印了两界 通道入口处的 大陆的十三道剑门 是以如今 星界和魔月的联系 暂时断绝了 你切断了 魔月和星界的联系 花玲珑 瞪大了美眸 是 杨开点点头 好 莫黄蒙的大鹤一声 一连振奋之意 妖精和战无痕 也是目露精光 李无依 却是若有所思的汉手 怪不得 最近几日 魔族大军在回房收缩 原来是这个原因 他常年坐镇 七五海机要处 收拢两界战场 所得的情报 对魔族大军的动向 再没人 能比他更清楚了 从前几日 他就发现了 这件古怪的事 向来有镜无腿 雕汉是血的 魔族大军 竟古怪的 开始收缩 本来他还想不明白 魔狱到底在干什么 还派遣了一些人手 出去打探消息 想看看 这是不是魔族 在施展什么阴谋诡计 现在听杨开 这么一说 顿时全明白了 两界之争 数年时间 人族魔族 互有伤亡 虽说魔族的伤亡 更严重一些 但局面对人族 却是大大的不利 究其原因 则是魔族 能不断地补充兵力 仿佛怎么杀 也杀不完死的 现在好了 两界的联系被切断 换言之 魔狱再也没有办法 补充损耗的力量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李无依有信心 将残留在星界 天地下的魔族 全部吃掉 他甚至已经在考虑 调动大军 围剿魔族了 这个时候 无疑是星界反攻的 最好时机 否则 一旦的魔族大军 重新聚集在一块 再想啃下来 只会平滇 无数的伤亡 战无痕手指 轻敲着椅背 有条不稳地说道 你吞噬了 三位魔上的地盘 还切断了 两界的联系 等于是彻底 断了他们的后路 如此说来 不管是情愿 还是不情愿 他们都只能跟你 一条道走到黑了 应该如此 杨开点点头 对了 那三位如今 已经随我来了星界 诸位大人 若是有意的话 我可以代为引荐 莫黄文言 呵呵一笑 花玲珑端起 自己手边的一杯花茶 轻轻地勉了一口 眼角微微弯击 杨开看得疑惑 觉得 几位大帝的反应 有些奇怪 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 能不成 诸位大人 已经见过他们了 战无痕 冷哼一声 三位魔上忽然来到星界 我等若是毫无察觉 也妄为大帝 在杨开带着玉如梦等人 来到星界的同时 大帝们就已经有所察觉了 铁血大帝战无痕 联手幽魂大帝和兽武大帝 第一时间去查探情况 那个时候 杨开还在小旋界中聊生 不过 长天等三人 当时并没有太过出格的举动 所以战无痕等人 也没有轻易露面 只是隐匿在远处 悄悄查探 论实力 大帝和魔上们在播种之间 但身在星界 得星界天地认可的大帝们 无疑更有优势一些 借天地之力 屏蔽自身契机 便是神魂力量最强大的玉如梦 也毫无察觉 还不等他们看个明白 杨开忽然从小旋界中冒了出来 这就让战无痕等人 差一万分了 随后杨开留下魔族大批精锐 与玉如梦等人道别 战无痕等人 这才下去与魔上们相见 气愤谈不上剑拔弩张 却也不是那么平和 当时出面说话的是玉如梦 所以战无痕等人 并不知道 常天不是十二魔圣之一 玉如梦将他们几位 随杨开来到星界的前因后果 说了一遍 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但这不过是他的一面之词 战无痕等人如何能信 这才有了这一次大殿之手 四位大帝会审的一幕 没有提前告诉杨开 也是想看看他这言辞是否属实 毕竟杨开却了魔狱好几年时间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万一被魔族那边给洗脑了 反过来对付星界 岂不是头疼 如今杨开所言与玉如梦之前 所说两相一对照 并无什么不妥之处 大帝们才放下心来 不过之前几位大帝 与玉如梦等人相见时 还不知道两界通道 已经被切断封印 玉如梦也不是傻子 星界大帝态度未明 他又怎么可能 将这等机密如实相告 也是方才 从杨开口中 才得知此事 那玉如梦说 他们想要收拢星界这边的魔族 并且保证不再与星界为敌 此事你怎么想 战无痕端坐上方 又开口问道 杨开道 正如小子先前所言 随我来星界的那三位 无论主动又或者被赌 都受小子意愿作用 所以我觉得此事可行 战无痕道 两界之战数年 魔族杀我人族无数 如今将这一举 殲灭的大好机会 摆在眼前 你却要救他们 杨开缓缓摇头 救魔族是为了救人族 两界通道虽然被封印切断 但如今在星界的魔族数量 依然有不少 纵然星界 有将之一举殲灭的机会 但也绝对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小子觉得 若能就此罢手 是最好不过 战无痕 眼帘捶了捶 不作声 其他几位大帝也不止可否 杨开接着道 魔族之所以入侵星界 一则是 其本性使然 二则也是被逼无奈 魔域那边未来不明 几些年来多有戒道崩碎 大路消失 而与之相邻的星界 便也成了他们的目标 他们想要占据此地 是也才有了这次的两界之战 而这样的一场 两个大世界的碰撞之争 最终的结果只有两种 一方全面 或者两败俱升 无论是哪一种结局 星界这边都不会好过 我慌语气低沉道 若如你所言 就更不应该放过那些滞留星界的魔族了 你虽封印良界的联系 但恐怕也无法保证 永远如此吧 待到有朝一日 那封印破除 魔族大军再临 谁又能担保今日 你放过这魔族 不会再倒戈相向 魔圣之威 小子难以揣渡 或许数月 或许数年 他们自有破解封印的手段 那封印也不可能一直存在 杨凯侃侃而谈 不过既然找到了魔族入侵的根源所在 那便可以对症下药了 如何对症下药 花灵龙问道 一步步将话题引到此处 杨凯这才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目的 魔族既然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出路 而入侵星界 那小子便给他们一个生存之地便是 常天之所以会被小子说服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那玄界珠 花灵龙好看的眉头挑了挑 不错 扬开点点头 玄界珠已经吞噬了一百多块完整的大路 而所有被玄界珠吞噬的大路 都可以再融合 若是能让玄界珠将整个魔域吞噬掉 那就必然能生出第二个魔域来 到时候魔族自然就有了另外的出路 到了那时 魔族又何必与星界再打伤打死 你那玄界珠当真如此神奇 莫黄一脸惊奇 杨凯勒嘴一笑 大人若有意 也不妨敬了一关 莫黄尘引了下 汗手道 如此也好 话落之时 成声而起 他动的时候 人还在座椅上 等完全站起来时 人也来到了杨开面前 不但是他 战无痕 姚军 花灵龙 有一个算一个 都一声不响地站到了杨开面前 身为大帝 奇珍异宝 他们见过无数 可以说 这世上除了少数几种传说中的存在 已经很难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在意了 能吞噬融合大陆的玄界珠 却绝对是其中之一 在此之前 他们可从未想过 这世上有如此神奇之物 还请诸位大人莫要抵抗 杨开正说着话 崔洞魔云将四人笼罩 心念一动 便将他们收进了小玄界中 正准备跟进去时 肩膀却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李无依在一旁探到 你别忽视我呀 还有我呢 我也进去看看 对不住 对不住 杨开善笑一声 将李无依也收进了小玄界中 等杨开现身小玄界时 莫黄等人都一脸惊奇地打量着四周 战无痕确实皱了下霉 欢迎呢 花玲珑居然不在这里 这让他有些不解 不明白杨开在搞什么鬼 我送花大人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杨开伸手在前方虚空一点 一道连衣荡过 那虚空便仿佛一面镜子似的 倒映出一个不知何处的画面 那画面中 一栋吊脚楼外 花玲珑身姿妙满 面前另外一个年轻女子 跪在她面前 一手扣地 抬头之时 泪痕满面 几个大帝一眼就看出 那跪地的年轻女子 是花玲珑的亲传弟子 李诗晴 小诗晴在这里 莫黄挑眉 杨开点点头 我去摩浴没多久 就找到她了 羽如梦当初 将她送到了自己的领地上 然后化身李诗晴 接近于我 莫黄汉手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这些年来 李诗晴一直渺无音讯 花玲珑虽是大帝 但这么多年来也只收过李诗晴一个弟子 待她视如己出 这忽然失踪了 花玲珑自然是担心不已 只不过身为大帝 忧虑不形于色 旁人看不出罢了 可莫黄等人却知她的担忧 如今杨开既然将李诗晴给带了回来 那也了了花玲珑一桩心事 杨开又伸手易扶 虚幻的镜面崩碎 吊脚楼外的景景也不复存在 她失法显影 也只是为了解释花玲珑的去向 如今解释清楚了 就没必要再窥探那师徒的隐私了 呼呼几声 却是战无痕在旁边挥了几下拳头 然后皱着眉头 一脸不爽到 邏輯 毫不客气地评价了一句 背负起双手 左右眺望 不屑这片大地 她口中的垃圾 自然不是针对什么人 而是这片天地 大地们一进来就发现了 这个世界的天地法则稍显薄弱 比起星界大有不如 导致他们身上 无时无刻都有无形的枷锁束缚 这种束缚让人感觉不舒服 魔王们在这里 天地的束缚会让他们无法动用太强大的历历 但束缚不了大地 真要是让战无痕等人实力全开 那天地的束缚会被崩开 连这小玄器都会被打碎 大人说的是 只不过这里以前更垃圾 杨开也不闹 反而还挺赞同战无痕的评价 战无痕扭头望了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 这个世界的法则能提升 杨开笑了笑 若非如此 小子怎敢说给魔族第二个魔域 无论是星界还是魔域 都是相差不多的大世界 最起码这两个大世界的天地法则相差无底 所以星界才有大地 魔域有魔圣 若想要魔族乖乖地迁徙进来 非得有另外一个魔域不可 如何提升 战无痕这下倒是来了兴致 如今这片天地在他眼中是垃圾不错 但如果能提升成长的话 那未来也不是不可期待 吞噬融合 杨开严谨遗憾 之前小子就说了 只要能吞噬掉整个魔域 融合整个魔域所有大陆的法则 那此地必定能成为第二个魔域 只可惜魔域那边 魔圣们化地而至 不解决那些魔圣 小子也没有办法吞噬他们的地盘 战无痕吃笑一声 说到底还是要打 杨开摇了摇头 打是要打 但只需要擒贼擒王便可 杖无痕不再多说 其实他何尝不知 杨开所言不虚 两界之争若无意外的话 那势必是要拼个你死我活的 不管哪一方或是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若是杨开的法则可行 那无论魔族还是人族都能得到喘息之计 正如他此前所言 救魔族是为了救人族 你觉得怎样 莫黄扭头望着李无依 在场助人当中 除了杨开 便只有李无依精通空间法则了 这方面的事情 问他最好不过 匪夷所思呀 李无依一脸惊叹 分手间取出遗物 托与掌心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脸巅峰》第3029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脸巅峰》 作者莫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友生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脸巅峰》 作者莫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脸巅峰》 第3029集 《怪物》 杨开定眼瞧去 只见那东西 赫然是一座小巧的假山 只有巴掌大小 仿若龙形 连绵起伏 假山上郁郁葱葱 莫名花香萦绕鼻睛 耳畔边甚至想起了一些 虫鸟鸣叫 杨开省色疑惩 再仔细瞧去 顿时眼前一亮 双眸冒光 李无依手上 拖着的那哪是什么假山 分明就是一座真的大山 那山上一草一木 都缩小了无数倍 山林之中 甚至还有野兽飞禽奔走 都缩小到了几乎尘埃的大小 若非杨开运足了墓里 只怕根本无法看清 全被这事 杨开舔了舔嘴唇 露出只有看到 新奇之宝的振奋 柳一微微一笑 武定山 本在东御拼北一带 山高七百八十丈 长三千里 大小珠峰三百一座 仅身为地之后 我用了二十年时间 将之炼化成现在这个样子 说话前 抬头看了杨开一眼 要进去看看 自然要去 杨开不迭汗手 如此新奇之物 不进去一关怎么行呢 柳一不啰嗦 伸手对着杨开一点 空间法则涌动之下 杨开只觉眼前一花 身形颠倒时 人便已出现在了一座大山之中 一声呼啸传来 却是旁边正好有一只白毛掉精虎 嗅到了生人气息 毫不犹豫地扑杀而来 杨开抬起一掌 盖在他的大脑袋上 那白毛虎立刻胸向近领 露出惊惧之色 退后几步 无言之声转身便逃 这白毛虎算不得妖狩 只是有些奇特的野兽罢了 但野兽也有野兽的直觉 知道杨开不好惹 哪还敢再放肆 自是赶紧逃命要紧 杨开左右打亮 四周树木高耸 风延间有色彩斑斓的毒蛇游走 附近山泉叮咚 鼻尖满是鸟语花香之气 再抬头望去 只见那天空中 几个巨大如天神般的身影毅力 正是莫黄 姚军 战无恒等人 李无依一张遮蔽了半个天幕的大脸 正对着自己 笑意吟吟 并非他们变大了 而是自己变小了 七百八十丈高 三千里长的吴定参 被李无依炼化成巴掌大的东西 自己入内 受其中空间法度的影响 身形也随之改变 只怕此刻在李无依看来 自己比尘埃大不了多少 这吴定参与自己的玄解珠 有异曲同工之妙 甚至可以说 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一样的 两者都是一方小天地 只不过玄解珠是封锁的 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从里面也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除非杨开施法 而吴定参虽也是小天地 却与星界这大天地时刻紧密相连 从这一点上来看 吴定参就远远不如小玄解独立 早在静生地尊两层镜的时候 杨开就有所感悟 觉得自己当时在空间法则上的造诣 应该也能量化出类似玄解珠那样的空间密宝来 只不过一直珠视缠身 也没功夫去试验 不曾想自己的念头 李无一早已付出行动了 这吴定参便是他一身空间法则的体现和结晶 而见识过这吴定参的神奇之后 杨开愈发肯定自己当时想的没错 心情不禁有些振奋 因为接下来他还真的得去炼化一些类似玄解珠或者吴定参的宝物 进了山中 见识了一下 杨开便从李无一挥了挥手 李无一挥意 又一次伸手朝他所在点来 下一瞬杨开重新出现在小玄解中 不等杨开开口赞叹 李无一反倒先露出了一副不解之色 你怎么会想到让这封世界去吞噬那魔域大陆 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正因为亲自炼化过吴定参 所以李无一才想不明白这一点 按道理来说 吴定参跟玄解珠是同一种类型的存在 玄解珠能做到的 吴定参应该也能做到 反之 吴定参无法做到的 玄解珠恐怕也不行 可事实上 玄解珠真的就做到了 屋顶山无法做到的事 吞噬融合 李无一想都没想过 杨开挥威一笑道 当年与下卫面星域 与人有些冲突 当时那家伙正在吞噬我的星域 我就想着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至于如何做到 沉眼了下 杨开声音凝肃道 试天战法 三位大帝齐齐扭头晃来 墨荒沉声道 小子 你可别告诉我们 你真的修炼了试天战法 数年之前 铁血大帝就是用试天战法之时 在虎啸城 从杨开发难 演了一出大戏 逼杨开入魔 看出心情 只不过那个时候 战无痕的切入点 是法身 修炼了试天战法 这与杨开本身修炼 可是截然不同 杨开 缓缓摇头道 试天战法 吞天势地 威能莫测 曠世邪功 小子哪敢修炼 修炼此功法的 是小子的法身而已 法身体制特殊 乃试魁出身 这功法与他正是相得益彰 法身精通试天战法之精药 那小子自然也就精通 以玄界珠为媒介 施展试天战法 玄界珠便有了吞噬融合之能了 杨开话说得明白 众人也听得清楚 更理解得明明白白 可其中的关键 非当事人根本无法参透 为什么试天战法 与玄界珠能够完美配合 这一点 恐怕连创出试天战法的乌况 都说不清楚 李无依摇头失笑 若是如此 那我这五顶山 怕是没什么可期望的了 本来他还在想 若是可以的话 他还能重新计练五顶山 现在得知其中有 试天战法的影子 哪还敢有什么想法 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去修炼 试天战法呀 反倒是杨开望着 他手上的五顶山 满眼放光 仿佛掏体贱美食 色鬼玉美人 此地疆域有多大 战无痕开口问道 吞噬调的那些魔域大陆 有多大 此地疆域就有多大 杨开恭敬打倒 战无痕默然片刻 忽然又问道 若将魔族迁徙此地 你也能约束住他们吗 杨开吞嘴一笑 此地我为主宰 生死只在我一念之间 顿了一笑 补充道 魔圣之下 以眼前小玄界 这新扩张的疆域中的 天地法则来看 确实如此 不过若是能将整个魔域吞噬 法则彻底完善之后 那情况可能又不一样了 半个时辰后 一行数人出了小玄界 花影大帝和李诗晴 也被杨开送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 李诗晴出来之后 还特意跟杨开道了声信 只不过那神色略显复杂 当日情况没弄明白 便偷袭行刺杨开 后来虽然得知事情的真相 但明月最终死于杨开之手 却是事实 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杨开 一来 在魔域之中 只有他们两个人族相依为命 二来身为星界人族 击杀明月之仇 他又不能置之不理 方才与师尊谈了许久 才解开心结 直到此刻 他才得知 当年明月大帝陷落魔域之时 诸位大帝们已经有了他会陨落的心理准备 让杨开去魔域 能救则救 不能救的话 也得想办法与明月见面 相信明月也会明白他们的意思 最终确实如此 将死之时 明月将星界天地的认可 转嫁给了杨开 送给了他一场天大的机缘 至于得了这机缘之后 杨开的处境如何 明月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甚至可以说 在临死之前 他对杨开的感觉是愧疚的 因为极有可能 杨开也会与他一起陪葬 纵然明白这一点 明月也不得不那么做 那个时候 他能托付的除了杨开 再无旁证 诸位大人 情况如此 不知诸位大人如何定夺 杨开望着几位大帝问道 战无横道 羽如梦 百丽默和长天几人那边的事情 不用你操心了 本座等人自会与他们商议 杨开文言大喜 多谢大人 战无横虽然没有明说 但既然是去商议 那就说明他们基本上也同意了 长天等人的提议 如今还在星界的魔族 会交由他们尽量收拢 不再与星界为敌 到时候解决完星界这边的残局之后 在反攻魔遇使 他们或许还能成为一笔强大的助理 杨开能看到这一点 战无横等人又何尝看不到 反正长天等人 已经与杨开彻底帮死了 他们的领地大陆也都被吞噬 他们再无退路 除了全力配合杨开的计划之外 根本没别的选择 莫黄道 你自己的事倒是要先搞明白 杨开文言垂首道 还请诸位大人责罚 莫黄一晒 还没说什么事呢 这便要责罚了 杨开道 难道不是明月大人之事 莫黄缓缓摇头 忽然冲他探出一手 杨开立刻便感觉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将自己拖到了莫黄面前 体内魔员本能鼓当 不过很快就放松了警惕 大帝面前他就算反抗也无用 更何况他相信莫黄不会对自己不利 下一瞬 莫黄的大手扣住了他的肩膀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肩膀也被扣住 却是战无痕把手搭上去 两位大帝对视一眼 帝缘一催 杨开只感觉左右两边 各有一股黄黄灰烟 却不失柔和的力量 涌入自己的身体 两股力量在自己的身圈内转了一圈 迅速收回 战无痕和莫黄都是眉头一皱 露出不解之色 杨开这时才明白他们所指何事 自己入魔之时 两位大帝联手查谈自己体内的情况 分明就是在检查自己的身体 莫黄开口道 此事还请诸位大人容炳 他本来也没打算隐瞒 要不然之前在大帝们面前 也不会催动魔云 有得过躁 战无痕瞥了他一眼 杨开乖乖闭嘴 与此同时 莫黄忽然猛喝一声 那喝声入耳 杨开立刻听到了万寿奔腾之音 顿时有些头晕目眩之感 心神失手时 两道神念不分相互的 冲进自己的石海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杨开稳住心神之时 莫黄和战无痕 已经收回了神念 都用一副看怪物一样的人色 看着他 杨开呵呵干笑一声 正如两位大人所见 小子身体 小子身体虽有魔气 看着似乎入魔 其实并无大碍 石海中有温神连守护 莫黄和战无痕 肯定都看到了 战无痕和莫黄的异常 让花影大帝和幽魂大帝 吃惊不小 同为大帝 他们自然明白 战无痕和莫黄 绝对是看到了什么 匪夷所思的东西 否则根本不可能 露出这副表情 再加上之前 两人神念涌动 花玲珑和姚君 哪还不知道 杨开的石海中有古怪 可是到底是什么古怪 居然让这两位都如此震惊 花玲珑虽然好奇 却也没有开口多问 反倒是姚君问道 看到什么了 他尊号幽魂 与玉如梦一样 最是擅长神魂之力 既是石海中有古怪 他自然在意得很 战无痕和莫黄 哪会搭理他呀 他们两个看到温神莲 倒没什么关系 可若是姚君也知道这个秘密 非得好好研究一下不可 以他大帝之尊 倒也不至于 干出什么强强豪夺之事 可万一要借用一些日子 应该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所以战无痕和莫黄 都是心照不宣的 尖口不言 莫黄甚至还悄悄传音 给杨开说了一句 那东西千万别给姚君那丝看到了 否则你定是麻烦不断 杨开不叠汉手 暗暗打定如意 以后绝对不跟姚君独处 魔狱的事情想明白了 而且杨开这次回来 还给星界带来了一个能结束两界之争的希望 因为明月之死而带来的忧愁被冲淡了许多 战无痕道 两界连续却已被决断 那三位魔生也要收漏魔族大军 星界这边看杨子有一段安宁实质了 不过带到那风影破解 恐怕便是两界最终决战之时 杨开吞噬融合魔狱诸多大陆 你为主力 所以这段时间你得好好的养精蓄锐 若能在修为上再有精进 那是最好不过 若不能也得提升自身实力 以求自保 小子明白 杨开点点头 正好小子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 说话间 翻手取出一枚空灵珠 双手奉上 还请大人收下此物 战无痕瞧了他一眼 一言不发地伸手一射 将那空灵珠收了过去 旋即啪啪两声轻响 却是花玲珑拍了两次巴掌 清脆的巴掌身后 从外间走入一人 杨开回头望去 只见那人赫然便是新神功大长老雷虹 也不知道在外等候了多久 此时听到召唤才大步行来 四目相对 雷虹冲杨开微微汗手 静止走到杨开身边 给几位大帝行礼问候 然后转过身 看着杨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三十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五恋巅峰》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恋巅峰》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五恋巅峰》 昏影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三十集 防贼防盗 大殿沉默 没人开口说话 但杨开又岂不知 雷虹现身此地的用意 当即轻轻一探 双手平脱使 心念一动 明月大帝的尸身 便出现在面前 脱雨深沿 明月虽死 但这段时间 一直被安置在药园之中 得齐花一草护持 胸口处的窟窿 和破损的衣衫 也都被杨开处理过 所以从外表上看 就仿佛是睡着了一样 身态安详 诸位大帝的目光 起起望来 身态哀痛 雷虹更是身躯一颤 眼珠子泛红 颤声道 黄鹰大帝回宫 说话间 跪倒在地 双手高举 这仪跪并非是对杨开 而是跪得明月尸身 所以杨开根本无法回礼 郑重至极地 将明月的尸身 放在雷虹双手上 杨开声音 略有些嘶哑 抱歉 雷虹缓缓摇头 接过大帝的法退 这才站起身来 杨开道 大帝携带着物 一概未动 还请雷长老回宫之后 与其他长老仔细清点 雷虹汗手道 多谢杨公主了 杨开汗颜至极 苦笑摇头又问道 公主殿下怎样 不太好 雷虹苦笑不迭 大帝陨落天生异象 适时星界哀痛 无数人心生感应 身为大帝之女 蓝虹自然是立刻便知道了 当场昏厥 帝尊敬强者无病无哉 可那疑死之后 蓝虹却是大病了一场 星神宫灵丹妙药无数 却依然无法缓解其症状 至今还在星神宫内 调养身子 不过这事啊 雷虹也不好 跟杨开解释太多 只是说道 杨公主若得闲乐 还请往神宫一趟 或许可以开刀公主一二 杨开哪儿好意思呀 哪儿还有脸面 再去见蓝星呢 当年在天际谷中 虽然没有给他十足保证 但自己却是他唯一的希望 如今负了所托 杨开心中愧疚难挡 可纵然再怎么愧疚 再怎么没理 新神宫还是要去一趟的 就算雷虹不说 杨开也要去 当下点头道 好 过些时日 小子自会造访 那雷某 就先告辞了 雷虹面露感激之色 又对几位大帝行礼之后 手托明月 发退离去 带他走后 张无痕才挥了挥手 一脸腻味地说道 也也下去吧 杨开抬头望着他 大人不罚小子了 张无痕淡淡说道 想受罚的话 本座不是不可以满足你 杨开抹了一想 缓缓摇头 冲几位大帝拱了弓手 身形一晃便要离开 谁知没能走掉 这大殿似是另有尽致 封锁了天地 让他的空间神通 毫无用武之地 抬头望去时 正见花玲珑望着自己 促瞎一笑 空间神通没用 那就只能走出去了 这没什么好说的 转过身时 听得后方一声呼喊 杨师兄 杨开回头望着李诗情 微微一笑 师妹有事 这还是李诗情第一次 喊自己师兄 李诗情小声地说道 品自封 还请不要为难 这话说得没头没脑 便是在场的几位大帝 也听不明白 但杨开 哪儿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无非是想请自己 不要为难 品自封中居住的货轮和陌生 这段时间以来 李诗情与这两位魔王多有接触 也算是相处得不错 如今他被杨开送出了小玄界 剩下货轮和陌生在里面 生死自由 都受杨开掌控 李诗情自然是想为他们打算一下 小事而已 杨开当即点头 师妹放心 再次转身 迈步走出大殿 身后大殿之门缓缓关闭 估计大帝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生意 杨开轻轻地呼了一口气 抬头望着天空 只见那天空七彩光芒流淌 非大阵之功 而是天地几几 那七彩霞光之中 死还蕴藏了别的名堂 杨开立刻明白 这里应该就是凡心之前提到过的七五海了 整个星界四域联军 五十四路军团的机要枢拟之地 不意外 倒是那七彩霞光 让杨开有些感兴趣 正仔细端向时 忽然心有左感 扭头朝一旁望去 只见那边拐角处 一个翘生生的身影 站在那边 冲自己甜甜微笑 一头长发竖成了十几条小辫子 显得古灵精怪 见自己望来 他还冲自己招了招手 杨开也露出了一抹会心的微笑 几步走出 便来到了小丫头面前 惊喜道 随你师父来的 站在这里等他的不是别人 正是多年不见的林云儿 上次与他相见 也是在西域之中 那时候本打算带他一起去一趟林霄宫 谁知道在传送的过程中 林云儿丢了 事后杨开查探 应该是有大能知识 在西域毁了自己辛苦布置的空间法阵 隔断了林云儿的传送 当时他猜测是铁血大帝所为 事后证明确实是铁血大帝干的 堂堂一位大帝偷偷摸摸做这种事也是够无赖的 这一别又是差不多二十多年光景 小丫头跟二十多年前没什么两样 还是一样的活泼俏理 到时修为增长之快 让杨开吓了一跳 林云儿赫然已是帝尊三层景 而且看样子 静生的时间也已经不短 以身修为凝炼至极 杨开不禁有些瞠目结舌 暗暗感慨 有一个好师尊真是件幸福的事 当初扬言将林云儿从横罗星域带走的时候 小丫头猜什么修为 如今的修为的进度居然比自己都快 他在感慨之时 林云儿却是把脑袋凑了过来 小鼻子耸动嗅个不停 杨开失笑 敲了一下他的脑门 你是小狗吗 闻什么呢 林云儿双手捂着头 撅嘴道 大叔你身上有别的女人的味道 这一声大叔听起来当真亲戚 但话里的内容就让人尴尬了 跟玉如梦分开也有好几天了 就算有他的味道恐怕也都淡了 林云儿如何能闻得出来 轻轻笑了笑 瞎说什么呢 我才没有瞎说 林云儿哼了哼 师父说我是狗鼻子 什么气息也比小蛮过我 这般说着竟是又凑了过来 闭眼笑着 不敢再让他闻下去了 杨开伸出一根手指戳在他的脑门上 将他顶开一臂之外 叹道 你来找我就是来闻我身上的味道的吗 林云儿愣了一下 紧接着像是想起了什么 嬉嬉笑了起来 然后双手抱住杨开的胳膊 拽着他往一个方向跑去 杨开有些脸红心虚 有事说事 这般横冲直撞真何体统 小丫头长大了 胸脯鼓胀胀的 被他这么一抱 杨开胳膊上 立刻感受到了一团惊人的弹窘 若只是如此也就罢了 关键是杨开分明 还察觉到了一道神念 锁住了自己 满满的恶意 不消说 绝对是战无痕的神念无疑 杨开就不明白了 堂堂大帝干嘛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 当年不惜毁了自己的空间法阵 也不让林嬉儿跟自己去培育林霄宫 如今与其他大帝商谈要事 更不忘监视自己 杨开如今 神识修为虽然也算不足 但比起大帝还是多有不如 以战无痕之能 若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监视自己 简直轻而易举 偏偏他还故意流露出一丝气息 让自己有所感知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小子 我看着你了 宝贝徒弟的举动 他不好干涉 但这不妨碍他给予阳开警告 一路被林嬉儿拖拽 阳开可谓是如莽刺碑 半路上遇到不少行色匆匆之人 显然都是驻扎在七雾海中的星界舞者 不过不管何人 见到林嬉儿微笑行李 看样子都是认识他的 一直来到一栋大殿外 林嬉儿才松开阳开的胳膊 笑嘻嘻地指了一下大殿 看样子这里就是目的地了 阳开也不知道林嬉儿把自己带来这里 是要干什么 但未进门便下呢 便嗅到了一股肉香味 那香气说不出的好闻 纵然阳开如今已至帝尊 无需口腹之欲 也被这香气有得食欲翻轨 那香气飘荡 远远散开 四周更有不少人探头探脑地朝这边打量 不时地舔动嘴唇 一副食指大动的模样 林嬉儿推开大门 拉着阳开早了进去 大殿内空荡荡的 并无什么摆设 只在最中间的位置上 一口大黑锅支在那里 锅内不知煮了什么东西 咕噜噜地冒着泡 腾腾热气扶摇直上 锅下燃起柴火烧得正旺 黑锅旁一身大红衣衫 明艳耀眼的美妇正拿着一把勺子 从锅里咬出点汤水 丝溜溜地喝着 那汤水一看就滚烫无比 但这美妇却是毫无在意 一连喝了好几口才放下勺子 笑盈盈地望着随林嬉儿走进来的阳开 如宝石般光泽诱人的红唇轻起 小子 你有口福了 杨开上前 想礼道 见过九凤前辈 守在黑锅旁的 赫然便是灵兽岛九凤 论年纪 他不知道 比杨开大出多少 论辈分 他与李无依是一辈的 莫小七喊他凤矣 更何况 刘延得他调教 也算是他的弟子 是以杨开一直以来 都将他当成自家的长辈看待 九凤风姿绝带 此刻却毫无形象的盘膝 坐在了一口黑不溜秋的大锅旁边 偏偏那锅内还炖着不知是什么的瘦肉 杨开一进来 就感觉视觉受到了极其强烈的冲击 柴是普通的柴 火是普通的火 但那锅不普通 锅名归一 乃铁血大帝当年所得异宝 放眼整个星际也是大名鼎鼎的存在 或许不如山河中历史渊源 但那微能却是毫无逊色 两者之间各有长处 林韵儿是战无痕唯一的弟子 师父有什么好东西 自然都宝贝着徒弟 这皈依大锅便是战无痕赐予林韵儿防身用的 只不过小丫头从来都把他当成了煮肉做饭的锅灶 这一点早在二十多年前杨开就领教过了 林韵儿身份不凡 大帝弟子 放眼星际又有几人 有战无痕在背后给他征腰 整个星际几乎可以说是横着走的无人赶着 小丫头也争气 理智霸体的体质 暗和大帝所修 铁血屠露 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晋升了帝尊三层镜 进度比阳开还要快 但就是因为修炼着功法的缘故 所以小丫头胃口惊人 俨然一副偷贴口味 逮到什么都往锅里面一扔一顿 无需任何调料 那便是一餐绝世美味 此时此刻 这龟一大锅内便不知炖了什么东西 气泡翻滚 汤汁浓郁 肉香四溢 杨开还在彬彬有礼地跟酒凤行礼 灵女儿已经冲到了大锅面前 看着脑袋往锅里张望 巴搭着嘴说道 好了吗 好了吗 说着话 刺溜吸了口口水 大帝弟子的形象荡然无存 仿佛几十年没吃饱饭一样 我看看 酒凤应了一声 然后伸手从锅里捞出了一大块肉 就这么三下五出二的吃了个干净 灵婴儿还在瞅着他 小脸上满是期待 酒凤又捞了一块出来 第三块 灵婴儿口是咽个不停 扬开叹息一声 雲儿 你再不吃的话就没了 灵婴儿文言面色一变 哪儿还有半点犹豫 两手直接探进锅里 捞出来好大一条兽的 正口便有 忽然又动作一顿 强忍着腹中的饥饿 将手上之物朝杨开递去 杨开摆了摆手 走上前去 撸着袖子道 我自己来 煞时间啊 黑锅旁三人为坐 一阵风卷残云 二十多年前 杨开就尝过皈依 黑锅炖出来东西的味道 只觉得那简直就是香味修真 世上再无吃时 能与之相比 如今在场 依然如此 杨开甚至怀疑 这皈依本就是为了炖肉 而炼制出来的异宝 若非如此 没有任何调料的前提下 炖出来的东西 怎么会如此美味 炼制这东西的鲜辈 绝对跟灵婴儿一样 是个绝顶吃货 小子 好东西就该慢慢品尝 你该懂得尊老爱幼才对 九凤一边大块朵衣 使得满嘴流油 一边斜眼训斥阳开 阳开头也不抬 嘴里包着东西 憨憨乎乎地说道 我虽喊你一生前辈 但前辈却一点都不老 正是妙龄当年 风华绝代之时 又何许我来尊老爱幼 前辈这么说 未免太看清自己了 灰衣炖出来的东西 果然非同翻详 肉质滑嫩 油而不腻 入口即化 最难得的是 肉内的精华 全部被释放了出来 这吃到嘴里的 哪里是肉啊 简直就是大补之物 与自身修行 有天大的好处 哼 油嘴滑舌 酒风冷哼一声 忽然伸手一扫 凭空出现一个酒坛子 朝阳开飞了过去 阳开伸手接过 大拇指一挑 揭开酒风 嗅得酒香 顿时神色一致 知这酒 乃是绝世好酒 轻易喝不到的东西 仰头喝酒 低头吃肉 好不快猜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立了三千零三十一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炼巅峰》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五炼巅峰》 《五炼巅峰》 继续收听《五炼巅峰》 《第三千零三十一集》 《我回来了》 林云尔在一旁看得羡慕 两眼冒光 冲九凤道 凤姨 我也要 九凤头也不抬 挥手道 小孩子喝什么酒 喝汤去 林云尔顿时把嘴巴 撅上了天 老大的不痛快 有望大幽圆的道元 救武者 从外面不倾自入 身形魁梧 以身彪悍气息 犹如铁塔 绝对是从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猛士 只不过此时此刻 这位铁塔般的猛士 却是点头哈腰 一脸缠媚之死 手上 捧着一只大碗 走到近前 舔着嘴巴说道 大人们吃肉 小的们 想淘点汤喝 对此惊惊 林云尔和九凤 似乎都见怪不怪 林云尔压根就没抬手 只顾着跟锅里的炖肉拼搏了 九凤只是把手一挥倒 自己动手 谢谢九凤奶奶 九凤奶奶受以天旗 乌云成龙 不伦不类的阿谀奉承 这大汉忽然回头喊了一嗓子 都进来吧 九凤奶奶叫咱们自己动手 哗啦啦一阵 从外面涌进来胜百后人 个个都拿着一只大碗 近来就是点头哈腰 马屁不断 杨开看得目瞪口呆 人虽多却不乱 主动排好队 挨个儿用自己手上的大碗 从锅里舀了一碗肉汤 说几句奉承的话 皮颠颠地跑出去喝汤去了 摆放在面前的龟一 只比普通农家做饭的锅 大上一圈而已 按道理来说 绝对不可能容纳得了 这么多的汤水 但实际上 杨开三人吃喝到现在 莫说三人份 便是五十人份都吃完了 如今又有一百人 各取走一碗肉汤 可锅里的东西 确实不见减少 鬼一锅内自有玄妙乾坤 无论是肉还是汤 却蕴藏了大量的能量 修为不够者 根本无法想这样的口服 所以那些进来的污者 都只喝汤不吃肉 倒不是酒缝或者林韵儿小气 只是那些人实力不够而已 一顿吃喝 足足半日功夫 林韵儿首先撑不住了 吃着吃着 忽然翻着白眼 仰面倒了下去 杨开吓了一跳 正要上前查探时 九凤却说道 无需管他 小丫头不知天高地厚 每次都把自己弄成这德行 每次都不长记性 不会出什么事吧 杨开有些担忧 他明显能看到 林韵儿肚子长了起来 腹内更是传出一阵 轰隆隆的雷鸣声 倒不是吃坏了肚子 而是功法运转 正在练化 能出什么事 九凤撇了撇嘴 杨开想想也是 如今张无痕就在七五海中 锁定在自己身上的人面 虽然收回去了 但以他对林韵儿的宝贝态度来看 小丫头真要是有事 张无痕肯定得第一个跑过来 如今连张无痕都不现身 那林韵儿肯定是没事的 放下心来 杨开继续大快躲移 一日后 林韵儿恢复过来 重新加入了战斗 九凤却是色色生奇地打量杨开 同为帝尊森曾经 林韵儿又是特殊体质 可相对来说杨开明显竞生才没多久 可偏偏杨开一直吃喝到现在 也没太大的反应 倒是林韵儿已经中途休息了一场了 由此可见 纵然林韵儿的修行速度 要比杨开要快 但底蕴上却是不如杨开 不过想想杨开的画龙诀 九凤也就释然了 画龙诀想 杨开可画三十张龙驱 如此庞然大悟 能吃下的东西 自然不可能是一个小丫头能比的 虽然杨开如今没有施展画龙诀 但半龙之躯的根基可是摆在那儿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殿内三人仰面躺在冰凉的地上 各自摸着滚圆的肚子 一脸满足的表情 大黑锅内已经空荡荡 连一点汤水都没有流下 九凤忽然开口 孝子 大帝们让你去摩狱 本就存了让你皆以明月大人法退之心 天书大人也早已料到明月大人在摩狱之中九死一生 所以你无需自责什么 事者已已 你如今也算继承了明月大人身上的那份机缘 就更不能掉以轻心 该勇往直前 方才能不辩计 方才能不辜负明月大人的期许 前辈教会 小子铭记于心 小凤小骂 哼 教会个屁 想不想得开是你自己的事 只是如今 你既然得了那份机缘 那便决然不能浪费了 否则的话 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 杨开轻轻点头 开口混道 小七师妹如今怎么样 九凤道 大乱之事 大人不放心她在外面乱跑 所以安排她在灵兽岛闭关 那丫头资质不俗 只是贪玩了一些 这一次若是闭关有成 但会实力大尽 你可得努力 别到时候连小七都比不上了 杨开呵呵一笑 定然不会的 说话间缓缓爬了起来 身子一阵 浑身骨头霹雳啪啦响动 毛子明亮 林云尔也起了身 眨眼望着杨开 杨开伸手拍了拍她的脑袋 谢谢云尔了 沉闷的心情 随着这一阵胡痴海塞 变得放松许多 这档在眼前的迷雾 慢慢散去 未来的道路也更清晰了许多 林云尔缓缓摇头 她没做什么 只是请杨开吃了一顿好吃的罢了 好好照顾自己 杨开叮嘱她一声 又冲九凤道 你谢谢前辈该道 小子先告辞了 九凤半眯着眼睛 懒得动弹 没有搭理她 杨开转身朝电外行去 推开大门 正见得一人在门边等候着自己 杨开微精 连忙拱手 前辈 李无一轻轻一笑 将她的手抓了过来 然后往她的手上塞了一样东西 定眼瞧去 杨开眉头一跳 前辈这是 不是送你的 好歹花了我二十多年的心血 这也是我第一次炼化的乾坤之物 舍不得送 请你玩上一阵子 回头记得还给我 更何况 你有那玄契猪 只怕也看不上这东西 李无一微笑开口 其中尽致 我已悉数抹去 你只需烧家炼化 便可遇事 李无一塞过来的 赫然便是 她的那一座五顶山 若是别的东西 杨开还不会太在意 但是这个东西 她却是真的感兴趣 也不交情 结果道谢 李无一点点头 又塞来一枚玉剑 然后不容杨开再说什么 挥挥手道 军武繁忙 就不跟你多说了 你才会心结 只怕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 自去忙吧 说话间 一步踏出 整个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杨开捏着那玉剑 神念谎那一探 顿时面色狂喜 又是一件他需要的东西 李无一恐怕是 看出了他的心思 否则怎么可能 特意将这两件东西送过来 仔细收好玉剑和吴定山 杨开咧嘴 吴声地笑了笑 抬头望着天空中的流淌的那七彩光芒 心中只有一个感慨 真好 星界真好 这里由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和蔼可亲的长辈 还有那让自己牵挂 同样也在牵挂着自己的家人 同门 想起自己的家人 杨开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林霄宫 当即催动空间神通 激发与苏炎紧密相连的空灵珠 然而前路阻断没能过去 九凤不知何时已经爬了起来 一脸慵懒地依在门框上 嫌弃地望着他 你是不是傻 灵雪宫已经封山好几年了 大阵覆盖宗门 隔绝天地内外 空灵珠有用吗 杨开尴尬得很 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能回去 封山大阵运作之下 空灵珠确实无法连通 抱拳道 还请前辈指点 最近的空间法阵在何处 其物还就有 自己去吧 九凤指了一个方向 说话间 狠手抛了一个东西过来 杨开结果 发现那是一枚令牌 黑幼幼的 正面一个大大的游字 不知这令牌上的字 代表了什么意思 但杨开也能猜到 这令牌 应该是一重身份的证明 毕竟空间法阵肯定有重兵把守 自己若是没有这个身份证明之后 也无法随意接近 收了令牌 顺着酒缝所指的方向 掠空飞了过去 这一瞬间 杨开归心似箭 在魔语之中耽搁的时间不算长 只有几年而已 以往杨开离家 十几二十年 乃至更长时间 未回的心里都有 但从来没有哪一次 如这次这般牵挂 只因已经兴建太平 而如今却是两界战火联名 纵然知道 灵肖宫早就已经封山 甚至没有参与过两界之战 但依然避免不了 来自心底的牵挂 如今总算可以回去了 奇物还很大 但杨开的速度何其之快 神殿扫过 很快便找到了 空间法阵所在之处 四周果然有重兵把守 光是帝尊境便有十几人之多 杨开甚至还感觉到了一个 伪地的气息隐藏 才刚靠近空间法阵摆杖处 便有几十道气息锁定了自己 不过有九凤刺下的令牌 一路行去倒也畅通 带到境前 地上令牌 验明身份 这才得以放行 空间法阵上光芒闪破 杨开已经消失不见 熟悉的气息 熟悉的味道 在于灵骄宫中 杨开突兀现身 四周正在打坐的弟子们 见状纷纷上前 正要询问来人身份 见得杨开熟悉面容 都忍不住一阵 其中一个女子 更是尸声低呼 公主 杨开扭头望去 雷嘴一笑 露出一口几百的牙齿 小叶啊 女子本是东居千叶宗宗主 叶恨之女叶清寒 千叶宗并入灵骄宫后 原本千叶宗的几百弟子 自然也就是灵骄宫的弟子了 叶清寒与杨开也不算陌生 自然是一下就认出了杨开 哗啦啦一阵 大殿那十几个弟子 顿时激动起来 纷纷围惧上来 齐齐抱拳 攻身 见过公主 恭迎公主回宫 虽在行李 可每个人都在抬头望着杨开 一双双毛子中 绽放着惊喜的光芒 太突然了 杨开回来的 毫无征兆 谁都没有心理准备 望着那一张张熟悉 或者不熟悉的年轻面孔 杨开笑了 发自内心地笑了 还收到 一家人 不必多礼了 众人齐齐齐身 不过下一个 原本因为激动 而脸色有些红韵的叶清寒 忽然翘脸一变 扭头望着其他弟子们说道 公主回宫 此乃天大机敏 谁若敢泄露半句 便是我林霄公的叛徒 别人我不敢说 但我叶清寒 必定叫他上天入地 走投无路 杨开如今还是星界的叛徒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判除魔狱 在虎啸城前 与铁血大帝一番龙争虎斗 小幸逃脱 随后更被李狐一 领人追杀 顿望魔狱 怕回宫的消息若是传扬出去 只怕会引来无数 未到是降妖除魔 弟子们又怎么不清楚其中门道 当起都肃然点头 纷纷报正 绝不谢老 没那么严重 杨开失想 深深地吸了口气 忽然提起纵声 我回来了 声音不大 却是传遍了林霄公的每一个角落 就如在每个人的耳边轻轻说话一样 叶清寒脸色再变都快哭了 公主 咱们宫内有外人的 若只是四家宗门的弟子 倒也没什么 林霄公的弟子 九成九都是杨开从夏卫面星月带上来的 还有一些便如千叶宗 还有枫林城秦家弟子 这些与杨开多有渊源的 纵然杨开入魔叛变 他们也不会生出什么异心 更不会做出对林霄公不利的事情 但如今林霄公是什么地方 是整个星界的后勤基地 每一天每一月都有大量的灵丹和秘宝 从这里被送往战场前线 这里不止聚集了来自整个星界四域的诸多炼丹师 炼器师 还有一些辅助人员 坏来者最起码有两万人之多 杨开这一声喊出去 回归的消息还如何隐瞒 只怕很快就要传遍天下 到那时候杨开必定大难临头 叶清涵急得不行 杨开却仿佛没事人一样 只是侧着脑袋笑吟吟地说道 听 听什么呀 叶清涵什么都没有听到 或者说 原本灵霄宫内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动静 但当杨开喊出那句话之后 整个灵霄宫忽然都安静了下来 下一瞬一阵鸡飞狗跳 灵霄风上一间密室之中 一道洁白身影忽然睁开美眸 眸内金光四溢 旋即长生而起 密室大门轰然动开 不等大门完全开启 洁白身影便已击舍而出 才刚出灵霄风 旁边就杀出了一个一头火红长发 如火焰人收本身段婀娜的女子 两女齐齐齐指步对视一眼 触惊她 她 她是你 说话之时 声陷灰尘 似是不敢相信 苏颜轻轻汗手 展颜一笑 原本冷若冰霜的女子 这一笑之下天地失色 只剩下这一笑的光芒 她回来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三十二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声出牵挂 共吹演绎着掌金格铁芒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三十二集 杨开小贼 不像祝勤那般不敢确定 杨开与苏颜 有阴阳和婚工 彼此心心相近 只要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 都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存在 真的会烂了 祝勤师神 朝空间法阵处望去 身形移动 似是想冲过去 不过又强忍住了 转头望着苏颜等 我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苏颜抿嘴一笑 一切都好 这话若是 善清罗说出来 祝勤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但既然是苏颜说的 那就没问题了 几年相处 祝勤对苏颜的性格 还是很了解的 外冷内热 心地善良 值得信赖 反倒是善清罗那妖女 屡屡找茬寻麻烦 被他教训了几次 还不知悔改 两女关系不默 倒也不是因为争风吃醋 只是善清罗本能地 看祝勤有些不顺眼 不但祝勤 他看所有的龙族都不顺眼 无他妖媚女王 身负天月魔珠的本源 天月魔珠也算是 上古圣灵的一员 龙族自称圣灵之首 这不就是要骑在他的头上吗 善清罗当然看祝勤不太顺眼 不过两女修为差距 着实不小 前后好几次 在祝勤手上吃了点亏 听苏颜说自己没问题 祝勤这才轻轻地呼了口气 便在这一时 旁边一座凌峰中 雪月的身影也激舍而来 待到近前 正要开口询问 便见苏颜宠得灰微汗手 雪月伸手掩住红唇 美眸青颤 耀丹峰 本是灵霄宫 单道一脉的灵峰 也是妙丹大帝五弟子基英的地盘 如今汇聚了整个星界最出色的炼丹师 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炼丹师心目中的圣地 引地火 祝丹师 耀丹峰上大大小小的丹房 补下千座 每一天都有无数灵丹在这里问世 整个耀丹峰如今已被奇特丹香笼罩 凡是靠近耀丹峰十里之内 便能嗅到各种丹香 此时此刻 耀丹峰想 一座巨大的丹房内 地溜溜旋转的丹炉旁 蒙着面纱的夏宁商 额头上细汗密布 双手不断地变换着法觉 他的面前三丈处 丹炉的另外一边 既因神色肃穆 神情一丝不苟 同样也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法觉 与夏宁商配合的相得一争 四周老老少少 有男有女 十几人站立 远远温望 每一个都穿戴着结白的衣衫 胸口处绣有花叶图案 这十几人 皆都是道元级以上的炼丹师 其中甚至有两位是地丹师 十几位名闻小耳的丹师 观望着夏宁商和基因的炼丹 不时地闪过若有所思之色 偶尔轻轻汗手 似恍然大悟 皆都是一副受益匪浅的人情 这些炼丹师虽然都算不足 但每一个都是各自宗门中的供奉丹师 但此刻正在炼丹的 可是妙丹大帝坐下的两位弟子 基因自不必说 妙丹大帝五弟子 在一众炼丹师眼中 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存在 夏宁商虽然未被妙丹大帝 列入门墙 但那也只是因为 妙丹大帝当年收下基因的时候 曾说过这是关门弟子的话 大帝言出法随 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礼 是以当年基因带夏宁商 去药丹谷的时候 妙丹大帝虽然稀才 却也依然没有收徒之意 只不过良语难求 不收徒不代表不会教导 夏宁商与妙丹大帝 没有师徒的名分 却有师徒的事实 再加上夏宁商体质特殊 药灵圣体几乎是专门 为炼丹而生的体质 妙丹大帝对提的看重 几乎还在自己坐下几位弟子之上 这些年来也是毫不私藏 亲囊相受 近距离观摩着两人炼丹 来自各域的炼丹师们 自然都是如鸡四壳 一个个恨不得把眼珠子抠下来 扔进丹楼里 仔细瞧个清楚 正看得津津有味之时 耳畔边忽然响起一人的声音 十几位观望的津津有味 如痴如醉的炼丹师 脸色一片都露出不悦之色 炼丹之时 醉际打扰 单房重地 自然是设有尽致 外见杂音根本穿不到此地 除非有人施展玄妙神通 越过尽致阻隔 而能做到这一点的 非得有极强的实力不可 可既然有这么强的实力 自然也该有大局之念 谁会平白无故地出声来干扰 药丹风中的炼丹事宜 而且这声音听着还很陌生 根本未曾听过 不过不管是谁 回头肯定要倒霉了 若是干扰一般的炼丹师 炼丹也就算了 可此地正在炼丹的是什么人 夏宁商也是神色一变 竟露出惊喜之色 心境起波澜 手上的法觉变化一下子不如之前那般圆准了 法觉一片 原本平稳的丹炉内竟是传来咔嚓嚓的声响 基因脸色大变 获得抬头 望向夏宁商一脸哀求之意 今日锁炼之丹非同小可 光是材料准备就花了他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还特意找来了夏宁商配合炼制 这眼看着再过两个时辰 就可以单程起炉了 我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的时候 听到了那人的声音 基因心中忽然有一种不妙的预感 夏宁商眼帘抬了抬 美眸对上自家武师兄的目光满是惬意 基因当即大喝一声 星百物者半九十 小事卖断不可分尘 稳住啊 这一声大喝 将四周观望的十几个炼丹师吓了一跳 他们不是第一次观基因炼丹 但不管哪一次炼丹炼制什么灵丹 基因从来都是云淡风轻 从没有哪一次如这般气急败坏 咔嚓嚓的声响愈发猛烈了 原本平静的丹炼内竟是灵气鼓的 那巨大的丹炼都被冲击的收缩膨胀 情况不妙 十几个观摩的炼丹师皆都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炼丹无数年 眼力非比寻常 哪不知眼下这情况有炸炼的前兆 炸炼这种事 素来只会在炼丹新手中出现 只要在丹道上轻盈些年头 几乎都不会犯下这样的过走 可以说炸炼是炼丹最低级的失误了 轰隆隆 丹炼收缩膨胀的愈发厉害了 基因双手穿花蝴蝶一样 纷飞不休 努力想要维持丹炼的稳定 同时急急喝倒 小师妹冷静些 他即一回早晚都可相见 不急一时 许致两人相约 长久时又起在朝朝暮暮 好一番苦口婆心 就差没跪下 给夏宁商磕头了 所得回应只有三个字 夏宁商满面愧疚 抱歉啊 阿子才刚出口 基因变一脸苍白 旋即轰的一声 巨大的丹炉炸裂开来 碎片四溢 丹炉内的丹叶也是四下飞溅 烟雾狂勇 充斥丹房 整个丹房内一片狼藉 能量卷动 十几个炼丹师 各自施法护持几身 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动 夹杂着惊呼声后 丹房重新安静下来 片刻后 雾气散去 十几个炼丹的大师们 宗师们 各个灰头土里 狼狈不堪 不少人身上的结白衣衫 都被丹叶染成了一片片 墨绿之色 远远观望的十几个人 尚且如此 基因就更加不堪了 其实以他帝尊敬的修为 想要护持自己周全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丹炉炸裂的瞬间 他也心神失守 此刻比起任何人 都要狼狈 整个人都变成了 茉莉之色 丹叶顺着脸颊流到下巴 滴滴答答地往地上滴落 基因仿若未知 看着两手 还保持着最后一个 发觉的姿势 状如被谁施了定身咒一样 站在那里 双目空洞无神 眼角不断跳动 这情景叫人看了 都是心中意图 心知基因受到的打击 实在不小 且不说为了今日灵丹 基因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便是当着这么多同道的面 炸了炉 也丢了很大的脸 换作任何炼丹师 遇到这种情况 师怕都无法接受 更何况 他代表的还是要丹骨 他丢的可是妙丹大地的脸 混账 一个冒蝶老者 从自己的头发中 取下一片丹炉碎片 丢在地上 满面怒气 暴跳如雷 是谁这么大胆子 敢打扰纪大师和夏大师脸蛋 简直太放肆了 顿了一下 轻壳一声 放缓语气宽慰道 纪大师不必在意 今日知错 不在两位大师 是那出声打扰之人 夏大师哪里去了 直到此刻 众人才发现 风采还在这里的夏宁商 居然已经不见了踪影 再扭头望去 只见单方的大门洞开 却是夏宁商早就跑出去了 那人到底是谁 应该如此无力 此事非要查可明白不可 要查 一定要查 我等在这里辛辛苦苦炼制灵丹 宿王战场上 为我人族保驾护航 此人不但不处理配合也就罢了 竟在关键时刻重申打扰 导致一炉大号灵丹炼制失败 真是罪该万死 那人的声音我听着陌生 诸位可知到底是谁 先前说话的冒蝶老者左右问道 众人皆摇头 却听到基因咬牙切齿 杨凯小子 本座与你势不两立 一声愤怒呐喊 气冲云羞 药丹房这边乱成一团 林丹丰那边也没好到哪去 气坊内 林骁公 手擒练丹师 侯语大师 本鞋躺在一张转踏上 呼呼大睡 浑然不管四周来来往往 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根本不能让他动容分好 怀里抱着一个酒坛子 一身的酒气熏熏 当那声音传入耳中的时候 侯语一个机灵睁开了眼睛 猛地跳了起来 大喊道 不快点都快点 谁也不准偷懒 谁若敢偷懒 姑奶奶跟他没完 没人理他 众人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 各忙各的 只有一个轻衣小四跑了过来 愁眉苦脸道 姑奶奶 你要是喝酒的话 就去别的地方喝 别在这里打扰大家练气行吗 原本井然有序的灵骄宫 因为杨开的一句话 而变得嘈杂纷乱 各四顿光 从一座座灵峰上飞起 纷纷朝这边迟来 空间法阵所在的大殿前 杨开乐呵呵地笑着 叶清涵站在他身边 原本还愁眉不展 满心忧虑 可一看杨开那神情 心中的担忧慢慢散去 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公主笑得那么开心 怎么就能笑得那么开心呢 偏偏这笑容似有极强的感染力 让他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笑了起来 第一个飞过来的是 灵骁宫的大总管花青丝 而且他还不是一个人来的 与二总管便宇清连媚而来 能第一个过来 倒不是因为两女顿速最快 两女都只有帝尊一层经的修为 在灵骁宫中 比她们修为高的也不是没有 之所以如此 只是因为两女就在附近寻常 远远便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 花青丝和便宇清都大喜过望 落下顿光 齐齐拱手道 属下见过公主 恭迎公主回宫 杨凯伸手虚抬 合颜悦色 本公主不在这些日子里 辛苦两位总管了 花青丝抿嘴笑道 不辛苦 便宇清也道 分内之事 目光略有些复杂地望着杨凯 免不了回想起 当年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那个时候 她与那刘仙云 才刚从夏卫面兴遇过来 结果被她手下扣骨勤拿 带回碧玉宗 谁又能想到 短短数十年之后 这个人已经高高在上 成为北域顶尖的宗门的 一宗之主 而当年可以对她 生杀语夺的自己 如今也要被庇护在 她的语义之下 甚至可以说 自己能竞生帝尊 也拜她所赐 想起当年之事 就不免想起 拼死护惠自己的寇武 封林城 领虎宫外 寇武拼死护主 尸骨无存 令人黯然神声 紧随在花经思 和便宇清之后 一道五彩霞光 从远处击舍而来 待到眼前霞光散去 露出五道身影 杨凯眉头一挑 抱拳道 恭喜几位前辈 竞生帝尊 这第二批来的五人 赫然便是鬼族 赤月 爱鸥 虎苍蝇和柴虎 五人中 除了柴虎之外 其他四人 都是与杨凯一体 从下位面星举 抵达星界的 只不过那星光大道 崩碎之后 大家分散开来 后来才相聚 当年还有一个无道 那可是横罗星矩 最强大的虚王境 只可惜天道不成 无道在静生道延静时 没能撑过天地 能量的洗礼 深宵道运 其余四人出入星界 生活艰难 索性聚到柴虎 得其助力 才逐渐站稳脚跟 后来四人索性与柴虎 一劫金蓝 如今灵骁宫内 便有一个五圣锋 就是五人的道场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3033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婚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3033集 娘要骂人 娘还上一次见他们的时候 他们还只是到远景 如今居然已经齐齐竞升帝尊 当真可喜可贺 这固然有星界天地能量 大潮的原因 更主要的是 这五人资质都不俗 鬼祖等人自不必说 能从夏威缅星宇 那样一个 可就跳脱出来 本就是千万钟无一的 绝顶之辈 柴虎的资质 自然要稍微差上一些 可也算不错 灵霄宫修炼物资充沛 这些年因为封山的缘故 所有人都在闭关修炼 奋发图强 五人能有所精进 并不奇怪 而且杨开还发现 五人应该是在一起 修炼了一门不得了的神通 那五色盾光 便是最明显的征兆 此时此刻 五人虽然都只有 帝尊一层界 但彼此间气息紧密相邻 几乎成为了一个整体 等前帝尊两层镜对上他们 估计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鬼祖诉诉快叫一声 公主 你可算回来了 咱们是要射出去吗 本座都快要发霉了 也难为拉了 鬼祖性格协力 当年杨开都差点死在他手上 还在下午免星遇的时候 凭借虚王镜的修为 能呼风唤雨 谁都可以不放在眼中 但自从来到这兴建 发现自己的修为 不过是垫底而已 不但修为不足 还要为生计辛苦奔波 后来居然遇到阳开 来了灵修宫 生活安稳了下来 但也一直在闭关修炼 直到今日 有了帝尊境的底蕴 鬼祖已然有些手痒 恨不得找些不长眼的家伙 来血迹一份 齿悦立刻瞪了鬼祖一眼 傻什么傻 大哥别乱说话 又扭头来看看杨开 你回来没关系吗 杨开缓缓摇头 正要解释一二 忽见又是一群人朝这边飞来 这次来的不是外人 游暗星 灵修宗的旧人 甚至可以追溯到中都的灵修阁 师公 灵太虚 孟无牙 师祖 楚灵修 喜味师叔 地魔 秋一梦 董清涵 密密麻麻一大片 杨开连忙上前见礼 说起来也无奈 他虽是灵修宫的公主 但过来的大多数都是他的长辈 他不想理谁想理 见过诸位长辈 又是一番混答 这些人皆都是各自世界中的翘楚 资质非凡 但因为来星界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如今的成就并不如先来此地的鬼祖等人 不过也都有道元净以上的修为了 而且基本上都是两三层镜 见杨开在问答之际左右观望 孟无牙斜眼瞧着他 找什么呢 杨开忙道 哦 没找什么 许久未回 主户怀情办了 孟无牙哼了哼 我是在找您那几位夫人吧 角子 我不是说你啊 你该收敛一些了 你自己算算你忍了多少一次 找了几位夫人 当初在星月的时候 就已经有四位了 如今到了星界居然又多了一位 你惹了他们 不能好好照顾他们 整日里东奔西跑 让他们独守空房 惦记着你的恩威 生怕哪一天听到你死在外面的消息 你心里过意的去吗 杨开垂首听叫 一脸愧疚 权卫说的是 知错就要改 孟无牙一脸语重心肠 可不能再在外面张话惹草了 杨开心虚呀 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好在施工就长 灵太虚笑道 来的路上碰到他们了 他们接你爹娘去了 苏妍等人听到杨开的声音之后 虽然迫不及待地想过来看看 但还是第一时间 跑到了杨四爷和董宿主所在的凌峰 准备将二老也带过来 杨四爷和董宿主来了星界之后 修为虽然也有提升 但比起那些天之骄子 还是差得远 如今修为才不过虚王境而已 顿速自然缓慢无比 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苏妍他们才会过去的 正说着话 旁边几道身影已经急速迟来 杨开抬头望去 眼珠子不禁一瞪 倒不是欣喜 而是吃惊 苏妍 雪月 山青罗 夏宁山 一个不差 全都来了 甚至连祝景也在 杨开吃惊的是 祝景怎么在这里 当年杨开去龙岛的时候 准备将祝景带回灵骄宫 渐进爹娘 顺便也与苏妍他们认识一下 彼此熟络一分 免得日后大家见面尴尬 只不过祝景那时候心有顾忌 没有与杨开返回灵骄宫 谁曾想 这一次回来 居然看到了祝景与苏妍等人 定价崎岖的场景 而且看样子 彼此相处得还其乐融融 没心思细想 折眼功夫 爹娘已经到了近前 杨开连忙迎了上去 还没开口说话 那边董宿主已经哭了起来 好一阵梨花带雨 用力抓着杨开的胳膊 急急说道 哎哟 混小子 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吧 还这般大张旗鼓的 是不是你小时候娘没教过你死字怎么写呀 哎哟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东西呀 哎哟 不由分说 一顿臭骂 骂得杨开一点脾气都没有 天要下雨 娘要骂人能有什么脾气啊 莫说杨开如今不过帝尊三曾经 便是真的成了大帝 也只有挨骂的份 后面的杨四爷 也是冷静着一张礼 也是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数年前 杨开离开兴界之前 早就给苏妍他们暗示过几次 后来杨开入魔叛变的消息 传回灵骄宫 导致灵骄宫封山 董宿主当场就晕了过去 杨四爷也因此大病一场 虽然苏妍等人多番开导 甚至点出 这可能是杨开故意演的一场戏 但没有大帝的亲口承认 董宿主和杨四爷如何感谢 这几年来 父亲二人日日祷告 不求杨开洗脱罪孽 只求他能平平安安 一世健康便好 素来活得如个少女一般的董宿主 已经多了十几根白色的发丝 父母阴阴之心可见一斑 谁曾想 杨开居然回来了 而且还特意喊了一嗓子 董宿主差点被气得吐血 哎哟 快走快走 趁消息还没有传出去之前 你赶紧走 董宿主一边说着 一边拉着杨开 往空间法阵里边跑 一边踹 一边一顺不移地望着杨开的面孔 似要多看一眼 再多看一眼 似要将她的样子永远印在眼中 烙进灵魂身处 杨 见他这副模样 杨开眼睛也有些酸酸的 宽慰道 没事的 什么没事 天大的事 董宿主跺脚 可以他如今的修文 杨开若是不愿 如何能拉得动 拽了几次毫无成效 顿时有些惊议 你走不走啊傻小子 真没事 杨开哭笑不得 董宿主一下子冷起了脸 气道 你不走是吧 你不走的话 转头看了一只 鲜鲜欲指 忽然一指杨四爷 你若是不走 你爹就死在你面前 杨四爷正了一下 然后一脸凝重地点点头 姨父 你真不走 我就真敢死的样子 我已见过大敌 杨开轻轻地拍了拍董宿主的胳膊 董宿主的动作一对 满面娇色 回之一缓 忐忑问道 见了哪位大敌 杨开掰着手指数了起来 铁血大人 兽物大人 花影大人 和幽魂大人 董宿主眨眨眼 不骗我 当真去见了这四位大人 杨开失笑道 不骗谁也不敢骗您啊 我才从七五海那边回来 娘若是不信 我现在就送您去一趟七五海 找几位大人当面对质 您不信我 总该信任他们吧 董宿主彻底放松下来 趁了杨开一眼道 周围大人事务繁忙 其实你说找就找的 真是不分个轻重 多大个人了 还露出跟少女一样的身态 却没有半点突兀之感 说完之后 再也不搭理杨开 竟是背负着双手 朝原路返回 经过杨四爷身边的时候 拽了他一把 哎呦 走了走了 傻站着干什么 杨四爷拗不过 直接被拽走了 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 跟杨开说 不过相比较来势的 惶恐不安 焦急万分 走的时候 杨四爷和董宿主 都是一身轻松 既然也在七五海中 见过四位大帝 还能安然返回 那就说明 之前的事情 都已经不是事了 什么坠住魔道 看出星界 都不过是人前之戏罢了 这几年来 苏妍等人 也时常与他们这样说过 但他们又如何敢信 直到此刻 杨四爷和董宿主 能洞悉这一点 其他人自然也能 一时间 众人都露出大喜之色 只感觉 这压在头顶上 好几年的乌云 终于在这一日 彻底散开 整个灵骁宫 似乎都变得明媚许多 杨开倒是有些傻眼 没想到爹娘 来得风风火火 走得居然也如此 根采利索 他还有许多话 要与二老说呢 不过很快 他便明白 二老是什么意思了 这是要给他和苏妍等人 留下相处的空间 毕竟他们若在这里的话 杨开就算有意 也不好与几位夫人太过亲近 董苏竹和杨四爷都走了 其他人哪还好意思继续留下来 打扰杨开和苏妍等人的团聚 纷纷寻了个借口 四散开去 本就是听到杨开的声音 过来看一看的 如今人看到了 也知道他见过诸位大帝 日后自有续话的时候 眨眼功夫 一群人走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苏妍等人还站在不远处 一双双美眸望来 皆都寒情默默 提领外 杨四爷和董苏竹并驾崎岖 顿光不快 杨四爷眉头紧皱 眉暗纳住心中的好奇 低声问道 方才臭小子 若是真的不走的话 你还真的要我以死相逼吗 董苏竹瞧了他一眼 靠近过去 挽住他的胳膊 明嘴笑道 那你会吗 会 杨四爷点点头 若不是杨开去见过大帝们 他还真的会这么干 董苏竹将脑袋 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可舍不得让你死 杨四爷扭了下肩膀 轻咳一声 老夫老齐了 在外面注意点 有什么 正说着话 董苏竹忽然见到前方 一群人飞驰而来 连忙松开杨四爷的胳膊 摆出一副端庄的样子 带到那一群人靠近 董苏竹微笑地打了个招呼 鸡大使 来者是鸡英 身后跟了一群男女老少 十几个之多 董苏竹认得他们都是 来自兴建各约的炼丹大师们 董夫人 杨四爷 鸡英回礼 脸色冷俊 他修为地位 虽然比董苏竹夫妻要高出很多 但耐不住人家是阳开的爹娘 纵然身为大帝弟子 他也不敢有所怠慢 董苏竹祈祷 鸡大师这是要干什么 他见鸡英 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 身后跟着的人 也都个个义愤填膺 一副带人去讨债的样子 而且看他们去的方向 似乎是阳开所在之地 不免心中意图 不是 听完公主归宗 鸡英特去拜见 鸡英虽然恼阳开所为 但当着董苏竹的面 也不好意思说 是去找他儿子的麻烦 而且言多必失 说完之后告遂一声 领着十几个炼丹师 浩浩荡荡荡地朝前持续 董苏竹回头望去 忽然轻轻皱了下眉 不过很快 紧皱的眉头便舒展开来 他也知道 纵然是阳开在什么地方 惹了基因 基因也不会对自己的儿子怎么样 顶多就是叫骂几声罢了 活不起人 片刻之后 那边就传来了基因的愤怒吼声 公主 多年不见 真是让鸡某好声响念啊 杨开一脸无语 这边好不容易清场了 正准备跟夫人们好好说说话 这还没弄明白 祝景怎么在这里 基因就跑过来了 他若是一个人过来 也就罢了 偏偏还带了十几号人 说话之时咬牙切齿 一副恨不得吃了自己的肉 喝了自己的血的架势 哪有半点好声响念 夏宁商一脸歉意 急忙道 无师兄息怒 此事是师妹之错 与夫君无关 基因抬手打住 有师妹物要多言 近日之事我只找杨开 他话音方怒 另一人跳了出来 手指杨开怒吓的 学魔之辈 还有脸面回来 此言一出 杨开还没什么反应 祝景和苏妍等人 确实冲那人怒目而视 尤其是祝景 美眸冷烈 一身龙威 弥漫朝那人照去 当即让那人面色惨白 说话之神 虽是个道元级上品炼丹师 响句盛名 但修为却不过只有道元三层镜而已 九阶巨龙之威 如何能够成熟 这还是祝景手下留情了 听众 我真可全力示威 只怕立刻就能让他昏迷困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作者 莫莫 点播人 聚武巴亚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莫莫 演播人 聚武巴亚居 婚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第3034集 盈盈狗狗 吉英也皱了皱眉 她虽恼火央开 怀她炼丹大事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 以前也有过香力 只不过这一次更加严重一些罢了 但却没想过要指责杨开邪魔之事 她是妙丹大帝五弟子 自然知道杨开入魔进魔狱 是另有重振在身 外界传言不过是大帝们的误导 但那人话说出口了 她也没办法解释什么 毕竟她也不知道杨开这次回来 有没有得到大帝们的认可 家宁上扭头 朝那说话之人望去 周大师误会了 我夫君不是邪魔 那周大师一脸痛心疾首 胡销城外忤逆大帝 磨念自圣 坠入魔道 后叛处兴进 进入魔狱 不是邪魔是什么 家大师 你不要被她骗了 邪魔之辈 个个狠辣无情 赶紧回来要见 周某虽然不才 但若能获得夏大师的周权 便是拼了性命 又有何妨 这话一出口 夏宁商顿时急了 周大师 还行事业 苏妍等人望着那周大师的目光 愈发冰冷 周青的龙威又猛了一分 当即让那叫嚣拼得性命 摇护夏宁商周权的周大师 浑身骨头咔咔作响 嘴唇紧闭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杨开瞧了瞧 那周大师 眨了眨眼 微微一笑 这才望着基英等 到底何事 竟让基兄如此愤怒 不提还好 一提基英就火冒三丈 使着杨开的鼻子骂倒 你还好意思说 方才我与小师妹 正在炼制天地无常丹 原本一切顺利 再过两个时辰 便能开炉取丹 而且这次炼制 得小师妹相助 姬某有把握 能够最起码出的七枚以上 可就在刚才 就在刚才 说着说着 基英便有些说不下去了 伸手捂着胸口 脸色气得通红 一脸痛心几手 杨开吓了一跳 连忙说道 基兄息怒息怒 可别太激动了 这要是被气坏了 可就不得了了 说着话便要上去 替基英平稳气息 基英岂会领情 挥手将他推开 杨开闪闪一笑 望着夏宁商道 炼制失败了 扇炉了 基英脸色更难看了 杨开本身也是个地单师 岂不知炸炉代表着什么 本是件悲剧事 可一想起基英炸炉的场景 还是觉得有些滑稽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难怪基英如此怒气冲冲地 跑过来要找自己的麻烦 原来是这个原因 挖在自己 杨开连忙摆正姿态 诚恳道歉 基英有些无力的摆手 只感觉自己倒了八辈子血霉 竟是碰到了杨开 这么个人 明明本身在炼丹之道上的造诣 也极为深厚 偏偏一点也不尊重丹道 难道他不知道 炼丹之时 最忌讳打扰了 怎么好意思传鹰道要担疯的 别再有下次了 再有下次 鸡毛就很要担骨 基英咬牙望着杨开 杨开一脸肃默 绝对不会 基英这才点点头 觉得胸口气顺了不少 炉都已经炸了 之前的心血也都白费 他跑来找杨开 只是想骂他一顿 出口恶气罢了 他跑过来 那十几个炼丹师 自然也要跟过来助阵 倒是没想到 那周大师会如此唾骂阳开 为免再生事端 基英挥了挥手 便要领着那些炼丹师 返回耀丹风 人家要走 祝庭等人也不回流 谁曾想 这边龙威才手 那周大师又开口了 只不过方才吃了一次亏 他倒是长了点记性 没再出言不逊 而是一脸沉重地望着阳开 道 阳公主 你虽已入魔 但毕竟身为人族 夏大师乃我星界之宝 你若还有点良知 便请放过他 周某带星界亿万生灵 谢过阳公主 阳开眨眨眼笑了 你是哪个 莫名其妙地跑来对自己 说三道四 叫自己放过小师姐 当真是 华天下之大忌 在周大师 阳手挺胸 脸色虽依旧苍白 却身形笔直 傲然道 在下周城 不比阳公主 明满星界 不过云云众生 已极其无名之辈罢了 道元级上品炼丹师 如何也谈不上极其无名 但那也要看与谁做对比 若是与走火入魔 汗出星界的 灵霄公公主比起来 名气确实要小很多 阳开痴笑一声 确是无名之辈 又何敢来对本座 指手画脚 周城沉声道 周城不敢 只是好言相劝而已 换作苦口婆心姿态 阳公主难道不知 自身是何处境 既一入了魔 就何必再回来 你不在的日子 夏大师心如止水 专心炼丹 所炼之丹 救了我星界多少儿郎性命 可你才一回来 便乱了他心境 换了一炉天地无常丹 你又可知 那天地无常丹 需要耗费多少珍惜药材 阳公主 你既不能给夏大师 未来和幸福 何不干脆放手 阳开似笑非笑 我若不能给夏宁生 未来和幸福 谁又能给他 周城瞧了夏宁生一眼 嘴巴张了张 似是想说什么 却没能说出口 话锋一转道 阳公主非得如此 你如今自保无瑕 何必牵连他人 难道你想让夏大师日后 随你流亡天涯 无家可归吗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得为夏大师考虑 何必如此自私自利 阳开扭头望着夏宁生 小师姐愿意跟我流亡天涯吗 夏宁生重重点头 美眸亮得吓人 你到哪里 我到哪里 你们几个呢 阳开又看了苏妍等人 善青罗妩媚一笑 夫君说了什么混账话 咱们姐妹自然是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了 你一辈子也休想甩开 苏妍等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也都笑盈盈地望着他 莫说刚才 他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便是阳开真的 看出了魔语 他们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听了这些话 那周成愈发的面色尘土 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阳开忽然把脸一沉 斜眼望去 挥手道 够了 本座方才回宫 不想与闲杂人等落里巴索 再敢嘀嘀不休 娶你狗命 再斜了一笑 你也说了 本座邪魔之辈 形势狠辣无情 杀个人对本座来说 可真不是什么难事 周成被他盯着 一阵毛骨悚然 可出人意料的 他竟没有退座 反而往前跨出一步 若周某之死 能让夏大师 看清杨公主之真面目 脱离苦海 便是一死又有何妨 基因咒眉道 周成不要胡闹 虽然不太喜欢周成这个人 但他道元级上品炼丹师的身份 却不能忽视 两界之争 对灵丹的需求极大 多一个人炼丹 就多一些灵丹 或许在归基时刻 能救下许多人的性命 周成缓缓摇头 极大师不必多言 周某心意已决 再望着夏宁商道 夏大师 周某希望你能好好的 如此周某死也明目了 夏宁商眉头青醋 眉眸中满是意外 以往这周成 虽然向他请教炼丹上的事情 勤了一些 但他也没多想 只当是同道间正常的交流 可直到今日 他才发现有些不对 这家伙对自己 似乎有些别样的心思 想死的话 老夫倒是可以成全你 一声冷哼传来 却是孟无牙在不远处开声了 原本孟无牙等人都已经准备走了 不过基因领着十几个炼丹师 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 所以他们便又在不远处停了下来 看到这里 孟无牙哪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夏宁商是他一手带大养大的 势如其出 能与阳开结为连理 倒也是一桩美事 如今居然有人跳出来搞事情 孟无牙如何能忍 他虽然也只有道远镜的修为 比周成境界强不了太多 但周成是炼丹师 不善厮杀 真要是打起来 孟无牙有十足的信心将他灭定 周成缓缓摇头 没理会孟无牙 只看着阳开 阳开眉头忽然皱了皱 倒不是因为周成 只是察觉到别的情况 不禁扭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仍然望着苏颜头 有人在攻击护宗大阵 谁这么大胆子 一阵阵辉弱的能量波动 从外面传来 正是护宗大阵被触动的征承 阳开神念一早 便察觉到凌霄宫山门外 汇聚了几百号人 其中十几人正各师秘术 手持秘宝 攻击大阵 苏颜道 常有之事 无需理会 不是第一次 阳开赫然 助情解释道 每隔一阵子 就会有人来闹事 听他解释一分 阳开这才明白状况 因为阳开的缘故 凌霄宫被大帝们下令封山 弟子们也不得进出 大帝此举 只为了保护凌霄宫弟子 可世人不知内中情况 只当凌霄宫真的有什么问题 这几年来 凌霄宫可谓是生命狼藉 若只是如此 也就罢了 偏偏还有人 欲要借凌霄宫的名头启示 凌霄宫虽然创建时间不久 但先灭问情宗 护连河边兴谷 黎龙宫 弥天宗 一同北域诸多大小宗门 宫内更是强者如云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 北域顶尖宗门之一 平常时候 一般的宗门 只有仰望凌霄宫 向背的份 应敢造此 但凌霄宫封山 大阵开启 便给了某些有心人 可趁之机 两界通道开启 人魔两族大战 星界天地能量 大潮涌起 这几年来 星界多了许多帝尊敬 这些帝尊敬 也有了开宗立派的资格 但名声不醒 收徒无门 怎么办 踩着凌霄宫上位 或集结同道 或领着门下弟子 来到凌霄宫山门前 打着降妖除魔的名义 一阵肆意妄为 叫马不休 起声造势 如此一来 名声自然也就传出去了 被人提提 他们也可以说是 去凌霄宫除魔会道过 只不过凌霄宫大阵紧闭 不敢迎战罢了 凌霄宫又有什么不敢迎战的 只是杨开远在摸鱼 还背负着叛徒名义 凌霄宫这边不想生事 再给杨开抹黑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 大总管和二总管 素来都是置之不理 反正护宫大阵摆在那 那些人也攻不破 顶多就是闹些食指 就会散去 几年来 类似的情况 已经出现了十几次了 这次也是巧了 正好赶上杨开回宫 听完祝勤的解释后 杨开沉着脸道 两界之争如火如土 他们不去西域添砖家华 在我灵修宫门前撒什么鱼 雪月叹道 这世上总有一些 阴阴狗狗之辈 杨开冷笑一声 看看去 说着话 转身朝山门处持续 几女对视一眼 急忙跟上 不远处 滞留的孟无牙 花青丝等人也都紧随而去 周成见状喝道 杨公主欲望何处 夏大师知识 你还没给个说法呢 基英叹了一声 周成 不要再说了 今日之事就此做爸爸 事情并非你想的那样 杨公主她 周成缓缓摇头 打断道 居大师好意周某心领了 她无需劝说 周某敬重夏大师 只盼她能有一个完美归宿 可那杨公主并非良人 无法托付终身 周某实在无法置之不理 今日周某 非得与她好好理论一番不可 她见杨开之前 虽放狠话 却是雷声大 一点小 顿时来了底气 愈发的有恃无恐了 说着话 竟也急急追了过去 基因眉头皱成一团 一脸无奈和烦躁 那冒蝶老者摸着自己的胡须 等 基因大师可是觉得有些为难 不过老夫倒是觉得 周成之言并非全无道理 刨出她的个人心思不谈 夏大师确实是我星界归宝 杨公主现在自身难保 若是夏大师能与她断绝关系 倒也不错 免得受她牵连 基因苦笑摇头 徐外人都这般说 可实在不好多解释什么 灵霄宫的山门是当年南门大军 花了很大力气精心打造而成 毕竟是顶尖宗门之一 自然是要建造的 气势磅礴 广能彰显顶尖宗门的底蕴 那巨大的山门前 横着一块扁河 灵霄宫三个大字 熠熠生辉 山门外三十丈 便是护宗大阵防护范围 从大阵外望来 无法看清灵霄宫内的景景 只有一团浓语云雾翻捆 若是站在大阵内 却可以对外面的情况 看得清清楚楚 杨开赶到山门 所在的时候 正见大阵之外 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男子 手持一柄长剑 猛攻大阵 那长剑赫然是一间地宝 其上电光闪烁 舞动之时 雷鸣之音不断 使而电光闪烁 倒是气势非凡 一道道霹雳电芒 轰在大阵之上 只让那云雾不断翻腾 根本无法奈何 大阵分好 遇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 三十五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昆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三十五集 捅了马蜂窝 南门大军亲自布置的大阵 一个帝尊一层镜 就算累到死 也别想撼动 那中年男子旁 另有十几个道远镜助阵 没有什么配合 各自施展秘术 秘宝 出手招数 让人眼花缭乱 杨开只瞧了一眼 便给了一个花架子的评价 无论是那帝尊镜的中年男子 还是那十几位道远镜 出手只是看着漂亮而已 其实根本没什么威力 但这些花招不入阳开之眼 却让后方围观的几百人 瞧得津津有味 眼眸发亮 不但看得津津有味 还呼和不断 那中年帝尊镜和十几个道远镜 身后三十张处 几个年轻人扶着一杆大旗 雪红色的旗帜随风飞扬 那大旗之上上书开山二字 字体漆黑 也不知是何人书信 倒是有几分功底 银沟铁化龙飞凤舞 端得气势非凡 红黑相配之下 又添几分争鸣 此时此刻 随着自家师们长辈们的出手 扶起的几个年轻人 齐声勾喊 泰山老祖 神通无边 后方几百人也跟着一起呐喊 声音整齐 神情狂热 似是要把这天都炒翻了去 那帝尊敬再出几件 扶起的人又齐声喊道 灵香邪魔 扶手受死 剑光愈发明亮 剑势也愈发摧残 层层剑芒五成一团 几乎看不清那帝尊敬的身影 一身地缘更是澎湃而出 捐起能量狂潮 扶起的人事实大吼 行有除魔 开山先行 摧残剑光 居然宁为异点 帝尊敬的气势 净显无疑 中年帝尊敬 神色肃莫 成见意志大臣 口中低河 一束剑光轰进大阵内 然后不见了踪影 后方呐喊再起 开山开山 境界第三 总算还有点自知之明啊 没有喊出第一第二的口号来 隔着几十丈的距离 阳开站在大阵内 神色古怪地望着前方 乱七八糟 眼中情景只能用乱七八糟来形容了 不禁扭头望着花青丝倒 这几年来找事的 都是这种货色 大总管倾咳一声 大多都是 也有几个稍微有那么点本事的 虽然花青丝也不过帝尊一层境 但毕竟出身星神功 难遇正统 接受到的培养 根本就不是这些后起之秀 所能比拟 境界的能量大潮之下 虽然涌现出许多帝尊境 但其中也是良有不及 而意图来此 闹事踩着灵霄宫上位的 大多都是没什么真本事 自然不入他的法眼 你们也太惯着人家了 阳开轻轻地冷笑一声 话虽这么说 但他也知道 不是灵霄宫这边惯着人家 只是灵霄宫在这几年处境尴尬 大帝们下令封山 阳开也不在的时候 没人敢随意开启护宫大阵 再加上他们也要顾忌阳开的名声 也就只能由着人家瞎闹了 大阵外 中年帝尊性质高昂 怕苦修多年 修为却是一直停滞在 道远三层境顶峰 突破无望 眼看寿远无多 本以为此生只能 蹉跎至此 再无望一窥 帝尊境的奥秘 星辉夜冷之下便放浪行海 行事肆无忌惮 谁曾想两界大战爆发之后 星界这边居然出了一番新气象 也不知道是不是此方大世界感受到了什么危机 天地法则自无弥补挽救 竟生出了能量大潮 让许多舞者的修炼 比起以前都变得轻松了许多 某一日 中年帝尊正留念花丛之时 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 就此入地 再醒来之时 莫名其妙地就突破到了帝尊境 欣喜若狂 惊喜交加 这天大的好事 居然落到了自己头上 中年帝尊简直不敢相信 一次静生就等于是一次新生 收拾心境 寻得寂静之地 闭关森年 稳固自身修回 出关之日便创下属于自身的宗门 宗门之名取自自身姓名 换作开山宗 只不过此时此刻 两界大战如火如荼 星界四语接受了大帝们的征集令 属之不尽的舞者 踏上距离自己最近的空间法阵 带着一腔热血 赶赴西域战场 与魔族殊死搏杀 对星界来说这是好事 但对中年帝尊来说 却着实是天大的坏事 乌塔既然创建了宗门 自然是要大开门户 广述门徒的 若是平常时候 一个帝尊境开宗立派 就算只是个帝尊一层境 应征者也必定多如过疆之机 随随便便就能撑起一个不大不小的宗门 但如今但凡有点修为的舞者 大多都去了西域 他想收人都收不到 能收到的 尽是一些不入流的家伙 中年帝尊愁啊 当真发愁 为此他还特意去拜访了一下自己的一位老友 那位老友与他的情况基本类似 也是蹉跎道远三层境多年 境生无望 最近才突破帝尊的 只不过人家创建了一个宗门 轻松便收了几千弟子 从此高高在上 享福无边 他那门下的漂亮女弟子 简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心动不已 一番请教 这才得知啊 那位老友曾带人去灵骁宫 除魔鬼道过 虽然灵骁宫护宗大阵了得 老友没能把人家灵骁宫怎么样 但消息传出之后 山门立刻就被前来拜师学艺的人踏平了 老友指了一条明路 中年帝尊却有些患得患失 灵骁宫的情况他是知道的 但如此庞然大悟 自己若是打上去 真的就能全身而退吗 几番挣扎犹豫 最终还是耐不住诱惑 领着门下辛苦收来的几百人 打上了灵骁宫的山门前 今日一番闹腾 发现这边的情况 果然与老友说的一样 灵骁宫无人回应 护宗大阵也是紧闭不开 再听到后方弟子们的齐声呼喝 这位中年帝尊顿时意气风发 觉得堂堂灵修功也不过如此 仰天大笑一声 身形跃起 双手紧握长剑 地缘催发之时 惊天剑芒朝大阵踢下 口中威风凛凛的大喝一声 雷我破 剑芒轰入大阵内 云雾翻腾不休 轰隆隆一阵异响传来 翻滚的云雾朝两旁散去 露出了中间一条通道 一路朝内延伸过去 翻身落地的中年帝尊正主 眼珠子瞪大朝那通道望去 心中一个巨大的疑问 怎么破开了 怎么就破开了 自己那位老友可是说过的 灵修宫的护宗大阵 是当年南门大军 亲自主持布置的 根基是问行宗的阵法 南门大军在那基础上 改造重建而成 那南门大军是什么人啊 北域最出色的地阵师 当时之中在阵法之道上 能与他相提并论的 也只有南域那个阵法之家 天和谷 谷家的家主谷真了 灵修宫的大阵 莫说是帝尊一层居 便是帝尊三层竟出手 也休想汉多 可眼前的场景再明白不过 自己凌空一箭披下 震破了 他方才喊了那一句话 不过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气势 配合自己的出手 谁知道 竟是一语成诚 自家人之自家事 中年帝尊知道 自己绝对没有这个本事 短短的茫然和彷徨之后 他立刻明白 眼前的井井代表什么了 不是自己破开了人家的护宗大阵 而是人家打开了阵法 一时间额头冷汗淋淋 脸色诸然苍白 灵骁公这几年声名狼藉不错 但北狱之人 谁不知灵骁公是顶尖宗门之一 一言不合灭问行宗 联合其他三家宗门一同北狱 号令之下莫敢不从 内力帝尊敬强者多如牛毛 自己区区一个心静生的帝尊敬 哪有什么资格在人家门口放死 之前依仗的 只不过是人家不会理会 现在人家理会了 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他心思百转 知道这下怕是麻烦大的 但身后的弟子们不知道 甚至就连与他一起出手的 那十几个道远镜也不清楚 众人只听到自家宗主 勾喊一声破 然后人家灵骁公的大阵 就真的被破了 十几个道远镜都扭头朝 中年帝尊望去 一脸惊喜和震惊 他们也是新加入开山宗不久的 并不知道中年男子到底有什么实力 如今看来自家的宗主手段 简直神鬼莫测 他们尚且如此 那后方的几百弟子就更加不用说了 扶起的几个年轻人在正了片刻之后轰然大吼起来 开山老祖 神通无边 灵骁邪魔 扶手受死 开山老祖 神通无边 灵骁邪魔 一通升阵云霄的呐喊 撞自家老祖的声威 刚才听在耳中还惬意无比的祝贺声 此刻听起来 竟是那般的嘈杂刺耳 中年男子恨不得转过身 将那些不长眼的家伙嘴巴给缝起来 大臣勇武不再翻轨 一条几十丈长的通道绵延到灵骁宫的门口 直到此刻 中年男子才有机会一睹灵骁宫山门的雄风 那熠熠生辉的三个大字 要得他几乎睁不开眼 不睁眼也不行 山门前此刻站了一群人 回首一个气宇轩昂 兴谋见眉的青年 嘴角归沟 一抹似笑非笑的真色 淡淡地望着自己 极为平淡的一个眼神 对方也没站得多高 但中年帝尊 还是不由地生出了一种错觉 人家就如一个神体一般 高高在上地俯瞰着自己 情不自禁地 腰身勾搂了一些 青年身旁阴阴阴厌厌厌 一个又一个气质不同 却都倾城绝色的女子环终 这任何一个女子等先都难以见到 此时此刻却是扎堆出现 众星拱阅一般 围聚在这青年身旁 让所有人一看都明白 那青年才是此地的主事之人 其他人都不过是陪衬而已 不止如此 还有一大批人站在后方 一个个神色不善 其中好几位身上都弥漫着 帝尊境的气息 虽大多都是一层境 与自己相当 但那气息却比自己要浑厚多了 这无疑说明 他们的实力要比自己高 否则绝对不会如此 一不小心捅到马蜂窝了 中年帝尊心中拔凉啊 呼喊声停下 大阵破开 里面忽然出现这么一大批人 那些开山宗的弟子也吃了一惊 冲天的喧闹忽然转为寂静 显得极为突兀 竟是让人有些不太适应 不过放眼望去 几百弟子的目光 很快便被苏妍等人吸引 这些会败入开山宗的人 修为多不怎么高明 年纪也轻 何曾见过这么多角色美人 一时间都看傻了眼 更有几个张大了嘴巴 心神失手由不自知 偏偏妖媚女王还冲那边 妩媚一笑 当场便有几个年轻人 闷哼一声 比血长流 一个个都在心中惊呼 他竟对我笑了 便在这时 那周城急急赶到 瞥了一眼 大阵外的开山宗众人 皱了皱眉 没有理会 而是冲阳开说道 杨公主 方才知事尚未定论 还请杨公主给个说法 杨公主 中年纪尊文言 差点吓得跳了起来 既来凌霄宫 寻衅滋事 又怎会 不知凌霄宫公主是谁 那可是当年 在虎啸城外 忤逆大帝 从大帝手上逃脱 随后 又被李无依追杀过的家伙 其人名幻阳开 明性对得上 模样与传说中 也对得上 是个英伟不凡的 青年男子 这人竟是 凌霄宫公主杨开 不是说 他判处星界 坠入魔道 去往魔狱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 他从魔狱回来了 可是不对呀 经历当年之事 他如何敢返回星界 偏偏就在这一时 后方扶起的一个年轻人 也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 竟是正气凛然的大喝一声 邪魔受死 不但喊 把伸手朝杨开等人所在的方向 悠悠益止 呐喊声再起 几百人再次高呼 中年帝尊的脸色苍白无比 身躯瑟瑟发抖 恨不得转过身来 将自己辛苦收来的弟子们 全部斩杀当场 如今弟子们的呼喊 哪儿还是在助威呀 简直是把他架在了火堆上 心中惶恐不安 但表面却是强作镇定 弟子们都在看着呢 他也不能太丢脸 今日是来打出开山宗名声的 若是处理不到 别说之后广收门徒了 开山宗这点家也能不能保得住 都是两说 学魔 杨开瞧了瞧 那几百人一眼淡淡一笑 今日已经不止一人这么说过他了 方才周成与他说的第一句话 便是邪魔之辈 如今居然又从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口中听到 看样子自己在星界的名声 算是彻底的臭了 不过杨开并不在意 当年应大帝们的请求进入魔狱时 他对今日之局面就早有预料 旁人之言 过得窝尔 不放心上便是 人群中那杆大旗太过显眼 血色齐面 惊黑大字 想不住已都难 迎开伸手朝前抓取 明明隔着上百丈距离 可等他收手之时 那杆大旗却已经被他抓了过来 扶起的几个弟子 昼见自己都是不由一愣 先说别人手上的旗子 怎么跟自己家的如此相似 再抬头看自己的旗子 哪儿还有什么旗子 这才明白 自己家的开山大旗被人给夺走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三十六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莫莫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莫莫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在面前掐了个法绝 一派高人风范 不错 本座李开山 账下的自然是开山宗 敢问阁下 可是林小公公主 是我 杨开轻轻点头 李宗主有何指教 哪敢有什么指教啊 李开山现在 只想赶紧离开这 走得越远越好 尽管对面 那杨公主只是一副 和颜悦色的模样 可她却不由地生出了一种 毛骨悚然之感 仿佛头上有一把 无形的闸刀 随时都可以落下来 定了定心神 李开山徒刺开生 听闻 杨公主当年走火入魔 坠入魔道 林小公一世 被打入协宗之里 认真唾骂 是以李某人 写门下弟子 前来未到除魔 保兴界一方安宁 不过 如今看杨公主 正气惶惶 其中怕是有些误会 倒是李某人梦浪了 还请杨公主见谅 杨开笑了笑 你没弄错 也没什么误会 本座确实是走火入魔 坠入魔道 此言一出 李开山正处 苏妍等人正处 孟无鸦等人也正处了 所有人都扭头望着杨开 毕竟杨开此刻 看起来再正常不过 哪有什么走火入魔的征兆 走火入魔 轻则神志不清 六亲不认 众则修为尽费 身骁道云 可杨开怎么看 都是好好的 只当他在胡说 李开山强笑一声道 杨公主说笑了 杨开眼帘低垂 额前头发 头下浓浓阴际 淡淡说道 你看我像是在说笑 说话之时 滚滚膜原子体内 喷不而出 刹时间整个人 都包裹在一团黑气之中 只有一双眼睛 折射出骇人光芒 体表出黑气 犀利至极 给人一种 极为不舒服的感觉 不是魔气 又是什么 苏烟等人毛露异色 不过很快又恢复平常 对他们来说 杨开入魔 与不入魔并无区别 孟无鸦等人 却是面露忧色 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的 想到了三个字 魔天道 李开山却是大惊失色 登登登登 倒退了好几步 一脸骇然 外加不可思议地望着 被魔气包裹的阳开 心中狂呼 传言不虚 此人竟是真的坠入了魔道路 入魔之人 毫无道理可想 自己挑衅在前 哪有什么好果子吃 所以一见那魔气反馈 李开山第一个念头 便是赶紧离开此地 可他又怎能走得掉 不知什么时候 四周空间变得粘稠无比 让他整个人 犹如坠入了泥沼中一样 越是挣扎 被束缚得越厉害 连动一根手指 都尖心无比 可是这场景 在那几百季子看来 却是另外一副模样 自家宗门 直面邪魔利器 竟是无动于衷 稳如不动身孕 皆是士气大振 杨开扭头望着他 漆黑魔气之中 一双星红双目 犹如火焰们跳动 语气阴沉 你方才说 要除魔鬼道 护星界一方恩你 李开山闭口不言 不是不想说话 而是说不了 胸口气血翻滚 他怕自己一张口 就会鲜血狂咒 真有此心 去西域才是 在我家门口找什么也识 杨开冷笑一声 那边魔族无数 李宗主想怎么杀便怎么杀 来这里 却是来错了地方 顿了顿 杨开诱导 本公主离宫数年 灵修功奉大地法御 封身必租 不是怕世人打上门来 而是另有要阵在身 大地们可曾说过 灵修功是邪宗 倒是你们这些秀秀之辈 隔三差五打着 降妖除魔的名头 来寻衅滋事 往我灵修功身上破增水 怪我灵修功名语 尾时该死 既然你们找死 那本座也成全了你们 话落之时 杨开忽人一点手上大旗 呼啸声钟 大旗化作一道流光 直朝那李开山击舍而去 四周惊呼一片 孟无牙 楚灵修等人 纷纷高呼不可 灵修功因为杨开被世人误会 在所难免 别人借着灵修功的名头 起声造势 固然卑鄙 但也罪不至死 杨开若真的在这里杀了他 只会坐视杨开 邪魔之名 名声坏了 又如何在兴建立足 但孟无牙 楚灵修等人 不过是道远镜 哪有能力阻止 在场有能力阻止杨开的 只有祝情一人 不过祝情根本无动于衷 化作流光的大旗袭来 李开山掩桌子邓远 万没想到 杨开竟然真的一言不合 便会对自己痛下杀手 心中惊呼 邪魔之辈果然不可理喻 生死一向关头 一口咬破舌尖 惊血喷出 飘然护退 退不掉 惊血才刚刚喷出 李开山便感觉 一股佩然俱力 从前方袭来 撞在自己的胸口上 整个人仿佛泄了气的皮球 浑身力气都从胸口处 熏险而出 低头望去 胸口处破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内里五脏六腑都看得清清楚楚 抬头望去 李开山张了张嘴 才吐出一个子便仰面倒了下去 气息全无 那边杨开浑身黑气包裹 星红双眸一片漠然冷立 自从一身地缘转化为魔源之后 杨开心中便藏了一份邪力之气 虽有温神连护持心神 不会彻底入魔 但一身力量多少也会影响到他的心血 若非如此 当初他也不会半强迫地对待欲如梦 今日也是如此 两界之争相 无数武者前往西域 抛头颅洒热血 有些人不去添砖 加瓦也就罢了 却在锅里动 既然不去西域 那要这一身地尊敬的修为 又有何用 再加上方才 周成的出言和言辞 让他感觉很是不爽 不过周成一个炼丹师 实力不高 他也不太好 以大欺小 李开山的出现 倒是让他有了发泄的出口 既然来了 那便死在这里吧 也省得日后 再有什么不长眼的家伙 跑来林霄公除魔味道 再给林霄公泼脏水 对现在的杨开来说 杀一个李开山 真的不算什么事 反倒是念头通达 舒畅得很 就在李开山身亡之时 速速一声怪笑传出 鬼祖悍然出手 方才他还问杨开 要不要杀出去 这个时候 就已经有了出手的机会 一张大帆飞舞而来 将那十几个道言径 一卷一鼓 立刻让他们不见了踪影 大帆犹如火舞 鼓荡了几下 又吐出来的十几具 干瘪瘪的尸体 重新回到了鬼祖手上 短短一瞬间的功夫 这十几个道言径 就已经被万魂翻 收了神魂 吞干一身血肉精华 回祖手段端得恐怖 单从视觉冲突上来说 比起阳开 不知高明几筹 一眨眼的功夫 开山宗 圣至宗主 下至十几个道言径 舞着 群群覆没 那后方观望的几百弟子 煞时间手脚冰凉 浑身发冷 且都面色惊恐地望着前锋 他们实力不高 甚至都没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自家的讲者 就已经成了一具具尸体 这才明白 之前自家开山老祖 威风扒命 只不过是人家 不愿意理会罢了 人要是理会的时候 什么开山老祖 不比一只蚊子 更难捏死 惨剧当前 甚至有几个女弟子 吓得哭了起来 老祖都死了 他们还能活着吗 还不快滚 都想死在这里吗 林太虚冲那些人 立刻一声 一声断贺 总算将那些人的心神拉回 也不知是谁惊恐大叫一声 转身便逃 有人带头 自然就有人跟风 一时间 几百人乱糟糟地 掉头逃命去了 不少人被吓得推转 没跑几步 便跌倒在地 又连滚带爬的战绩 量枪飞奔 十几夕时间 几百人逃得一干二净 林太虚和楚灵霄等人 对视一眼 这才松了口气 他们还真怕阳开杀星大气 将这几百人全部留下 若是如此的话 他们还真不知该怎么对待 那攻击林霄公护宗大阵的李开身 和十几个道远镜死便死了 毕竟谁家的护宗大阵 也不是能随便攻击的 攻击护宗大阵 就等于是在挑衅整个宗门 自不量力之人被人斩杀 也是咎由自举 可那几百个年轻人 涉事不深 懵懵懂懂 跟随来此 只是奉尸门长辈之命 恐怕并不知此行会引发什么后果 如今见众人逃命 杨开也没阻拦 都放下心来 魔元剑收 杨开重新恢复原本的模样 只看他此刻平静的脸色 根本无法想象 方才那邪厉的一面 今日起 灵霄宫开山门 杨开淡淡地吩咐一声 花青丝和便宇秦文言 且都神色一色 振奋了 谨尊公主法旨 没办法不振奋 这几年来 邪宗之名 大帝封山之令 一起压在灵霄宫的头上 沉重的 犹如梁坐大山 将人喘不过气 门下的弟子们 或许感觉不太深刻 毕竟他们大多都是 从兴界过来的 如今实力不高 大多都在闭关修炼 可灵霄宫中的高层 却都是极为在意 事关宗门名誉 谁又能淡然处之 开山门便是拨开云雾 见名誉 使灵霄宫 在向世人证明自己 花姐 杨开又喊了一声 花青丝连忙上前几步 属下在 这几年都有哪些宗门 如风财开山宗那般行事 你可曾记下 杨开扭头看着他 花青丝瞧了他一眼 露出无奈之色 哪还不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 不过还是点头的 嗯 都记下了 正是因为了解杨开这个人 所以这几年前来挑衅闹事的宗门 他都一一记在心中 就是为了今日杨开之位 杨开咧嘴一笑 很好 楼梦花姐带人去一趟那些宗门 将这些宗门内所有虚王镜以上的舞者 送往西域的战场 西域那边最近恐怕又会有些大动作 正是缺人的时候 花青丝垂手道 是 孟无涯搓了搓牙花 有些牙疼 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问道 公主 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击沙勒前来挑衅之人 还有个说法 这强迫人家去西域战场效命 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要知道 这几年大帝们发起的征集力 都是自愿性质的 连大帝们都没有强迫过 谁一定要去参加两届之战 杨开这样做 未免显得太过霸道 能有什么问题 杨开呵呵一笑 他们想要打出自家宗门的威名 最好的地方便是战场之上了 那里可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 我送他们过去 也是成全了他们 众人听得一阵无语 战场上确实是建功立业 光阳威名的好地方 但那前提是得活下来 这几年来 魔狱的半生 星界的伪地 在战场上都有陨落 谁敢保证 自己在这样一场大战中 能够全身而退 但那些家伙这些年 躲在北域享福作乐 却也不值得同情 正说这话 杨开忽然轻易一声 扭头朝灵霄宫内望去 众人不知发生了何事 都一起朝那边瞩目 片刻之后 一道流光从宗门内 积舍而来 顿道近前露出身影 却是一个一脸巨傲 神经冷漠的青年 现身之后 不看旁人 指钉扬开 煞时间 众人如灵打敌 个个都警惕地凝视着这个青年 胡他 只因对方 竟对扬开露出了 几位明显的敌意 一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的架势 青年有帝尊两层镜的修为 但那身上的气势 却是极为强大 比起一般的帝尊三层镜 都不遑多让 这让一群人心中 不禁泛起嘀咕 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哪家的后起之秀 竟有如此神语 夭雄 唯独一个认得他的 便是基因了 青年不可一世 眼睛都快长到 额头上了 拿着鼻孔看人 对基因却是 客客气气 一拱手道 基大使 夭雄 此来何事 基因有些奇怪的问道 找他 青年一指阳开 神情重新恢复冷漠 阳开笑了笑 开口道 居兄何事 三眼两俱心 纵然其他人 没有见过这个青年 可从基因和阳开 与他的对话中 也能推测出 此人的身份了 毕竟 姚姓实在是太过罕见 放眼整个星界 除了那位之外 这星界之中 姓姚的 恐怕再无别家 幽魂大帝 幽魂大帝 姚君之子 姚四 据说那幽魂大帝 有一子一女 在这所有大帝之中 算是子女最多的 其他的大帝 要么厚四无出 要么只有一个 而且大多都是女儿 唯独这个姚君 有一个儿子 心中恍然 难怪这青年 看起来如此 气宇轩昂 原来是幽魂大帝之子 杨开与姚四 也不算太熟 只能说 有过几面之云 第一次见面 还是在最星海中 后面 也没打过什么交道 倒是与他的妹妹 姚琳比较熟 小丫头大小姐脾气 在杨开手上 吃过了不小的亏 上次与蓝薰 高瞻等人被抓 还是杨开去救他们出来的 也就是那一次 玉如梦化身李诗情 给杨开种下了新印秘术 揭开了两届大战的序曲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杨继续收听 《武炼天风》 第3037集 《武炼天风》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鞠 本师不熟的两个人 所以杨开也不知道 有死来找自己干什么 不过他也没什么压力 自己的女人中 都有一个是魔圣 一个大帝之子 也不会让他高看一眼 奉大帝之命 杨开接令 姚四忽然抬手 高举一块玉蝶 但玉蝶在焦阳之下 熠熠生辉 散发耀眼光芒 其中弥漫大帝气息 令人无法指使 所有人都是脸色一片 杨开这边 才杀了一个前来 闹事挑衅的帝尊姐 又展现出 一身魔圆的特征 更下令从今日起 灵修宫开山门 这才多久 大帝便有命令下达 难免让人有些忐忑不安 不知是不是 这边的事情已经传过去 所以大帝们 要对杨开怎么样了 其他的倒还好说 关键是杨开一身力量 解释不清 那魔圆赵体的情景 与传言中魔天道的家伙们 可是一模一样 而魔天道 可是让整个星际 都深恶痛绝的存在 唯独一人露出 幸灾乐祸之色 周成本来是脸色发白的 先前在灵骄宫内 杨开对他雷声大 有点小 他还以为杨开底气不足 一路追杀来此地 讨要说法 眼睁睁看着杨开催动魔圆 一言不合 就斩杀了一个帝尊警 这才明白 这家伙兄弟成性 根本不是表面上那么好说话 那李开山被杀之时 他当真是吓得不惊 只感觉自己之前真的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 对一个挑衅闹事之人 杨开都能痛下杀手 更何况自己还有意 要和他抢女神 本来打定如意 不再跟杨开纠缠什么 回头说几句软话 今日之事 大事话小 小事话了 谁曾想 这峰回路转 大帝们居然 有令传达 这可真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周成心中一片振奋 下意识地觉得杨开肯定要遭殃了 不管他多大本事 大帝们若真的要对付他 他绝对难逃亦死 句谍即出 所有人都垂手听令 杨开亦如此 咬死嘴角勾起 露出一抹冷笑 本来传令之人不是他 毕竟这种事 随便派个人过来就行 哪还需要他这个大帝之子 亲自出马 但他却是强行将这份差事 揽了下来 其中一个原因 便是为了此刻 见杨开在自己面前 恭恭敬敬的神态 尽管这恭敬是对大帝 而非自己 可在自己面前低头 却是事实 高呼声中 谣死喝道 放大帝法御 灵霄公公主 杨开孤身犯血 深入魔域 刺探敌情 恭莫大焉 即日起 灵霄公封山之令 撤销 灵霄公弟子 可自由进出 杨开声音不大 但却催动地缘 事已传遍了整个灵霄公 短暂的平静之下 灵霄公瞬间沸腾了 杨开身边众人惊喜交加 之前杨开说 他已见过大帝 众人也不会怀疑他 知道他既然见了大帝 还能安然返回 那便说明 汉图之名已然喜庆 但无论如何 谁都没有想到 大帝们居然会特意 传下法御 为杨开 为灵霄公 澄清此事 杨开一家之言 灵霄公上下 故已有他 但坏人就难说了 没有证据知识 谁又能说得清楚 但如今大帝们 法御计下 那便是 盖官定论 杨开并非是 判除兴界的叛徒 而是甘冒风险 深入敌阵 刺探敌情的大功臣 这是大帝们的话 谁敢怀疑什么 自家公主 从邪魔叛徒 骤然转变为 忍辱负重的大功臣 连带着宗门邪宗之名 也不喜自惊 这种转变 为时太快 所有灵霄公弟子 都心绪澎湃 是以欢呼沸腾 由此公主 予有荣烟 数年的隐忍 也终于有了回报 还没完 姚思又道 说令 灵霄公公主 杨开任 集子军军团长 集子军 一应人员 物资自行筹备 若有异议 可向七五海 李总军成述 杨开抬头 望着姚思 眨眨眼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都这副反应 其他人更不用说了 齐齐倒吸一口凉气 然后屏住呼吸 星界如今 有五十四路军团 以天干地支为名 这新筹建的集子军 应该是第五十五路军团了 之前杨开在护送繁星等人 回驻地的路上 也与繁星聊过这些 所以知道这些军团的大致情况 据杨开所知 如今星界五十四路军团 挨个排序下来 最后的一个军团旗号 是雾卯军军团 按顺序来排 第五十五路应该是雾臣军 其后还有雾四 雾虎 雾墨 雾身 雾虚 雾骇 各路军团 须得等到雾字号 天干排序完 然后才会轮到集子军 大帝们让杨开 筹建新的军团 没什么问题 可如今却是 直接跳过六个旗号 赐下集子军的旗号 而这个旗号 也非同一般 现存五十四路军团当中 带有子字旗号的军团 无一例外 都是由鬼帝级别的将者担任军团长的 因为带子字旗号的军团是一个地支的开始 其军团长要对李无一 李总军负责 下要监管 同意天干下其他各路的军团 换句话说 带子字旗号的军团的军团长 算是同意天干下其他军团长的半个上司 比如说 若再有几丑军 几银军 几卯军的话 杨开是可以监管到这些军团的军团长的 他若对这些军团长下令 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 这些军团长都得无条件配合 所以 所有带子字旗号的军团长 只有伟帝有资格担任 帝尊三层境根本无法辅助 而星界迄今为止 五十四路军团带子字旗号的 也只有五路而已 这五位军团长 都是实力最强的五位伟帝 李无一 杨延赫然在立 所以杨开才感觉诧异 所以众人才一脸震惊 如果说之前 大帝特意传下法御 为杨开 为灵骁公澄清叛徒协宗之名 是补偿的话 那么此刻这个任命便是厚爱了 更让杨开诧异的是 大帝们怎么会想仗自己 去筹备创建一个军团的 他之前在七五海 与大帝们也说过 随后一些时事 他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 哪有什么时间去筹备一个军团啊 更何况 如今玉如梦 北立墨和长天等人已到星界 手下强者如云 两界通道又被扬开封印 魔族孤立无云 星界大军却是整装待发 无论怎么看 魔族那边被吃干魔镜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多一路军团 少一路军团又有什么意义吗 但大帝们如此行事 肯定有自己的道理 杨开纵然不解 也只能按下心头疑惑 准备等空闲了 去问问李无依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或者去问问张无痕隐形 反正他手上有自己的空灵珠 传讯起来也方便 杨开还不接令 姚思迪鹤一声 一脸逆味 杨开在他面前恭恭敬敬的 固然看着舒爽 但这种给人送好处的活 却是让他不爽 灵霄公杨开接令 没法 杨开只得高呼一声 恭敬上前 将那御蝶接下 入手瞬间 御蝶光滑流淌 一阵蠢动 变幻之下 化作了一枚 争营大力上书 其字二字 这应该就是军团长之令了 其不但是身份的象征 内力还有大帝们 封印下的一道神通秘印 威力如何不好说 但绝对不是半圣伟地能抗衡的 可以说 这就是一块保命符 在关键时刻 能救下性命的宝贝 各路军团长根系甚大 人要是不小心 陨落在战场上的话 一路大军 恐怕就要化作一盘散伤 所以每一块军团长之令 大帝们都出手 祭练过 其中封印的是不同的神通 大帝与魔圣们有过邪顶 不得出现在战场之上 但这种事 却是不在邪顶之内 恭喜公主 贺喜公主 出任棋子军军长 从今棋子过处 邪魔退避 华庆斯笑嘻嘻地开口道贺 他一开口 四周立刻人声嘈杂 贺喜声一片 周长的脸色又白了 没有惩罚 没有问罪 大帝们不但撤销了 灵霄宫的封山之力 为灵霄宫和阳开证明 竟还有如此厚爱 赐下 吉子军军团长 这是何等的殊荣 要知道 同为北域的兵心谷 祖师兵云 强为伟地 也不过是 丙臣军的军团长而已 虽都是军团长 但吉子军的地位 无疑要比丙臣军的 高那么一点 此时此刻 周长恨不得 找个地洞钻下去 那李开山和其他 十几个道远镜的尸身 还躺在那 无人理会 周长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抬头望去 心中又松了口气 是阴阳 他根本没有关注他的意思 只是笑容满面地 与身边的人说着话 耳朵汪名 神思不数 明明距离不远 可周长竟听不到 他在说些什么 公主 那些宗门的人 要不直接收到 吉子军来得了 在你手下的话 还不是想怎么收拾他们 就怎么收拾他们 花青丝笑着提议道 方才阳开 才让他带人去了一趟 那些挑衅过灵骄宫的宗门 将那些宗门内 虚王境以上的舞者 送去西域 没想到 这会儿又生出了 这样的变化 吉子军 若要创建的话 确实需要大量的人手 那些家伙平静暂且不谈 其中地尊镜和道元镜数量 却有异性 填充吉子军的话 对军团也有好处 杨开抬手道 本座让他们去西域 不过是给他们机会 又怎会去收拾他们 我星界本就人数不如魔语 两界之争下 任何一个能上战场之人 都是宝贵的资源 顿了一下道 不过跟在本座身边 本座倒是可以照顾他们一二 免得上了战场死得太快 便让他们日后加入吉子军阀 花青丝低头道 是 嘴角勾起憋着笑 杨开又转头 望着姚死微笑道 姚兄一路辛苦 既来了不如进去坐坐 也好让杨某一进地主之谊 姚死神情清淡 抬头望天 淡淡说道 不必了 我这次过来 一是带大帝们传令 二是有事找你 杨开心情不错 乐呵呵地点头道 姚兄有事直说 能做的绝不推辞 客套话而已 姚死虽是大帝之子 但两人之间没什么交情 杨开又怎会这般爽快 而且姚死这家伙 一脸目中无人的模样 就算有事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事 姚死不废话 目光从天上收回来 直接道 比我一阵 啊 杨开震了一下 虽然知道姚死 肯定没有什么好事找自己 但怎么也没想到 他要说的事情居然是这个 忍不住上下打量了他一饮 心说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这无冤无仇的 姚死道 我只有一个妹妹 视若珍宝 不多话 杨开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是要替妹妹报仇啊 当年在蛮黄谷地外 杨开与姚林第一次见面 对方可是吃了大亏的 当时杨开差点把人家给杀了 还是幽魂大帝混降而来 才保住了姚林一条性命 虽未杀 却动杀心 只是没杀成 换个角度想 若是有人曾对杨雪动杀心 不管有没有付诸行动 杨开也绝对不会轻着 他也是有妹妹的人 而且是个小妹妹 所以杨开很能理解 姚死的心情 点点头道 道谢的话就不必说了 上次能救下令妹 也是适逢其会 举手之劳罢了 杨死冷冷地望着他 脸上的肌肉微微触动了一下 杨开笑呵呵地望着他 还有事吗 少装糊涂 杨死天生冷漠 本就不善言辞 更何况杨开所说也是事实不容分辨 既然分辨不了 那就不分辨 直接动手便是 话落之时 整个人已经勾勾窜窜起 倒转而下 一拳朝杨开砸了下来 一拳之威风云变色 毕竟大帝之子 修为虽然不算绝顶 但其实力却是难以揣住 在场助人 九成都忽然闷哼一声 只感觉那一拳砸的不是杨开 而是刺激 扪心自问 若这一拳真的砸向自己 能挡下吗 挡不下 唯有引进就怒 欲知后事如何 昏营继续收听 《五练巅峰》 第3038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练巅峰》 第3038集 战战战 杨开眯着眼睛 抬头望去 八风不动 火红秀发飞扬时 入情闪身而上 同样一拳迎上 火红之音响起 三丈开外的 姚思闷亨一声 整个人倒飞出去 直接被轰得 不见了踪影 杨开手搭凉棚 抬头眺望 唏嘘不已 唉 何苦来哉啊 祝景九阶巨龙之神 天生力大无穷 便是半圣 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更何况一个 只有弟尊两层镜的姚思 只是轰飞 已经是祝景手下留情 好歹是大帝之子 真要是伤了死了 对幽魂大帝也不好交代 不过很快 飞出去的姚思又冲了回来 脸色阴沉 气得低喝得 堂堂林小公公主 明满星界之人 难道就只会躲在女人背后 连与我担打独特的胆量都没有吗 若是如此的话 杨开 你可令我太失望了 杨开一笑 你不是我的对手 屈服你没有什么意思 标四道 没打过 你又怎知我不是你的对手 别以为你境界比我高一层 便真的厉害了 我乃尤四 不是你以前遇到的那些阿猫阿狗 杨开侧眼瞧了他 神色古怪地说道 你就这么想打架 真想打架的话 可以去西域战场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姚四冷哼 两界之战爆发之后 我便在西域 征战搏杀 死在我手上的尚品魔王 都不止三五位 巨傲之色再显 尚品魔王与帝尊三层镜基本等同 他能击杀尚品魔王 帝尊三层镜自然也能击杀 说完之后怒喝道 我只问你 战或不战 杨开叹了口气 唉 没好处的事情 有什么好战的 想要好处 姚四谋中金光一闪 面露几脚 好啊 那咱们就添些彩头 今日之战我若是输了 姚四之命便是你的 杨开垂着眼帘 我要你性命有何用啊 姚四不管他 自说自话 不过你若是输了 我也不要你性命 但这集子军军团长的位置 你得让出来 说着嘴巴裂开 露出一抹凝笑 杨开表情更古怪了 你想当这个集子军军团长 想要的话我去跟大帝们说说 让他们更改下命令就是 虽然大帝们让他出任这个集子军军团长 是一种厚爱和补偿 但杨开还真没这个心思 他后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根本没时间去筹建一个军团 而且就算军团筹建妥当 日后上了战场 也得统帅一路大军 调兵遣将 攻城拔寨这种事 对他来说 稳实有些强人所难 他更愿意在别人手下听差 然后奉命行使 也不要一人之身关系几十万大军的安危 军团长之位听着高高在上 但任何一道军令都牵扯着无数人的生死 妖色哼道 我若想要什么只会自己动手去取 不许你去多说 杨开皱眉道 可就算你能赢了我又有何用 你有把握说服大帝们 让你出任这个位置吗 大帝们的命令 若是这么轻易就被更改 那也太不像话了 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姚四淡淡回答 杨开眉头沉浸 回味姚四之前诸多话语 隐隐觉得 这才是他这趟来林骁宫的真正目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姚四之所以要揽下这个差事 特意跑一趟林骁宫 一则是替自己的妹妹姚林出口恶气 二则也确实是为了 吉子军军团长的位置来的 倒不是他功力心太重 而是他的出身 非得出任这个军团长不可 星界十位大帝 大多没有后四 即便有后四的也基本都是女孩 唯独幽魂大帝姚君生有一子一女 换句话说 姚四可以说是整个星界青年一代的领头人 作为大帝之子 他也确实做得不错 修炼岁月不算太长 却已经有了帝尊两层镜的修为 假以时日 就算达不到幽魂大帝那样的高度 成就伟帝之尊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若是机缘到了 未必就不能参透天道 迄今为止 星界五十四路军团的所有军团长 都是成名已久的老一辈帝尊三层镜的强者 青年一代暂时还没有这个机会 一则是修为不足 二则是阅历心性不够 军团长职务关系重大 谁敢放心任用青年一代 姚四想做那第一个 也必须做那第一个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幽魂公 更是为了幽魂大帝 他在战场上与魔族殊死搏杀 不断地历练自身 积攒功勋 在军中职务也不断提升 如今已是某一路军团的副军团长 距离他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只差一步之有 用不了一年 顶多只要半年 他便有资格出任义军的军团长了 到了那个时候 便是他向整个星期证明自己的时候 他的实力并非是因为出身而来 他的成就都是自己拼搏的 谁曾想在这愿望即将落实的时候 半路上忽然杀出了一个阳开来 比他更快地成为了军团长 若是一般的军团长也就罢了 关键这是几子军啊 是一路递之的开头 义军军团创建不易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数问题 境界如今虽然还有许多武者没有被征集 但已经创不了几路军团了 就算下一路军团轮到了姚四 那也不过是个悟臣军而已 比几子军矮了一刀 没法协调 除非将杨开这个几子军抢到手上 所以姚四来了 他邀战却被柱情一拳轰飞如何不弄 杨开点点头道 这么说的话 如果你赢了我这个几子军便是你的喽 太多废话 你站还是不站 站站站 杨开不住的汉手一脸喜色 眉飞色舞地站在原地 冲姚四招了招手道 既然你执意要站 那本座就只能如你所愿了 出手吧 打定主意 只要姚四出手 他便立刻投降 什么几子军军团长在他看来 还不如那一块军团长之令来得实在 更何况他也确实没时间去筹建管理一个军团 如果这个时候能把这块烫手的山域甩给姚四 那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姚四的境界低了一些不错 但他的实力不会低 出身幽魂公又在战场上厮杀了好几年 对战场之上的局势极为了解 绝对比自己有资格出任这个军团长的职位 姚四眯眼瞧了瞧他 哪还看不出杨开有意想上 但他绝对不会说什么胜之不武 杨开不反抗 那是杨开的事 他此来只为打赢杨开 只看结果 过程如何并不重要 因为他坚信就算杨开全力出手 也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 他有这个自信 因为他是姚四 他是幽魂之子 不过姚四还是瞧了一眼 站在杨开身边的柱情 别人他不放在眼中 但这个脾气不太好的火龙 却着实让他记得 杨开笑呵呵地说道 哼 情儿 且退到一边 柱情瞥了姚四一眼 一言不发地退开 再无阻碍 再不犹豫 姚四急忙向前 地缘狂肿 神通暗背 不管杨开如何应对 他已出全力 便在这一时 姚四忽然感觉到 附近有一个女子的神念涌动 冲杨开传音了一句 百忙之中 他瞧了一眼那个女子 认出那应该是 凌霄公的大总管 花青思 也不知道花青思 到底跟杨开说了些什么 只见杨开神色一震 旋即眸子亮起 极度危险的气息迎面扑来 下一瞬 一道人影突兀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几乎与自己面贴着面 姚四大惊心中低呼 空间神通 早已暗暗背下的神通瞬间施展出来 身为幽魂大帝之子 从小便在大帝身边耳濡目染 姚四自然也精通神魂力量 他最强大的一招必然是神魂秘术 潮水般的神念涌动 精纯的神魂力量化作999支锋锐的小剑 破开杨开的神石防御 刺进杨开的石海之中 换作一般人 根本不敢如此思维 因为如此凶猛一招 极有可能直接将对手置于死地 他与杨开并无生死之仇 自然没必要这么做 但姚四既然施展了这一招 那就有控制的手段 那999支小剑 即便冲进杨开的石海中 他也依然可以控制 确保不会伤及杨开的性命 姚四的嘴角泛起冷笑 杨开身负空间神通 他自然不会不知 对方若与他周旋的话 恐怕还有些麻烦 但杨开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 扑到自己眼前 那就只能说 这家伙自不量力了 999支小剑 涌进杨开的石海内 姚四却是脸色大变 因为在那一瞬间 他竟与那999支小剑 失去了联系 惊变之下心神失守 一朵洁白怒放的莲花 忽然在眼前绽放开来 整个世界似乎都被这莲花充斥 而起身则莫名其妙地落入了花蕊之中 无法自拔 绽放的花瓣徐徐和冷 天地封锁 姚四偏起一身力气 竟也无法逃脱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封锁在这莲花的世界中 天地一片黑暗 再也不见他物 甚至连感知都被彻底屏蔽 估计的感觉稀懒 似要在这封闭的世界中沉沦千年 万年 迟到永远 浓浓的困意袭上心头物 强如姚四也不仅有一种昏昏欲睡之感 姚四大惊 岂不知自己已经着了道 惊怒之下一口咬破舌尖 欲以疼痛刺激自身 恢复神指 疼痛感传了 却没有半点血腥味 姚四顿时呆住 没有血腥味 那就代表着自己并非实体 自己如今 竟是神魂灵体的状态 若非咬了一口 姚四甚至还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幽魂之子 中了别人的神魂秘术 尤为自知 这个念头闪过姚四的脑海 强自稳固的心神 彻底失守 当初温神莲净化之时 杨开有所感悟 得以秘术 此秘术诡异莫测 难以防备 服役杨开强大的神魂修会 往往能出人意料 置敌心机 名唤生莲 生莲一出 一朵含若待放的洁白花骨土 便能冲进敌人的石海 吞噬敌人的神魂力量绽放开来 只不过这么多年了 除了生莲秘术之外 杨开也没再从温神莲中 感悟到其他的神魂秘术 更没有特意去修炼别的秘术 毕竟既在精而不再多 神魂秘术上 有生莲一道足矣 但自从与欲如梦 有了一场雨水之昏 神魂修为暴涨之后 他才发现 自己这生莲秘术 还有另外一种变化 怒怜 与生莲完全不同 甚至可以说是 截然相反的一招神魂秘术 生莲在施展之时 敌人的视野 会被一朵含苞待放的 花骨朵充斥 花朵绽放 便是敌人神魂力量的 急速流逝 而怒怜施展之时 却是一朵怒放的 洁白的莲花 将敌人神魂包裹 莲花合拢 身心小天地封锁 缺断敌人神魂 与肉身的联系 任何一个生灵 想要存活 想要行走说话 都必须得神魂合一 而怒怜却能将这种 合一之境剥离出来 神魂与肉身的联系 都被切断了 那肉身就是一群 没有思维的行尸走肉了 体面有再强大的力量 也休想发挥得出来 就如此刻的姚四 天地彻底封闭 不见半点光亮 连感知都不复存在 陷入沉睡之前 姚四的脑海中 蹦出了一个让他愤怒的念头 恶贼奸诈 无中计了 不怪他这么想 主要是刚才他准备出手的时候 杨开还一副准备相让的架势 好像只要他扑过去 对方就会主动认输 让出那几子军军团长的位置一样 可真的等他动手的时候 杨开恶贼竟后发制人 给他来了这么一招 可恨 十足可恨 就在出发来到凌霄宫之前 姚四还去找过幽魂大帝 询问那几子军 军团长知识 当时他问过大帝 自己比起杨开如何 大帝看都不看他一眼 只道不如 姚四不服啊 持着大帝之力 来凌霄宫传议夭寨 万没想到会落得如此田地 而如今姚四更不服了 他自觉若是明火之杖 与杨开拼斗一场 谁赢谁输 尤为可知 可对方如此阴险狡诈 未免太过胜之不虎 带着浓浓不甘 姚四沉沉睡去 此一战对姚四来说 或许有诸多凶险变化 但在外人看来 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遇之后事如何 昏营继续收听 《五练巅峰》 第3039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练巅峰》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练巅峰》 《五练巅峰》 昏营继继继续收听《五练巅峰》 《五练巅峰》》 《五练巅峰》 《五练巅峰》 《六练巅峰》 《五练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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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哪儿还不知道 他们两个是在神魂层次上有所交手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一个安然无恙 一个沉沉睡去 安然无恙的是杨开 睡去的那个是咬死 换做任何一个弟尊两层性遭遇这种事 众人都不会太惊讶 可偏偏这人是幽魂大帝之子 从小便接受幽魂大帝亲自培养的青年一代的 领军人物 杨开的神魂修为强大到什么程度 才能不动声色地做到这种程度 想不通也不敢想 但不管怎样 在场大多数人的想法跟姚四是一样的 杨开之前明明有意相仗 为何世道临头居然暴起发难 唯独可以肯定的是 此事绝对与花青司方才的传音有关 毕竟正是花青司悄悄传音之后 杨开才忽然战意高涨的 这事只需要稍后问问花青司便知道 一住相后就会醒来 花姐 劳烦你照顾一下她 嗯 等她醒来之后 再让她认清一下自己现在的出家 哼 这可真是有意思 说着话 杨开低笑摇头 一副人俊不禁的模样 花青司抿嘴笑道 公主放心 属下定会让她了解得明明白白 杨开点点头 又冲四周做了个螺圈机 数年不归 还有诸事缠身 小子先去忙了 回头再给诸位长辈请安 说完 也不等别人再说什么 两臂英尺般的张开 将苏炎 夏宁生 慎经罗 雪月和祝情都拢到身边 赶羊一般朝灵霄宫那边行去 什么狗屁诸事缠身啊 分明就是要去和她那几位夫人 亲亲我我去了 一群长辈见状都是失笑摇头 唯独孟无牙不太高兴 拉长这一张脸 好似全天下都欠她几百万死的 事发突然 苏炎等人都有些发了 但反应过来之后 哪还想不明白杨开的打算 只是这光天化日 又有这么多长辈在前 一个个全都脸红了 半推半就的被杨开赶着走 没走几步 杨开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顿足回头 望着基因等人所在的位置说道 啊 周大师之前想要本座给个说法 不知你想要什么说法 周成本来躲在基因身后 谁知道杨开根本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闻言身形一晃 差点没晕过去 得亏基因催动地缘 护了他一把 才没有当众出仇 但被杨开点名 他又不好不做回应 低着头 诚惶诚恐地说道 是周毛师爷 请杨公主见谅 自见杨开化身邪魔 直接斩杀那李开山之时 周成就意识到 杨开与一般的帝尊竟不一样 他是真的敢杀 根本不会在乎什么名与名声 后面大帝又传下法御 替杨开和林霄公证明 又赐下吉子军军团长一职 周成哪敢再放肆 他之前能大放厥词 所占的立场 不过是指责杨开邪魔的身份 如今这种立场不在 之前的诸多指责 尽是笑话 杨开瞥了他一眼 见他认怂 也不再多说什么 摩原一摧 裹着自己的五位夫人 便朝灵霄宫持去 黑云之中传来夏宁商的一声惊呼 带他走后 众人这才逐渐散去 不过孟无牙在临走之前 却是冲那周成冷哼一声 大秀一福 吉英皱眉沉隐了许久 才悠悠一叹 周成 你去七五海那边吧 灵霄宫这边的人手够了 上次听李总军说 那边需要人手 周成瞧着基英 张大嘴巴似是想要说些什么 明显有些不太愿意 当然不会愿意 七五海那边虽说也算安全 但又怎比得上 灵霄宫身处星界大后方 窥然不动 更何况 听说七五海那边的炼丹师 有时候是需要随军上阵的 既要上阵 那便有可能有性命之忧 不过不等他说什么 吉英便说道 杨开此人小肚鸡肠 牙子必报 你既惹了他 他又怎会轻易放过你 如今他又得 吉子军军团长之位 你留在这里唯一的下场 便是被他征兆入户 你是想随吉子军上阵杀敌吗 若你愿意 留在这里自无不可 周成面色一变 连忙拱手道 听从基大师安排 基英这才汉手 放心 七五海那边也是很安全的 说完之后 领着一群炼丹师 朝又丹风飞去 心中莫名闪过一丝快意 杨开坏他一炉天体无常丹 他不能将杨开怎么样 但泼点脏水还是可以的 什么小肚鸡肠 牙子必报 不过是他威严耸听而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 经过今日之事 周成确实不能再留在灵霄宫了 人要是继续留在这里 就算杨开不和他计较 那孟无牙恐怕也不会让周成有好日子过 孟无牙临走之前的态度已经不言而喻 不大片刻功夫 山门外便只剩下了中了怒莲秘书 生魂分离的谣死 还有灵霄宫的大总管 二总管 三人了 便已经见不得自家门口一堆烟杂的东西 将之前被斩杀的那些人 尸身疏拢了一下 带到远处丢弃 返回之时 瞧了谣死一眼 还没醒啊 华庆斯说的 公主说一炷香 那便是一炷香 这还没到时候呢 不过应该也快了 殿雨晴点点头 抬头望着天空 微微眯眼 今天的天气真好 华庆斯也道 是啊 真好 阳开回宫 大地传令 山门重开 集子军军团成 今日之事 一剑接着一剑 令人应接不暇 但却全都是喜事 天大的喜事 今日之事 已经不能用双喜灵门来形容了 那是三喜 如果再算上摇四的话 那就是四喜 所以 华庆斯的心情 何外舒畅 华庆 方才你到底 跟公主说了什么 便宇庆好奇地问道 这个问题 不止他好奇 其他人也都很好奇 只不过 是他第一个 问出来的罢了 华庆斯 微微一笑 两点 两点 便宇庆咒了下带眉 华庆斯 轻笑道 第一点 集子军军团长之位 不管是由何人出任 灵霄宫最起码 会有两万弟子 加入集子军 由公主自己掌控调度 总比将弟子们的姓名 未来 交给旁人要好 弟子们也会更乐意 跟随在公主身后 上阵杀敌 便宇庆文言汉首 这话说得没错 大帝传令 让杨开出任 集子军军团长 只不过人员征招 物资筹备 都需要自行处理 物资暂且不谈 灵霄宫这些年 也积攒了不少好东西 但是那人员上 本宗最起码 就会有两万弟子加入 如此才能撑起 一路大军的大体框架 与其让这两万弟子 在别人手下听命行使 自然不如让杨开掌控 真要是到了战场上 与魔族性命搏杀之时 不能说对灵霄宫弟子 有特殊招务 最起码杨开也可以一视同仁 可以说 花青司与杨开说的这第一点 就足以让他重视 这个集子军军团长的位置了 他确实对这个位置不感兴趣 也不太想受力 他不感兴趣是一回事 审时度是又是另外一回事 更何况 花青司还有第二个理由劝说他 那第二点呢 便宇京诱导 第二点便是 赢了姚家这位的话 按他的说法 他的命便是公主的了 大帝之子 想来不会出尔反尔 信口开河 既然连命都是公主的 那公主要他做点事 比如说 代掌 集子军 也是理所当然 便宇京露出恍然之色 新知花青司说的没错 众目睽睽之下 姚四把话撂出来 那肯定不会失言 命是杨开的 那杨开叫他做点事 他肯定也不会推辞 军团长这个职务 杨开不愿意 不喜欢 没关系啊 让姚四带掌就行了 军团中一硬大小事物 都交由他处理 杨开只需要站在幕后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浪费他丝毫的时间 不干扰他正常的生活 正因为花青司说了这两点 所以杨开才忽然变得 战意勃发 因为他觉得 花青司说得很对啊 集子军应该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顺便捞一个掌军为自己效力 更是大转特转 便宇京闻嘴娇笑 姚家这位可是偷鸡不成 十八米啊 花青司 只能说他小看了公主 若是姚四能听到这句评价 也不知该做何感想 他安敢小看杨开呀 他是大帝之子 自是甚高没错 具傲待人也没错 因为他有这个本钱 但几位大帝对杨开出任 集子军军团长仪式没有意义 那就说明杨开有这个能力 所以有此压根就没有小看过杨开 甚至在来之前 自己心中还特意估算过杨开的实力 勾算了一筹 然而一招 或者说只是一个招面 他就沉沉睡去 而且还是在他神魂修为实力全开的情况下 这近乎被碾压一样的败呗 是他来之前根本就没有想过的 花青丝又笑了笑 其实赢下姚家这位 还有别的许多好处 只是当时时间仓促 来不及跟公主细说 便语情奇道 还有什么好处 花青丝鸣贼道 你想想啊 他若是在集子军的话 无论愿意或者不愿意 都得好好经营集子军 而他大帝之子的身份 无论是在人员征集 还是物资筹备方面 都有许多常人难以企及的优势 我可是听说 那些军团虽然都在一致对付魔族 但很多时候 会为了一些战利品分割 人员分配问题 吵闹不休 公主实力虽强 但辈分不高 许多军团长都与他有所牵扯 到了这种时候 公主怎么拉得下脸面 与那些长辈们叫嚷吵闹 但姚家这位就不同了 他辈分也不高 可他出身高啊 以后真要是遇到这种麻烦时 他出面是最好不过了 总不会让咱们集子军吃亏就是 这话说得不错 确实有许多军团长与杨开有所牵扯 但那些关系一般的也就罢了 如兵云 如温子山等人 与杨开可是关系相当不错的 若真有分割战利品的时候 温子山跑过来跟杨开说 我要七成给你三成 还真别说 温子山真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反正他不要脸已经成习惯了 真到这个时候 杨开估计也得偷的 但若是换作尤寺跟温子山去交涉 肯定会得到一个合理的分配 便与倾听的美眸发亮 花姐果真心思聪颖 连这一层都给想到了 花青丝闻言一笑 时军之路 中军之势 多想点 总没坏处 嗯 醒了醒了 两女正说着话 一直傻站在那里的妖似 总算是有了反应 空洞的双眸逐渐恢复身材 面上的肌肉也微微动了起来 一柱相识间 不多不少 温子醒得极快 花青丝话音风落 他便彻底清醒过来 几乎没有半点犹豫 一身地缘狂涌而出 化作护身之理 萦绕四周 与此同时 一枚宝镜凭空出现在身前 绕着身体飞舞不休 那镜子不大 八掌左右 但却是一件顶尖的防御地堡 他似乎还沉静在 与杨开交手的那一瞬间 没回过神来 这一醒来 就全力以赴 摆出了防御的架势 扭头四望 应故 应是狼固之间 逐渐其他人的踪影 只有两个女子站在不远处 剃笑皆非地望着他 姚子眉头一瞅 终于想起婚睡之前发生的种种 一时间脸色黑如锅体 难看得要死 同时背后一片冷汗淋淋 脸色难看是因为意识到自己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欲知后史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四世纪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四世纪 几度花开 出冷汗是因为方才那种情况 杨开若想杀他 只怕有多少命都不够死的 纵然他可以肯定 杨开绝对不会杀他 但依然有一种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圈的感觉 回神之后 帝缘慢慢收礼 护身宝镜也重新收回 瞪着花青丝头 人呢 其他人他不管 他只问杨开 花青丝上前几步 扶了一礼 林霄公 大总管花青丝 见过姚掌军 什么姚掌军 你说什么 纵然面对花青丝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 姚四也是一脸冷漠 魂不要放在眼中 花青丝 明嘴微笑 解释道 姚掌军 莫不是忘了 你方才腰战我家公主 曾定下过一些彩头 游四脸上表情一惊 嘴角抽了抽到 不错 我与那 那奸贼 确实定下了彩头 如今我输了 他要我性命的话 非他便是 他还是觉得 杨开之前是势敌已弱 故意引诱自己 调意清心 然后突失神通 如此奸诈之位 不是奸贼是什么 但不可否认 杨开在神魂修为上的造诣 确实够强 花青丝浅笑嫣然 我家公主说了 她可不会要 姚掌军的性命 不过呢 既然之前定下过彩头 如今又不能不算数 否则传扬出去的话 只会让幽魂公名誉受损 可就这么算了吧 又会让姚掌军觉得被小看 哎哟 当真让人头疼得很啊 这般说着 竟是缓缓摇头 青丝飞扬 好似真的是头疼无比 有此冷哼一声 不取我姓名 又想要踩头 直说吧 他要什么好处 花青丝道 哪能要什么好处 更何况 我灵萧公如今 虽不比大地宗门 但也底蕴不凡 这世上大多存在之物 灵萧公都能取得 所以我家公主 也没想 从姚掌军这里 要什么好处 陪你实习实践 不说明白的话 我就走了 姚四懒得与花青丝 在这里落落缩缩 反正是扬开自己 不要踩头 不是他不对信 走也没什么压力 花青丝忙说道 公主说了 要你带长 集子军 军中大小事物 皆可独断专行 姚四闻言 一只微眯的眼帘 骤然张开 三声道 你方才的称谓 便是这个意思 花青丝冲他 微微一笑 带长大军 自然便是长军啊 他要我在他手下做事 姚四的语气极为不善 一人之下 百万人之上 花青丝一脸 真诚地望着他 语气中 竟有怂恿 蛊惑之意 扯心妄想 姚四大怒 本来说了就够丢脸了 居然还要自己 在他手下做事 简直不能忍 他如今虽然只是个副军团长 也在另外一个军团长之下 但那是李无一任命的 他无话可说 可要是他来给杨开当手下 还不如把他给杀了 花青丝闻言 倒也没有太大反应 只是轻轻一笑道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罢了 公主说 他不会强迫任何人 做不喜欢的事 姚大人请回吧 这个回应 倒是让姚四极为意外 正正地看了花青丝 好大一会儿 才确定 他没有半点虚情假意 这才冷哼一声 转身朝空间法阵处刑去 他的速度很快 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便宇晴张嘴 不过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花青丝便忽然摆了摆手 便宇晴立刻闭上了嘴巴 时期过去了 花青丝和便宇晴静静等候 半盏茶时间过去 梁雨依然在等候 迟到一住相后 就在便宇晴等人 已经等得不耐烦之际 一道人影忽然迟来 待到镜前露出容貌 不是姚四又是谁 见他真的去而复返 便宇晴提着的心 这才放下来 一脸佩服地瞧了瞧花青丝 背负双手 腰死平须欲风 努力克制心中的不甘和怒火 尽量用平淡的语气说道 掌军之职 我接下了 转告他一声 三日之内 我会来灵骁宫上任 有姚掌军主示 吉子军未来 必定龙腾虎月 所向披泥 花青丝一笑奄然 盈盈盈益礼 哼 姚四憋了一肚子气 再次转身飞走 这下是真的离开了 目送他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之中 花青丝这才身手 拍了牌高耸的胸脯 长长地呼了口气 刚才那一炷香时间 他还以为自己把拆石办砸了 好在姚四并没有真的不讲心情 花姐 你能确定他会回来 变语情开口问道 花青丝的笑容有些勉强 不太确定 但我想 就算他自己不要脸面 幽魂宫和幽魂大帝还是要脸的 他总得顾虑一下身后的宗门和大帝呀 虽然与姚四接触不多 但从刚才这个人的诸多表现来看 其实并非迂腐和没守成规之人 他或许是那种贵了胜利 不损道德底线而不择手段的人 这样的人若是出尔反尔也不奇怪 正如花青丝所说 他不顾忌自身的名誉 也得顾忌大帝和幽魂宫 所以姚四不得不悔 姬子军还没创建 这便得了一个出身不菲 实力不足的长军 就算姚四没有能力统帅调度大军 有他的加入 姬子军也多了一种分量 这是好事 三日啊 花青丝扭头望了灵霄宫一眼 似能穿透重重大阵封锁 看到灵霄风内的景景 不由得有些脸红头疼的 也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什么够不够 叶玉琴没听明白 花青丝脸更红了低声道 二总管难道没听说过 小别圣新婚吗 公主数年未归 方才又 便已经这下明白了 也不由得朝灵霄宫那边瞧了一眼 眼嘴轻笑一声 不再讨论这个话题 花青丝神色疑速 不过不管怎样 咱们是要忙起来了 姬子军创建 公主出任军团长 我灵霄宫 势必要给公主最大的支持 两万弟子加入 框架先撑起来 至于其他人员召集 倒也不急于一时 这样 劳烦二总管去一套南域分宗 给那些虚王镜以上的弟子 记名造策 主宗这边便由我来 三日之内 必须得处理妥当 好 便宇情连忙答应 两女合索也有多年了 彼此自有默契 分配下来各行其事 大帝之令 灵霄宫封山 封得不止北域主宗 南域分宗也一样封山了 如今大帝又有后次 南域那边还不知什么情况 当便宇情过去 将这消息通报过去的时候 整个南域分宗 又是一阵沸腾欢呼 听闻集子军创建 杨开出任军团长 所有虚王镜以上的弟子 纷纷赶来报名参军 灵霄宫的弟子 九中九都是杨开 从下卫面星宇带上来的 其中很大一部分 都是幽暗星灵霄宗的日 再有许多都是从横螺星宇 各自修炼之星上 选拔而来的 资质出色的舞者 这些人来到星界的时间 也不算短了 如今个个十里大镜 虚王镜以上的舞者 最起码有三四万人 道元镜最近也涌现不少 李尊镜倒是少了一些 但先撑起个框架 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只要框架撑起来了 日后再慢慢扩充大军也不迟 主宗分宗一片茫茫茫碌碌 灵霄风内同样热火朝天 坊间内迷迷气息弥漫 地上满是散乱的堤声 也不知多久 杨开从沉水中苏醒 实力到了他这个程度 除非身受重创 否则根本不需要睡眠 但回了家身边 身边诸位夫人环绕 一番胡作非为心安了 不知怎的就睡着了 扇青罗的睫毛抖动了几下 慢慢睁开眼睛 正对上杨开一双明媚的毛子 微微一笑 妖媚女王道 醒了 杨开点点头 满足了 杨开摇摇头 夫妻蹲伦之时 又怎么可能满足 一辈子也无法满足 这几张翘脸 几具娇躯 永远也看不够 扇青罗失笑 姐妹们 可撑不住了 说着话 双手撑着杨开的胸膛起了身 不过却不知怎的 眉头忽然一蹴 露出了一抹痛楚之色 杨开咧嘴 呼声地笑了起来 扇青罗撑了她一眼 好不容易爬起 跪坐在床上 扇青罗瞧着 其他几个女子悠悠一探 还装什么装 又不是第一次了 赶紧起来吧 大家都不是普通人 她方才起身的动作 和说的话语 声音虽轻 但又怎么可能 不惊动其他几人 只不过 现在其他四个女子 一个比一个睡得熟 压根就没有一个正眼的 放肆之时 还不觉得什么 这风平浪静之后 才觉得尴尬 基本上每次 都是这种情况 扇青罗早都习惯了 不过本来情况 还是有些好转的 毕竟大家四姐妹 相处得多了 彼此熟悉之后 也就不那么在意 可关键是 这一次多了一个住情 大姐 雪月 还有那个 是谁谁 扇青罗挨个点名 有一个算一个 拳头红着脸起了身 一时间 房间内 细细索索地 穿衣声不断 又是一场风光绝色 杨开笑呵呵地 躺在床上 眼珠子瞧瞧这个 再看看那个 心中好生快活 穿好衣服 其女又互相梳理了下头发 戴到穿戴整齐之后 再回头望去 只见杨开 还一脸悠哉地 躺在床上 苏眼无奈一探 动手吧 五个女子 分坐两旁行去 服饰扬开 起身更衣 灵修宫义室大殿中 姚四脸丝铁青地 坐在椅子上 隔着一张桌子 花青丝陪着笑 桌上摆了几块玉剑 玉剑中记录的是 灵修宫两万弟子的明信 性别 修为等详细资料 桌上的茶水一凉 花青丝从外面打了个眼色 立刻有婢女上前奉茶 已经不知道 递多少次了 姚掌军再喝点茶 公主马上就来 花青丝挤出一丝笑容 姚四转头 冷悠悠地瞥了他一眼 四日前 你也是这么说的 不怪姚四脸色难看 三日之约 他准时返回灵修宫 准备与杨开商议 集子军筹建之事 可没想到 负责接待他的 并非是杨开 依然是花青丝 这也就罢了 不过小杰而已 姚四固然心中不太痛快 却也不会太在意 但他在这里等了四天 足足四天 也不见杨开的踪影 姚四的耐心 几乎快被磨光了 凌霄宫的茶水 他已经喝了 不知道多少杯 要不是花青丝 一直陪在旁边 态度恭敬 姚四甚至要怀疑 杨开是不是在戏耍自己 花青丝尴尬呀 他倒是猜到 杨开此刻在干些什么 但总不能跟外人去说吧 而且这种时候 他也不好去打扰杨开 心中也是苦闷不已 自家公主什么都好 就是男女之事上 太过放纵了一些 几乎每一次外出回归时 都要与己为夫人 胡作非为好些日子 之前他就觉得 姚四定下的三日之约时间不够 现在看来 果然是不够的 但好不容易将姚四 给收进吉子军中 总不能就这么放他跑了吧 真要是让他给走了 那是杨开的损失 也是吉子军的损失 杨开甩手掌柜当习惯了 可他身为灵骄公大总管 却必须得操这个心 要不再看看这些弟子们的资料 回头吉子军真的创建起来 何人担任什么职位 姚掌军心中也有个数不深 姚四冷冷说道 不须再看 到原境以上五者资料 我已烂熟于心 那 华京四一个头两个大 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来拖延时间了 本来他给杨开拖延了四日功夫 就已经是极限了 在他看来 再有半日 杨开如果还不出现的话 姚四真的可能就要走了 果不其然 姚四哼道 我最多再等两个时辰 两个时辰后 杨开若不出现在我面前 之前的赌约便作罢 说还 黑黑一笑道 哼 这可不是我姚四不成心手心 是那奸贼 太不把人放在眼中了 依他的出身实力 去往哪个军团 任何一个军团长 都会无限的欢迎 可到了杨开这里到好 甘坐了四点 居然连杨开的面都没有见到 他本来不太愿意 在杨开手下做事 只不过因为顾忌幽魂宫 和幽魂大帝的名声 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 如今找到由头 自是巴不得早早脱身 欲知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物恋巅峰》 第3041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婚姻继续收听 《武恋巅峰》 第3041集 夏马辉 尖嘴 哪儿来的尖嘴啊 一个声音 默然响起 花青丝闻言大喜 扭头朝殿外望去 那声音 第一个字响起的时候 分明还在 几十里之外的某处 但当最后一个字 落下之时 杨开已经 踏进了大殿中 龙行虎步 意气风发 一看便知道 这几日心情不错 随他意气前来的 还有变玉琴 这几日变玉琴 可是一直守在 灵霄风外 就等杨开完事 立刻跟他 汇报姚似的情况 所以杨开 虽然才刚刚走出 凌霄风 但对这里的情况 已经有所了解了 姚四掌军倒也不错 花青丝办事 总能让他放心 公主 花青丝起身 行了一礼 明显松了口气 提着的心 也放了下来 杨开摆摆手 示意他不必多礼 只是望着姚四 姚四却是 视若未见 只是冷哼一声 连起身的意思也没有 杨开大赌 不与他计较 自顾地走上手座 一炮往后一摆 大骂金刀地落座下来 婢女上茶 恭敬退下 杨开端起茶杯 轻轻地抿了一口 然后眉头一跳 摟出意外的神色 滋溜滋溜地喝了起来 花青丝张口 似要说些什么 却被杨开打了个眼色 闭上了嘴巴 杨开不说话 姚四也保持沉默 整个大殿内 就只剩下杨开喝茶的声音 等了好大一会儿 姚四才冷眼朝杨开望去 瞧了半声 开口道 杨公主 邓总管 杨开抬头望着花青丝 把玩着手上的茶杯 这茶是什么名堂啊 公主喝着不习惯 花青丝不知道杨开是什么意思 但她既然发问 也只能回答 还行啊 这茶从哪儿买的啊 杨开微微一笑 花青丝笑道 可不是买的 是咱们林霄公自家种的 翠玉丰上 本就有几亩一种茶树 想来是之前问秦宗的 什么人种下的 宁昌夫人 见了很是喜爱 便亲自打理这些茶树 所采集的茶叶 也是经由她之手 炼制出来的 这是宁生弄出来的 杨开有些诧异 花青丝汗手道 正是 夫人说 可以用来招待宾客 哎呀 招待什么宾客呀 杨开大感心疼 把还剩下的茶叶 全都过送到林霄峰上去 以后用别的茶叶招待 说着话 还瞧了姚四面前的 茶杯一眼 心中盘散着 他到底喝了多少茶水 越想越是心疼 面上的肌肉都微微抖动 是 花青丝低头应了一声 姚四心头乌火 跑来这里等了杨开四天 才见到人也就罢了 如今居然连茶水都舍不得让人给喝上一口了 恼怒之下 炖起茶杯 一口干了 将杯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发出动的一声响动 姚四第二次开口 杨公主 哦对了 我不在的这几年 宫内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杨开四一心要跟姚四过不去 只要他一开口便直接打断 花青丝低眉顺眼 回宫主 你走之后 大帝便下令灵霄宫封山 这几年来 宫内不与外界接触 只负责炼丹志气 倒也没什么大事 嗯 没事变好 杨开轻轻汗手 没有变好啊 杨公主 姚四已经咬牙切齿了 杨开又望着花青丝 嘴巴才更张开 游四便以伯人起身 一掌拍在了桌子上 轰的一下 桌面粉碎开来 连带着那几枚记载了 两万弟子资料的预见 也抱为积分 杨开 姚四一字一顿 额头轻轻叠起 杨开哑然地望着 姚小 何时如此动怒啊 何时我灵修宫 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转过头 冲花青丝头 大总管 姚兄来我灵修宫 该好好招待才是 是不是你们在什么地方 怠慢了人家 你看看现在 惹得姚兄怒法冲冠 成何体统 花青丝低着头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一身处之 他在姚四的立场上 估计也不会给什么好脸色 只是他有些想不明白 杨开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 若说之前 耽搁四日 还情有可原 是公主与夫人们 小别圣新婚 如交四期的话 那现在前后几次 无视人家 就有些不对了 下马威吗 可是没这个必要啊 见杨开揣着明白装糊涂 姚四是怒急反笑 好 很好 杨开 七日前咱们对赌 我输了 无话可说 你要我出任 集子军 长军 我也信手而来 你量我四日 我也忍了 但是如今 你若还是这副态度的话 那就休怪姚某 翻脸不认人了 杨开祈祷 姚兄方才说 你是来此 出任集子军长军一职 姚四眉头一皱 下意识地 朝花青司望了一眼 还以为这事 是花青司擅自做主 没有知会杨开 不禁开口道 此事你难道毫不知情 杨开笑道 此事大总管 有我禀告过 我又怎会不知情呢 姚四大怒 地气知情 又何必明知顾问 杨开伸手 一指自己的鼻子 那姚兄可知 我现在是什么职位 姚四冷哼道 大帝之令 说灵骁公公主杨开 出任集子军军团长 此事已通过七五海 下传所有军团 杨开点点头 你来出任集子军长军 而本座乃集子军 军团长 说话间 杨开脸上的笑容慢慢敛去 腰杆慢慢挺直 上品魔王的威势跌宕开来 身形似乎也变得高大许多 声音凝肃 你却知道这两点 又可曾将自己当成 集子军议员来看待 你却没有这份自知之明 本军团长 又为何要理会你 一直低着头的花青丝 瞬间恍然 怪不得杨开一直无视姚四 甚至几次故意岔开话题 不去理会人家 原来是个态度问题 不过杨开说的也没错 姚四来集子军担任长军 对集子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但若是他不将自己 当成集子军的一员的话 那也没办法处处为集子军考虑 杨开确实在给人家下马挥 不过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 也不是为了羞辱人 只是要改变姚四的态度和立场 姚四怒道 我若不将自己当成集子军一员 此刻就不会站在这里 也不会由你羞辱 杨开摇头道 没有人羞辱你 你如今站在这里 是以大帝之子的身份 与本军团长对话 而不是你口中的极子军掌军 若是这一点你都不明白 那便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 极子军不需要你 此言一出 姚四眼皮自指头 一身地缘轰然薄发 卷起狂风在大殿不朽 整个人的气息也变得危险至极 他是真的怒了 不由地生出了一种热脸贴了人家冷屁股的感觉 花青丝之前说过 是杨开要他出任 极子军掌军一职 他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跑来灵骁宫 准备与杨开商议军团大计 却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应 从哪来回哪去 他还能回哪去啊 他本是另外一路军团的副军团长 之前回七五海 花了几日功夫辞去此职务 又与新接任之人交接了各种事宜 如今整个七五海都知道 他要来极子军上任长军一职 更得了许多人的功课 副军团长虽然职权也不小 但又怎么比得上长军一人之下百万人之上 这俨然已是高升了 这个时候杨开若叫他从哪来回哪去 若是真的回去了 旁人问起 难道还要告诉别人 自己是被极子军军团长嫌弃赶走的吗 他丢不起这个脸啊 幽魂公和幽魂大帝也丢不起这个脸 如果说七日前姚四还有选择的余地的话 那么此刻他是再无退路了 不是他把自己的退路堵死 只是他万没想到杨开居然会是这样一副态度 明明此前求贤若渴 此刻居然又弃之如必吕 这他妈的还是人吗 姚四感觉自己被耍了 但后路已断 姚四纵然再怒 也没有立刻发作出声 只是冷声问道 你待如何 杨开脸色平静淡淡说道 非我要如何 是姚兄认得清自己的立场和身份吗 姚四闭上眼睛 深深地吸气 呼气 随着他的吞吐 整个大殿的气流都变得躁动起来 花青丝和变玉清暗暗提心吊胆 生怕这两人一言不合 又在这里打起来 倒不担心杨开会吃什么亏 但若真的撕破脸皮的话 姬子军就彻底要与姚四失之交臂了 好在姚四虽然桀骜不驯 但其实心性修为也算极为了得 什么时候该怒 什么时候该隐忍 又何须旁人交代 片刻后 睁眼之时 冲阳开一拱手 脑袋偏向一旁 沉声道 姚四 见过军团长大人 那可真是一字一顿 咬牙切齿 声音悲愤 满是血语泪的控诉 话音方落 杨开便大笑一声 突兀地出现在姚四面前 拔住她的一臂 热忱至极地说道 姚掌精客气了客气了 以后大家就都是一家人了 该互相扶持 互相照顾才是 无必多礼 态度忽然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这副亲热的模样 若叫不知情的人看了 只怕还以为 杨开与姚四的关系有多好 华清司在一旁失笑摇头 看到现在 总算也看明白 杨开的意图了 公主大人前后两次强调立场和身份 所谓的就是 这一个军团长的称呼 毕竟姚四今日见到杨开之后 张口一个杨公主 闭口一个杨公主 确实说不过去 放在平时 这样的称呼没什么关系 但如今不行 杨开是集子军军团长 姚四是集子军长军 那就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军法威业 军令如深 姚四无论如何 也得称呼杨开一声大人 只有如此 才能说明 姚四将自己当成了集子军的议员 认清了自己的立场和身份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大帝之子 所以杨开的态度才会有所转变 被他把着一臂 姚四面皮抽搐 目光喷壳 杨开却仿着味觉 冲花青丝说道 来 拿酒来 今日姚掌军上任 乃我集子军知性 本军团长要与姚掌军痛饮一番 还不等花青丝应下 姚四便立合一声 我看谁敢拿酒 憋了一肚子火 哪有心情喝酒啊 就算要喝 也不可能跟杨开一起喝 姚四愿意称呼杨开一声 军团长大人 那是由大帝之令 在上面压着 可就算是军团长 也管不到他的私事 花青丝本要去许久 如今一听 也有些难办 只能望着杨开一脸争许 杨开笑道 姚掌军不想喝 那便不喝了 咱们坐下聊聊 日后军团中 还有许多 要仰仗姚掌军的地方 你我虽然相识很久 但说起来还不算熟悉 正好 大人 杨四甩开他的大手 脸色冷峻的 我来这里 一不是为了跟你喝酒 二不是为了跟你聊天 若是大人想要喝酒聊天的话 还是去找别人的好 我没时间奉陪 他第一个大人喊出口时 身色比较艰辛 明显有些不情不愿 但后面却是顺畅了许多 杨开被他甩开 顺势握拳在嘴边轻壳了一声 一脸肃然的汗手道 大帝传令 卓本座创建筹备几子军 虽是厚爱 但与本座来说 也是一种负担和责任 大帝们的阴阴期盼之意 本座感同身手 实在不敢有所辜负 今得妖掌军相处 本座可谓是如虎天意 西域战事交出 时间不等人 妖掌军今日既来 那咱们便仔细商议一下 筹建军团之事吧 妖四眼角微微一跳 却见杨开已经落座 深吸一口气 妖四按下心中怒火 也落座下来 华青司悄然传令 自有婢女奉上新的茶水 只不过却已经不是 方才喝的那种茶了 杨开的命令 大总管执行的一丝不苟 说要将那些茶叶送到林霄峰 自然是要送去的 大人 我知你最近数年都在魔狱那边 对星界知识所知甚少 那么请问大人 可知军团见职 妖四并不废话 落座之后 直接进入主题 谈起正事 杨开的人色也严肃许多 略至一二 星界这边效仿魔狱 筹建五十四路军团 每一路军团设有军团长一人 下下十阵 有总阵十阵 一阵之下有十营 有营令十阵 一营之下有十位 一位之下有十队 层层结智 层次分明 欲知后史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练巅峰 第三千零四十二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 莫莫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莫莫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古练巅峰》 第三千零四十二集 帝尊十四 见他并非一无所知 由此轻轻汗受到 阳公 大人说得不错 这是一路军团的基本剑制 具体的细节 每个军团都或者有一些差别 但大体上相差不多 那么大人可知 这些总阵 营令之位 都有什么人可以担任 杨开一笑道 这不是看修尾吗 姚四道 初期看修尾 后期看战功 战功 杨开眉头一扬 姚四点头道 战功足够 兵生将 将生帅 若露露无为 帅落将 将落兵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 说完之后 竟是一脸巨傲之意 杨开本来还不太明白 他在巨傲些什么 但很快便意识到了 微微一笑道 听闻姚掌军 此前在某一路军团中 出任军团长 地职 我倒是很好奇 姚掌军初时加入时 是什么职位 副总阵而已 死被杨开挠到了养处 姚四的神色更加巨傲了 不过那眼中 却是透着一股得意 他弟尊两层镜的修为 就是大帝之子的身份 加入大军之后 得以副总阵的职位 倒也合情合理 而他这数年来战功标贬 一路从副总阵提拔到了总阵 再到副军团长 可谓是节节高升 这是实打实的战功啊 了不起 杨开赞一声 反正漂亮话也不要钱 姚四喜欢听 多说点就是 姚四却不在这个话题上 多做纠缠 神色又是一素 不过大人说的也没错 帝军创建之初 大家皆无战功 确实是以修为高低 来任命职务 不过引领总阵之位 必须得由帝尊敬担任 而且修为越高越好 五位之时最少也要有道远景 至于那对政要求可以放低一些 续王三层性应该足够 杨开汉手 此事上姚掌军有经验 我听姚掌军的 他这么说话 姚四心头就舒坦很多 瞧了他一眼说道 但现在问题来了 咱们几子军没有足够的人手 出任总阵和副总阵之职 杨开眉头一阳 就是说 咱们没有太多的帝尊敬 不错 灵骄宫内包括大人在内 帝尊敬有十四人 其中有十三人都是帝尊一层敬 如此修为 只看看能担任盈令之职 再往上绝无可能 十四人 哪十四人啊 杨开乞讨 他都不知道 自家灵骄宫有十四位帝尊敬 咬死张口就来 祝秦 苏延 花青司 变宇秦 鬼祖 爱乌 赤月 柴虎 古苍云 叶恨 转碧亭 南门大军 侯语 此十三人 再加上大人 便是十四之数 杨开朝花青司望去 花青司轻轻汗手 表示 尤四说的没错 尤四能了解这些 也是之前有花青司 整理好了资料的缘故 就十四个帝尊敬了呀 杨开黑黑低笑一声 其中叶恨是千叶宗的宗主 也就是叶清涵的父亲 早在好几年前 就晋升了帝尊敬 苏延也在这几年来 有所突破 而阮碧亭 是苏延在祖狱中 云霞宗的师父 本身姿质不俗 杨开将他从祖狱 带过来的时候 他就是道员三曾经 只不过受天地法则束缚 无法突破 来了灵霄宫后 后期勃发 竞生也是理所当然 只有十二人 姚四欠不得 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立刻打击说道 那南门大军和侯爷不能算在内 这两人除非必要 不可进入战场 一个地震师 一个地气师 都是了不得的人才 谁舍得让他们上战场去 跟魔族厮杀呀 十二人 好啊 好 杨开笑得开心 遥想当初初入星界时 乍见地尊镜讲者 惊为天人 可短短十几年过去 自身所创的灵霄宫中 竟有十几位地尊镜了 而且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自家培养出来的 诺大一个宗门的底蕴 已经慢慢体现出来 这才几十年 若是几百年上千年了 如此宗门 才不负顶尖宗门的威名 所以杨开在笑 笑得很开心 笑过之后 他又开口道 居然有这么多继尊镜 那营令之位便无需操心了 姚四冷笑道 大人难不成 想将几子军所有的营令 都认为灵霄宫的人 有何不妥 杨开问道 姚四道 若灵霄宫一家能撑起整个几子军 自无不妥 但如今的情况 却是灵霄宫撑不起 那么几子军就必须对外召集人手 既要召集人手 那自然是要有合适的位置安置人家 营令一职 若全部安排成灵霄宫的人 那其他的帝尊一层界 如何会来投效 不是还有复营吗 杨开微微一笑 而且营令之下还有舞会 那左卫一职 也可以帝尊一层境担任吧 之前在回来的路上 碰到了韩正清 就是一个左舞会 他也是帝尊一层境 那不过是秉辰军的建制 秉辰军都富裕地 用帝尊境来担任走舞会了 秦子军没道理 比不过人家 姚四大摇起头 话虽这么说 但依然不妥 如此做法会给外人 秦子军是灵霄宫一家之军的错觉 秦子军本就是灵霄宫一家之军 杨开打断了他的话 姚四张嘴望着他 杨开道 我要本座军令所指 军团莫敢不从 我要秦子军上下一心 凝成一根绳 军中内外 我不需要任何杂音 姚四急到 大人这么想是没错 但如果按照你的想法来实施 杨开脸子一笑 我知道有难度 这不是让你来掌军吗 姚四有些懵 忽然发现 受任的这个秦子军掌军 绝对不是什么好拆事 自己接的是一个烫手山芋 可恨的是 现在想甩都甩不掉了 见杨开态度坚决 腰死欢欢腰头 另起话提到 引领一事 暂且搁置不谈 我与大人谈谈总阵之旨 若依大人的想法 那总阵也得需要 林霄宫的人来担任才行 林霄宫有那么多 帝尊两三层境吗 自然是没有的 林霄宫有多少底尊性 他也一惊二处 问这个 就是想让杨开知难而退 你不是要将所有重要的职务 都安插上林霄宫的人吗 总阵的人数都凑不起来 还怎么安插 林霄宫没有 但我可以找出了 杨开微微一笑 这样我回头列一份名单 就劳烦姚长军去一趟七五海 找李总军要人 姚四脸皮一抽 沉声道 挖人墙角 杨开抬手打住 良心择目而息罢了 姚四道 此事还是军团长大人亲自出面比较好 杨开想要挖一些强者 来集子军担任总阵 但这般人物在各路军团之中 又岂会积极无名 绝对都是某一路军团的总阵 这就是在挖人墙角 如此得罪人的事 姚四虽然不拒 但能不做还是不做得好 杨开呵呵一笑 有姚长军就醒了 本座还另有要事在身 实在是分心无瑕 集子军筹建一事 姚长军定要多费心才是 姚四哪儿肯愿意 杨开又是一阵喋喋不休 反正是不想接这个差事 最后杨开无奈道 这样吧 姚长军先行处理 若是实在不行 本军团长再亲自出面 说完之后 也不等姚四再有什么反应 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 就这么说了 我还有别的事先行一步 说着话 竟是身形忽然虚幻模糊 不见了踪影 大人 姚四起身高呼 哪儿还能得到什么回应 杨开早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了 顿时气得脸色铁青 他这一趟过来是要与杨开仔细商议一下 集子军筹建一事的 可这才谈到哪儿跟哪儿呀 身为军团长 杨开居然就跑了 他还有许多事情没有说呢 花青丝还在大殿之中 见姚四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不禁陪笑一声 姚掌军息怒 姚掌军怒发冲天 花青丝忙道 这应该是公主留给姚掌军的 她伸手指着桌面上的遗物 那赫然是一枚玉剑 姚四也没有发现杨开到底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冷横一扔 拿起玉剑一看 只见里面一排的人名 谢无畏 鹰飞 西雷 狐飞 杜密尔 赤裂 弗林 丽角 尼奇 姚四本还在冷着一张脸 气得不轻 可在看到这名单上的一个个名字之后 脸上的冷意慢慢消肿 到了最后竟是黑然一笑 伸手将玉剑握住 好像握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她之前听杨开说要去挖别人墙脚 本能地觉得这是个讨人厌的差事 而且别人家的军团长又岂会轻易放人 若是不放人的话 还不是得由她这个长军去跟人家磨嘴皮子 可现在看来 这个差事固然还是讨人厌 但也没想象中的那么难办 最起码 谢吾魏 鹰飞 西雷 狐飞 杜密尔和赤炼这六位妖王 本就与灵霄宫关系飞浅 蛮黄古地那边 与杨开的关系也极为不错 如今这些妖王们 都在古地三位圣尊的手下听差 他若是奉杨开之命 前去要人 想来鸾凤等人也不会拒绝 而那弗铃就更不用说了 他是龙族 等贤的军团长根本无力截至的 所以他一直都是在 李无依的甲子军中听令 连带着他当年从龙岛上带出来的一路精锐 被李无依编成了一只 所向披革的狂风禁律 与杨开与龙岛的关系 弗铃是肯定愿意来挤子军的 而挖到一个弗铃 那就等于挖到了整个来自龙岛的精锐队伍 那可是足足上万人 其中帝尊家都有几十位的强权 可以说 弗铃这个名字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 还有龙岛上的一部分力量 还有利角和弥奇 这两位本就是北玉顶尖宗门的宗门门主 手下肯定也有自家宗门的弟子 将他们两个挖过来 也等于将黎龙宫和弥天宗的人手一起挖过来 早就听说北玉宗门为灵骁宫马首是真 如今阳开的吉子军需要人手 利角和弥奇肯定不会推辞 如此多的帝尊三曾经 再加上祝秦的话 总阵之职已经足够了 而将总阵和营令的职务安排妥当的话 那下面的筹键就简单多了 因为下面的职务不需要太过强大的修为 灵骁宫这边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吉子军还真的可能成为灵骁宫的一家之军啊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 固然会对外加入的人有一些影响 但这样一来 吉子军的凝聚力是极为恐怖的 恐怕任何一路军团都无法比拟 想明白这一点后 姚掌军也懒得再与阳开置气 将御简收好 背负着双手朝大殿外行去 心里盘算着是先回七五海找李无一要人 还是先去御简上的那些人所在的军团 告知他们扬开的想法 最后决定 先去七五海跟李无一打个招呼 军团之中 营令之上的人员调动 都需得李无一点头才行 这挖人家的总阵负阵 不给李无一先打个招呼 有些说不过去 带到空间法阵处的时候 姚四才忽然反应过来 自己明明是心不甘情不愿地 接下了掌军一职 如今怎么兴致勃勃地替杨开办事了 心思一转 觉得自己并非是在为杨开办事而高兴 只是吉子军未来的光明前途 让人振奋而已 姚掌军奔波七五海和各路军团驻地 花人墙角之时 杨开正领着自己的几位夫人 在灵霄宫内拜见各位长辈 之前把话撂出去了 这时候不拜见一下也说不过去 不过也没耽搁什么功夫 从这一凌峰到那一凌峰 一味未拜访 最后到了杨四爷和董肃竹居住的地方 好好地陪了爹娘几日 二老自然开心 不过杨开却能察觉到 娘在婚宵之下隐藏她淡淡忧愁和交心 无她 杨雪至今还没有半点消息 当年杨开从龙岛上带回了杨潇和穷奇 没曾想杨潇这臭小子 在自己的面前乖巧老实 却趁着自己外出之际跟穷奇跑了 他自己跑了也就罢了 还把杨雪给带走了 刘延不放心也跟了过去护法 最后四人一起进了四季之地 到现在为止秒无音许 尽管知道有刘延护指 杨雪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但女儿是身上掉下来的肉 当娘的哪能不想念 更何况杨雪才多大呀 当年走的时候才七八岁而已 才刚刚开始修炼 四季之地是岁月大地的道场 纵然有穷奇和流盐护齿 谁又能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 每每想起这事 杨开也是气得不轻 杨潇这臭小子就是欠抽 自己去了也就罢了 居然把杨雪也带了过去 据柱情说 这事龙岛那边已经知晓 为此事 二长老福尊还特意跑来了一趟灵霄宫 询问情况 更去了南宇四季之地所在之处 查探半年 却是没有一点线索 临走之时告诉祝晴 让杨开回来 立刻滚去龙岛见他 与之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第3043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九八雅居》 婚姻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第3043集 宝塔一变 杨潇是由杨开孵化而出 没错 也被杨开收为义子 甚至还给自己 取了一个 一飞冲销的名字 但说到底 他还是福尊与祝颜的儿子 身上流淌的是 龙祖的血脉 杨潇还在龙蛋中的时候 因为先天不足而无法孵化 原本按龙祖的规矩 本来是要放置进龙墓中的 福尊爱自心切 偷偷地将它藏在了一个孤岛上 结果阴差阳错被杨开给孵化而生 对杨潇 福尊溺爱至极 恨不得将自己的一身心血 都亲住到杨潇身上 若非当年杨潇 杨庄血脉不纯 根本不可能随杨开离开龙岛 把自己的儿子带走 却没能照顾好 现在进了四季之地 没了消息 福尊自然恼火得很 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甚至准备杀到摩鱼 去找杨开算账了 幸亏寿武大帝 莫皇将他拦了下来 否则他真可能干出这种事 摩鱼没去城 可非得要杨开给他个说法不可 住情之所以会出现在灵骁宫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福尊将他留下了 给杨开传讯的 杨开也是头大 怎么可能去龙岛给他说法 现在这个时候 真要是去龙岛的话 还不得被福尊给狠揍一顿啊 二老从来都是不讲理的 不过话说回来 不管是为了杨潇那臭小子 还是为了杨雪这个小妹 四季之地那边 杨开都得去查探一趟 但这事杨开实在不能抱多大指望 福尊查探半年都没有线索 他去了恐怕也没用 为了宽慰爹娘 杨开却是非去不可 再加上他还得去一趟兴神宫 难遇之行势在必行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需要查探一下 朱氏缠身 并非只是羽妖四的推诿之词 而是确实如此 回到灵骁宫十日之后 杨开在苏妍等人的目送下 重新踏上了空间法阵 心念一动 空间法阵上亮起了耀眼的白光 将他笼罩 光芒散去时 杨开已不见踪影 再现身时 已在一个树屋之中 东域门光古地 此地是石壳一族的居住之地 树屋是小小的树屋 杨开当年在这里留下了空间法阵 如今再现身自然会出现在这里 四周静悄悄的一片 走出树屋一看 也不见半个生灵 石和一族与之共生的木灵一族 都在西域战场上 为抵御魔族出力 此地已经好几年没有生气了 倒是木灵一族种下的灵果灵草 掌势喜人 杨开随手摘了一枚红彤彤的果子 一边吃着一边掠空而去 所过之处也是生气寥寥 满光古地偏安易渔 但两界之战爆发之后 此地大多数妖族都已追随 鸾凤等人上了战场 所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 相比较当年第一次来满光古地时的热闹 这个地方孤解了许多 杨开要去的地方是雪门 天行寝宫 圣灵宫所在 杨潇和杨雪进了四季之地 没了音讯 张若熙与小小进了雪门 一样没了信息 比较而言 张若熙与小小进入雪门的时间 更长一些 已经有十几年之久了 那圣灵宫内 据说封存了许多圣灵本源 若是能早日打开的话 或许能让满光古地的很多妖族受益 西雷等人当时之所以愿意追随杨开 所看中的不就是圣灵宫内的机缘吗 杨开如今实力大涨 速度也变得快了许多 前后不过半个十阵功夫 就已经到了雪门所在之地 一片光秃秃的山峰上空无一物 若不是早知雪门就在此地 杨开也不会太过留意 但张若曦和晓晓确实是从此地进入圣灵宫的 这四周的山谷还曾爆发过一场大战 那圣灵石火便是被张若曦一招击毙 抽了圣灵本源 法人也因此受贿 不见雪门阳开也没多大失望 毕竟若是雪门真的重开的话 经济方面不可能半点消息也得不到 他来此只是想看一眼确认遗像 呼呼两声异响传来 杨开扭头望去 只见那边的一棵大树树干下 倒挂着一个人抱着双臂 单脚勾在树干上似在熟睡 杨开来的时候就察觉到了 这是个妖将级别的妖族 不过并没有理会的意思 但这妖将的感知倒是不弱 于熟视中有所察觉 睁眼看来正对上杨开的眼睛 四目相对 妖将睁了一下 转机哀哑一声大叫 一不留着二从树干上跌落在地上 匆忙站起 一蹦一跳地过来 点头哈腰道 小的见过杨大人 杨大人扶手绵长 勇士安康 杨开望着他 只见这妖将脑袋四四方方 一双剑眉斜飞如病 鼻子很小 嘴巴尖起 仿佛安了一只鸟会 微微一笑 认识我 妖将盲点头 咱古爹 谁不认识您老人家呀 当年 就在这里 小的在鹰飞大人手下听差 只见得您老人家大杀四方 威风凛凛 你是哪一组的 杨开好奇地问他 妖将等 小的是猫头鹰开制成妖 只不过当年修行出了点岔子 这画形之术有些不太完美 让大人见笑了 怪不得看着模样有点怪 一般妖将级别的妖兽化为人形 并没有什么破绽 但眼前这位 带了很明显的妖族特征 猫头鹰开制成妖 看模样倒确实有点像 你在这里做什么 杨开问道 妖将恭敬问道 放我家大王之命 看守却门 对了 大王说 这是圣尊们的命令 就你一个在此 就我一个 杨开瞥了他下身一影 怎么受伤了 妖将一脸自豪地说的 在西域跟魔族拼杀 小的弄死了他 被他砍了一只腿 血流了一地 可疼可疼了 不过小的运气好 捡回了一条命 一条腿换他一条命 不愧不愧 小的还想去杀 小的还有一条腿 还能换一个魔族性命 可大王让我回来 看守却门 小的就回来了 杨开张了张嘴 没想到这断腿之中 还有这许多事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倒 好样的 妖将顿时露出了 受宠若惊的神词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眼圈黄着 泪汪汪的 杨开肆然道 与战场拼搏刺杀 固然是我的难而所为 但血门之事 也事关重大 好好在这里看守 若有异常 即可传信出去 告知你家大王和圣尊 是 你老人家放心 小的就守在这里 哪儿也不去了 妖将挺直腰杆 拍着胸脯保证 行了 我也就是过来看看 杨开冲他点了点头 转身朝原路返回 两步之下 身形逐渐模糊 消失不见 只把那妖兽 看得莫等口呆 好片刻之后 才忽然想起 抱拳道 小的 恭送大人 话还没说完 忽然察觉手上有意 探开手心遗憾 居然有一枚空间戒 他竟不知道 自己手上 什么时候 多了一枚空间戒的 疑神疑鬼地 放出神念 查探一分 顿时惊地 啊呀一声 那空间戒内 竟堆放了 足足几千枚 优术内灯 看得档子 都极为不分 虽然没有 十二阶妖兽的内灯 但却正是他所需要的 哪还不知道 这都是杨开的赏赐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对着杨开离去的方向 磕头不断 口中不停地道谢 又是一个时辰后 杨开已经现身 难遇兴神宫呢 纵然再不敢面对 兴神宫他还是要来的 明月大帝法退 以为雷虹赢回兴神宫 他来此 是要送大帝最后一程 也要当面跟蓝勋道个圈 传送过来之前 杨开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纵然蓝勋骂他打他 他也不会有半点反抗 毕竟无论如何 明月确实是死在他手上 他甚至已经想象出 兴神宫不会欢迎他的局面 但当杨开真的踏足兴神宫时 怎么也没想到 这南越的中流砥柱 大帝宗门竟是发生了 巨大的动荡 空间法阵处空无一人 没有一个兴神宫弟子守护 不仅如此 大殿之外 无色霞光流淌 灿烂成河 天地之间灵气躁动 一股极为危险的气息 从新神宫某处跌宕开来 死随时能崩碎这片天地 杨开大惊 一个闪身便戳了殿外 抬头望去 脸脸骤然一缩 新神宫并非遭遇了外敌入侵 纵然明月已死 但大帝宗门 但大帝宗门又岂是随便什么人能撼动的 之所以出现这般变故 只是新神宫内患罢了 若目所见 一座巨大的五色宝塔悬浮在半空之中 那流淌的五色霞光正是从这宝塔之中寄出 宝塔为新神宫镇宫之宝 杨开当年还进入其中历练过 其中诸多玄妙 灵骁宫内千幻梦境 就是从五色宝塔中得到的 五色宝塔分为五层 每一层宝塔内都有无穷世界 极为玄妙 此宝也是一件上古异宝 贵重非常 新神宫能有如此庞大抵御 与五色宝塔有莫大的关系 此时此刻 那悬浮半空中的宝塔 正在颤历不休 迎开若目所见 宝塔四周一道道人影 面色肃默 手掐硬掘 拼命地维持宝塔的安慰 雷弘 薛正茂 萧宇阳三大长老 皆都现身 其他还有十几位帝尊警 在旁协处 更有无数道员警结枕 围去宝塔四周 但此刻皆都是面色苍白 汗如玉下 杨开虽不知这五色宝塔 到底出了什么变故 但显然情况不妙 身形一闪来到雷弘身边 魔猿狂勇 双手画掌朝塔身拍去 欲要帮忙维持宝塔稳定 岂不料 以身力量宣泄而出时 根本不得其门而入 被那五色霞光一冲一刷 竟全都被排斥开来 不是星神宫弟子 又没有修炼过星神宫的正统功法 再加上杨开的力量是魔猿 五色宝塔根本不接纳他的力量 忽查魔猿涌动 星神宫一众强者 借到神色大病 还以为摩天道侵入自家宗门 不过再看清施法之人是杨开之后 终于安下心来 萧宇阳 薛正茂 微微冲杨开汉手 收敛心神 继续施法 维持宝塔安慰 杨开扭头望向雷弘 大长老 出什么事了 雷弘面色凝肃 双手变换法觉之势 开口答道 公主殿下入乾坤塔 又要炼化瓷宝 如今看来 恐怕是出了什么变故 乾坤塔 欲要破空而去 杨开大惊 此塔异常 是蓝师们引起的 直到此刻 他才知道 这五色宝塔 名换作乾坤塔 以前他根本不知道 这宝物的真正名字 雷弘郑重汉手 不错 杨开气道 你们怎么不阻拦他 乾坤塔是上部异宝 新神宫创建之时便亦存在 明月大帝亲自炼化 作为镇宫之宝 明月大帝在的时候 新神宫无上威严 无人可以撼动 但如今明月大帝不在了 蓝薰身为明月唯一后人 自然是要一肩挑起 振兴新神宫的重担 看如今修为不算太高 只有帝尊一层镜而已 修为不高 那就只能依仗保护了 而新神宫内 唯一能让他依仗的 便只有乾坤塔 若能炼化乾坤塔 就算明月大帝不在了 新神宫也依然可以维持 往日光荣 若能炼化乾坤塔 蓝薰纵然只有 帝尊一层镜的修为 也能实力大胜 他继承了明月大帝的明月之体 由奶腹之风 炼化乾坤塔 非他莫属 但是他太着急了 乾坤塔何等保护 莫说区区帝尊一层镜 便是伪帝前来 也不一定能够炼化 所以才会引发 如此巨大的动荡 他偷溜进去的 雷虹咬牙 若是蓝薰的打算 他又怎会不阻拦 大帝已亡 蓝薰是新神宫如今 最后的希望和支柱了 十几日前 他从七五海 将明月的法褪迎回 新神宫上下哀痛一片 大帝灵堂上 上至长老 下至弟子 披麻带笑 蓝薰跪坐树枝 一动不动 三日前 他忽然起身 众人问他去哪 他也不答 萧辰虽跟随过去 可一时不察 被蓝薰打翻在底 等回过神的时候 蓝薰已经冲进了乾坤塔内了 他应该是得到过 明月大帝留下的特殊法印 他一进去 整个乾坤塔都被封闭了 所有还在里面历练的弟子 全都被丢了出来 其他人也再也没有办法 进入其中 再之后 乾坤塔动荡不安 乌色霞光流淌一出 就成了眼前这副模样 听得雷红的解释 杨开脸色沉重 也知这事怪不得别人 担心执意如此的话 谁也阻拦不了 容公主 救救师妹 救救你 救救师妹 萧晨就在不远处 此刻转过头来 一脸哀求地望着杨开 这家伙与杨开素来有些不太对付 往事只要见了面 没有哪一次给过杨开好脸色 更天之身为萧与杨之子 自视甚高 觉得全天下除了他萧晨之外 再无俊杰 此刻这位俊杰 却是眼珠子赤红 脸色苍白 分明是力量消耗过度 没看好蓝薰 让他偷溜进了乾坤堂 萧晨心中满是自责 此刻也是病急乱投医 欲知后事如何 昏仰继续收听《五炼巅峰》 第3044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五炼巅峰》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炼巅峰》 欢迎继继续收听《五炼巅峰》 第3044集 滚进去 杨开瞥了他一眼 轻轻汗手道 我尽力 转头问雷虹道 真的没人能进去吗 雷虹缓缓摇头 所有人都进不去 此事可知会诸位大帝 如今有跨越空间法阵存在 雷王也方便 新神宫这边出了这么大的事 其他大帝若是知道的话 肯定不会不管的 雷虹道 万日前就一拙弟子去欺悟海 正说着话 杨开与雷虹都是神色一致 转头朝后方望去 只因那边一股大帝的气息 忽然出现 下一瞬 一到伟岸的身影 就出现在两人面前 铁血大帝战无痕亲至 灵类虚空之中 抬头望着乾坤塔 漠然不语 那眼中有缅怀 还有一丝丝感声 大人 乾坤塔情况不妙 看样子随时 随地都有可能破空而去 如今蓝薰还在里面 若乾坤塔真的飞走了 恐怕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连带着蓝薰就要老死在里面 杨开心中焦急 偏偏战无痕一直盯着乾坤塔 一言不发 忍不住喊了一声 战无痕目光下垂 瞧了他一眼 淡淡道 你小子怎么站在这里 杨开忙道 小子前来调研大帝 恰好遇到此事 战无痕咋咋嘴道 我是我 你怎么还站在这里 杨开被他问迷惑了 一脸睁寻地望着他 滚进去 战无痕道 杨开更糊涂了 轰手道 大人 你可能不知雷大长老说 本能地想跟战无痕解释一下 谁知道对方压根不听他解释 抬起一手搭在杨开的肩膀上 痴声道 太多废话 叫你滚进去就滚进去 这般说着竟伸手一扔 仿佛扔一块破烂抹布 直接将杨开朝乾坤塔扔了过去 杨开一声怪叫 雷弘也是大惊失色 父亲看见这一幕的新神工强者们 同样起起低呼 谁也没想到 战无痕忽然来了这么一出 被扔出去的瞬间 杨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大帝果然非同凡响 战无痕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将他扔出去 这整个过程 他明明看在眼中 对方动作也不快 可偏偏 他竟半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这个念头 也只在脑海中转了一圈而已 下一刻 杨开就觉得 自己恐怕要被撞得头晕眼花了 大帝出手 力道何其凶吗 杨开整个人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 朝乾坤塔撞去 纵然他是半龙之躯 估计也没什么好下场 但就在他即将撞到乾坤塔时 那塔身居然轻轻一颤 在他前行的方向上 骤然出现了一个门洞大小的漩涡 杨开直接从这个漩涡中冲了进去 身影消失不见 进去了 居然进去了 一群新神宫的帝尊敬们 看得目瞪口呆 蓝薰入乾坤塔 引发乾坤塔异动 新神宫长老们又何尝不想进入其中 或助蓝薰或将他劝回忆 但蓝薰有明月大帝留下的特殊法印 整个乾坤塔彻底封闭 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都没办法进入其中 只能在外面努力维持塔身稳定 给予蓝薰一些帮助 但此时此刻在战无痕一丢之下 杨开居然直接进了乾坤塔 这是何等的玄妙手段 雷虹等人全都惊喜交加地望着战无痕 战无痕有此手段 那就无需太过担心了 起不了啊 战无痕似是察觉到了他们的心思一样 淡淡开口道 只有他能进去 你们就别和我想了 雷虹皱了皱眉 开口道 大人此言何意 战无痕瞧了他一眼 咧嘴一笑 本座的意思是 连我都进不去 啊 雷虹大惊一脸都不相信 但这话出自战无痕之口 不信也得信 若真要说 我也可以进去 战无痕话锋一转 但那势必会对乾坤塔有所破坏 最起码明月留在其中的禁制 我得破掉大半 而且这也得花费几个月的功夫 几个月 如此漫长 谁能等得了啊 萧宇阳疑惑不觉 连大人都无法轻易进入乾坤塔 为何阳公主他 你觉得呢 战无痕微微一笑 一脸的高深莫测 萧宇阳恍然大悟 不但他想明白了 雷虹和薛正茂也想明白了 因为阳开继承了明月大帝的天地意志 乾坤塔是明月大帝炼化过的 包塔阻拦谁 也不可能阻拦明月大帝 纵然阳开不是明月 可继承了大帝的天地意志 身上自然携带了一部分明月的气息 示意乾坤塔不会阻拦 雷虹等人看不出来 甚至连阳开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但战无痕一来到这里便看出来了 阳开与乾坤塔之间有一点微妙的联系 这一层联系正是死去的明月已留下来的 雷虹振奋道 如此说来 阳公主入了乾坤塔 那便可安然无事了 我有这么说过吗 战无痕缓缓摇头 他可以进去没错 但乾坤塔内寻妙无穷 他就算进去了 本座也不能保证他会遭遇什么 说不定他连蓝星在哪里都找不到 那可如何是好 雷虹 肖宇阳等人脸色一变 竟然是听天命 战无痕脸色素人 反正只要乾坤塔存在 他们不会死就是 那小子本事不错 早晚有一天能找到蓝星的 雷虹一脸忧心忡忡 可若是在此之前 乾坤塔破空离去怎么办 战无痕一笑 离去便离去了 那小子身负空间神通 你还怕他找不到回来的路吗 就算花上百年千年 他也能找回来的 百年千年 雷虹等人听在耳中 面色忧虑 若只是百年 倒也好说 时间虽然不短 但也不是太长 可若是千年甚至更久 只怕到那时候 杨开和蓝星找回来 孩子都生了一大堆了 孤男寡女共处千年光阴 会发生什么事不难想象 都闪开吧 战无痕 手一挥呵斥道 新神宫诸多强者闻炎 皆都神色一致 心知大帝这是要亲自出手了 倒也没有犹豫 地缘一收 纷纷后撤 乾坤塔上 五色霞光猛然暴涨 整个巨大塔身都在战内不休 四周虚空破碎 似乎下一刻 这乾坤塔就要破空而去 一面星红大旗忽然出现 血腥蒸发之意 轰然弥漫 让所有人都心神一宁 那大旗何旗之大 几乎遮蔽了整个天幕 铁血战旗 铁血大帝的本命之宝 并非什么上古仪宝 也不是什么炼气师炼之而出 而是战无痕一身修为的巨献 动用铁血战旗 就代表战无痕已付出权力 由此也可见 乾坤塔何等神意 大帝亲自出手 都需要权力以赴才能压制 今日若不是战无痕亲自过来 凭雷弘等人 根本无法困住乾坤塔 早晚一刻 精神功要丢失这镇宫之宝 青红战旗色彩艳丽无双 犹如一道遮天蔽地的血墙 滚动的颜色仿佛血水在其中流淌翻滚 给人难以言喻的震撼视觉 那战旗灯头朝乾坤塔照相 一层层裹了下来 眨眼功夫将整个乾坤塔裹得严严实实 五四霞光脸去不见 震动的塔身也迅速安稳下来 整个天地间只充斥那星红的颜色 映得所有人面堂红嗷嗷一片 张无痕背负双手 站在乾坤塔前 静静凝视 静静等待 与此同时 杨开却是叫苦不迭 他被战无痕丢进了乾坤塔内 还没搞清楚状况 迎面就冲过来一只浑身长毛 奇形怪状的怪物 那长毛怪身上气息极为古怪 他竟是一眼也看不穿 本玉试探一招 瞧瞧他的身前 谁知这家伙大嘴一张 嘴巴裂得比天还大 杨开竟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被吞入腹中 紧接着就来到了一个古怪的世界 天空中红彤彤的云彩灿烂成霞 整个天空都仿佛烧着了一样 不是仿佛 而是真的在燃烧 天空中 那哪里是什么云彩啊 分明就是烧天的大火 地面上则是流淌的岩浆 风滚的气泡爆裂开来 散发着刺鼻的气息 热热到了极致 这个世界的五星只存其一 为虎 杨开在此竟感受不到其他四星的存在 如此古怪之地 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还不等他仔细打量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岩浆之中便翻滚出一只 猙獰的身影 龙手 露身 牛尾 马蹄 鱼鳞 头伸双脚 浑身冒火 足踏黑岩 怪模怪样 却威风凌凌 麒麟 上古圣灵 火麒麟 杨开看的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火麒麟在圣灵之中的牌位 也是相当之高的 若将天下圣灵分为三六九等 龙凤为尊的话 那麒麟无论如何 也可以进入上三等之力 其与穷奇的排名相差无几 穷奇有多强 杨开多少知道一点 一般的伟帝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那么眼前这个火麒麟呢 所以当这火麒麟一冒出来 杨开便如临大敌 心神沟通玄解珠 随时准备将自己的三位护法伴胜 给丢出来 玄解珠呢 如今可不止一个法身 北黎默和玉如墨 强行把白镯与薄牙塞给了他 一直都待在身边 三位伴胜联手 火麒麟再厉害 恐怕也不是对手 这个念头还没转过来 伴随着咕噜噜一阵响动 那大地的岩浆之中 一只又一只火麒麟 翻滚而出 每一只都猙獰凶利 每一只都是那么的不可一世 眨眼功夫 眼睛上已经多了成百上千的火麒麟 将杨开四周围续的密不透风 一双双赤红 如燃烧火焰的毛子钉来 杨开却表情古怪起来 如果说此地有一只火麒麟的话 他还可以理解 乾坤塔本身玄妙无穷 内部封印了无数个小世界 有这么一个古怪的世界 倒也并非不可 但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火麒麟 就不对劲了 没有哪一种圣灵 有如此出色的繁殖能力 龙族不行 凤族不行 任何一族圣灵都不行 所以这世上根本不可能有 成百上千的火麒麟存世 天知道 损有鱼而补不足 圣灵如此强大 若是繁殖能力还这么强 那世上还有其他的圣灵的生存空间吗 为了佐证自己的想法 杨开抬手就是一道月刃 朝离自己最近的那只火麒麟斩去 月刃破空 斩过火麒麟的身躯 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嚎叫 那只火麒麟的身躯 直接被斩为两半 果然不是真正的火麒麟 若是真的圣灵秦灵 杨开无论如何也无法一招必敌 只是这些家伙不知是怎么回事 看起来像模像样 杨开眼力如何出色 竟没有瞧出来半点的破绽 来不及松口气 那一击似是捅了马蜂窝 四周火麒麟皆都凶猛哭了 一时间世界火力翻滚 沿江沸腾 连带着天空中燃烧的火云烧得更旺了 杨开不敢怠慢 立刻将自己的三大半圣护法召唤了出来 这些火麒麟虽然不是真正圣灵 但本身实力绝对不弱 从刚才的尸首来看 基本上每一个都有帝尊一层性的实力 一个两个杨开可以不在乎 十个二十个也能应付 一百个两百个杨开就只能望风而逃了 但这个纯火的世界 应该是乾坤塔内封印的无数的小世界之一 除非破开这个小世界的壁垒 否则杨开根本逃不掉 要破开这世界的壁垒 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自然就需要有人护法 法身优异出现 杨开心神一动 他便明白了眼下是个什么情况 一言不发地寄出自己的魔兵战锤 全都在自己的胸口上猛地一拍 身形暴涨 骤然化作了一个身高三十丈左右的庞然大物 那魔兵战锤也随之增长变大 法身立足岩浆之上 魔兵战锤挥舞开来 半生实力宣泄而出 欲偷偷扑来的火麒麟被打得爆为击粉 伯雅和白卓没那么快的反应速度 乍一来到这里都茫然了一下 待看清四周的局势之后都吓了一跳 一颗几乎什么东西 一颗循环 杨小什么情况 杨开回应 只管杀 那还有什么犹豫的 两位半生听命行驶 大开杀戒 三位半生护持左右 火麒麟数量再多 也无法靠近杨开身侧三十丈 扑过来一只便死一只 杨开静静地站在原体 闭谋赶之 同时仔细回想自己进入乾坤塔之后的遭遇 隐隐觉得抓住了一点关键 片刻之后 额牙惊呼 白卓秀 情况不对呀 白卓汉手 杀之不尽 麒麟数量虽多 但三位半生一起出手后清理 也总有杀光的时候 可事实上眼前的这些火麒麟 竟是一只也不见减少 杀多少扑过来多少 竟是绵绵不绝 盲力偷闲观察了一下 两位半生这才发现端倪 他们没杀掉一只 从那岩浆中又会冒出来一只 所以才会杀之不尽 这是什么鬼地方 白卓苦笑不迭 火麒麟并非食物 而是此地火之力量的宁静 除非将这整个世界的力量抽取干净 否则无论如何也杀不完的 他们事半是没错 杀这些假麒麟如突击载口 但若是拖延的时间太长 那已多了也是能夭死相的 这是一处历练之所 杨凯终于睁眼 淡淡地解释了一句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3045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声出牵挂 共追演绎着掌 金格蝶芒 谁中浮尘又算得到吗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3045集 《三千零四十五集》 画铃成形 全关塔是星神宫的正宫之宝 这无数年来 数之不尽的星神宫弟子 在其中历练变强 这内部封印的 无数小世界都是为此服务 眼前这个小世界 自然也是如此 若没有杀之不尽的布置 也起不到历练的效果 白卓兄 随我来 杨开招呼一声 身形一踪朝天上飞去 白卓闻言 立刻紧跟而上 两人的速度都是极快 眨眼功夫 也飞空数千丈 望着那天空翻滚的火焰 白卓凝声道 杨兄小心了 虽不知那翻滚的火焰 有什么名堂 但白卓还是从中 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话音未落 便见那翻滚的火云 更加猛烈地翻滚起来 下一水 从火云中冲出来一只大鸟 展翅三丈有余 通体赤红之色 鸟会精锐如剑 最为显眼的是 这大鸟居然只有一组 避风 又是一种圣灵 不用说 跟地下盐枪中出现的火焰灵一样 都不是真正的圣灵 而是这个世界火之力量的宁静 以圣灵之行现身 有过之前的遭遇 所以无论是阳开还是白卓 见到这一幕都没有太过吃惊 果不其然 紧随在那一只壁方之后 成百上千的壁方 从火云中现身 俯冲而下 巡起滔天烈印 欲要将这冒犯之敌 坟灭当场 白卓极尽 身形连闪 冲到了阳开面前 魔猿滚滚之下 一道道雪线 击射四方 前头扑来的几十只壁方 连哼都没哼一声 便被斩杀当场 阳开紧随其后 百万剑剑气纵横 所向披靡 一人一魔 气势冲天 杀上天去 短短百丈 亦有上千只壁方 死于两人手下 但这些壁方 与那火气灵一样 都是杀之不完 灭之不尽 莫说上千 便是杀上一万 也无济于事 不过 这一番猛冲 一道火云下方 阳开荡剑长空 剑光璀璨 身子裹在剑盲之中 勇猛执勤 白卓殿后护法 抬手之间 肃轻雷反之敌 火云翻滚不休 燃烧的大火 却遮挡不住 耀眼的寒光 下一瞬 火云破 阳开与白卓 直冲九霄之上 九霄之上 依然是火云 接天连地 永无止境 两人一路上冲 毫不停歇 也不知道 过了多久 也不知 杀了多少避风 阳开才身形一顿 白卓健壮 立刻停下步伐 各自催动 魔员护身 下方沿江处 法身得阳开 心念知会 蒙招呼一声薄牙 走 话落实 身形恢复人形大小 提着魔兵战锤 冲上天去 身后密密麻麻 麒麟紧追不舍 直入火云之中 迎上大群避风 那些火麒麟才止步不前 似乎天上地下是两个领域 麒麟只管地下 壁方则处理天空之敌 火云和壁方拦不住阳开和白卓 同样也拦不住法身和薄牙 片刻后双方会合 余柱相识见 法身带阳开开口 薄牙与白卓闻颜汗手 三味半生散开 微距阳开四周护法 阳开双眸紧闭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但任谁都能感受到 他体内弥漫出来的空间法则 那法则不强 却如千丝万缕朝四周延伸 似是在寻找什么 还能寻找什么 寻找的自然是这个世界的 壁垒薄弱之处 此地是乾坤塔内 无数个小世界的其中一个 想要离开 就必须得破开这个小世界的壁垒 先前阳开在地上搜索 没能找到破绽 只能来天上继续找找看 纵然阳开如今 在空间法则上的造诣不弱 可要破开一个小世界的封锁 也绝非易事 但任何一个世界 都有自己的薄弱点 比如说星界 那两界通道存在的地方 便是星界世界 壁垒的薄弱之地 所以才会给魔族可乘之机 打通连通两界的通道 连星界这样的大世界 都有薄弱点 小世界就更不用说了 运气不错 阳开已经有所发现 只不过还需要一点时间 最主要的是 这个世界不大 阳开才能轻松找到 若是进入一个规模 很大的小世界 恐怕就要花费一些功夫了 空间法则弥漫之际 阳开的心神就如一柄利刃 随着法则的施展 切入那薄弱之地 慢慢地将之撬开一点缺口 人旁三位半生杀疯了 遇方是世界之力宁力 无畏生死 不知疼痛 死而复生再来 循环不休 法身还好一些 天生石魁之躯 又得石火本源 纵然如此失利 也不知疲惫 白卓和薄牙 却是力气 用一份就少一份 偏偏这个时候 还不敢留有余力 每一击几乎都是全力示威 如此状态之下 根本难保持久 好在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若是几日功夫的话 两位半生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得住 厮杀之计 也在关注阳开那边的动静 随着时间的流逝 原本微弱的空间法则波动 慢慢地变得强烈起来 显然是阳开这边有所进展 果不其然 一触相后 一指紧闭双眸的阳开忽然睁开双眼 那空间法则的波动强烈到了极致 身侧四周 虚空净成幻 泛起了层层涟漫 他目光往前 那双手插去之时 双手成刀并插而去 诡异无比的 那双手插去之时 竟引没进虚空中消失不见 下一瞬 阳开怒目原睁 已是魔原海啸般喷发 口中低喝 伴随着花生起 双手猛地朝两旁撕去 天空仿佛一块上好的锦段 被撕裂开来 天地汪名中 一道裂缝 徐徐呈现在视野之中 那裂缝漆黑 虚无一片 随着阳开的动作越来越大 最终化作了一条长十几丈 宽约三丈的争鸣 阳开回头 招呼三位半生 走了 这鬼地方简直不是人呆的 如今已经破开了世界壁垒 自然是赶紧离开回庙 都不迟疑 薄牙与白酌施展秘术 斩进左右之底 身形飘退 直接来到阳开身边 法身一锤扫出 同样退回 阳开魔原一催 将几人吸数裹起 一头扎进了前方的裂缝之中 再出现时 已经在另外一片天地 身旁不远处 一只浑身长毛怪模样的怪物 手捂着腹部 一脸惊恐地望着阳开等人 然后转身便逃 阳开认得 就是这家伙 之前一口把自己给吞了 然后自己就进了那火海世界 只不过此时此刻 那怪物手捂的地方 有一道尺长的伤口 伤口出流淌出来的不是鲜血 而是火焰 之前那个小世界的火焰 白卓薄牙不明情况 见此怪物便要出手斩杀 阳开连忙拦响 这是什么 白卓见到怪物逃走 眉头移走 它是魔语魔祖 还以为那怪物是星界独有 之前可是从未见过这种生理 那是个小世界 阳开同样眉头紧重 小世界 白卓 白卓恶然地望着他 阳兄的意思是说 那小世界已经化灵成形 应该是的 阳开点点头 若非如此自己也不会被那长毛怪一口吞下之后 就进入了那个小世界 自己撕裂空间壁垒出来之后 那怪物的腹部刚好就多了一道伤口 前后种种 就说明那长毛怪是之前那个小世界的画形 怎么可能 白卓和柏牙都大惊失色 世界化灵成形 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若是如此的话 那魔语和星界是不是也可以化灵成形 真要是到了那一日 魔族和人族岂不是生活在一个生灵的肚子中 没什么不可能的 忘记我的玄界珠了吗 白卓博牙一正 这才想起 玄界珠也是可以化形的 巨大的滚滚 他们可是亲眼所见 如此一来倒也是人 而且此地有变故 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眼前所见 确实是小世界化灵成形 正因为长毛怪 杨开是一方小世界化形而生 有世界之力的遮蔽 所以杨开一开始才没有看清他的底细 一时不差被他给一口吞了 不过此刻看来 那长毛怪似乎没有多少神智 只有一些本能 否则以他一方小世界化形之力 绝不可能这般轻易逃走 玄坤塔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杨开不知道 蓝迅在其中到底做了什么 他也不知道 更不清楚蓝迅如今身在何处 是什么遭遇 但一进来就遇到这等危险 不免让杨开有些焦虑 他得尽快地找到蓝迅 看是否能帮他解决眼下之患 罪不及也要带他离开这里 他没将明月从魔域带走 以示自责不已 如今若是连蓝迅都带不走 那这么多年可就白修炼了 收了三位半生 杨开孤身向前 他记得五色宝塔总共是有五层的 每一层都可以让不同修为的舞者进来历练 蓝迅既要炼化乾坤塔 肯定得去磁宝的中枢之地 那应该是在五层之上 但杨开竟找不到去往下一层的道路 整个乾坤塔 似只剩下了这一层 沿途所遇 各种精猛怪物 无一例外 竟全都是小世界化灵成形 这些怪物性情各异 有的胆小如数 看到杨开之后立刻远钝开来 有的凶猛无比 如那长矛怪一样 发现杨开之后便扑上来打杀 杨开是能避则避 好在空间神通神妙 让他免去了许多厮杀 但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啊 并非所有的小世界 都化形成了精猛怪物的 有些小世界 甚至化形成了一块石头 看起来毫无异常的石头 杨开从旁路过 那石头竟裂开了一张大嘴 直接将它吞入腹中 如此一来 杨开又掉入一个 莫名其妙的小世界 又得想办法脱困 这些小世界有强有弱 强得如第一次遇到的长矛怪 非得杨开换出三位半胜 护法才行 弱得它只是一个念头 便能破开世界平常 脱困而出 伯牙和白卓都累得够强 他们实力虽强 但也撑不住持续不短长时间的争斗 每次被收回玄界珠呢 都是赶紧休息恢复 随时准备应付下一场的战斗 但无一例外 杨开都没有对这些化形的小世界如何 这里的任何一个小世界或者秘境 都是乾坤塔内的宝藏 是大地留给蓝勋的 他不会将之毁灭 更不会抢夺 虚余数日 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杨开心急如焚 他这边时间拖延得越久 蓝勋就越是危险 这一日正在搜索之际 杨开忽然身形一顿 扭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只见那边一个小土坡之上 一道小小的身影一立 正静静地望着这边 是个小丫头 看起来只不过五六岁的样子 扎着两个小辫 穿着漂亮的小裙子 眼睛大大 炯炯有神 粉雕俱灼 杨开眉头皱了一下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 碰到这个小丫头了 对方虽然模样小巧 但杨开却没有丝毫轻视之意 只因在这乾坤塔内 如今所有的活的 能动的东西 都是小世界化灵成形 石头如此 长毛怪如此 这个小丫头肯定也是如此 昨日碰到她的时候 小丫头也是远远观望 不过杨开心存警惕 避开了她 没想到今日又碰到 不可能是巧合 是对方在跟踪自己 这就让人警惕了 杨开如今碰到的小世界化形的也有十几个了 但无一例外都没什么神指 只会本能行事 这个小丫头居然懂得跟踪 可见与其他的小世界化形 有些不太一样 不过对方的胆子不大 属于那种胆小如鼠的类型 昨日见到她的时候 她便立刻撒腿跑开 今日再见她虽然没跑 却是一下子闪身 躲进了土丘后风 探出小脑袋 朝杨开这边悄悄张望 两只大眼睛眨眨的 杨开皱眉 不知道她在搞什么名堂 居然是在跟踪自己 又为何这般畏惧自己 难道仅仅只是好奇吗 没去深思 转身离去 见杨开要走 小丫头张开嘴 撇哄了小蕾 双拳紧获着 似是想喊些什么 但任她如何努力 竟都没有办法喊出丝毫声音 打击 杨开走出十几张 忽然驻足 然后转身 朝小丫头迈步兴趣 焦急得喃喃见壮 神情间露出一抹喜色 可随着杨开的接近 她却是一步步地朝后退去 她的动作不快 步伐也很小 拳脚飞扬 但杨开却悍然地发现 自己无论如何努力 竟都无法接近于她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四十六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五恋巅峰》 婚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四十六集 《一花一世界》 没了耐心 杨开催动空间法则 一个闪身 就来到了男男面前 不等他反应过来 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下一声 一大一小两人 脸色齐齐一变 小丫头是被吓得 胆子本来就小 本就不敢太靠近杨开 如今忽然被给抓住了胳膊 岂不害怕 大眼睛都红了 眼泪水在眼眶中打着拽 楚楚可怜 杨开则是受到了冲击 当他抓住了男男胳膊的一瞬 便有一股灰弘而厚瀚的力量 冲进了自己的身躯内 煞世间头晕目血 眼貌惊心 差点没当场昏厥过去 世界伟丽 他猜想得不错 小丫头确实是小世界化灵成形 以此触碰之时 化形的小世界中的世界伟丽忽然爆发 那一瞬间的冲击实在让人不好受 他已坐好戒备 随时可以召唤三位半生出手 好在小丫头虽然受到了惊吓 却没有与他动手之意 只是使劲地将自己脸偶一般的胳膊往后出去 一脸哀求地望着杨开 温神莲的力量抵挡 杨开神魂安稳下来 低头望着面前的男男 尽量放缓语气 我在找人跟我一样的人 不过是个女人 你可有见过 病急乱头衣 跟萧辰之前一样 此前虽碰到过一些化形的小世界 但都神指不清 只依本能行事 如今这个看起来有些不太一样 似有自己的思维 杨开自然是想要问上疑问 不抱什么希望 可万一人家知道呢 男男却是吓坏了 抽不回自己的胳膊 那世界伪力再次爆发 纵然杨开有所准备 也依然在一瞬间被震飞出去 不过并没有受伤 只是体内气血翻滚而已 落地之后 深吸几口气平复下来 再抬头望去 只见小丫头正急速朝一个方向飞去 杨开失望摇头 转身离去 走没多远 男男去而复返 挡在前方 看得出来 他很努力地在抑制自己心中的惊苦 明明小小的身躯 他剧烈颤抖 但依然坚定地站在那里 杨开歪头瞧了瞧 眉头微重 小丫头再次朝那个方向持去 这次飞得不快 不过一边飞 却是一边回头望着杨开 然后看看前方 再看看杨开 杨开眼前一亮 这是在指引自己的意思吗 有人指引 总好过自己 无头苍蝇一样的乱转 死马只能当活马一 杨开立刻动身 追在男男身后 见杨开跟了上来 他不再回头看 而是提升了速度朝前方飞驰 现状 杨开愈发觉得他方才应该是在指引自己了 一路前行再无阻挠 竟是没有再碰到那些化形的小世界 也不知道飞了多远距离 男男忽然驻足在一个山谷外 然后转身望着杨开 山谷有入口 杨长小道 从外面上看根本没有什么异常 但杨开神念探出 却是如坠迷雾之中 渺无音讯 在这里 杨开问道 小丫头攥紧了小拳头 用力地点点头 这是他头椅子正面回应杨开 杨开大喜 冲他露出了一抹人畜无害的神色 微笑道 谢谢你了 男男不知听懂没 低下头脸色羞红 杨开已迈出大步 朝山谷内行去 不管蓝薰是不是在其中 既然来了这里 总要查探一分 而且这个地方似乎确实有些不太对劲 杨长小道不算太长 顶多只不过数十丈而已 穿过小道 杨开入得山谷 站在谷口 杨开望着前方 不禁为之一呆 露出了一抹目眩神痴之色 花海 入目所见 无尽花海 红的 蓝的 白的 金的 五颜六色的花儿 在山谷中绽放 绚烂缤纷 多姿多彩 山谷中 更是流淌着 阴云的光芒 让这整个地方 犹如人间极迹 美轮美欢 杨开没去过万花谷 但听闻万花谷内 也是花海连绵 美不胜收 如今看来 这山谷内的花海 比起万花谷 应该也不遑多让马 若是余生 能住在这种地方 做一鸣隐士 倒也逍遥自在 不过花海的妖娆美丽 没能吸引杨开太多 很快 他的目光 便被花海中间处的一道身影 吸引了过去 那妙慢的身躯 就横躺在花海之上 脆弱的花朵 支撑着他的身体 随着微风左右摇摆 安静地仿佛睡着了 蓝薰 他果然是在这里 先前那小男 确实是在指引着自己 不知出了什么意外 杨开能看出 蓝薰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只是意识陷入了沉眠而已 见此情形 他倒是小小地松了口气 如今人已经找到了 剩下的就是想办法将他带出去 但他没有放松警惕 眼前的花海固然美丽 但越是美丽的东西 越是杀机暗藏 蓝薰陷入沉睡 与这无边花海绝对脱不开关系 引路来此的南南留在山谷外 没有进入此地 也足够让杨开引起警惕之心了 神念涌动朝那无边花海探去 想要一窥玄虚 下一瞬 杨开神色一致 露出悍然之色 肉眼所见 无边花海美轮美奂 但只有当神念探查的时候 杨开才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花海 那一朵朵娇艳的花朵 分明都是一个个 小世界的画灵成形 不奇怪 小世界画形千奇百怪 连丸石都可以画出 更不要说这花海了 只是这数量 贵面太多了一些 此地井井几乎可以说是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乾坤 杨开知道 乾坤塔内 封印了很多的小世界和秘境 但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会是如此之多 乾坤塔到底是何等玄妙之物 怪不得蓝薰会昏迷过去 他就这么躺在花海之上 受无数小世界和秘境的力量冲刷 如何能坚持得了 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估计也是他的血脉和体质之因 乾坤塔毕竟是明月大帝炼化过的 蓝薰身为明月的子嗣 多少遗传了明月的气息 乾坤塔应该能够分辨得出来 只不过 现在的情况有些麻烦 蓝薰躺在花海上 杨开想要将她带出来 势必得冲进花海之中 这花世界 叶乾坤不会伤害蓝薰 可对她应该不会受下留情 杨开一个头两个大 便在这时 一声悠悠的叹息 在耳畔边响起 紧接着一道光影 自自己体内冲出 落到镜前 化作一道身影 杨开大惊失色 自己体内 什么时候多了一种异物 她竟丝毫不知 这对她来说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要知道 她如今已是帝尊森曾经 而且神魂修为 比起半生伟地都要强大 就算有人在她身上动手脚 她也不可能毫无察觉 可事实上就是如此 当那叹息声响起 光影冲出之时 杨开才后知后觉 不由戳了一身冷汗 若是种下这种手段之人 此前想要对她不利的话 那她就算有十条命 也不够死的 但当她看清那身影的轮廓时 却是神色一致 双眸瞪圆 嘴唇发干 颤声道 明月大人 尽管没有看到正脸 但这个背影 她却绝对不会忘记 死在她手上的大地 她如何敢望 又如何能望 她继承的 可是眼前这位的遗志 和星界的那一部分 天地认可 本以为明月已经魂飞魄散 如今忽然又见到她 杨开的眼眶不仅有些发红 尽管这只是一道残魂 明月已经死了 在昼天大陆被杨开亲手击杀 法退如今还在新神宫的灵堂之中 自然不可能死而复生 而且眼前这道身影 呈现出半透明的状态 自然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身体 唯一的解释便是残魂 杨开甚至不知 明月大帝到底是什么时候 有一缕残魂衣服在自己身上的 想来应该是她临死的一刻 施展出来的手段 直到今日才触发出来 身影转身 露出了一张年轻的不像画的面孔 仿佛二八少年 正意气风发 气血方康 那年轻的面孔 不是明月又是谁 明月的神色祥和 微微笑着 笑得挺开心 大人 杨开低头 拱手抱拳 不必多礼 起来吧 杨开不起 依然低着头 明月叹息道 是我自己的选择 与你无关 换作铁血幽魂等人 也会如此做的 倒是让你受到牵连了 准确来说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没让本座死在魔族手上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杨开也能理解 但亲自击杀大帝之事 还是让他耿耿于怀 这一次又要谢谢你了 明月微微一笑 寻儿果然还是这么做了 你也果然来救他了 杨开热才抬头 恶然地望着他 大人早有所料 明月轻笑 心儿是我的孩子 他什么性格 我还能不知道吗 他想炼化乾坤 他没错 可他不够资格呀 进入此地 自然就成这样子 正因为早有预料 所以才会将 毅力残魂 依附在杨开身上 他相信 杨开若是能 安然离开魔狱 肯定会来心神功 他相信蓝薰若是遇到危险 杨开肯定会去营救 当然 若是杨开死在了魔狱 那就万事皆修了 这类是 若无外力作用 还没什么关系 熊儿闯入此间 又要炼化乾坤塔 可那些画形的小世界和秘境 又如何愿意 死人是要反抗的 不过 由本座禁制 他们无法对熊儿造成什么伤害 只能让他陷入沉眠了 等待千年万年之后 本座种下的禁制消磨 那么那些画形之户 便会彻底摆脱乾坤塔的束缚 杨开没怎么听懂 但大体的意思却明白了 不由问道 那小子要如何做 才能救回蓝师妹 才能保住乾坤塔 明月不答反问 你可知 乾坤塔内容纳了多少小世界 或者秘境 杨开当然不知 只知道有很多 毕竟眼前这花海 确实规模宏大 明月也没有要他回答的意思 下一句已经给出了答案 一万 整整一万 杨开忍不住歇了口凉起 虽然他已经对此地的花世界 叶乾坤有了很高的估算 却依然没有想到有灌树之多 明月继续道 乾坤塔是上古易宝 本座虽炼化了他 但始终也没能进餐其中奥秘 并不知道他如何能容纳 这么多小世界和秘境于其中 但他既然如此 那便有他的道理 只不过如今这一万之数 却缺了其中之一 成了九千九百九十九 九虽为数之极 缺一而不圆满 不圆满就有破绽 眼前局面大致因此而生 杨开启动 尽会缺一 明月笑而不语 只是静静地望着他 杨开尴尬了 脸红头 千万梦境 他忽然想起 自己当初来乾坤塔历练时 把蝶从乾坤塔里给带走了 然后安置在灵骄宫内成了千幻梦境 那缺一的可不就是被自己拐走的蝶吗 现在想起蝶也是秘境化灵成形 却被自己从乾坤塔内带走 结果圆满万数就缺了其中之一 居然是因为自己 杨开尴尬的无底自容 当初拐走蝶的时候 他还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真真自写了好一阵 可现在看来 人家大帝早就知道了 只是懒得与他计较而已 回想起来 当初自己从星神宫离开的时候 大帝确实特意现身与他见了一面 想来那个时候明月就知晓了 明月一笑 你能从乾坤塔内带走一处秘境 是你自己的机缘 与彭人无关 也与此事无关 安慰化 杨开岂能不知 当即正色道 晚辈这就会灵骄宫 将千幻梦境送回来 以补权圆满之术 明月摇了摇头 你出不去的 我现在所剩的力量 只够开启一次乾坤塔 或者补权乾坤塔的圆满 送你离开之后 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杨开大惊 那可如何是好 不能去将千万梦境带进来 又没办法补权乾坤塔的圆满 就没办法解决蓝熏眼下的危机 可出去了又进不来 这是个死结 明月笑道 这事得靠你自己才成 靠我自己 杨开狐疑 尼其精通空间之力 难道就没办法自主造化 自创乾坤吗 杨开文言眼前一亮 追问道 大人的意思 是让我自己创造一个小世界 或者秘境 明月汉首 乾坤塔内虽有一万小世界和秘境 但其中大多上不了什么台面 只是凑数而已 所以对你的要求不是太高 你只需随意创造出一个小世界 或者秘境出来便可以 这可真是巧了 若没有此次星神功之行 杨开本也打算去自主造化 自创乾坤的 可谁知进了这乾坤塔内 明月居然也要求他如此 看样子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四十七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恋巅峰》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婚营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四十七集 圆满缺一 而且杨开从这里 带走了千唤梦境 导致乾坤塔的不圆满 早就眼下局面 又需得他来弥补 当真是 众议因得异果 小世界什么的 杨开手上就有 玄解珠就是 只不过这东西牵扯太大 如今成了两界之争的一个官员 杨开不能轻易 将之安置在乾坤塔内 更何况 就算杨开愿意 估计乾坤塔也无法接纳 原本的玄解珠 乾坤塔接纳应该没什么关系 可是如今小玄解 吞噬了魔域大片灵土 几乎等同于半个魔域 如此存在 乾坤塔恐怕也力有未来 可能做到 明月微笑地望着杨开 等 杨开正色汗手 莫说他本就有自己 练化的一个小世界的念头 便是没有 为了乾坤塔和蓝薰 也得练化一个出来 不过达完之后 又忽然想起了什么 伸手一分 取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假山 和鱼掌心等 大人 你看这个能用吗 明月扫了一眼 微笑道 原来你早有准备 杨开失笑 这东西不是我练化的 巴掌大的东西 又哪里是什么假山 分明就是一座真正的大山 山内树林茂密 有飞禽早受存活 假山内甚至还传来 阵阵虎啸之音 吴定山 李无一练化之物 之前送给杨开 让他参悟空间之密 没想到这时候 派上了用处 吴定山 杨开去过一次 内中乾坤 他已有所了解 所以此身 在不在他手上 都没有什么关系 若是能用在这里的话 最好不过 若是不能 杨开就只能自己练化了 只不过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或许几个月 或许几年 谁都说不准 不过见明月神色 杨开觉得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不过还是问了一句 能用 自然可以 明月轻轻汗手 明明是半透明之躯 却是随手将吴定山 给拿了过去 吴定山 吴一查探 微笑道 李无一弄出来的 能想到这一点 也是理所当然 整个星界 最精通空间力量的 没不过李无一 和杨开二人 杨开既然说 这不是他练化的 那就是李无一了 是 杨开打倒 前些日子才拿到的 那可真是巧了 明月微笑汗手 这下就能省下很多时间了 行了 你出谷吧 此地之事你插不上手 大人 杨开张口 明月却以抬手打中 微笑地望着他 记得星界天地认可 日后当自强自律 扶负这片天地 扶负这朗朗乾坤 杨开漠然 片刻后拱手抱拳 大人教诲 小子铭记于心 大人保重 转过身 大步朝古外行去 此一去当是永别 背后狂风起 花瓣飞舞 枝叶摇摆 世界伪力交错纵横 杨开出了山谷 黄暴波动 骤然化作风平浪静 那窄窄的营长小道 似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屏障 将所有的光风暴雨 都阻拦在山谷之内 抬头仰望 乾坤塔内的天空 不见日月星辰 有的只是无尽的深邃 不远处有一响传来 杨开扭头望去 正见此前 引他来此的小楠楠 怯生生地站在那里 四目相对 小丫头 小丫头又盲低下了头 杨开微笑 知道她应该是 跟蝶一样的存在 此番能够寻得蓝熏所在 多亏了她 是以杨开光身 对之一礼 不曾想 小楠楠竟是浑身一抖 整个人一阵扭曲幻化 一下子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地面上多了一个碧绿小草 几片皎嫩的叶子 由更加细小的叶片组成 像是一个织布的梭子 叶片沿着叶饼合拢 枝条垂下 好似不敢见人 杨开赫然 不过想想蝶也能化为人形 还能化为千万梦蝶的模样 小楠楠有此两种变化 倒也是合情合理 只不过身为地级炼丹师 她竟认不出那小草是何天地至宝 仔细打量许久 才哑然失笑 这哪里是什么天才地宝 分明就是最普通 最常见的寒羞草而已 一株小小的寒羞草 却暗藏了一个乾坤 一个世界 天地恢弘 奇景莫过于世 不过如此一来 杨开倒是明白 她为什么如此胆怯 如此害羞了 小小寒羞草 本就有如此的特性 兴盛公乾坤塔外 兴红大旗如绸缎一般 将整个乾坤塔包裹 大旗是铁血大帝 一身修为的巨献 可以说战无痕 毁了抑制乾坤塔的躁动 已出全力 不过纵然有大帝亲自出手 乾坤塔依然时不时地 功名抖动一日 似在挣扎 想要摆脱铁血战旗的束缚 雷虹等人整日里提心吊胆 眉宇间一片愁云惨物 杨开虽然进入了乾坤塔 但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他们也不得而知 若是杨开没有办法将蓝胜带回来的话 那新神宫可就真的后继无人了 如今他们也不指望杨开能解决乾坤塔的危机 只希望他能把蓝胜安全地带回来就行 虽说有大帝坐镇在此 乾坤塔一时无余 但战无痕不可能一直待在新神宫的 一旦大帝有事离去 杨开还未返回的话 那就是万事皆休了 有心去问一下战无痕里面的情况 但估计他也不清楚 问了也是白问 一群新神宫的高层个个都愁眉不展 内心中的焦急简直无以复加 某一刻 正屁眸养神的战无痕忽然睁开眼睛 轻移了一声 一直在关注着他的新神宫长老们 都是身子一阵 雷虹芒问道 大人 何事有什么情况 战无痕不答 只是一抬手 那星宫战旗便忽然层层解开束缚 化作一道红光 冲进了战无痕体内 众人健壮 不经反省 乾坤塔这段时间能维持安稳 全奈战无痕压制 如今他收了铁血战旗 岂不是说乾坤塔无需再压制 既无需压制 那就是内部的隐患已经解决了 果不起人 就算那星宫战旗消失不见 乾坤塔也没有半点异常 之前从塔身内不断溢出的五彩霞光 也没了踪影 巨大的五色宝塔悬浮在半空中 缓缓地旋转着 下一瞬 一道人影突兀地出现在乾坤塔前 众人定眼望去 不是之前进入乾坤塔的阳开又是谁 阳开的面上有一丝丝愧疚 也有一丝丝的释然 不过神情却是轻松得很 仿佛放下了心中一块巨石 整个人的气息都欢快跳脱了很多 只有阳开不见蓝勋踪 雷虹等人面上的喜悦散去 心中漠然一沉 阳开却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 当即一拱手道 阳开不负所托 不负所托 那就是解决了乾坤塔的危机了 可是蓝勋呢 雷虹盲问道 公主殿下呢 阳开微笑道 蓝师妹安让无恙 不过如今正在练化乾坤塔 短则一年半载 实则三五年必能出关 还要练化 肖宇阳眉头紧揍 之前乾坤塔异常 就是蓝勋练化引起 如今为何还要执迷不悟 更让他不解的是 阳开为何不劝阻他 雷虹 薛正茂也都是这个心思 事意都脸色凝重 生怕蓝勋在里面再出什么意外 阳开笑道 诸位不用担心 师妹有明月大人相处 此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大帝 雷虹等人大惊 明月法退还在灵堂之中 早已魂飞魄散 又如何能够相处蓝勋 阳开连忙将大帝残魂 依附自己身上知识解释了一遍 雷虹等人这才放下心来 有明月亲自出手相助 蓝勋练化乾坤塔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今所欠缺的只是时间而已 当下愁容尽消 只不过想起大帝已亡 还是不免心中哀痛 之前乾坤塔内 阳开出了山谷 等了大概两日功夫 蓝勋忽然神念涌动过来 与他聊了一阵 再之后便是将他送出了乾坤塔 而蓝勋本人却要留下来 继续炼化乾坤塔 如今乾坤塔再次圆满 不存破绽 已不会再有之前的危机 此间已无事 战无痕自然不会久留 连招呼都没打一声 便直接破功离去 只不过在离去之前 还是朝灵堂所在的方向 望了一眼 众人皆都是躬身相送 随后新神功上下 自是对阳开道谢不断 阳开不敢受 只请雷弘等人引路 前去大帝灵堂前 吊咽一分 蓝勋不在 无人守孝 不过大帝想来 也不会在乎这些繁文辱节 阳开在灵堂前跪坐三日 三日之后才启程 离开了新神功 正如大帝所言 既得了这份机缘 便该自强自律 如此方才不负这片天地 不负这朗朗乾坤 新神功一行 阳开心境开阔 念头通达 浑身上下都轻松了不少 一路急直 目标直至四季之地 阳霄阳雪 连带穷奇流言 都在四季之地中 至今没有什么音讯 阳开队找到他们 倒没有什么指望 此行不过是查探一分 然后给爹娘一个交代而已 处理完四季之地 他就得着手小玄界的事了 小玄界那疆域之事 一日不解决 玄界珠就一日无法 在吞噬魔域的其他大陆 而吞噬魔域的所有大陆 是解决两界之战的关键 此事自然是越早处理越好 三千丈高空 阳开迎风启齿 须于十几日后 快要抵达四季之地所在 便在这一时 一声异响忽然自腰间传来 阳开神思一正 有些没反应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顿住身形一查探 才明白情况 声音来自腰间的一块令牌 令牌是青阳神殿的 客亲长老令 而那种异响 是只有同为青阳神殿的长老 遇到危险时 发出的求救信号 当初阳开寿令 成为青阳神殿的客亲长老后 高雪亭就为他讲解过这长老令的诸多用途 只不过他压根就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所以方才一想传来时 他一时间没有能反应过来 在记起高雪亭的话后 阳开立刻明白 五千里之内 有青阳神殿的长老遇险 伸手在腰间一拍 取下令牌 阳开神殿传入其中 传讯过去 静待消息 长老令不但是身份的象征 还有传讯罗盘的用途 而且彼此之间都互相联系 所以阳开虽然不知道 到底是哪位长老遇险 但只需要问一下便可知情况 少亲 令牌内一道讯息传来 阳开扭头朝一个方向逛去 收了令牌时 空间法则涌动 整个人骤然模糊 从原地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阳开面露喜色 因为在施展顺仪之术时 他忽然发现 自己受到的阻力 比以前小了很多 自回到星界至今 他还没有施展过顺仪之术 所以直到现在才发现了这一点 心中明白 这是那一份大地机缘所致 星界天地 认可于它 自然不会太过阻碍 五千里距离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不过地尊三曾经 若是飞驰的话 也需得花费一点时间 可是阳开只不过是三五次的瞬移 便已抵达位置 放眼望去 一群青阳神殿弟子正被人围攻 场面岌岌可危 不少弟子已经受伤 严重者更是倒地昏迷 心血流了一地 为首一颗高挑的少女 秀发飞扬 青阳神殿十几人中 便以此少女为首 少女常见上下翻飞 本身实力不弱 有帝尊一曾经的修为 本不至于落得 捉进剑肘的局面 但为了护齿门下弟子 几身空门大开 屡次让敌人攻击得手 少女是老熟人 青阳神殿年轻一代的 翘楚之一 慕容晓晓 而围攻他们的敌人数量 赫然有半百 其中同样有一位帝尊警 修为与慕容晓晓 相当都是一层警 不过无论是这位帝尊警 还是其他的武者 竟都是磨起缠身 出手狠辣凶猛 摩天道 杨开心中立刻 蹦出这三个字来 他刚愧心切知识 那韩正清便怀疑 他是摩天道中人 当时杨开还不知道 摩天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后来凡星跟他解释一番 才明白 直到此刻 他才算是真正 见到了摩天道中人 不是魔族 清一色的人族 只不过不知 修炼了什么秘术 又或者是经过了 什么邪术转化 竟都修了魔源在身 斗战之中 浑身上下魔源翻滚 乍一看上去 跟魔族简直一模一样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3048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莫莫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莫莫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3048集 你是杨开 而且这些摩天道的家伙 与杨开最早接触的那些 对魔器侵蚀的魔人 有些不同 他们分明都是神志清楚 出手也是极有章法 那个帝尊敬的修为 与慕容小小差不多 两人单打独斗的话 杨开估计 慕容小小还要略胜一筹 毕竟 清阳神殿正统的核心弟子 其实随便什么阿猫阿狗能比 可那帝尊敬 却是歹毒得很 与慕容小小争斗时 不断地冲其他的清阳神殿弟子出手 逼得慕容小小分身乏属 如此一来 护持自己的力量就少了 少女也受了些伤 再加上清阳神殿这边的人数不如对方 落败身亡只是早晚问题 所以慕容小小才会发出求援的信号 她并不知道杨开就在附近 她要求援的是另外一人 杨开赶到时 那摩天道的帝尊敬正在寻找破绽 朝慕容小小扑杀而去 这家伙手持两柄巨大的铜锤 身形魁梧的不像话 铜锤上摩原翻滚 咧嘴凝啸时横扫慕容小小的妖记 同时另外一锤 则向慕容小小身边的一个弟子 两锤轰向两人 慕容小小就力已去 心力未升 强提一口气 地缘周转不灵 此时她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护持己身 一个是护住门下的弟子 但小小没有半点犹豫 忧郁 长剑挽动 剑剑上寒光一闪 不护己身 不护同胞 只朝敌人眼睛处点去 娇弱少女 此刻却爆发出 常日难以企及的 毅然决然 生死危机关头 慕容小小出手决然 持剑之手 稳如磐石 眼神清澈 就连看到这一幕的阳开 都忍不住为之喝采一声 摩天道那底尊情 出手歹毒狠辣 两锤轰向两人 慕容小小护得了自己 便护不住门下弟子 反之一人 无论他做出如何选择 都会有一人受伤丧命 他若亡 那身边的十几个青阳弟子 将再无生机 所以他出手杀向敌人 最简单不过的战术 拼命而已 摩天道的底尊情 可以杀掉他 或者杀掉一个 青阳神殿的弟子 但要付出的代价 绝对是身受重创 运气不好的话 说不定要跟着陪葬 这一切 牵住了慕容小小 一身的羞慧 连慕容小小都明白的道理 摩天道的底尊情 又何尝不明白 见他长剑上寒光闪烁 朝自己点来 一副要跟自己 同归于尽的样子 心中暗骂一声 剑壁找死 竟是不闪不闭 双锤化作一锤 布轰慕容小小 只砸向他身边的那个青阳神殿的弟子 摩天道的底尊净脸上满是欺笑嘲弄 你要拼命 我便如你所愿 跟你拼命 尽气狂涌 双锤犹如墨盘一般 从天砸下 遮蔽了眼前的光明 死亡的气息迎面扑来 那青阳神殿弟子脸上一片灰斑 慕容小小也呆住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敌人竟是如此的凶狠毒辣 宁愿受自己一剑 也要杀自己的同伴 一正之下 精神受制 清澈的眼神出现了片刻的慌乱 不过也仅仅只是一瞬 朝前点去的长剑迅速收回 舞出朵朵剑花 脚步一挫 伸手将那弟子推到了一旁 自己挡在了毁天灭地的攻势之下 最关键的时刻 少女还是选择了护齿门下的弟子 放弃了自身的周全 摩天道的帝尊镜 似洞穿了慕容小小心中之念 脸上的绩效更深 双锤毫无留情的杂相 惊枯声一片 十几个青阳神殿的弟子神情悲愤 眼看慕容小小便要香消玉允 何尝不想赶来救援 但一则实力不够 二则人数太少 自保尚且无瑕 又谈何救人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一个个心急如焚 牙子欲泪 关键时刻 少女的神色却是重回瓶颈 不见半点慌乱 脑海中电光火石般地闪过一幕幕的画面 自脚被青阳神殿收养 败入神殿修身学艺 身边总是有一个与他一起进步 身色冰冷的男子 长辈们的关爱 师兄们的关怀 师弟们的跳脱顽皮 总听人说 临死之前 仍会看到很多的东西 自己这便是要死了吧 所以才会看到这些 有什么遗憾吗 应该是没有了 若无神殿 自己早不知在什么地方 怕是饿死冻死了 用哪来一具健康的身体 若无神殿 自己就算活下来 也不过是个普通人 用哪来这一身 他傲人的羞毁 为了神殿死而无憾 唯一的小小愧疚 便是没能带身边的 十几个同门 杀出一片生天 身为青阳神殿的 帝尊敬长老 理当承担这样的责任 但已经没有关系了 黄泉路上大家做个伴 说说笑笑也不错 若在那幽名炼狱之中 再与凶魂恶鬼 再并肩作战便是 剑花摧残 剑花碎散 仓促之间布下的防御 根本承受不住 敌人的凶猛轰击 双锤临身之起 慕容小小又看到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个不是青阳神殿出身 却又是青阳神殿中人的家人 杨开在宠她微笑 慕容小小欢迎一个甜甜的笑容 她以为那还是自己临死前出现的幻觉 只是下一刻 身前便多了一道伪暗的身影 双锤卷起的进气和狂风 骤然消失不停 被那身影完全挡下 狂风暴雨也与此时化作漫天的宁静 慕容小小感觉 自己就像是回到了港湾之中的舟船 再不用去担心海上的大风大浪 轰的一声巨响传出 两只磨盘大小的锤子飞上高空 扑杀而来的摩天道地尊敬 更是如破步麻袋一样 仰面道飞出去 魔园翻滚中的血昌空 变故发生得太快 慕容小小没反应过来 摩天道的人也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那摩天道的地尊敬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众人才回过神来 两批人 两种不同的反应 青阳神殿十几个弟子 惊喜交加 哪还不知来了强渊 必死之局出现了转机 纷纷振奋起来 那摩天道的人却是脸色大变 一个个京剧无比地望着阳开 浑身发冷 他们虽然不知道 阳开到底有多强 但自己这边的地尊敬 竟被人直接轰飞出去 连地堡都被打脱了手 可见来人厉害的不是一点半点 是以摩天道的一群人 骑骑后撤 瞬间拉开了与青阳神殿 众人的距离 抱成一团警惕而又忌惮地望着阳开 阳开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只是冷冷地盯着那个倒地的底尊敬 对方被轰飞出去之后 已经身受重创 体内气血翻滚 一时间竟是爬不起来 努力尝试了好几次 才亮亮呛呛地站起身子 只不过那胸口处却是凹陷了好大一块 手捂在胸口处勾搂着腰身 那摩天道的地尊敬 满嘴的苦涩 塞过吃了黄连 嘴角处不断地有心血溢出 死死地凝视着阳开 咬牙喝道 什么人 莫名其妙就被人打成这样 他也郁闷地要死 最关键的是 他连敌人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 此刻倒是看清楚了 一个英伟不凡的青年 看样子有些眼熟 却想不起来到底是谁 阳开本想说一声 你没资格知道本座姓名 谁知啊 背后的慕容小小脱口惊呼 阳开 阳师兄 声音中溢满了不可思议 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好几年前 阳开可是在虎啸城中 走火入魔 坠入魔道 然后逃出了心境 这几年来一直没有音许 方才他看见阳开的时候 只以为是自己临死前的错觉 哪敢相信阳开真的会出现 更不敢相信阳开会在 自己最危机的关头 救下自己一命 被慕容小小点破身份 阳开回头对他笑了笑 师妹且先调戏 回头再跟你说话 慕容小小 虽然没有什么大碍 但还是受了些声 方才更是被那双锤之威 轰得气息不畏 此刻心神一松 再加上见到阳开 脸上都有些潮红 激动有之 最主要的原因是暗生 少女文言点头 就真的怎么闭上了眼睛 阳开来了 再没有什么人能够伤害他们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 阳开 你是阳开 那摩天道的帝尊经 前一句还有些迟疑 后一句却满是震惊 阳开之名 如今整个星界无人不知 其知名度或许还不如大帝 但绝对不算小了 其能以帝尊经的修为 在铁血大帝手下逃过性命 就是一个传奇 怪不得他看着有些眼熟 原来是这个人 摩天道的帝尊经 曾经见过阳开的画像 是以对他多少有些印象 不明白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跟慕容晓晓想的一样 他分明是逃进了魔狱中了 为何会在这里现身呢 不过阳开既对他出手 那就势敌非勇 所以在得知阳开身份之后 他便立刻一口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筋血的同时 身体爆出一团血污 化作一道流光 急速朝后遁去 逃命要紧 阳开只是细血地望着他 就如他之前一脸讥讽地嘲弄地 望着慕容晓晓一样 十里 二十里 三十里 五十里 眨眼功夫 这位摩天道的帝尊经 就顿出了五十里距离 风一样的逃亡 可就在这时 一股束缚的力量凭空出现 陶顿的身形猛地停滞 紧接着眼前一画 这位摩天道的帝尊经 便又回到了原地 只不过此时此刻 一只大手却是掐在了他的颈膊上 犹如捏小技一样将他捏着 望着那近在咫尺的青年面孔 摩天道的帝尊经 面如死灰 惊呼声传来 摩天道一群人纷纷坐鸟受赞 方才他们只见阳开 把手向前方一伸 在收回时 几方最强之人居然就被抓了回来 哪儿还不知彼此实力差距太大 留在这里绝对是死路一条 逃跑的话 或许还会有一线生机 如何选择已经不言而去 青阳神殿十几个弟子健壮 有心阻拦 可哪儿阻拦得了 他们本身状态也不佳 个个有伤在身 人数又少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阳开却是一挥手 一个容貌美丽 身段幽绕的女子 忽然凭空出现 众人都是看得一愣 不知道这个女子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女子自己也正了一项 显然没弄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下一刻 阳开的声音便传入耳中 真傻了 女子眨眨眼 瞧了一眼 四散逃去的摩天道 弟子的身影之后 然后笑了笑 啊 终于可以活动一下了 都快发霉了 说话间 伸手在虚空中一握 一张镜弓 忽然出现在手上 那镜弓 造型流程 宽若一致 翱翔的神秦 造型优美 散发不弱的力量 显然是一件不俗的宝物 生出一双极白的翅膀 这哪里是什么摩天道 这分明就是一个真正的魔族 青阳神殿诸多弟子 奇奇低乎 被阳开掐住静帛的那个帝尊镜 同样瞪大了双眼 满面惊叉 一般人看不穿真正魔族 和摩天道中人 有什么区别 除非那魔族 有极为明显的身体特征 而波雅 便有这样的特征 那背后的洁白翅膀 普通的人族 是不可能拥有的 境界之前 外有魔族入侵 内有摩天道作孙 可谓是外忧内患 局面堪忧 也有许多魔族隐藏身份 潜伏在星界各处 悄悄活度 但这个魔族 为何会听从阳开日明 去为难摩天道的人呢 摩天道和魔族 难道不是一家人吗 与魔弯弓 与魔搭剑 剑士呼嚣而去 四散逃亡的摩天道弟子 有一个接一个的 倒地毙命 无一例外 全都被诛杀当成 没有一个能逃出 十里之地 没一会儿功夫 便全军覆没 只剩下被阳开擒拿的 那个帝尊镜 还苟全活命 波亚再次弯弓搭剑 剑士近距离地 抵在了他的额头上 笑容妩媚 那帝尊镜汗如雨相 阳开伸手将那剑士 推到一旁 打出了几道劲致 那帝尊镜顿时如死狗一般 贪转在地上 动弹不得 他不知道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总得等慕容小小醒来之后 混个清楚 再决定如何处置这个摩天道中枕 欲知后史如何 昏仰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第3049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声出牵挂 共吹演绎着掌经格点芒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婚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3049集 《内鬼》 危机解除 十几个青阳神殿弟子都松了口气 拖着受伤的身躯上前见礼道谢 杨开也算是青阳神殿的客亲长老 门下弟子有难 触手相助 理所当然 随意勉励几句 便让他们去疗伤去了 波雅对那个摩天道的帝尊敬 有些感兴趣 蹲着身子在他旁边研究 尽管笑容甜美 可那摩天道的帝尊敬 却依然如玉蛇蝎 满面惊恐气的 等不多时 杨开忽然扭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那边一道流光急速迟来 带到镜前露出一道白色的身影 来人风神静朗 剑眉星眸 身上白衣一尘不染 只不过神情却是略显兵了 小白 好久不见 杨开冲他微微一笑 小白衣与慕容小小夏生一样 都是青阳神殿的后起之秀 如今这三位都敬上了帝尊敬 自然就都成了神殿的长老 如今夏生在西域战场 小白衣和慕容小小 则留守在南域神殿 之前小小发出的求救信号 就是向小白衣求救的 小白衣同样也带了一对 清阳神殿的弟子 为了救援师妹 孤身极速迟来 杨开 小白衣眉头一皱 悄悄杨开 又悄悄蹲在他身边的波崖 地缘忽然爆发 和神扑来时 抬手一到惊天剑芒 灯头朝杨开斩下 杨开呵呵一笑 伸出两指 举天一夹 剑芒崩碎 薄如蝉叶的剑刃 被杨开夹在两指之间 剑身污名不止 小白衣无论如何催动地缘 竟都动弹不得 一招之下 自己的地宝竟然被人 用手指夹住 小白衣身色一惊 不等他再有什么反应 波崖已经旋风一般 冲到他身侧 再次弯弓搭建 那剑剑就抵在了太阳穴上 欲如他刚才对付 那个摩天道的弟尊剑 感受到那剑剑上的危险气息 小白衣不敢再动 冷漠的脸色更加冰寒 救人没救到 自己还搭进来了 自然不爽 我能射死他吗 波崖偏头问道 少了 杨开笑呵呵地瞪了他一眼 波崖撇了撇嘴 攻散剑去 又走到那个摩天道的 帝尊镜面前 蹲下身子继续研究去了 肖师兄 是杨师兄救了我 慕容小小睁眼 有些虚弱地喊了一声 其实小白衣在出手之后 就反映过来 自己应该是弄错了什么了 因为地上和四周 有不少不属于 青阳神殿弟子的尸体 而从杨开刚才的表现来看 若他真的想对 青阳神殿的弟子不利 慕容小小等人只怕早就死了 最关键的是 慕容小小分明是在地谋调息 若不是对杨开放心至极 又怎么可能这么做 此刻慕容小小的话 无疑证明了他心中所想 不过他还是皱眉道 给我个解释 他如今得到的消息 依然是杨开判处心境 逃亡魔狱 刚才乍一见到杨开在此 慕容小小又受伤不清 难免会心生误会 这才直接动手 解释起来就复杂了 杨开不想浪费口舌 直接取出了一块令牌 抛了过去 小百姨接过令牌一看 只见那令牌正面 两个大字 其字 晃得人头晕眼花 不禁神色已惊 他也去过西域战场 在某个军团下 笑了以杀敌 自然是知道 这令牌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这可是大帝们亲自出手练制 赐予各军团 军团长的军团长之力 那里更是封印了 大帝们的一道神通 关键时刻可以用来保命的 令牌不会作假 上面依附的大帝气息 沉重地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可是 星界什么时候有了吉子军了 没得到消息吗 见他神色杨凯便知 肖白衣对吉子军一无所知 什么时候的事情 肖白衣皱眉问道 半月之前 肖白衣解释 清清汗手道 最近一个月 我与师妹都在外面 正是因为在外面 所以消息还没有传到他们这里 否则他见到阳开 也不会直接出手 双手捧着令牌 恭敬奉还 哄了红手 有些不太情愿地说道 见过师兄 想当初 大家都是道远镜 一起进的四季之地 现如今 他与慕容小小 下生还都是帝尊一层镜 杨开却已经成了吉子军的军团长了 他看不出杨开的修为如何 但既然是军团长 又怎么可能低于三层镜的修为 这家伙居然已经帝尊三层镜了 肖白衣想不通 他是怎么修炼的 这是打了鸡血吗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杨开好奇问道 这里虽然还是难遇 但距离青阳神殿 也已经有些距离了 若是无事的话 青阳神殿的弟子 不可能会出现在此地 而且是两位长老带队 如此情形 显然是有要事在身 没碰到就算了 碰上了自然又问上一句 肖白衣道 追查摩天道 境界局面外有内患 如果说魔族是星界明面上的敌人 那摩天道便是藏在暗处的冷剑 鸣枪一朵 暗箭难逢 这几年以来 自从摩天道崛起 不知有多少星界中人遭受其害 整个星界对摩天道 可以说是深恶痛绝 不过摩天道这些家伙 平时隐藏得很深 鸣少露出什么破阵 论整体力量 摩天道自然是不如魔族的 但他们狡猾如狐 牵制了星界很大一部分的精力 让星界这边根本没有办法 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两界战场之中 星界各域 各大宗门 都留有强者坐镇山门 就是怕摩天道作祟 这几年来被摩天道灭门的中小宗门和家族不知反击 就连那第一流的宗门 都曾遭遇重创 险被灭门 所以星界如今 但凡有谁发现了摩天道中人的踪迹 那必定是立刻赶尽杀绝的 南狱这边两年前 星神宫牵头 组织各大宗门清查己身的同时 对摩天道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围剿 扑灭了十几个摩天道的据点 让摩天道的嚣张势头为之意外 但藏在暗处的毒蛇杀之不尽 总有漏网之鱼时不时地跑出来搅风搅雨 粤鱼之前 星阳神殿这边查探到了几个摩天道中人在暗处活动 神殿怀疑这边有摩天道的据点暗藏 慕容小小和小百姨便带队出来寻觅追踪 可是不知怎的就走漏了消息 追踪不成 反被人设伏在这里 慕容小小这一队差点全军覆没 要不是杨开正好在附近办事 等萧白衣赶到这里 绝对只能看到遗体 清阳神殿弟子的尸体 到那时候 慕容小小是生是死 只有天知道了 如此说来 你们也不知道怎么暴露了行踪吗 杨开听完之后 开口问道 慕容小小缓缓摇头 皱眉道 我这边行事 应该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才是 这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 敌人的实力也不算多强 与他差不多而已 他一路追踪过来 已经足够小心翼翼 谁知道 还是中了敌人的埋伏 差点死在这里 杨开笑了笑 你不露破绽没关系 有人向外传递信息的话 你无论如何小心 都无济于事 慕容小小闻吟 苍白的脸色 微微一变 低声道 师兄的意思是 内鬼 杨开说话间 抬头朝人群中 一个娇小的女子望去 来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这个女子 只不过当时只觉得 她的气息有些奇怪 没有深思 现在听慕容小小这么一说 哪儿还不明白 她的气息为何会奇怪 还以为你没发现呢 波亚还蹲在 那个帝尊镜面前 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声 你发现了 杨开低头望着她 从这个角度看 正好看到胸前 好大一片风光 波亚吃笑一声 伸手指了指面强的 帝尊镜说道 他们有一样的味道 酸腐的味道 哼 小白衣的脸色沉了下去 冷冷地凝视着 那个娇小的女弟子 慕容小小却是一脸地 不敢置信地表情 其他弟子却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皆都满面地狐疑 被几人凝视 那娇小女子的脸色 顿时有些不自然起来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怯生生地问道 几位长老有何指示吗 肖白衣不答 扬开嘴角 犯起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慕容小小张口直言 杜鹃 你是摩天道的人吗 追随在自己身边 出生入死的同门 竟有可能是摩天道的人 慕容小小一时间 简直有些难以接受 若是一般人也就罢了 关键这个杜鹃 方才在战斗时 可是受了很严重的伤 伤口处现在还在流着血 一身一身都被鲜血染红了 这样的弟子 怎么可能是摩天道的 可这是杨开的推测 他没法不重视 两年前 各大小宗门家族内 肃清出好大一批摩天道 安插进来的内鬼 那一次清查 许多宗门家族都元气大声 青阳神殿还好 只查出了寥寥几十个弟子而已 若这个杜鹃真的是摩天道中人 那就说明 两年前的清查未尽全宫 整个青阳神殿 乃至其他宗门内 还有不知道多少内鬼存在 那样的风波再来一次的话 谁知道会引发什么动乱 慕容小小心中沉重无比 此言一出 十几个青阳神殿弟子 都是脸色大变 提起朝那杜鹃望去 杜鹃本人更是一脸赫然 宣急凄苦笑道 三位长老明见 弟子不是摩天道中人 弟子冤枉 慕容小小扭头朝杨开望去 杨开淡淡说道 冤枉与否口舟无凭 事与不事你说了也不算 看着我的眼睛 画落实 杨开右眼处 漠然一片漆黑 似化作了一个吞噬万物的黑洞 杜鹃本能望来 只一眼便再也挪不开目光 对视之下 此女很快陡似康山 娇小的身躯内竟弥漫出了丝丝黑暗气息 那黑气气息 初始还只是条条纽纽 不太明显 但只是几个呼吸过去 便如潮水一般爆发出来 将它彻底笼罩 魔怨滚滚而动 满是邪力残暴的气息 无须再问 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青阳神殿诸多弟子满面汉然 小白衣轻轻叹息一声 慕容小小目光呆滞 而暴露了身份之后 杜鹃也一改之前的谦卑修举 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立效之时 和身朝最近一个同门扑杀过去 他自知实力不够 不是在场帝尊敬任何一人的对手 只想擒住一个人质 脱身要紧 那同门还在震惊之中 又有伤在身 哪能反应得过来 等杜鹃扑到尽前 再想反抗 已经来不及了 心中惊呼 无命休矣 闭目等死 没死成 杨开伸手抓住了杜鹃 娇小的人 怎么也摆脱不了 那无形的束缚 绝境之下 杜鹃立声冷笑 这天下 早晚是魔族的天下 而等明完不灵 必定死无丧身之地 若想活命 不如随我一起投靠摩天道 还有一些生计 被识破身份 又被杨开擒在手上 他非但不开口求饶 反而是还出言威胁 当真是气焰嚣张 不容小小一脸地痛心急爽 记忆中那个容易羞怯的杜鹃 可不是这个样子 杨开轻轻一笑 摩天道的人这么告诉你的 杜鹃冷哼 西域战场 星界节节败退 魔族大军莫兵立马 大地陨落魔域 但魔圣出手 星界何人能到 杨开缓缓摇头 你所知道的都是老黄历了 两界战场如今有了变故 你怕是不太清楚 什么变故 杜鹃冷声问道 杨开道 两界通道已被封印 魔族大军后援已断 魔族强者无法突破戒闭封锁 那西域战场上的魔族大军数量虽多 但被蝉食殆尽 只是早晚之时 杜鹃一正冷笑道 杀在这里妖言获重 杨开一笑 你信不信没什么关系 不影响两界局势 鲁鹃漠然片刻 体内忽然跌宕出极其危险的气息 体表出的魔元更是骨荡不休 整个人仿佛随时可以爆裂开来一样 同时冷笑道 在黄泉路上 先等着你们 落在杨开手上 他自知逃脱无望 竟是直接求死 倒也果断得很 也不知是不是被魔旗侵蚀之后 影响了心性的缘故 形式颇有魔族的风范 慕容小小脸色大变 疾呼道 天魔截雪 是顺小脸 杨开又启会毫无察觉 杜鹃气息变化如此明显 不管是天魔截雪还是什么 反正看起来都像是类似自爆的秘书 他连忙催动魔元压制过来 数量竟是压制不了 荒效之中 杜鹃娇娇小得身子膨胀起来 好似下一瞬间就要爆裂开来 杨开皱了皱眉 手一抖 手上的人直接消失不见 那危险的气息也随之湮灭无形 虽是摩天道 但毕竟是青阳神殿的弟子 只是被魔旗侵蚀 坏了心性 若能救治回来的话 未必不能重新做人 杨开不想杀他 也不会让他自爆 直接收进了小玄界中 以他小玄界主宰之力 压制杜鹃的自爆 绰绰有余 果不其然 被收进小玄界后 世界之力笼罩下来 杜鹃身上那狂暴的气息 逐渐消弭 很快便平稳了下去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五十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五十集 血魔秘书 一个大活人 忽然就怎么消失不见 又引得一群青阳神殿的弟子 惊呼不已 小白衣和慕容小小 同样一脸争讯 想知道杨开把杜鹃 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杨开传音 告知了他们一声 两人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自己的队伍中 居然有一个内鬼 倒是让慕容小小心情沉重 小白衣那边 也带了一支队伍 不知道其中 还有没有隐藏的摩天道中人 好在杨开和波雅 都有洞察之力 只需等那一队人马赶过来 瞧一瞧就知道结果了 查出什么了 迎开低头朝波雅望去 波雅道 应该是血魔一族的秘书 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恐怕是最近几年才研究出来的 摩天道的人为何被魔器侵蚀了 还能维持神志 甚至平时隐藏在星界中 无人能够察觉 这一点星界这边一直没搞明白 若是能破解这一层关键的话 或许以后再见到摩天道的人 就能发现一些破诊 波雅方才便是在研究这个 听他说是血魔一族的秘书 杨开不仅眉头一阳 一道神念 投入到了小玄界中 显化身影在白卓和波雅面前 白卓虽是欲如梦麾下大将 但他却是出身血魔一族 若摩天道的人中是血魔一族的秘书 白卓应该能够洞察一二 神识投影的同时 杨开将那杜鹃也招了过来 天魔节血被压制 自爆没成 杜鹃此刻昏迷了过去 静静地躺在那里 恢复了本来的样子 娇小的身子蜷缩成一团惹人连海 杨兄何时 白卓瞧了一眼杜鹃 开口问道 杨开道 我记得白卓兄以前数次前往两届战场和魔狱 白卓汉手道 不错 数年大战 他回了魔狱好几次 也返回战场好几次 既如此 那你可曾听闻过摩天道 杨开伸手指了指 面前的杜鹃 白卓一笑道 自然是知道的 怎么 这女子便是摩天道的人 是 杨开点点头 贵亚说 他应该是中了血魔一族的某种秘术 所以想请白卓兄查探一番 看看是否能够救回来 白卓文言道 摩天道的那些人 确实中的是我血魔一族的秘术 不过 这种秘术到底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不负责此事 不过 我倒是可以给他看看 至于能不能救回来 我也不敢打包票 尽力而为吧 那就有劳白卓兄了 杨兄客气了 对了 杨开忽然又想起仪式 开口混道 真正的魔族见到摩天道的人 能分辨得出来吗 白卓瞧瞧昏迷在地上的杜君 说道 我能看得出来 他身上的魔气隐藏得虽身 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痕迹的 伯雅也在一旁汗手道 正是如此 杨开想了想 抬手一招 身边又多出来一个人 正是那第一个被杨开收进小巡界的魔族 霍伦 这家伙似乎正在打坐修炼 被杨开从品资三方中 招过来的时候 还保持着修炼的姿势 片刻后方才察觉不对 睁眼之时 吓了一大跳 不迭的行李 杨开不与他啰嗦 指指着地上的杜君道 看看这个女子 可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霍伦不知情况 小心翼翼地打量了一下杨开的神色 这才认真地关注杜君 好半上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此女身形较小 年纪不大 容貌嘛 马马虎虎 身材一般 杨开抬手打住 可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 霍伦倍感压力 吞了口口水说道 不知道大人 所问是指 他被魔器轻染过 他被魔器轻染过 霍伦赫然 又低头仔细审视着杜君 然后使劲摇头的 这倒是没有看出来 这可奇怪了 波雅能看出来的事 霍伦居然看不出来 两人的修为相差也不是很大 霍伦好歹也是个下癖魔王 若是连霍伦都看不出来 那就只能说明摩天道中人体内的魔器 隐藏得的确够深 至于波雅 杨开想了想 只能判断是他天生的目力不凡的缘故 他毕竟是羽魔 修有铜树在身 能看到旁人看不到的东西也合情合理 小轩界内神念投影与白卓伯雅交流 外见杨开也没闲着 指挥伯雅对那摩天道的帝尊景 严加拷问 探寻摩天道据点所在 摩天道的人虽然隐藏得都很深 但此人既是帝尊景 那么肯定已经有资格接触到了一些 普通弟子接触不到的信息 难得胡捉了一个 自然是要好好打探一分 波雅也不负杨开期望 好歹也是个魔王 心训拷问之事虽然不擅长 却也自有手段 那摩天道的帝尊景 又被杨开种下尽致 毫无反抗之能 没多大一会儿便承受不住招了 摩天道据点无数 别的据点他不清楚 只不过他却是从一个 叫白居镇的地方赶过来的 据他所说 那白居镇明面上看 没什么奇特之处 但却有不少的摩天道人 藏身其中 混迹事情之间 无事实与常人无异 若得赵怀 则立刻动身 赶往不同之地执行任务 他这一次就是受到了赵怀 才会来到此地的 只不过半道上就感觉 有人在跟踪自己 小心使人 在这附近不停地兜圈 想要查探清楚 便在这时 杜鹃悄悄传讯过来 得到青阳神殿这边的人员和部署之后 这位摩天道的弟尊敬 便将计就计 设服慕容小小这一队人马 再之后 就是杨开赶来时看到的事情了 此地没有摩天道的据点 肖百姨闻言皱眉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不知道 那摩天道的帝尊竟摇头 我只是奉命而来 谁让你来的 肖百姨诱惑 不知道 话音未漏 一直蹲在他面前的波雅 便冲他妩媚一笑 仙心玉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摩云一催 往他体内灌入 下一刻 这摩天道的帝尊敬 便闷哼一声 露出极为痛楚的人色 那裸露在外的皮肤下 好似有一条条小舌子游走如动 看起来骇人至极 只短短三细功夫 他便双目充许 心里惨嚎起来 好似承受了巨大的折磨 惨嚎之中 此人还物质说道 我真不知道 我只是奉命而来 要找神所为何事 应该不知 波雅抬头望着阳开 阳开无动于衷 他便继续失回 惨嚎声由高亢 变为低迷 那摩天道的帝尊竟 只把嗓子都喊哑了 一身衣衫尽被汗水打湿 整个人歪倒在地上 不停地金鸾抽搐 眼珠子翻起 好似随时都有可能死去 死去之地 慕然间 滴滴的声音 从那摩天道的帝尊竟口中蹦出 声音虽小 阳开却听得一清二楚 连忙开口问道 你要去四季之地 尽管动作微弱 那帝尊竟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阳开眉头一皱追问道 一与何为 他也是要去四季之地的 而且此地距离四季之地所在的地方已经不远了 没想到摩天道这个帝尊竟也要去四季之地 怪不得会在这里碰上 大家目标相同 那自然是有了遭遇的机会 这下 那帝尊竟倒是没法回答了 直到波亚将他折磨得昏迷过去 也没能再给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要么是他意志力足够坚定 能保守住秘密 要么就是他真的不清楚 后一种可能巨大 真要是意志坚定之人 就不会吐露之前的东西了 问无可问 杨开抬手将此人收尽了小玄境 倒不是联系他的性命 只是可以让白卓多一个试验的对象 若是能借此人的身体 让白卓研究出破解了血魔秘术的方法 那么日后再擒住摩天道的人 未必就不能拨乱反正 让他们重回清明 不过事情牵扯到了四季之地 杨开倒是有了一些意外 陈尹一番开口道 小白 你带弟子们先回神殿 我去四季之地 看看摩天道到底在搞什么鬼 同志 小白已严谨意害 杨开失笑 指了指慕容晓晓道 你若同去 慕容师妹怎么办 你放心他一个人回神殿吗 以慕容晓晓如今的状态 还真没法让人放心 更何况 他这一对的弟子也多有伤在身 摩天道的人既然奉命前往四季之地 那么肯定不止一拨人马 万一在回去了路上碰到了 神殿这些弟子 恐怕凶多吉少 小白衣皱了皱眉 也知道杨开说的是实情 不过还是道 你不是可以将他们收起来吗 杜鹃和那帝尊姓都被杨开收下了小玄契 其他人自然也是可以的 这对杨开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杨开缓缓摇头 让你回去不只是因为慕容师妹他们需要疗伤 还有一事需要你去主持 对神殿来说 比起四季之地更加关键 四季之地那边到底有什么事 暂时还没法确定 但神殿之事却是迫在眉睫 小白衣听他说的严肃 不解道 你是指什么 杨开凝声道 今日找出来一个杜鹃 神殿内难道就没有第二个第三个 或者更多的杜鹃吗 说着话 冲波亚招了招手 带他走到身边才说道 你带他回去悄悄醒世 将神殿内的所有内鬼全部找出来 方才杜鹃的异常 波亚能够察觉 那就说明他能够看穿摩天道的伪装 神殿内部如今 还不知道有没有更多的内鬼存在 杨开如今分身无暇 让波亚去一趟是最好不过 波亚没想到 他竟要指使自己做这种事 忍不住瞪了杨开一眼 不过也没有反对的意思 反正总比待在小玄界中要好得多 自从李世晴被送出小玄界后 他在小玄界中便无所事事 待得人都快发霉了 小白衣迟疑地瞧了波亚一眼 杨开微微一笑道 放心 他虽是魔族 但也算是我的人 我既然让他跟你回去 那就没有问题 小白衣这才轻轻地汗手 身为星界中人 对魔族有着本能的排斥和厌恶 不过杨开既然这么说了 那他也不宜有他 如今神殿内是何人主持事务 杨开问道 求大长老 杨开轻轻点头 将事情跟大长老仔细说明 一切小心行事 切莫走漏了消息打草惊蛇 我知道 小白衣应了一声 张义妥当 小白衣却没有急着离去 而是等在原地 他那一对弟子还没有赶来 慕容小小的队伍中有一个杜鹃 而他的队伍中 也不知道有没有魔剑道的人藏身 不过杨开却等不了那么多了 告诉波亚全力配合神殿行事 又给他留了一枚自己的空灵珠 在众人的目送下孤身前往四季之地 一驻相好 另一对青阳神殿的弟子匆匆赶来 人急之后 小白衣扭头朝波亚望去 波亚缓缓摇头 小白这才松了口气 没什么好耽搁的 当节领人返回青阳神殿 不过虽有阳开的保证 小白衣还是对波亚抱有一定的警惕之心 这毕竟是个魔王级别的强者 万一波亚突然发难 以神殿众人如今的状态 虽能对付得了他 但必定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尤其是受伤状态的慕容小巧 小白已始终站在他与波亚的中间 除此之外 还有一桩男士让小白有些无奈 那便是波亚魔族的特征 太过明显了 身为羽魔 背后一双洁白的翅膀 想让别人不注意都难 若真的这么领着他回去 只怕还没等到神殿 就要被人跳出来降妖除魔了 好在波亚能动用秘术 将自己的翅膀暂时收起 小白又寻了一件黑色的东帽外套 将波亚裹得隐隐实实 这才安稳上路 四季之地距离青阳神殿弟子 遇险的位置不算远 几万类而已 杨海来自 本只不过是想查探一下 四季之地的情况 甚至都没抱什么指望 能查探出什么 只为了能给爹娘一个宽慰和交代 谁知摩天道的人 对四季之地竟也是兴致勃勃的样子 这让他不免有些疑惑 杨潇杨血能够进入四季之地 是因为穷奇开路 穷奇好歹是岁月大帝当年的座奇 大帝陨落之后 在四季之地的岁月神殿内 沉眠无数年 他能开启四季之地并不奇怪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脸巅峰》 第3051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脸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脸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婚迎继续收听 《五脸巅峰》 第3051集 周全 摩天道的人 为何会来四季之地 要知道这地方 在南狱中 已经存在了无数年头了 每隔一定时间 都会开启一次 道远镜以下的舞者 得以进入其中历历 如今距离下一次开启之日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摩天道的人就算来了 又如何能够进入其中呢 又或者说 摩天道的目标 并非是四季之地 而是那一块区域中 有什么东西 值得他们关注 无论具体情况怎样 杨开都得赶紧去查探一份 才刚刚赶到地方 杨开就发现了异常 四季之地的入口 位于一个无名山谷的上空 石后未到时 不漏端倪 石击到了 那天宫中就会出现 进入四季之地的门户 山谷无名 也没有什么天才地宝 所以平常时候 这个山谷 一般都是人气寥寥 无人关注的 但此时此刻 这山谷内却聚集了不少人 一支支祸大祸小的队伍 四面八方 分散在无名山谷的各个角落 皆都隐藏身形 藏身在丛林的山洞之中 这些队伍的人数 有多有少 多得上百人 少得则十几个人 但无一例外 皆都有帝尊镜的领头 那十几个帝尊镜中 修为有高有低 从一层镜到三层镜者皆有 若是去魔狱之前的阳开 今日来此 恐怕还得小心一些 免得被人发现了踪迹 但如今他神魂修为暴涨 比伪帝半圣 都要强出老大一劫 有心隐匿气息的话 山谷中这些人 根本不可能察觉到 他的存在 没什么异常 但阳开觉得 这些汇聚在山谷内的人 十有八九都是来自摩天道 周梅查探了一阵 阳开决定静观其变 事情牵扯到了四聚之地 绝非等闲 他若是现在出手的话 有白卓和薄牙的相处 固然能将这些人 杀个丢亏弃家 但想要打探 他们来此的目的 恐怕不是一事 毕竟此前被丢进小玄界的那个地尊敬 都不太清楚来此地的目的 其他地尊敬未必就了解 这些人大概都是奉命而来 既然是奉命而来 那就说明有什么人给他们下了来此集合的命令 这个人在摩天道中绝对会高权重 旧可能是一个伟地 杀这些小鱼小虾 自然不如带一条大鱼 如何选择再简单不过 接下来十几日功夫 阳开头隐匿在四聚之地的某处 在暗中观察着这些摩天道的动静 他本来还想 是不是可以找机会混入其中 但那一支支队伍中的人 似乎都互相认识 杨开一枚学过易容之术 二五改头换面之物 想想也只能做罢 白天里 这些摩天道的家伙都安静得很 各自躲在藏身之处打坐修炼 到了夜间 他们却是忙碌起来 阳开观察了十几日功夫 发现这些人 似乎是在布置一个阵法 一个规模宏大的阵法 几乎囊括了 整个四聚之地门户 所在的无名山谷 阵法并非人人可以摆弄的 不过这些摩天道的人当中 有一个本事不足的阵法师 在他的主持指挥之下 莫名大阵逐渐成形 阳开将那阵法的种种关键 悉述气象 烙印进玉剑之中 白天的时候就找机会将玉剑用空灵珠送回灵骄宫 请教南门大军 不过摩天道的阵法是一点点的布置起来的 阳开所得的信息也不全面 所以南门大军纵然是地震师 破解起来也费了些精力 几日之后 南门大军传讯过来 告诉阳开这应该是一个召唤阵 但是在普通的召唤阵上 做了一些改动 阵法不全 南门大军无法判断摩天道的人到底要召唤什么 当即请命要从灵霄宫赶过来 亲眼瞧一瞧看一看 对阵法仪式 他可是感兴趣得很 阳开果断拒绝 南门大军只有帝尊一曾经 真要是来了这里 肯定没法隐匿气息 就算有自己掩护 说不定也会暴露行踪 阳开不同意他过来 南门大军也很无奈 只能盯住阳开道 此阵威力如何暂且不论 既是召唤阵 那公主就要防备摩天道的人 是否在召唤什么绝世凶物 若真如此 公主还请小心为上 阳开回道 我知道了 南门大军不知他全界诸中 还藏身三位半生 就算摩天道的人 真的召唤出来什么绝世凶物 谁杀谁还不一定呢 阳开可不相信 摩天道的人召唤出来的东西 能比三位半生联手还要厉害 听出阳开的敷衍之意 南门大军再次郑重叮嘱 海景公主最近几日仔细观察 此阵应该是缺了什么关键之物 若有发现立刻告知属下 缺什么阳开不知道 但南门大军既然有此判断 那便有他的道理 阳开自然只能更加用心地观察 又是几日后 那大阵似乎越来越完善了 一块块阵机暗藏在山谷之下 外表看不出任何端倪 整个无名山谷都被一股莫名的气息笼罩 让人感觉有些压抑 便在这一时 小旋舰内忽然传来法身的传讯 阳开察觉之后神思一喜 一边继续观察那大阵的变化 一边神念投影小旋舰内 见阳开现身 伯牙和白拙都拱手道 阳兄 阳开低头望着盘西坐在地上的一个中年男子 挑眉道 就回来了 这个中年男子正是此前被生擒的摩天道的帝尊敬 这些日子白拙一直在研究破解雪魔一族 在摩天道身上的秘书 直到今日方才有所进展 此时此刻 那中年男子脸色苍白 一身气息虚浮至极 看样子受创不惊 听到阳开声音之后 此人连忙睁眼 挣扎起身 阳开微微一笑 抬手在他肩膀上虚暗了一下 示意他坐着就好 此人估计也是实在没什么力气 只能坐着给阳开行了一礼 剥谢阳公主救命之恩 真的就回来了 阳开挑眉 白拙手腕一分 手心上一滴阴红的鲜血 犹如虎物一般挣扎如动之 不过那鲜血之中满是魔性和邪力 这赫然是一滴魔血 白拙道 这便是祸根了 阳开朝那一滴魔血望去 皱眉道 怎么讲 白拙道 有血魔在他身上种下了自己的精血 流以全身经络血肉 平常使好破险于形 斗战之时却会激发魔性 所以想要救他的话 就需得将这一滴精血温泉地抽离出来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在他本身也不是主动加入摩天道的 潜意识力本能地排斥这一滴魔血 如此方才有机会拨乱反正 不过就算如此 在施术之前 他的生死也在无物之间 闻言扬开眉头一皱 也就是说 就算日后我能请到摩天道的人 也不能保证将他们救回来 白拙缓缓摇头 我能力不够 他是半生 连他都说自己能力不够 难道还能去找血力不成 杨开心中一叹 不过好歹救回来了一个 倒也了作安慰 又转头望向一旁昏迷的杜鹃道 他怎么样 能救回来吗 白拙不敢把话说死 我尽泪而为 杨开心之 也只能如此了 转头望向的中年帝尊敬道 怎么称呼 对方有气无力地打倒 周全 一番问答 杨开知道 这位周全 本是西域一个中等宗门的长老 西域战事爆发时 为了掩护同门撤退 落入魔族手上 本以为必死无疑 谁知魔族只是将他关押 过了一阵子 有魔族强者 带他去了一间密室之中 给他种下了邪术 然后他就成了摩天道的人了 这也是白拙之前说他不是主动加入摩天道的原因 他是为了掩护同门才落入魔族手上的 而据他所说 被魔族勤获的武者 有很多都被带去种下了血魔精血 转化为摩天道的一分子 这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无法承受当场死亡的 但只要是没死的 那之后便对魔族中心耿耿 宛若变了一个人死的 如今这周全体内邪术被迫 意识重回清明 回想起之前的那段日子 简直是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会心甘情愿地为魔族卖命 言之此处纵然虚弱 周全也是一副咬牙切齿 双目赤红的模样 杨开笑了笑道 现在就有一个报仇的机会 敢不敢跟我一起 周全当即震生他 有何不敢 只要能上魔族 周全便送了这命又有何妨 本在几年前就该死的人 不需送命 只需你带我打入摩天道内部 杨开微微一笑 他本就有打算混入摩天道中间 只是一直找不到机会 如今白卓将周全救回来 倒是给了他一个机会 周全也是个聪明人 听他这么一说 当即眼前一亮 杨公主是指四季之地的事情 不错 我如今就在四季之地中 不瞒你说 如今案里聚集了不少摩天道的人 周全汉手道 如此正好 周某便陪杨公主走一趟 你却恢复一下 稍后会带你出去 周全手一分 递过去一个浴盒 内中放了一枚疗伤恢复用的灵灯 周全接过道谢 扶下灵灯打坐起来 山谷中 摩天道的人依然在忙忙碌碌 不过看样子 大阵成功之日就在这几天 那个阵法师更是来回巡视游走 不断地发出各种指示 待到天明 摩天道众人又各自散去 回到自身的藏匿之所隐身顿迹 而与此同时 四季之地千里之外 杨开的身影显露出来 手一挥 周全现身一旁 请杨公主吩咐 周全公首道 一夜恢复 脸色虽然依旧苍白 但比起昨夜 却是好了很多 最起码有了一些行动 和自保之力 杨开将四季之地那边的情况 简单地跟他说了一下 接着说道 此行以你为主 我跟着你 无需做什么 只需要让他们认可咱们 让咱们加入就行 周全道 这个简单 到时候杨公主看我 眼色形式便可 那就行 出发吧 杨开微微一笑 周全当即领露在前 杨开落后一个身位 跟在他的身后 同时穿上早已准备好的衣物 这笔头领 没办法 他如今在星界的知名度太高 万一碰到一两个他见过的 那恐怕马上就要暴露身份 如此装扮虽然可疑了一点 但只要应付妥当 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这几日观察下来 发现那摩天道中的许多人 都有一容的痕迹 也有一些 如他这样遮蔽头领的 想来那些人 虽然奉命汇聚此地 但也不想让彼此知道 自己的来历和身份 所以他现在这个样子 应该不是太突兀 准备妥当 两人当即出发 朝四季之地 门户所在的山谷 直直行去 飞不多时 杨开轻笑道 周兄 此行我们只是要混入摩天道内部 并非立刻动手杀人 还是将你的杀器收一收吧 周全文言 深吸了吐吸了几口 平复心情 待杀器尽脸之后 才开口说道 想起我宗门中人 周某情不自禁 杨公主见谅 杨开道 我理解 不过总会有机会的 继续前行 周全得了提醒 倒也没再露出什么破绽 在进入了四季之地的山谷后 立刻有一道神念 从不远处探来 杨开感受得清楚 知道这神念来源的方向 应该是那阵法师所在的位置 在背后那条大鱼 没有露面之前 此地所有事情 都是由那阵法师在主持 周全扭头朝那个方向望去 耳畔便传来杨开的声音 没有迟疑 领着杨开便朝那个方向行去 不多时 两人便来到了一个山洞的前锋 那山洞前 一个面白无虚的男子 身形挺拔 挡在洞口处 整个人犹如一柄出窍的泪剑 剑夜冲天 给人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此人修为也是极为不俗 赫然有帝尊三层镜 正是这一日一直跟在那阵法师身边 负责保护那阵法师安全的强者 在杨开暗中观察的这些日子中 此人便与那阵法师形影不离 见周全和杨开到来 面白男子八风不渡 只是冷冷晃来 待到近前 周全一言不发 直接取出了一块漆黑令牌来 朝那人抛去 那人结果查探一番 确认无疑 再将令牌抛还 不过依然没有让路的意思 反而伸手做了一个醒的手势 欲知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3052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婚姻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3052集 潜伏 周全歪头看着杨开 杨开会议 古道魔员 煞世间摸起滚滚 笼罩身躯 他没有显露上品魔王的修为 指引下品魔王的气息 世人倒也不怕别人看破 除非神魂修为比他更强 负责没人能看穿 那白面男子是 帝尽三层镜 自然是看不透的 见杨开显露魔员 他面上的警惕 这才放松许多 摩天道的人 个个都有魔气在身 所以纵然互不相识 只要展露魔员痕迹 那大家便明白是自己人了 先前周全 取出来的令牌 只是多了一层身份验证 杨开显露魔员时 周全道 来的路上被人伏击 受了点伤 暂时不变诗书 还请见谅 他体内的魔血 已经被白灼抽离出去了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再显露出魔气的痕迹来 不过他此刻确实是一副 重伤未遇的样子 这番说辞倒也没什么问题 反正杨开已经表露了身份 想来在这星界中 还没有什么正常人 愿意跟摩天道的人为伍的 那白面男子果然不已有他 只是眉头一皱到 遇到什么人了 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吧 周全汉首道 冯雪都已经杀了 不过我带来的人却死得差不多 如今只剩下我与师弟二人 那白面男子轻轻焊手 无妨 有你们两个也足够了 先进来吧 见过孙大师再说其他 说完之后 转身领着周全和阎黑朝内兴去 山洞外窄内宽 里面聚集了几十号人 都是最近跟着那阵法师一起布置阵法的 而那阵法师便是白面男子口中提起的孙大师 此时这位孙大师正在打坐挑戏 白面男子将杨开和周全 带至他身前 与他说了几句话之后 孙大师微微汗手道 本叫你们过来协助本座布置阵法 如今大阵差不多已经布置问题 你二人便留在这里暂且留声吧 三日之后有需要你们出力的地方 是 谨尊孙大师吩咐 周全应了一声 便要领着阳开下去 正转身时 那孙大师忽然望着阳开道 你师弟这藏头露脸是见不得人吗 周全拱手道 师弟年幼时遇过一场大祸 坏了样貌 不太方便示人 他的回答没有丝毫停顿 显然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孙大师又瞧了一眼阳开 但也懒得在这种问题上多做纠缠 在他看来 只要阳开等人能过了白面男子那一关就行了 问这个也是随口 倒是那白面男子神念涌动 似要查探一番周全所言 是真是假 可他哪能看得到 神念扫过 阳开面容一片模糊 不禁皱了下眉头 还以为是阳开身上佩戴了什么秘宝所致 那孙大师不再追究此事 他也不想节外生枝 虽有波折 却总算是过了关 看似简单 可若是阳开无法催动魔源的话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来到此地 摩天道的人恐怕也想不到 这世上会有阳开这样的艺术 不过这种手段恐怕也只能新阶段用一下了 等日后阳开从魔狱返回星界的消息彻底暴露出去之后 摩天道的人肯定会有所警觉 到那时候再想这样就行不通了 两人来到了山洞的一角 找了个无人的角落盘膝大作 周全生事未遇 确实还需要聊生 阳开则在暗暗地观察这山洞中助人的修为实力 其实早就查探清楚了 不过小心使得万年船多看看总是没错的 方才那孙大师说 三日之后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 阳开暗暗猜测 那大阵应该三日之后就能布置完全了 到时候阵法运转 也不知道要他们出什么令 南门大军说 这个大阵是召唤之阵 可以召唤什么爵士胸部来 但四季之地中有什么爵士胸部 而且既是召唤 那肯定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阵法只是根基 那代价又是什么呢 难不成是要摩天道这些人血迹 若真是如此的话 也不知道摩天道这些家伙愿意不愿意 不过不管怎样 事情三日之后应该就能见分晓 阳开也只能静静等待 接下来的几日 白天的时候 摩天道的人依然蛰伏 到了夜间则外出布置阵法 不过那孙大师并没有要招呼阳开和周全的意思 一则两人言明有伤在身 二则阵法已经快要布置完全 要不要他们也无所谓 只需运转之时让他们出力便可 所以两人倒是在山洞中安稳地待了几日 到了第三日夜间 月上柳梢之时 孙大师忽然起身 一直暗中关注他的阳开 发现他的神情明显变得激动许多 深吸一口气 朗声喝道 所有人随我出来 说完之后 当先迈步朝外行去 几十号人没有迟疑 紧随而去 进了山洞 阳开发现 这些日子藏身在山谷内的摩天道中人 都在这个时候走了出来 各自领着人朝这边飞驰而来 不大片刻功夫 几百人便汇聚一处 那孙大师目光扫过 微微笑着说道 所有帝尊敬上前一步 化落之时 二十多人纷纷上前 阳开和周全自然也在其中 那孙大师见状点头 手一抬翼 二十多枚遇见 积始而出 每一个帝尊敬都有对应 同时开口说道 这遇见之中有大阵法门和阵卫 各位 劳紧于心 阳开伸手接过那遇见 神念一探 发现确实如那孙大师所言 遇见中记载的是大阵运转的法门 还有他等会儿需要站的位置 法门应该是一样的 阵卫每个人都不相同 这一个无名大阵竟是需要二十多位帝尊敬 一起合理才能激发 不管它有什么作用 这般规模就非同翻向 难怪之前布置起来都需要耗费极长的时间 阳开抬头看了周全一眼 神念涌动 悄悄地给他传音一句 周全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遇见中法门不难懂 能修炼到帝尊敬的人都不是笨蛋 自然很快记住 那孙大师也于此刻飞升到了一处位置 朗声道 大事成于今日 事成之后 自少不了诸位的赏赐 诸位入阵吧 话落时日 二十多位帝尊敬各自飞腾 落向自己所在的阵位之中 阳开与周全隔了几里 分出两个方位 如此一来 若是真的事有变故 他也无法照应到对方 不过方才他也暗中知会周全 他自能安全脱身 大阵将起 众帝尊敬入阵 阳开却是胡疑不及 按南门大军此前的说法 这个大阵还缺少了一个关键 这些日子他也没有看到那孙大师有什么特别的举动 难道在不知不觉间那所谓的关键已经被弥补上了 这个时候他也不方便再联系南门大军打探询问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而且他猜想中的大鱼也没有露面 不知道是他推测有故还是时机未到 若是前者倒也好办 眼前这些人虽多 但还真不够他杀的 若是后者的话 就需要静观其变了 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阳开也不急于一时 他倒要看看 此地这个大阵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名的 众帝尊敬入各自阵位 其他舞者则在那孙大师的指挥下 来到了大阵最中心的位置处 各自盘膝坐下 几百号人不多 汇聚一处也不算少了 一切妥当之后 那孙大师才略带亢奋的断和一声 停阵 话落之时 众帝尊敬各自变换法觉 催动自身力量 煞时间 一道道光芒自个人脚下绽放 冲天而起 将整个山谷都照耀得先毫避险 那耀眼光芒又迅速收敛 化作一条条流光溢彩的阵纹 朝大阵中心处回去 便在这一时 只听扑的一声 汪名不止的大臣忽然站立不休 应有要崩溃之兆 孙大师脸色一变 扭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直见那边周全脸色苍白 口喷鲜血 摇摇欲坠 方才那异常响动 正是他的吐血之声 孙大师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周全一声惭愧道 之前所受伤势 孙大师根本没让他多说 怒骂一声 废物 急忙指示身边那个白面男子 上肩顶踢 这个阵法需要所有人一起合力 才能催动 周全这边出了问题 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若不及时弥补的话 整个大阵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崩溃 好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弟尊 三层性的护卫 这个时候正好派上用处 那面白男子飞身入阵 直接提起了周全的衣领 将他丢了出去 法觉变幻之下 紊乱大阵很快重新安稳下来 山谷之中 阵文亮起 徐徐流转 朝最中心处汇聚 若从高空俯瞰 当可见这山谷中的阵文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阴阳语图案 那阴阳二鱼宛若活乎在山谷中游窜 一到晴天霹雳 惊雷乍响之时 一人随着霹雳凭空现身 现身之处正在大阵中心的高空 身处大阵中的阳凯神色一领 内心振奋起来 这阴来人赫然是个伪弟 忍不住想要仰天狂笑 他在这里折服苦后多日 所谓的不就是这条大鱼吗 之前那孙大师要起阵之时 阳凯还以为自己猜测有误 压根就没有什么大鱼会来此地 差点就直接动手杀人了 静好多等了一会儿 如今看来大鱼是有的 只不过这家伙小心谨慎得很 应该一直隐蔑了气息躲藏在暗处 直到此刻方才现身 悄悄打量过去 只见来人一身儒雅打扮 好似私属里的教书先生 面上挂着谦和的笑容 如此人物就算面对面碰上了 只怕也没人会觉得 他是摩天道中人 没敢多看 阳凯扫了一眼就立刻收回视线 此人现身之后 那孙大师立刻恭敬行礼 见过风君 风君抬手 努必多礼 此地之事辛苦先生了 孙大师道 能为风君效力 是孙某荣幸 谈何辛苦 风君汉手 对孙大师的表现显然很难以 两人的对话传入阳凯耳中 阳凯立刻明白了来人的身份 他回星界才没几天 对摩天道了解的也不算多 但是在那有限的情报之中 他却知道 摩天道的道主正是夜影大帝残业 而残业麾下有风陵火山四大军事 各个都有伟帝修为 来人是伟帝 那孙大师又称呼他为风君 那么显而易见 这家伙绝对就是残业麾下的四大军事之一了 这可真是钓了一条好大的鱼 杨凯迪美怕掩饰不住心中振奋 露出什么破绽 孙大师又道 启禀风君 此前一切已经准备妥当 很好 风君微微一笑 此间事成 先上当界投工 回头到主那边 本座定会替你轻赏 孙大师喜行于色 垂手拱手道 多谢风君 风君不再多言 而是神色疑速 双手虚脱于前 神色虔诚 好似捧着什么神圣之物 可是他手上明明什么东西都没有 下一刻便有了 凭空出现了一根白色的骨头 骨肠一尺有鱼 两头弯弯 看起来毫不起眼 不是什么天才地宝 更不是什么异兽遗骨 甚至连半点灵性都没有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根骨头 风君却是视若珍宝般的对待 阳开不禁皱了皱眉 不知道这骨头暗藏了什么玄虚 他若没有看错的话 这根骨头应该是一节肋骨 而且是人腹下的肋骨 从那色泽上看 这肋骨的主人应该死去很多年了 也不知道这么一根看起来普通至极的肋骨 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请出白色肋骨之后 那风君忽然抬手猛地朝下方一拍 他所在位置的下方 正是那几百摩天道弟子横西打坐之地 此时此刻 这些舞者皆都在闭谋调息 哪里想到突然灭顶之灾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些人连帝尊敬都不是 就算是能提前知道风君会朝他们出手 恐怕也没法反抗什么 一掌之下狂风大作 龙卷应声而起 将那几百人包裹其中 煞时间惨嚎声一片 语之后是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3053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声出牵挂 共吹演绎着掌 金鸽蝶芒 谁咒浮尘又算得到吗 欢迎继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3053集 《岁月神殿》 大战之中 二十多个帝尊径 各个脸色大变 惊骇地望着风君 他们显然也不知道 风君会如此行事 那些人可都是他们带来的 风君既然出手 会不会对他们也赶尽杀绝呢 纵然已坠入魔道 成了摩天道的一份子 对生命的眷恋 依然是不会有所改变 生死危机关头 所有人考虑的 都只会是自己 孙大师事实地低喝一声 周围收恩勿躁 大阵运转之时若是中断 周围都会受到反噬 而且风君所需血迹之物 已经足够 无需而等再处理 周围只需继续维持 大阵便可 此言一出 不管是真是假 帝尊敬强者们 多少心安了一些 不过不可避免的 对孙大师隐瞒此事 还是有些不爽 更不爽的是 这大阵一旦运转起来 居然不能中断 强行中断 对所有人都会有所反噬 回忆不动声色的便是杨开 只因他有与那风君 一较高下的本钱 而且这大阵果然是需要血迹的 杨开之前就有所猜测 只是无法肯定而已 现在风君来了这么一手 无疑证实了他心中所想 龙卷之中 参叫声只不过几夕功夫便停歇了 那摩天道弟子虽然不少 足有几百之多 但在伪帝面前 还是不够看的 一招之下 所有人都命丧当场 风君勾手 旋转的龙卷露出一道缝隙来 从那缝隙之中 一道烟红血河栩栩栩流淌出来 顺着他的指引到他面前 流进了他手上的肋骨之中 鲜血入骨消失不见 极为古怪的一幕 那骨头明明没有半点神奇之处 可偏偏能吞噬鲜血 甚至连颜色都没有半点变化 几百人被杀汇聚的鲜血 何其之多 但在风君的牵引之下 鲜血不断地流入肋骨之中 慢慢地平淡的肋骨 终于有了一丝变化 那肋骨之上竟浮现出了 几道复杂的纹路 这些纹路似乎本就在肋骨之上 只不过不知是何等玄妙的手法 平时根本不显 被风君这么一弄 却是显露了出来 见到这些纹路之后 风君的身色明显振奋了异性 而随着鲜血的不断吞噬 那些纹路越来越多 逐渐地弥漫了整根肋骨 而与此同时 一股非比寻常的气息 自肋骨之上弥漫出来 杨开浑身一阵 目露惊骇之色 那气息虽弱 可它感受得清清楚楚 那赫然是大地的气息 一根寻常无解的肋骨 吞噬了鲜血之后 就多出了许多纹路 然后居然散发出来 大地的气息 他开始还以为自己感受错了 但那气息虽然微弱 可确实越来越明显 微弱是因为时间太久 但时间再久 它其中蕴藏的力量 根本也不会改变 杨开有些傻眼 这次能钓出来一条大鱼 已经足够让它惊喜 怎么没想到 事情居然还会出现这一般的变故 大地的气息 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 既然与肋骨有关 那就说明那肋骨 应该是某一位大地的肋骨 是谁的 当今世上十位大帝 他都见 连世天大帝和乌矿 都打过几次照灭 所以杨开敢肯定 这肋骨绝对不是他所认识的某位大帝的 因为气息不服 既然不是当今大帝的肋骨 那就是以前那些大帝中的某一位了 电光火时间 杨开的脑海中忽然蹦出了一个大帝的尊号 而就在这一时 那风君忽然闷哼一声 杨开悄悄打量过去 只见那一直被他托于手上的肋骨 居然功名震颤起来 似要随时脱手而出 风君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黑捧围抓 将那肋骨抓于右手手心处 肋骨依然在震颤 闷哼声在即 杨开分明看到 风君抓着肋骨的右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衰落 皮肤干枯 色泽暗淡 在那一瞬间 仿佛千年的岁月在他右手上流逝 杨开心头恍然 知道自己刚才想的应该没错了 此地是四季之地门户所在 与之有所牵扯的 除了岁月大地 还能有谁 只是不知风君到底是从哪里 得来的岁月大地的一根遗骸 让人在此布下大阵 又以邪术激发肋骨中暗藏的灵性 绝对所图非凶 尽管只是一节肋骨 但岁月大地 精修时间法则的力量 却烙印在身体的每一处地方 那肋骨中的时间流淌之力 让风君一下子吃了不小的亏 风君好歹也是一位伟帝 而岁月大地则是早就死去无数年的人物 单凭一节遗骸 依然雄伟犹在 大地之能简直骇人听闻 怪不得有人说纵观星界古往今来 能与世天大地乌况媲美的 估计也只有岁月大地了 只不过两人不是出生在同一个时代 否则必定是一场龙争虎斗 岁月大地遗骸虽有威能 但毕竟只是死物 风君并非无能抵挡 摩起催动 摩云滚滚之下 对抗遗骸中暗藏的岁月之力 那本以干枯色泽变淡的右手 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恢复过来 现状 风君冷笑 将手上的遗骸高高举起 煞时间 整个山谷的光芒 似都汇聚到那一根肋骨之上 风君单手掐绝 变幻之下 深入大阵化作阵眼 直消片刻功夫 那大地遗骸便与整个大阵息息相关 不可分割 二十多位帝尊敬 催动大阵之力 起起朝那大阵遗骸中灌入 便在这一时 众帝尊敬表情毅力 扬开脸色微变 这因当着整个大阵变得完整之时 所有人都感觉到 自身成了大阵的一部分 其他人的力量流淌进大阵之中 在大阵之中流转 汇聚大地 遗骸之中 循环不休 如此情况 倒与那孙大师之前所说相符 阵法一旦运转 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停下 否则必定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反噬 那反噬之力 便是在场所有帝尊敬的合力一击 如此力量 何人能当 怕是连风君都挡不下 杨开心中苦涩 他来这里 只是打探摩天道这群人的企图 配合入阵也不过是为了隐藏身份 谁知道如今倒是搞得自己有些骑虎难下 这局面略显尴尬 他实力虽强又有半龙之躯 但如果真的硬生生承受这大阵的反噬 估计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可要他就这么继续维持大阵 对摩天道出功出力 他也不太乐意 看似死局依然有解决之道 杨开只在心中转了几个念头 便心情平稳下来 还不到关键时刻 继续静观其变 大战之力持续汇辱那大地遗骸 受此之力 那遗骸中残留的灵性 似被逐渐地挖掘出来 大地气息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浓郁 时间法则在那高空某一片位置撕虐 时间流淌得十块石脉 让那一块地方看起来与众不同 某一刻 当那遗骸的气息达到一个巅峰之时 一只安稳不动的风君忽然谋漏惊光 口中爆喝一声 右手抓着遗骸缓缓朝前方虚空中点去 一点之下虚空荡出了一片灵漪 以骸骨所在为中心 迅速地朝四周扩散开来 灵漪不曾消失 而是连绵持续 让那前方诺大一片虚空 都变得虚幻不真 而就在这虚幻不真的虚空之中 一个巨大的轮廓逐渐显漏 初始之时 那轮廓还模糊不清 叫人看不清那到底是什么 好似海誓蜃楼 但随着风君的思维 法学的变换 那轮廓逐渐变得明显起来 不再那么虚幻缥缈 主持大阵的帝尊敬们 都神色骇然地抬头仰望 一个个看得一瞬不已 那赫然是一座宫殿的轮廓 在那虚空之中 居然有一座巨大的宫殿 被风君拉了出来 而随着那轮廓的逐渐清晰 压抑的氛围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仿佛风君拉出来的不是一座宫殿 而是一头居士凶物 要将每个人都吞入其中 孙大师在狂笑振奋高呼 风君神武 岁月神殿已写 无助万年 摩天道 必将一统兴建 岁月神殿 居然是岁月神殿 直到此刻 那众多帝尊敬才明白 被风君从虚空中拉出来的宫殿 到底是什么 那居然是岁月神殿 传闻中 岁月大帝的行宫 此地是四季之地的门户所在的山谷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此刻虚空中出现了岁月神殿 倒也不是那么突兀 也是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才知道 自己到底参与了怎样的一场盛事 历时将各个心头振奋 今日在此出力 他日道主庇佑厚词 至于被风君击杀血迹的那些手下 已经不算什么了 杨开从大流 也与别人一样 露出那种振奋激动的表情 望着那有些眼熟的岁月神殿 心中想的却是南门大军 说的果然没错 孙大师主持的阵法 确实是一种召唤阵 只不过要召唤的 并非什么绝世凶物 而是四季之地中的 岁月神殿 摩天道这群家伙 图谋的可真是不朽 连岁月大帝的行宫都盯上了 不过残业毕竟也是一位大帝 岁月神殿虽好 与他却不一定有用 但对风君就不同了 若是一位伟帝能得岁月神殿 未必就不能参悟时间法则之密 困顶大道巅峰 是以此地之事 是由风君主持 而残影并未露面 而且南门大军之前说过 这阵法缺少了什么关键之物 如今看来确实少了 风君手上的那一根大地遗骸 便是那关键之物 岁月神殿隐藏在四季之地中 四季之地没到时间 根本无法开启 但岁月大地的一根遗骸 却能在冥冥之中 沟通与岁月神殿之间的联系 以二十多伟帝尊敬 汇入的大振发力 以大地遗骸为媒介 风君伟帝之身 方能达成如此壮举 摩天道图谋不小 手笔也大 巨大的宫殿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那宫殿中一砖一瓦 都流淌着古朴 沧桑的气息 阳开缓缓闭上了眼睛 到了此刻 他已经彻底弄明白 摩天道这些人的意图 是什么 阴忍多时 所谓的不就是这一刻吗 神念沟通小寻界 在睁眼时 目光森然 杀气凛冽 三道身影突兀至极地出现在阳开身边 其中一道身影直接扑向距离阳开最近的一位帝尊镜 另外两道身影则直直地朝风君冲杀过去 三位半生 悍然出手 何人能等 最起码距离阳开最近的 那个帝尊镜是挡不住的 这位帝尊镜 不过帝尊一层镜的修毁 全部心神都被半空中的 岁月神殿的轮廓所吸引 根本没想到身旁之人会爆起发难 不过就算他能想到 也没有反抗之力 当柏牙扑到他面前 一指点出之时 这人才露出恶然的神色 转头望向柏牙 一时间没搞明白 这人是从哪儿蹦出来的 柏牙出手没有半点杀机 他这一指 只是为了破坏 正在运转的大阵 可当柏牙手指点中那人之时 那人却是坑都没有坑上一扔 便轰的一扔 爆为积粪 瞬间尸骨不存 并非柏牙杀了他 而是大阵的反噬之力 让他送了性命 二十多位帝尊镜的合力一击 岂是一个帝尊一层镜 所能够承受的 不但是他 就连柏牙本身 也如破不麻的一样 仰面倒飞出去 体表处摸起 风滚不定 半空中 欧血几口 狼狈落地 入阵地尊敬 有一个算一个 齐勤闷哼 煞时间都遭重创 轻微者头晕目血 站不稳身形 严重者口喷鲜血 直接倒地不起 大阵彻底反噬之时 竟没一个人能够安然无恙 那孙大师之前所言确实不假 不过这反噬也有轻有重 修为高一些的 承受能力就强 修为低的就差劲许多了 尤其是被柏牙点中的那个人 几乎可以算成是他破坏了大阵 所以他所承受的反噬也是最强的 直接暴铁而皇 欲知后世如何 昏盈继续收听《武恋巅峰》第3054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昏盈继续收听 《武恋巅峰》第3054集 金字神威 杨凯也受到了凡事 好一阵眼冒惊心 头晕眼晃 尸海之中温神莲 跌宕七彩霞光 清良之意弥漫 让他稳住了心神 抬头去看 神色异灵 在柏牙破坏大阵的同时 法身与白卓便已朝封军 扑杀过去了 两位半圣实力都极为不俗 白卓身为玉如梦麾下半圣之一 晋升半圣不知道多少年了 功力深厚 法身虽是心境半圣 但身为石魁之躯 得石火本圆之力 又有四天战法之功 底蕴摆在那儿 但打独斗的话 任何一人都不拒封军 两者联手 封军肯定不敌 所以杨凯本以为 封军就算不会很快落败 此刻的局势也不会太好 绝对要被法身和白卓压制 到时候等伯牙再缓过来 以三打一 再加上自己 还不是想怎么捏他 就怎么捏他 但事实的情况 跟他想的有些不太一样 此时此刻 法身和白卓已铺制封军的三十丈内 但白卓却是定格在那三十丈处 保持着枯杀的姿势 倒也不能说是定格 因为他还在前进 只不过前进的速度极其缓慢 按照这种速度 等他扑杀到封军身旁 只怕每隔三年五载是不成的 而法身正在与封军厮杀 两人的动作都是奇快无比 并非那种肉身极限上的快速 而是两人的动作 都被一种无形之力加快了无数倍 一个眨眼的功夫 两人已经交手千招万招 打出一个天摇地动 打出一个灿烂如花 连带着两人身旁都出现了无数道残影 乍一眼看上去 好似有无数个法人和无数个封军正在打斗一般 若非杨开实力不足 只怕根本无法看清两人到底在干什么 一个极快一个极慢 新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看上去说不出的古怪别扭 只一眼 杨开便明白了 封军身旁三十丈内 时间已经扭曲 所以才会造成这种视觉错觉 此时此刻 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的 而这一切应该都是那大地一海的威能 而非 封军本人之力 不假思索 杨开冲天而起 朝封军所在冲杀而去 深情间一片肃穆 身上魔圆滚滚 胀气凛然之间 血气加深 双手结印之下 口中低喝 岁月枯荣 如梭如梦 三十丈内 杨开一掌拍响 错乱时空瞬间抚平 杨开在时间法则上的造诣虽然不深 但也算出窥门境 这岁月如梭印 更是岁月大地传下之神通 自可抵挡那大地一海的扰乱之危 同一时间 受时间法则影响的白镯摆脱之故 泪笑一声 一抬手 一道烟红血河 朝封军冲刷而去 那血河之中 冤魂风滚 凄厉惨 端得微能莫测 法身身手 虚空一抓 魔兵战锤 握于守心 灯头朝封军杂想 两位半生 一个上品魔王各显神通 目标直指封军 惶惶之危 汉人心神 遭此变故 封军也是脸色大变 身为伟帝 他感知敏锐 自然知道 无论法身还是白镯 都不是好惹的 另外还有一个 刚才受大阵反尸之力 被震飞出去的 薄牙 这一下子 就蹦出了 三位半生 他一己之力 如何是对手 电光火石之间 脑海中灵光一闪 瞪着杨开 咬牙喝道 杨开 身为摩天道 四大军士之一 消息灵通 自然非常人能比 之前杨开带着 玉蓉梦等人 从魔域返回时 曾与残叶 打过照面 夜影大帝 自然会将这个消息 传递出去 风军也正是从残叶那里 得知这些情报 所以他不会疑惑 为何魔族的半生 会对他出手 只因他知道 对方都是敌人 不愧是伟帝 出遍不惊 一念生 狂风起 风刃旋转护身 化作层层风盾 抬手祭出一只 缩形蜜宝 轰向白灼 那蜜宝不过齿长 看起来普通的很 但白灼却是如灵大敌 护杀向前的身子 猛地顿住 血河道卷 护持紧身 轰的一声巨响 缩形蜜宝爆裂开来 只将那血河 炸得支离破碎 连带着白灼 也是立足不稳 后退摆仗 搞得灰头突泪 风军右抬手 巨大掌印 对上法身的魔兵战锤 硬汗一击 法身爆腿 风军却是忽然 深化清风 头部受力地 避开了这凶猛的异击 眨眼攻复 风军逼退两位半生 手段之强 可见一安 阳开的岁月如索 已经拍下 空在风军胸膛之处 风军闷哼 面容扭曲 容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衰老下去 但很快又停止 归腐如初 岁月如索 虽然威力不小 但也要看敌人是谁 风军伪地之身 连大抵遗骸中的时间法则 都能对抗 离挡岁月如索 自然不成问题 不过 并非安然无恙 阳开这一掌 多少让他受了点伤 法身和白拙 去而复返 连带着那边的薄牙 也强压下心头 翻滚的气血 远远扑杀而来 三位半生 杀鸡非凡迎天 阳开的岁月如索印在一起 风军面露无奈 他能挡得住两位半生 和阳开的一次联手攻击 但绝对挡不住第二次 更何况 这一次还多了一个薄牙 非他实力不够强 实在是双拳难敌四手 手下倒是有不少帝尊敬 但受阵法反噬 这些帝尊敬死得死 伤得伤 根本没什么用 唯一一个完好无损的孙大师 还是阵法师 不善战斗 咬牙暗恨阳开等人 没脸没皮 居然以夺欺手 毫无强者风范 手上却是一点也不含糊 面露绝燃之色时 一口咬破舌尖 净血喷在手上的 大地遗骸中 光芒大方间 大地遗骸中 飞出一个斗大的金字 那字体古怪 没人认得到底是什么 不过阳开等人 都是脸色一变 不认得没关系 能从中感受到 极其危险的气息就行了 关键时刻 阳开眼神一粒 不退反进 岁月如梭印再次拍下 法师魔兵战锤 北拙伯牙两人神通 齐齐到来 金色一晃 所有人的思维 都在这一瞬间停止下来 等阳开再回过神的时候 只见前方那风君的面容 明显老了一些 原本三十多岁的容貌 此刻明显有四十左右 岁月如梭印已经消失 法身薄牙 白拙的攻击也都不见踪影 仿佛方才有那么几些功夫 从几人的生命中流逝了 在那几些功夫 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也不知道 苍老十岁的风君 面含微笑 高深莫测 念头转动 杨开急忙审视起身 确定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还是出了一身冷汗 刚才风君绝对是做了什么 只是没人看到 也没人察觉 鸟头看向三味半生 一下看出了问题所在 白拙竟是僵在原地 好似一具雕像 动也不动 胸口处有一点灰不可查的金光 他中招了 佛雅比他先发现问题 面色难看到 没死 确实没死 白拙体内生机旺盛 甚至连受伤的痕迹都没有 可偏偏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变成了一具雕塑 动也不动 方才从大地遗海中 飞出来的金字 此刻也消失不见 可以肯定 白拙如此 绝对是与那金字有关 还要打吗 风君微笑 一副圣券在握的身色 你们会死在这里 赶紧逃命去吧 或许还能多活一会儿 说 杨开低刻做回应 双手一拍一拉之间 巨大跃刃朝风君斩去 发身和薄牙同样左右夹击而出 风君又喷出一口金血 处在大地遗海之上 见得此目 杨开 牙子欲裂 那诡异金字 唯能莫测 明显是暗藏在大地遗海中的神通 他本以为风君 顶多只能激发一次 失了一个白拙 对局面影响不大 自己这边还有两位半生 却不想 风君居然还能再次激发 这还打个屁啊 他虽自损精血 可一个金字就能让一位半生变成雕塑 他只需要多吐几口血 自己这边就要全军覆没了 大地的遗海再次绽放光芒 又是一个逗大的金字 从中飞窜而出 与方才的情况一模一样 当那金字出现时 所有人的思维都停顿了 等杨开再次回神时 自己依然安然无恙 法身也没事 倒是那边薄牙与白拙一样 都变成了雕塑 一动不动 而风君付出的代价 则是又老了一些 原本温润如玉的中年男子 此刻赫然变成了一个 五六十岁的小老头了 眯眼望着风君手上的大地遗海 杨开森声道 方才手段 你若能再来一次 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 风君轻轻地咳了几声 摇头哭笑 杨公主眸光柔聚 方才手段 以我之能 最多两次 倒不是杨开眼力如何高明 只是两颗尖字出现之后 风君手上的大地遗海 明显列出了很多道细小的裂缝 想来刚才那种手段 对这大地遗海 也有巨大的损伤 没法再承受第三次了 杨开下巴微扬 一脸结好 凝声道 说吧 你想怎么死 喝气 窝火 自己这边 无论是天时地利 人和 都占降了优势 拿下一个伪地 根本不成问题 可偏偏对方 先发制人 挨拙和薄牙 直接被清除了战场 两位半生 虽然升级尤存 也没有受伤的痕迹 但鬼知道 那金字到底是什么神通 想要解开的话 估计得花费很大一番手脚 所以杨开憋了一肚子祸 不过眼下局面依然是己方占优 封军接连两次激发大地神通 己身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反观自己和法身几乎是完好无损 真打起来 封军决然不是对手 身处巨大烈士 封军依然在笑 杨公主以为圣卷在握了 我虽不能再激发方才之术 但也不是砧板上的鱼肉 杨公主想要为难于我 还请散思 杨开冷横道 哼 自非修为 过可饶你不死 封军摇头失笑 杨公主未免太瞧得起自己了 说话间 她举起手上裂缝满布的大地遗骸 此故之中还藏有一道秘书 只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封某不想动用 所以封某想跟杨公主打个声量 没得商量 道不同不相为谋 今日之局 要么你死 要么我亡 封军面了无奈 地眉沉眼的片刻 抬头望着杨开道 杨公主非得如此不可 或者你将大地遗骸交给本座 封军摇头 那是万万不可行了 除此之外 一切好说 那就是没得说了 杨开化落之时 整个人忽然模糊起来 下一瞬就扑到了封军面前 抬起一指朝他点去 这一指之力凝聚了杨开一身的修为 虽不是什么神通秘术 但就算是伪地受了 也绝对不可能安然无恙 法身与杨开心意相通 在杨开动手的同时 他便已铺置封军身后 磨兵战锤上磨圆滚滚 灯头砸响 这一次封军再没喷什么精血 大地遗骸上也没有什么金字浮信 可这生死关头 他却在冲杨开微笑 杨开心头警召大声 朝天点去的手指愈发迅速 连带着法身的魔兵战锤 砸下的也更加凶猛 咔嚓一声轻响 一股无形之力将封军笼罩 响声来自封军手上的大地遗骸 那一截齿长肋骨忽然碎了一半 前半截化作鸡粉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杨开感觉明明近在咫尺的封军 忽然距离自己千里万里 权力一击和法身的魔兵战锤 全都打在了空处 再抬眼望去 封军的身形竟融入到了 岁月神殿的轮廓之中 他好似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隔着一层透明的世界壁垒 与杨开对望 站在那灰红的大门前 岁月神殿的匾额之下 风军面色猙獰 咬牙力喝 杨开 你坏本座好事 来本座出关 比图面你灵修共满门 杨开眯起眼帘 哪还不知道 他已进入了四季之地 时候未到 四季之地确实不会轻易开启 但穷奇既能进入其中 那就说明这一处小天地并非完全封闭 还有其他进入的方法 风军就掌握了其中的一种方法 方才大阵被中断的时候 岁月神殿逐渐显露的轮廓便定格了下来 而如今风军以手上的大地遗骸为媒介 将己身送入四季之地 岁月神殿也慢慢变得模糊 重新隐没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武炼巅峰》第3055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婚迎继续收听 《武炼巅峰》 第3055集 一步一景 风君在此布下大阵 使大帝遗骸而来 原本的打算 应该是将四季神殿 从四季之地中召唤出来 炼化为自己的行功 可被杨凯领着 魔族伴圣们撒场资 这个计划也就行不通了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自己进入岁月神殿 所以他才会得扬开 生物痛绝 才会撂下这般狠话 看此情形 当那轮廓彻底消失之时 便是四季之地 小天地与星界彻底割绝的一刻 岁月神殿消退得很快 风君一句话的功夫 那轮廓几乎就快不见踪影了 阳开上前一步 周身空间法则涌动 神念如潮水一般朝前铺开 同时口中道 你留下 话是对法师说的 他之前无法进入四季之地 是因为无法查探到四季之地 在虚空中的空间信标 如今得风君和大帝遗骸之力 四季之地与星界多少 还有那么一点联系 以他在空间法则上的奏诣 凭着这一点规不可查的联系 应该可以破开小天地的世界壁垒 进入四季之地 追击风君 不管风君在图某些什么 他既是摩天道的四大军事之一 阳开碰上了都不能视而不见 更何况 四季之地中如今还有他的人 不过他可以追击 法身不能走 白卓和柏牙中了大帝神通 化作雕塑无法动弹 须得人照看 他固然可以将白卓 柏牙一起收回小仙境 但摩天道的帝尊敬们 还没有死完 法身得留下来善后 法身闻言 也知眼下情况不容自己跟随 当即汉寿道 你小心 主身是什么本领 没人比他更清楚 所以纵然风君是伪帝 法身也不是太过担心 更何况 风君连连催动大地一海中的神通 本身消耗也大 如今能发挥出多少实力 尤为可知 再者说 四季之地中不但有杨雪杨霄两个小娃娃 还有流言穷奇这等强者 风君不知 法身岂能不知 风君以为逃进四季之地就可以高枕无忧 实则却是一头闯进了龙潭虎穴 就是不知道风君回头在四季之地中碰到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想来会很惊喜吧 与法身交流的就是这一点好 无需多费口舌 只是一个念头就能洞察彼此的心思 不过就是这一句话的功夫 岁月神殿的轮廓已经彻底消失不见了 连带着意气消失的还有风君的身影 冥冥之中 四季之地与星界的联系很快就要被切断 空间法则翻涌之时 应该往前走出三步 前两步踏出 人还在原地 看起来仿佛根本没有动态 古怪到了极点 但第三步走出时 他便莫名地消失不见 法身也在同一时间 与杨开失去了心神上的联系 心知他应该是已经进了四季之地 一场伪地半生级别的大战 起得仓促收得极其 直到此刻 那在一旁看戏的孙大师 才面色一白 转身欲逃 一道身影已经挡在了他的面前 周全神色冰冷 手上持着两柄巨大铜锤 端得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孙大师欲望何处 大阵刚起之时 周全逆转心法 自己逼出了一口鲜血 借此脱离大阵 这也是杨开给他出的主意 否则等阵法彻底运转开来 再想脱身就难了 看如今四周躺在地上的 帝尊镜的下场就知 以周全这样的修为 进入大阵的话 此刻恐怕就算不死 也是身受众生 提早脱身 保全幸免 如今在场帝尊镜中 除了孙大师 就属他的状态最佳了 孙大师在阵法之道上 虽然造诣深厚 同样也有帝尊一层镜的修为 但与人争斗的本领实在是差得很 旁边本就有一个魔族伴侍 虎视眈眈 如今又被周全拦住去路 当即脸色一慌 色力内染说道 滚开 否则本座手下不留情 周全缓缓摇头 杨公主未回来之前 孙大师还是留下吧 他也没有立刻动手杀人 自己的遭遇便是最好的例子 只要能将体内那血魔精血抽离出来 摩天道的人自然就能认清自己的立场 不再去为魔族效命 除非是那种自己主动 真心实意投靠魔族的家伙 一般受秘书所致 改了新兴的都会迷途知返 别人情况如何周全不清楚 不过他以前听人说过 这位孙大师也是被魔族请货 然后种下秘书的魔徒 言语无用 孙大师果断出手 一枚玉拍被抛出 朝周全击舍而去 阵法师在战斗中最常用的手段 便是祭出阵牌 阵牌中封印的阵法 方便快捷 周全宁神已待 不过还不等阵牌飞到跟前 就被横空出现的一道身影一把抓住 另眼望去正是之前杨开换出来的帮手之一 轻轻一捏 那阵牌便被捏爆 狂暴的能量在法身手上熏悉 却难生他分毫 孙大师脸色大变 又取出了几枚阵牌来 法身懒得与他纠缠 哭上前去 一拳砸下 直接将他砸晕在地 一旁周全看得冷汗淋淋 实力足够强了 战斗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于是隔绝的小天地中 阳开悠然现身 不见岁月神殿 不见风君身影 他虽是立刻追击而来 但虚空穿梭 好理之差 谬以千里 所以此刻情形并不奇怪 四季之地 他来过一次 那个时候还实力低微 如今再来 赫然已是帝尊三层境 四季之地 本是不允许 道元镜以上的武者 进入其中等 这一方小天地 自有法度维持 除非能超然 这一份法度之上 否则都得受其限制 但此地 前有穷奇 开了后门 带流言进入 如今又有风君 手持大地 遗骸闯入此境 那一层限制 修为的法度 已经不攻自破 若非如此 阳开恐怕 也无法安然无恙地进入 不过 这里确实是四季之地 左右扫了一眼 阳开隐约觉得 四周的景色 有些眼熟 自己当年 应该是来过这里 再想想 恍然大悟 这是两季山啊 四季之地 分有四大羽 春夏秋冬 敬畏分明 两季山 贯穿整个四季之地 将四羽分割开来 两季山左右 季节各有不同 玄妙飞城 认出所在位置 阳开认真地 回想了一下 岁月神殿所处的方位 然后变准方向 飞驰而去 只不过 才飞出一步 它便又忽然驻足 面上浮现出 惊疑之死 只因那一步 飞出时 自身所处的环境 竟忽然有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它刚进来此地时 四周灼热飞城 死人在仲夏之际 可那一步踏出之后 炎炎灼热 瞬间消失不见 耳畔边寒风呼啸 入木间 白雪挨挨 整个人 似进入了 三九寒冬之中 那凌冽的兵了 顺着毛孔钻进血肉 经常人若来此 只怕坚持不了 几席功夫 就要被冻死 如此变了 可是上次没遇到过的 杨开不禁皱眉 季节变换虽然迅速 却没有半点突兀之感 入木四周所见之景色 也与感受的季节 温泉相符 好像那踏出去的一步 又进入了另外一个 不同的世界 沉隐片刻 杨开又是一脚踏出 这一步落下 刺骨冰寒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秋风消色 四周白雪隐没同时 树叶枯黄 从林间果树上 硕果累累 下井东井之后 这时踏入秋井了 杨开又一次抬脚 这一下却不是往前踏出 而是往后退了一步 按道理来说 这一步落下 应该是方才遇到的 东井才对 但让人意外的是 后退一步迎来的 不是东井 而是万物复苏的春景 杨开没有迟疑 再次迈步前行 一步又一步 眼前景色走马灯一般变换 变得不是本身视觉 而是这整个小天地 当真是一步一景 而且没有半点规律可言 春夏秋冬四季景色 似是随意转换 杨开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虽然他不知道 四季之地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如今看来 这地方绝对是出了什么变故 如今让他有些忧虑的是 这个变故 到底是因为风军 雷子引发的还是本来就存在的 如果是前者倒没什么关系 只需要寻找到风军解决了他便好 若是后者的话 那就说明穷奇等人恐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否则好好的一个四季之地 怎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四季之地季节变幻无常 杨开一步便能踏出遗迹景色 若是平时遇到这种情景 杨开当然会欣喜若狂 毕竟这等骑士不是等先能遇上的 静下先来体会感悟 必能有所收获 可如今甚有要事 杨开哪有心思去感悟什么 只能闷着头朝岁月神殿所在的方向持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开的脸色越发凝重起来 他竟察觉到自己的寿源在流逝 自初到修炼至今 了不起百年来光景 修行之人夺天地造化 谋乾坤气韵 树言有数 所以杨开看起来不过二三十岁的青年 或许再过百年千年 他的模样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 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感受到 自己的寿源在流逝 除非这种流逝的速度很快 杨开此刻就是这种处境 随着那一步一径 随着他往前飞驰 他分明察觉到 时光在自己身上流淡 奔驰不过几十里地 竟有一种活了几十年的感觉 这并非是一种错觉 杨开可以肯定 那时光确实在自己的身上 年过了几十年 换句话说 自己不过是在自己之地中 飞驰了几十里地 就平白无故地老了几十岁 这层感受让他心中一沉 不知自己之地如今 异常的情况所致 还是自己真的在不知不觉前 飞奔了几十年 但不管是哪种原因 他的步伐都不能停 所以纵然察觉到了岁月流逝 他也依然迅速前行 静心宁神不为外力所动 也不知过了多久 当前方忽然出现一座 巨大的宫殿之时 杨开驻足 抬头仰望宫殿 古老沧桑的气息迎面扑来 杨开的心神有些恍惚 那一瞬间 他竟有些不记得自己 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到这里 甚至连自己是谁 都有些想不起来 千里之地 千岁光阴 于飞奔之中急速躺过 不管外界如何 在杨开的感受之中 确实已过了千年之久 一千年不思不想 只是本能飞驰 到了尽头自然有些茫然 不过当那岁月神殿 四个大字 烙进眼帘后 杨开迷茫的双眸 逐渐地亮了起来 混沌的思维 迅速恢复精灵 他想起了自己是谁 也想起了来这里的目的 神殿大门洞开 杨开迈步上前 踏进大门的一瞬间 便已入岁月神殿之中 还没来得及 打量神殿内部的情况 迎面就飞来一道身影 杨开面色一领 摸云暗暗催动 随时准备出手 但当他看清那迎面 迟来之人的模样时 眼珠子不经一顿 只因那人从穿着装扮 到模样神态 竟都跟自己一模一样 若是面前有一面镜子的话 他肯定要以为 自己是在照镜子 不过再仔细打量一下 倒也不是毫无区别 对方的面容 似乎要比自己老了个脊椎 而且嘴角一血 明显受了点伤 杨开看到了他 对方自然也看到了杨开 四目对视下 那人不等杨开说些什么 便直接开口说他 别啰嗦 赶紧找你儿子 话音落下 一阵风似地从身旁持过 一头扎进了一道裂缝之中 消失不见 直到此刻 杨开才发现 这大殿中布满了虚空裂缝 一条条裂缝 或长或短 犹如一张张无形的猛兽 裂开的大口 欲要责人而食 猙獰可怖 杨开被那人说得莫名其妙 他虽有夫人好几位 但至今没有子嗣 哪来的什么儿子 不过 干儿子倒是有一个 还是个龙族 杨开本以为 只要进了神殿 就能碰到那臭小子 谁知 遇到的竟是这么一个 莫名其妙的场景 不过 不管怎样 忽然出现一个 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杨开总是有些在意的 所以他也没有迟疑 紧随着那身影 追进了空间裂缝中 下一瞬 乾坤颠倒 世界变坏 整个人又出现在大殿之中 与方才所处的大殿 情形相差无几 看起来就好像没有移动过 四周依然是布满了 无数道虚空裂缝 之前那人也不见了踪影 这让杨开眉头一皱 明明是跟他前后绞进来的 为何会失了踪迹呢 正不解时 旁边一道虚空裂缝中 忽然波动 杨开扭头望去 只见那裂缝中 木然窜出了一道身影 可然 又是一个自己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物恋巅峰》 第3056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昏营》继续收听 《古恋巅峰》 第3056集 错乱时空 这个自己 受的伤似乎更严重一些 浑身上下满是金色的血迹 一身衣衫都破烂不堪 脸色苍白如指 积极朝这个方向迟来 杨开神色一领 之前见到的第一个自己 那时候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虽然惊讶差异 但也没有想太多 只觉得那可能是一种幻觉 或者什么 但是当这第二个自己 出现的时候 他立刻仔细查探了一下对方 得到的结果 却让他惊骇莫名 那竟然真的是自己 不止穿着打扮气息一模一样 连身上的力量波动和神念都毫无差别 这普天之下 不可能存在一模一样的人 就算是双胞胎 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但这前后的两个自己 真的就与杨开一模一样 除了容颜上年轻苍老几岁而已 可这几岁的容颜的差别 可绝对不止过了几年这么简单 之前杨开在四季之地中飞驰 感官上过了千年之久 岁月之力在他身上流逝千年 容颜上都没有多大变化 想要他变老几岁 那就绝对不止千年之功 或许是两千年 或许是三千年 而且前后两个自己 如果仔细分辨的话 容颜上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自己对自己可下不了手 杨开急忙招呼一声 哦不 第二个自己扭头看了他一眼 咧嘴一笑 跑啊 傻站着找死吗 听自己对自己说出这句话 感觉上是真的好奇怪 杨开一时间 竟不知道该如何接茬 就在他迟疑间 那第二个自己 已经如之前那个一样 一头扎进了一道空间裂缝中 消失不见 而下一瞬 从那第二个自己 跑出来的裂缝之中 一道身影追击而来 如是打扮 温稳而哑 不是风君 又是谁 之前风君屡次口吐鲜血 激发大抵遗骸中的神童之力 自身损害巨大 如帽上也骤然苍老了 二三十岁 从一个三十左右的人 变成了一个小老头 但此时再见 风君竟又恢复了本来的模样 而且气息雄混 竟是已然恢复如初 不但恢复了 甚至气势更甚至勤 杨开被惊到了 有些想不明白 他是怎么做到的 要知道之前 风君激发大地神童时 可是自算精血 那种损耗 没有百八十年的打坐进修 是不可能恢复过来的 可就算有天才地宝 可以缩短时间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恢复 之前虽然在四季之地中 跑了千年之久 但那只是自己的观感上的 应该并非真的过了千年 这还搞个屁 杨开心中大骂 他之所以孤身追进四季之地 没让法身跟随 一则是法身 需要留在外面善后 二则也是因为 对自己有信心 风君损害过大 自己完好无损 而且岁月神殿中 还有流言穷奇 风君不知厉害 擅闯此劲 自己只需要招呼一声 流言穷奇 大家并肩自上 风君如何能敌 可眼下这情况 是流言穷奇不见踪影 自己压根就感受不到 他们的存在和气息 反倒是风君 视如猛虎 这跟想象的 有些不太一样啊 心思急转间 风君看到了他 居然没有立刻动手 而是呵呵一笑道 你是哪来的杨开 杨开皱眉不答 主要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风君又道 无所谓 反正杀谁都一样 说话间 抬手 局长朝杨开 灯头拍下 摩远起 杨开沉和一声 山河中飞转而出 迎面冲去 轰隆一声巨响时 山河中上光芒狂闪 直接被打飞了回来 距离反正而来 杨开胸口处 气血翻涌 不等回神 只见那边风君忽然 抬手一翻 掌心处 多出来了一个精致的沙漏 沙漏看起来毫不起眼 但杨开却是脸色一变 本能地感觉到了 一股危险的气息 不明那沙漏玄妙 又探明风君实力强劲 对此地行刑更是一头雾水 杨开哪儿还会 与他做什么纠缠 急忙收了山河中 不等他催发那沙漏的威能 脸身形一晃 从原地消失不见 直接冲进了附近一道空间裂缝中 再现身时 又出现在满是裂缝的大点中 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平复了一下胸口翻滚的气息 杨开左右观望 宁神以待 少亲其中一个裂缝中 又波动传来 杨开急忙望去 果不其然 片刻后第三个自己 从中冲出 入目所见 杨开眉头一皱 只因这第三个自己 竟然比前两个还要狼狈一些 容貌上倒是没什么变化 三十多岁的样子 只不过那一头头发 竟多了一些银丝 这得多大年纪了 怎么连头发都白了 第三个自己现身之后 立刻朝杨开冲来 到了近前 不给杨开说话的机会 便急急说道 你是我 我也是你 此地时空已然错了 你现在看到的 是不久之后的你 懂了吗 杨开不知道 该点头还是该摇头 到现在他都不敢肯定 面前这个到底是不是自己 若是的话 那就是未来的自己 与现在的自己 与此地碰面了 不过此地时空 若真的错乱的话 还真有这种可能 四方上下为雨 古往今来为周 宇宙之密便是时空之密 其中运有大玄虚 大奥妙 杨开在空间法则上 虽有造诣 但也只涉及时空之空而已 与时空之时 也只有四月如苏印 出亏了门境 此地轻轻 牵扯宇宙时空 他一时间 也无法分辨真假 那第三个字迹 说完之后 忽然扭头回望 面色一变 低喝道 风君来了 快走 说话间不由分说 抓起杨开的胳膊 脸朝附近 移出裂缝顿去 即将进入裂缝之时 那第三个字迹 急急说道 风君手上的沙漏 灰能莫测 万万小心 冲进裂缝中 杨开又变成孤身一身 明明与那第三个字迹 一起冲进来的 但进了这里之后 他居然不见了踪影 不过扭头四看时 杨开倒是神色一致 只因这大殿 总算变得 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之前数次来到这个大殿 此地都是裂缝满布 但这一次来到的大殿 却没有那么多诡异的场景 杨开微微吐了一口气 若是方才那情景 不断地重复的话 他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应对 如今有了变化 最好不过 大殿空荡荡地 不见活人踪影 也不见什么打斗的痕迹 两旁各有侧门洞开 杨开神念探出 插他一般 毫无收获 随意寻了个方向 出了大殿 大殿连通一条走廊 走廊两旁各有厢房 走廊很长 一眼看不到尽头 脚下的地板上流淌着 变幻莫名的色彩 显得光怪陆离 杨开来到最近的一间厢房 宁神以待 推门而入 细细查探一分 厢房内空无一物 自然也没有半个人影 一间间厢房查看下去 据都是一无所获 而且随着查探 杨开发现在这地方 自己根本感觉不到 时间的流逝 说是过了几十上百年 也可以 说是时间停滞了流淌 也可以 这一次四月神殿之行 与上次可是完全不同 也不知查探了多少间房屋 当杨开再次推开其中 某一间厢房的房门时 眼前不惊一亮 这厢房内总算不是空的了 里面居然俯卧着一只猙獰巨兽 乍一看像是一头猛虎 头伸双脚背伸双翼 此巨兽对杨开的到来一无所知 呼噜声打得震天响 好似雷鸣 不是穷奇又是谁 杨开欣喜上前 招呼道 老穷 老穷 杰连喊了几声 穷奇也没有反应 杨开不禁皱眉 穷奇这等凶物 好歹也是圣灵 而且实力极其强大 莫说只是在沉睡 便是在笔棍修炼 若有人慎闯进来 只怕也要立刻惊醒 可偏偏自己喊了他几声 居然也没有反应 这就有些古怪了 叫喊无用 杨开立刻上前 拍了拍他的脑袋 依然没有反应 穷奇就好像真的睡死了 过去一样 那呼噜声一刻也不曾停歇 逛逛几下 杨开对着他的脑袋 垂了几拳 力道也是不轻不重 不会让他受伤 却足以将他从沉睡中叫醒 但事实却让杨开大吃一惊 吃了自己几拳 穷奇居然依旧没有半点动静 这就让杨开有些惊悚了 连这样的方式都无法唤醒穷奇 他到底是怎么了 而且穷奇明明是领着刘炎 杨潇杨雪一道进的四季之地 如今只有他孤身在此 杨潇杨雪和刘炎却是不见了踪影 他们都去哪了 唤不幸穷奇 杨开想将他收紧玄界珠中 但几次尝试下来居然也没有成功 非杨开之过 只是穷奇这家伙身上有一层无形的力量包裹 让杨开神念根本无处下手 不破开那一层无形的力量 就无法将之收紧小玄界中 折腾了好一会儿 杨开无奈摇头放弃 穷奇虽然在熟睡 但本身并没有异样 倒也不用太过担心 而且此地既能找到穷奇 那就应该也能找到刘炎他们 杨开当即加快了搜寻的速度 一间间的厢房查探下去 在这四月神殿中 时间流逝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 强如杨开也无法分辨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终于在另一间厢房中找到了刘炎 刘炎没有什么变化 依然是一副小女孩的模样 不过跟穷奇一样都陷入了沉睡之中 蜷缩在一间厢房的地上 睡得香甜 努力尝试了一分 刘炎果然也是无法唤醒的 其与穷奇的处境一模一样 先是穷奇 后是刘炎 真不知道他们进了四季之地之后 到底遭遇了什么 杨开本以为还能再找到杨骁和杨雪两个小家伙 谁知知道将这所有的厢房都搜索完 也不见两个小娃娃的踪影 长长走廊的尽头 连通着另外一座大殿 弱了此间 杨开心神又是一阵恍惚 只因这大殿与之前所处的地方一模一样 搞得他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原地 但此间却有人 如是打扮 看起来像是一个教书先生的人 摩天道 到处坐下四大军士之一 风君 这个风君是状态完好的风君 之前所受的伤势都已经恢复如初 此刻就盘膝坐在大殿的一处高台上 高台上有静置笼罩 成半透明的光幕将它扣在其中 几位明显的时间法则的波动 从那光幕之中流淌出来 此时此刻 风君必谋应该是在聊生 对杨开的到来一无所知 迷眼瞧了他一会儿 杨开轻轻地呼了口气 吐气之时 魔缘翻滚 一身战意勃发 尽管前后碰到三个自己 都被风君追得狼狈逃窜 尽管其中一个自己 叫自己赶快去找杨修 但岁月神殿内的情况如此诡异莫名 今天想要破绝的话 从风君身上下手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杨开果断出手 身形在原体一晃 瞬间消失不见 在现身时 已铺置风君头顶上方 百万件火鞋全身修为 狠狠披露 笼罩在高台上的尽制光幕 乃大地的手柄 岂是阳开能破除 那雷霆冠军般的一箭披露时 尽制的光幕 立刻往下凹陷了一颗糊涂 却均认不开 不过受此惊嚷 正在其中打坐疗伤的风君 获得睁开了眼帘 四目相对 风君咧嘴凝笑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来 来得好 举手高琴 穿过那光幕进尺 竟是一把抓住了百万件 地缘狂吹石 凶猛力量反正而来 杨开直接撒手 弃了百万件不要 神念涌动的同时 左眼处化作一道桂岩的金色树人 射人心魄 一朵含苞带放的莲花 从眼中击射而出 冲进风君的石海 声帘一出 风君身子一阵 他实力虽强 但在神魂修为上 却要稍训于阳开 这一招不慎便已重招 击白莲花在风君的石海中 扎根绽放 汲取他的神魂之力 风君慢哼 石海中海水 风滚呼啸 抵挡秘术之威 莲花开至一半 脸再无能为力 到底不是什么 随便可以揉捏的软柿子 虽然出其不意 但依然未能进全宫 风君冷笑 正欲讥讽时 脸色又是一片 只因那绽放一半的莲花 竟忽然膨胀开来 在他的观感之中 那莲花巨大无品 竟将他整个人都包裹起来 然后迅速合拢 声帘尽默 怒怜血 两大神秘秘术 你风称霸我登场 杨开出手 狠辣果决 破 风君神念黄勇怒吼之时 破开莲花封锁 从中脱困而出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第3057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婚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第3057集 大帝已保 不见沙漏 风君神念狂勇 怒吼之时 破开莲花封锁 从中脱渴而出 猝不及防 一记刀光 灯头斩下 斩魂刀 破天一击 既有声怜怒怜 又怎少得了 斩魂刀之味 这一下 风君党无可挡 硬生生被斩魂刀 斩了一记 斩魂被斩 可没有什么好滋味 面容顿时扭曲起来 一身地缘 山崩海啸一般 蹦向四击 天坤站立 杨开被震飞出去 身在半空中 杨开脸色微微一白 不过还是强催 空间法则 再次扑向风君 同时双手迅速掐掘 滴溜溜旋转时 深河中复现 灯头朝风君照相 杨开口中 再一声嘀喝 龙祸 高昂的龙银响起时 金光大凤间 噼里啪啦一阵 龙铃覆盖全身 额伸双脚 双手化作尖锐龙爪 体型微微长高三尺有余 背后一条龙尾甩路 须余之间 杨开以化半龙之躯 风君还处在被斩魂刀所伤的短暂尸神中 杨开以扑到他的面前 两只龙爪抓住了他的臂膀 死死地将他扣住 下一顺 山河中已经从空照了下来 凭修悔 杨开估计自己不是风君的对手 前后三个自己的下场 就是前车之躯 所以杨开一开始就没打算跟风君 以修为境界论高低 他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那便是半龙之躯 这一点是风君无论如何也比不了的 只要能将战场限制在一片狭小范围 贴身肉搏 未必就不能赢了这家伙 所以山河中照了下来 杨开打算将他和自己一起困在山河中内部 上次在某语中斩杀半生银丝便是这种方法 虽然事后自己也去了半条命 但总好过风君全面发挥的机会 杨开手段层出不穷 突遭变故 风君也吃了点亏 而且山河中之名 风君早有耳闻 这可是圆顶大帝当年的本命保护 真要是被罩住了 只怕他还真的就走不脱了 所以一看那从天照下的洪荒异宝 风君便知道杨开在打什么鬼主意了 既知晓又怎会让杨开称心如意 双臂被扣动弹不得 震惊杨开蛮力之时 风君处遍不乱 口中只是低河一声 风 话落时 整个人竟真的化作一股威风 飘渺无痕 杨开手上一空 风君已顿了出去 当头落下的山河中 停顿在半空中 风君脱了只顾 山河中已经没有必要照落了 那一股威风瘦颜可见 玄妙异常 飘到一旁重新化作风君的身影 气定神仙一笑 你可是本座在这里等了你多久 说完也不等杨开回答 自顾给出了答案 一百年 整整一百年 风君面上露出欢愉之色 此地果然玄妙无说 岁月大帝已不愧岁月之名 本座如今盛世已赴 小辈 你恐怕不是对手了 他虽然跟杨开前后脚进入四季之地 但他有那大帝的遗骸在手 所以直接便进了岁月神殿中 来到此地 刘上打坐百年光阴 补权了自身之前损耗 等来了杨开 他虽然说得不明不白 但杨开又怎不知他话中的意思 岁月神殿扭曲时空 风君如今能恢复如初 自然是过了百年光阴 只不过这一层时间流逝 是杨开没有体会到的 反过来看 杨开所经历的那些 面前这个风君恐怕也不清楚 否则他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风君自负修为高于杨开 圣剑在握 所以并不着急动手 而是凝视着杨开道 早就听闻你与龙岛龙族有关 身负龙族本源之力 如今看来果然不假 不过外力毕竟是外力 又怎极自身的法度寻妙 你那个帮手呢 不换出来吗 之前杨开一下子召唤出 三位魔族半生 白卓和薄牙 被他动用大地遗骸中的神通封印 留下一个法身不见踪影 对法身 风君还是比较在意的 若是杨开将法身也带进来的话 那今日这里必定有一场大战 需要他使我会召唤 杨开微微一笑 不劳费心 风君汗说 小辈 你年纪虽轻 但实力确实不俗 说实话 本座还真有些不忍心把你杀了 杨开挑眉道 那不如你引进旧路好了 也省得大家一场麻烦 风君自然不会理会他这话 尊尊善诱道 本座是这样想的 本座不忍杀你 但你又要与本座为敌 着实头疼 不如你也加入摩天道好了 若是大家能够成为一家人 也就没有这些顾虑了 如此一来 你可保全性命 本座心中也没了遗憾 皆大欢喜 岂不妙哉 而且道主他老人家想必 也很乐意接纳你这样的青年俊阴 杨开表情古怪地望着他 你想要我加入摩天道 诚心识意 风君神色肃穆 以你之能若能加入 必得道主重用 虽不能为己我等四大军士 但绝对是我四人之下最高位者 待到他日 我走一统星界 自可逍遥无限 杨开忍不住笑了起来 风君却是一脸严肃 何苦发笑 杨开缓缓摇头 我向你们心甘情愿当别人的狗 和一脸光荣 我向你们修炼这么多年 却不得本心自在 你想用四大军士之下的地位来拉拢我 那你又可知我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风君淡淡地望着他 杨开身形笔直 傲然一笑 本座 星界第五十五路军团 吉子军军团长 又怎会稀罕你摩天道走狗之位 话落之时 杨开抬手祭出一块大令 大令初 风君脸色大变 狠手就祭出了一个小巧的沙漏 与此同时 那大令之上光芒一闪 从中击射出一道魁梧身影 军团长之令 不但是军团长的身份象征 更是保命杀敌的戾气 其中风有大地的一道神通 杨开手上这块令牌 是战无痕炼化而成 那中风印的自然是他的神通 不深对付一位伟帝 杨开偷袭不成 直接祭出了军团长之力 激发其中的大地神通 所谓不过四个字 速战速决 伟帝不好杀 风君又在此百年 也不知得了什么好处 不但伤势恢复 更坚底气十足 杨开凭借本身实力 与他战斗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 所以毫不犹豫地 写出了大令之威 战无痕身影凝实 仿佛从大令冲走出来的 就是他本人一样 那大地气息迎面冲去 压得风君喘不过气 受杨开气急直行 战无痕三两步间 就来到了风君面前 抬手一圈砸去 毫无花俏 简简单单的一圈 好似普通人打架 但风君却是面露 骇人之色 手上沙漏猛的一分 沙漏之中 细沙往下流淡 一层光阴 以沙漏为中心 朝外扩散开来 战无痕身影 被那光阴笼罩 竟是像被施了定身中 直接定格在原地 杨开瞪眼 如此情形 与白卓和薄牙之间的遭遇 简直一模一样 而一招得手 风君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如此 话音刚落 便听咔嚓嚓一阵响动 被定在原地的战无痕 挥出的拳头 寸寸前进 崩碎了莫大束缚 拳头挥斥 虚空已经站立 一道道裂缝 蹦陷而出 风君怪叫一声 再无方才 气定神弦 急速后退 但他退得快 张无痕的攻势却是如复古之躯般跟随 眼看即将轰中风君 他又是一催地缘 将手上的沙漏翻转过来 与方才情形一模一样 肉眼可见的光阵 接荡而过时 张无痕身形定格 这一次 风君再没心思出言嘲弄 而是继续后退 面色凝重到了极顶 果不起然 只是片刻 张无痕又动了起来 崩碎虚空束缚 明明与风君隔了几十丈距离 但当他动弹时 风君却惊悚地发现 那拳头又披进自己的面门之前 沙漏三转 张无痕再定身 三动三定之后 张无痕的身影忽然变淡起来 前后不过三细功夫 整个人消散在了虚空之中 显然神通归能已消 这一道大地神通 竟是没能伤到风君分毫 虽未伤他 却也让风君损耗不小 杨开看得清楚 那沙漏每被转动一次 风君的脸色就难看一些 气势也要跌落不少 催动这宝物 让他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可是那沙漏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 杨开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世上怎会有如此恐怖的宝物 脑海中不由浮现出 之前的第三个自己说过的话 小心那沙漏 此宝归能莫测 确实未能莫测 尽管军团长之令中 只是封印了一道大地神通 不比大地本人出手 但也绝非一般伪帝所能抗衡 饶时如此也没能将风君怎样 可见此宝归力非凡 大殿内裂缝蛮步 那不单单是虚空裂缝 四孤 时空也在其中混乱 如此情形与杨开出境岁月神殿时 所欲何其相似 风君狂笑 说不出的欢快 从大帝手下逃过性命 纵然狼狈 也足以自豪 所以他开心 他大笑 喘气之中高举着手上的沙漏 小贝 你可知这是什么 杨开沉着脸 你从这里得到的 平风君本人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挡得住战武狠一道神通之力 但事实上风君却是挡下了 尽管只是依靠宝物的威能 却也彰显了他的不凡 这宝物出现得莫名其妙 显然不是风君之前就有的 否则他早就拿出来对付法身他们了 又怎么会自分精绪 去激发大帝遗骸上的力量 既然不是之前就有的 那么唯一的解释 便是他从岁月神殿中所得 这是岁月大帝的遗宝 大帝之宝 应付大帝神通 如此方才能让他保住性命 战武狠的神通不是被他击破的 是力量耗尽所致 不错 风君笑得可欢了 此宝正是本座从那高台上所得 你恐怕不知 此物可是岁月大帝当年的本命保护 大帝陨落之后 此宝便留在了岁月神殿之中 但有缘人得知 而本座便是那有缘之人 杨开将这话听在耳中 表面不动声色 心中确实在破口大骂 骂的是穷奇者老货 这家伙既是岁月大帝的作奇 守护岁月神殿无数年 那么对着沙漏保护知道的肯定一清二楚 既然知道 为何不将他取走 而且他之前还把杨潇等人带了进来 有保护在这里 为何还留给别人 现在好了 沙漏入了风君之手 自己军团长之令中 封印的一道保命杀敌的神通都被废了 这处境当真有些尴尬 杨开心中那个气呀 感觉自己快要被穷奇之老货给吭死了 风君得了新宝 又用此宝与大帝隔空接了一招 正洋洋得意 心情快乐无人分享 杨开问话 一下挠到了他的仰处 自然是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摸索着手上的沙漏 风君黑黑笑道 此乃无尽沙漏 内藏一万零八粒岁月神沙 这每一粒岁月神沙 都是岁月大帝当年亲手记忆 一粒沙能催动一个月的光阴 一万零八粒 那可是八百多年的光阴之力 大帝神通确实非同凡响 但又怎敌得过死宝之危 先前战无痕冒出来的时候 风君简直给他吓得要死 如今危局一过 倒显得好像未卜先知一样 无尽沙漏 内藏一万零八粒岁月神沙 每一粒岁月神沙 都是由岁月大帝亲自炼化而成 内运岁月之力 一粒神沙可催一粒光阴 一万零八粒 确实是八百多年的光阴之力 这种时间法则上的力量玄妙无双 军团长之令中 虽然封印的大帝神通 未能莫测 但在岁月之力的侵蚀下依然立有未来 就此消散 这也是风君为何能挡住大帝神通的医症 点光火时间 阳开已经冻歇了一切 想试试吗 风君笑望着阳开 虽是问话 却也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 底缘催动时 手上的沙漏再一次翻转过来 细小沙力在沙漏中徐徐流荡 肉眼可见的光阴跌宕开来 一下子就将杨开笼罩其中 根本不给他半点反应的机会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炼巅峰》 第3058期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五炼巅峰》 第三将零五十八集 度日如年 而被那光运笼罩之时 杨开分明感觉到 自己与什么东西 有了一层紧密的联系 寻根溯源之下 目光一下子盯住了 风君手上的无尽沙漏 此时此刻 那无尽沙漏中 散发着一股气急 牢牢地锁定了自己 冥冥之中 仿佛有一双隐形的眼睛 在盯着自己 竟让人有一种根本无法摆脱的感觉 杨开想都不想 一头朝距离自己最近的裂缝扎曲 这无尽沙漏之威 连大地神通都能对抗 他可不想以身释法 此时此刻还是赶紧逃命要紧 更何况 这沙漏规能虽强 但风君不可能无限御史 总有极限之时 而那个时候 才是自己反击的时候 从裂缝中冲出 与最开始的经历一模一样 又来到了一个大点之中 再次回到了原点 时空已经错乱了 错乱的根源 在与方才那无尽沙漏 与大地神通的碰撞 但杨开很快发现 锁定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层契机 并没有因为自己顿走而斩断 依然在紧密相连着 而且下一刻 从自己脱身而出的裂缝中 风君便尾随而来 这家伙手上拖着无尽沙漏 一脸笑吟吟的表情 精准地追到了自己 微笑道 无用无用 在此宝之前 便是你掏到天涯海角 一时无用 快快束手就紧 你可免受折磨 你先追到我再说 杨开咬牙低喝一日 一声急闪起步 寻了一道裂缝冲进去 风君缓缓摇头 嘴角勾起 露出嘲弄之色 似在嘲笑阳开的 自不量力 不乏不及不虚 如复古之躯般跟随 声音穿破时空 在阳开耳畔边响起 何苦来在 你虽不错 但又怎逃脱 此宝的契机锁定 难道你就没有察觉到什么 还是赶紧放起挣扎吧 风君不说这话还好 此言一出 杨开果然是察觉到了什么 或者是确认了什么 之前他就有点察觉 只不过不太敢肯定而已 当那无尽沙漏 被风君翻转过来时 当那沙漏契机锁定自己的时 当那岁月神沙 在沙漏中缓缓流淌之时 阳开就生出一种 岁月从自己的身上 黏过的感觉 这种感觉与他之前 从两济山赶往岁月神殿之时 所欲极为相似 自是察觉到阳开的人色变化 风君大笑道 你以为这岁月神沙 催动的光阴之力 是加持在谁的身上 愚蠢小辈 这无尽沙漏内 此刻流淌的 可不是岁月神沙 而是你的寿源 阳开面色一尘 倒不是因为风君 闺言耸听 而是能确认 他说的是真的 当那无尽沙漏锁定自己 岁月神沙开始流淌的时候 自己的寿源便在迅速的流逝 一粒岁月神沙代表的便是一月之力 才逃了这么一会儿功夫 阳开几十上百年的寿源便已经没了 平空为那无尽的沙漏所夺 这种无形之中损人受缘的保护 让阳开不禁有些浑身发凉 他不禁去想 若是这样继续下去 自己会不会忽然老死在这里 死没有什么好怕的 虽修行岁月短暂 但他这一生已经见过了太多精彩 经历了许多美妙 便是此刻战死也没什么遗憾 可这不战而亡 硬生生被人家抽干受缘 就让人有点无法接受了 所以阳开转身 驻足 双手抱拳 凝视自己顿出的那道裂缝 以深夜压顶之势 重重砸漏 这一击汇聚了他三十丈龙区的所有力量 便是大帝在此 也要砸他个头破血流 下一瞬 风君从裂缝中追击出来 没有半点意思 只是淡淡地瞥了阳开一眼而已 当双拳砸落时 阳开心中归为一尘 只因手下没有半点触感 这示弱雷霆的一击 竟是砸在了空处 方才那一瞬间 他明显看到风君的速度忽然变快 剑步融发地避开了自己一击 不等他反应过来 背后便一股大力传来 仿佛被一座大山给撞上 杨开整个人跌飞 口中喷血 直接朝面前那道裂缝冲去 弱了裂缝 重回大殿 殿内有人 一个完好无损的自己 正傻乎乎地站在那里 正正地望来 杨开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他眼中的惊诧和警惕 正如自己出入这大殿一样 这是遇到过去的自己了 杨开脸皮一抽 不知该做何表情 鬼使神差地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正口来了一句 别啰嗦 赶紧找你儿子 说完之后 这才反应过来 这一句话 不正是自己 才进大殿的时候 听到的那句 也不知怎的就说了出来 不过也没工夫细细解释 封军马上就要追来 杨开急忙朝不远处 一道裂缝顿去 顿若裂缝之时 他能够感觉得到 那过去的自己 紧追而来 不过却一下不见了踪影 封军就在前方等候 似等了很久一样 一副老朋友见面 分外热情的神色 你又能逃到哪儿去 莫作无谓挣扎了 说话间 抬手一掌朝杨开拍了过来 他的动作不快 最起码杨开能看得清清楚楚 双手一抬 空间法则涌动时 拾起到漆黑月刃 凌空斩去 虚空之中落下印痕 便在这时 精神微微恍惚了一下 在回神之时 月刃无功 反倒是自己 又中一掌 背拍的胸口气血翻滚 浑身骨头咔嚓嚓作响 重新起身 目光阴沉地望着风君 杨开微微眯眼 原来不是你变快了 先后两次交手 已经足够让杨开 看过一些东西 他本以为 是风君的速度忽然变快 所以自己刚才才会 猝不及防 背后中招 可是现在看来 并非如此 风君没有什么变化 有变化的是自己 风君微笑 无尽沙漏 可不单单只有仇人兽缘指挥 他毕竟是大地医保 又怎会如此简单 杨开点点头 这么说来 是他影响了我对时间上的观念 俗话有言 度日如年 这并非毫无根据 若实力足够 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风君说着又摇了摇头 不过此宝玄妙异常 本座炼化不全 暂时还无法达到此境界 虽达不到 可也略有所得 所以他拉长了 我在时间上的感知 杨开吐了一口血水 一个呼吸能应付的事情 杨开反应过来 却需要十个呼吸 百个呼吸 自然无法应对 将后两次中招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此你还不认输吗 风君淡淡地望着杨开 本座真的不想杀你 杨开雷嘴宁笑 有本事的话 你就让时间在我身上 彻底定格 如此一来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风君轻轻叹息 哎 丧家之犬的哀嚎真是难听 左手拖着无尽沙漏 右手掐掘 摇摇冲阳开 所在一指 煞时间 大殿内风雷之声大作 呼啸刚风将阳开包裹 那旋转的风 刚化为风锐之阵 无时无刻 不再切割着阳开的身躯 风刚之身 威力巨大 等贤帝尊竟落入此间 只怕立刻就要被较为积分 杨开没死 浑身上下鲜血淋淋 衣衫破烂不堪 但那呼啸风中 却有龙吟声震天 庞然大雾迅速显露身影 三十丈龙驱 暴力风刚之中 龙鳞之上火光四溅 杨开张口猛吸 仿佛吸一碗面条 营绕身体四周的刚风 齐齐被吸入口中 三膝功夫便消失不见 风君动容 伪帝之下 杨开是他所欲最强者 一般的帝尊竟 他随意便可斩杀 可眼前这个 似乎确实非同凡响 仅能挣扎到现在 咯吱吱 杨开嘴巴如同 似在咀嚼着什么 金色的巨大龙精 盯着风君不放 张口抱贺 还给你 最后一次出口时日 已化作灰猛龙吟 似要汗九霄 洞乾坤 噗的一声轻响 一道劲气迎面朝风君 击射过去 没用的 在杨开的视野中 这一击明明打中了风君 可眨眼之后 他又安然无恙地 出现在另外一边 打中的只是杨开视野中的风君而已 在自身对时间感知 被影响的情况下 实在很难判断敌人的真正位置 不过杨开却是不作停歇 古老灰色的龙羽香气 再次张口 这一次从口中喷出的却不是进气 而是浓浓烈焰 气黑翻滚的烈焰 火龙吐息 金圣龙本源之力 之所以被称为金圣龙本源之力 是因为这一份本源之力 能演化出所有龙族的力量 火龙 水龙 风龙 冰龙 只要杨开愿意 皆可演化 以前杨开不会 不过龙殿一行 经演龙族秘书之后 他就会了 大殿瞬间化作火海 空间被充斥 不留一处死角 唯独风君身侧灰风萦绕 三丈之内不见火光 仿佛狂风骤浪中的一块礁石 安稳不动 风君冷哼一声 不见棺材不掉泪 岩霸迈步上前 许许朝阳开走来 满天火海竟不由分向两旁 露出一条可容他通行的道路 放眼望去 风君走到哪里 哪里的火焰便熄灭 虚余之间 他便来到了阳开 十丈之处 身形上 他插了此刻的阳开 几十倍有余 但气势上 却使他更胜一轴 仿佛高高在上的 那个是他 轻抬手 黏指尖 风君空着的右手上 出现了一面小扇 那扇子不过一尺长短 其上却是光滑流淌 风君举起小扇 冲阳开所在轻轻一身 狂风大作间 一道匹链般的风刃 从扇中击舍而出 眨眼化作了十几张 迎面朝阳开斩去 阳开想躲 但时间上的感知被扭曲 又如何能躲得掉 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风刃已到了近前 匆忙间举臂在前 交叉挡在面门处 逛的一身扬开身形一阵 小山丘般的身子往后滑腿 双臂上出现了一道巨大伤口 心血直流 借那力量 趁势转身 一个龙摆尾扫向风君 龙鳞覆盖的龙尾仿佛一条长鞭 扫过虚弓 那虚弓便站立崩碎 风君耻笑一声 小步微抬只是几步便躲避开来 轻松血液的很 阳开一击不中 以河身扑来 口中龙羽之声再起 风君手上小扇高举 又朝他伸去 这一次出现的不是一道封阵 而是十几道 上下左右 封死了阳开所有躲避的空间 党无可挡 避无可避 阳开却是直应其风而来 面上一片狠力争鸣 颇有一股 虽千万人无枉也得毅然决然 自不量力 风君冷笑不迭 左手一直拖着的无尽沙漏 微微一震 便要顾忌重施 以岁月神沙之力 去影响阳开思维上的感知 可就在这一时 光的一声响动传出 光运跌宕开来时 阳开整个人已从原地消失不见 风君眼帘一缩 下一世便感觉到一个巨大的身影 遮蔽了自己眼前的光明 开头望去 只见阳开低头俯瞰着他 仿佛在望着一只蝼蚁 嘴巴咀嚼间 张口扑的一声 吐出一道龙溪来 那龙溪切碎了虚空 似无坚不摧 直朝风君头顶斩下 风君惊以一声脚步一挫 朝旁躲开 可侧旁却有凶猛力道冲击过来 似在等着他一样 扭头望去 只见阳开右拳从那边横扫而来 拳上力道恐怖绝伦 风君眼角微跳 他修为虽比阳开高出一些 但自负 若真的被这样一拳砸手 恐怕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当机立断 整个人化作一股毫不受力的威风 消散此间 阳开一拳扫在空处 不免有些懊恼 大殿一脚 风君再度现身 凝视阳开另一只手上的大钟 冷哼一声 山河钟 此时此刻 阳开不但手提着山河钟 还不断地屈指轻弹 所以大殿内不断地响起山河钟的声响 一圈圈光雨以山河钟为中心 朝四周扩散 洗涤阳开的身躯 风君在此百年 得四月大地医保无尽沙漏 以无尽沙漏抽取阳开寿源 影响阳开在时间上的感知 可他有大地医保 阳开就没有吗 山河钟也是大地医保 大家手上都有 谁又能怕了谁呢 大地医保之危 也只有大地医保才能应对 所以当阳开寄出山河钟 谈响终生之时 自可让自己的感知恢复如初 但己身与那无尽的沙漏的联系 却没有被切断 岁月神沙流淌之下 阳开的寿源依然在不断地流逝 大地医保 阳开无法发挥出所有的威能 和同样的风君也发挥不出无尽沙漏的所有威能 在这个层面上两人都是半吊子 钟声持续响动 那无形的镇压之力弥漫开来 冥冥之中 风君身子沉重 感觉就像是有无形的大山压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钟响镇山河 地运转乾坤 说的就是山河中 他从来都不是一件困敌的保护 只不过阳开别出心裁 偶尔会用山河中这么对付敌人罢了 欲知后事如何 昏营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这三千零五十九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友商术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昏营继续收听 《物恋巅峰》 第三千零五十九集 你完了 此刻激发山河中的威能 杨开一下子摆脱了 无尽沙漏对几身的时间干扰 重新恢复了政策 风君显然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凝视山河中一阵 微微一探 开口说道 原家一节不一节 你杀我摩天岛那么多人 本座也让你吃了点小亏 不如今日之事 就此作罢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如何 对付一个精通空间法则之人 没有无尽沙漏的牵制 风君实在是没什么信心 除非杨开与他拼杀到死 不去逃跑 否则杨开若想逃 他还真没什么办法 这样的争斗 风君不想接 这次能进岁月神殿 得着无尽沙漏 还已心满意足 至于死掉的那些摩天道中人 这世上死的人还少吗 能为道主大义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是他们的荣幸才对 何 杨开翁声回应 咧嘴宁笑 留下那无尽沙漏 自费了修为 我让你走 风君彬眼黑黑冷笑 小辈 本座诚心求和 可不是代表本座怕了你 你若再如此冥顽不灵 那本座也只好在此斩了你 有本事你就放马过了 杨开抬起一手 冲他勾了勾 没得商量了 风君微微眯眼 杨开大笑 早就跟你说过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还要啰嗦什么 风君深吸一口气 面露一丝无奈 你既要逼我 那就做好承受对价的准备吧 说话间 高高举起手上的武锦沙漏 地缘狂催 悉数灌入那沙漏之中 沙漏内 岁月神沙流淌的速度 本来不快不慢 杨开与他争斗了这么长时间 那其中的神沙 也才流淌了一半而已 换句话说 杨开只被抽走了四百多年的寿元 但当风君此刻失为 那神沙流逝的速度竟陡然加快 还剩下一半的沙力 在三五席间竟是流得根根净净 杨开忍不住闷哼一声 一口心血涌上喉头 差点喷了出来 虽然没有任何外力作用 但如此短的时间内 失去四百多年的寿元 也等于遭受重创 气血之力 陡然下降了好大一劫 这还没完 当沙漏里的神沙 彻底流向另一端时 风君再一次将无尽沙漏 翻转了过来 一身力量疯狂地 朝沙漏中灌入 凝笑不已 有此沙漏 你拿什么根本作到 本作愿放你一马 不过是心有慈悲 真当本作拿你没办法了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寿元 迅速流逝 这种滋味绝对不好受 而且这种流逝 不但是能看到的 还能亲身感受到 迎开又岂会坐以待毙 山河中持续响动间 身形疑惑 从原地顿走 在现身时 人已到了风君的背后 龙爪破空 朝他抓去 风君却像是背后长了眼睛 右手上小扇轻甩几下 心里风刃精准朝阳开展向 痴痴几声 阳开没闪没闭 巨大龙爪上多了几道 鲜血直流的伤口 狠狠钻响 风君咬牙 自没想到阳开竟如此狠辣 又头疼阳开身体之间阵 他那小善之威 风锐无匹 等闲帝尊境被斩 只怕立刻便要支离破碎 阳开龙化之躯 却是坚固无比 只多了伤口而已 勉强伤到骨头 可不容缓时 风君化身清风 冲天而去 猝不及防 山河中当头照响 阳开右手一直在弹动山河中 又怎会不防备 他化风顿走 只要山河中能照住他 阳开就有一百种方法 将他弄死在这了 但风君又怎会轻易入洪 肉眼可见的清风 几度变换方向 竟是摆脱了山河中的镇压 在另一边重新显露身形 沙漏中的神沙再次流淌干净 阳开再也忍不住 一口鲜血喷出 三十丈的身形骤然缩小了十丈 兽缘被抽 气血变得衰败 连龙化之术都无法全面维持了 他的攻势却是毫不停歇 一副便是要死 要啃下敌人一块血肉的架势 奔行之时空间法则涌动 月刃破空战区 风君一催沙漏之威 那月刃攻至面前却诡异停滞 让他得以从容避开 用一种看疯子似的眼神望着阳开倒 你不要命了吗 阳开扑杀之中 雷嘴凝笑 有本事你将我的寿源抽根 风君眼角跳了跳 沙漏转动 这一次神沙却没有再迅速流淌了 而是如最开始那样的速度 不是他不想 而是做不到了 他得无尽沙漏百年 虽也炼化 但根本无法发挥出磁宝的全补威能 强行催动两次已是极限 自己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再没法迅速激发沙漏之危 杨开正是瞧出了这一点 才会如此的恨不畏死 他如今弟尊三层镜 寿源最起码已有几千年 沙漏中深沙流淌一次是八百多年 两次便是一千六百多年 算上此前在两界山中被碾压的岁月 他还有得火 拿自己的寿源拼对方的手段 也是无奈之举 若非情非得已 杨开怎会如此做 如今眼见风君 潜驴济穷 忍不住大笑一声 你闻了 话落间 杨开右眼处变得漆黑一片 那是纯粹到极致的黑 仿佛能吞噬事件万物 提表出魔源咆哮冲天而起 本以衰弱的气势陡然暴涨起来 风鸣之音在大殿中回响 虽大却显得低沉肃木 黑铜炼狱 暗黑无际 这本是杨开最强大的杀手键 比起龙花秘术还要更胜一筹 当初以道元净入魔 独斗三大帝尊 尚能全身而退 可见此数之强 但强归强 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每次使用 杨开都有坠入魔道的风险 以前施展着秘术 需得解开丹田处的封印 释放丹田内的魔器才行 可如今杨开在魔语 静生计存三层镜后 已真正入魔 一身力量都化作了魔源 所以压根就不需要再解封什么 不需要担心什么 随时随体都可以施展出暗黑无尽 面对一位伟弟 杨开不敢有任何清新大义 所以一上来就记出了军团长之力 想要速战速决 可惜事与愿违 大帝神通会无尽杀漏消除 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他又施展龙化秘术 地出山河中 结果依然不尽人意 如今剩下的 也只有这一招暗黑无界了 这也是他最后的杀招 说话间 纵然施展出了这最强大的杀手锏 杨开也不敢保证 自己绝对能赢得了封军 在魔语之中 他独自斩杀过半生 但那银丝是由重创在身 周天之战的伤势未愈 才给了他可趁之机 更何况 银丝擅长的是魅惑之术 正被杨开索克 哪能不死 风君不同 他在此间疗伤百年 声势尽负 此间争斗纵有损耗 也比那个时候的银丝 要强很多 暗黑无界一出 大殿立刻陷入了黑暗之中 那种黑是无法形容的黑 不但视野不可见 就连感知都被屏蔽了 风君也没想到 杨开到了这个时候 居然还能施展出如此强大之术 面色微微一惊 却不显慌乱 施法护持己身 左手沙漏 右手小善 凝神以待 便在这时 心中呼声感应 抬头眼光 明明黑得什么都看不见 但风君却依然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在那天空之中 有一轮巨大的漆黑原木 正静静地俯瞰着自己 那种无形的威压 让人不禁有些心慌意乱 没来由的 心中警召大声 风君想都不想 右手小善一挥 喉笑生气 一股龙卷 从善终鸡舍而出 化作一道巨大的风龙 猙獰而出 风龙正面 杨开正闪身而来 现状眼角出了仇 暗夫为帝 果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暗黑无解之中 风君理当时 什么都感知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才对 但他依然能精准地 找到自己的位置 并且探知到自己的动向 可见此人不凡 如此人物 竟是坠入摩天道 沦为魔族走狗 未免可惜 风龙扑来 杨开迎上 右手高抬 持山河中猛的轰响 无声无息 龙手破碎 风龙却是骤然化作千万风阵 四面八方击手 杨开身上顿时火光四体 那风阵站在龙鳞上 没有声息 却威力不小 占尽先机之下 杨开还吃了点亏 身上多了不少细小伤口 不过也借此扑进风君十掌之内 如此近距离 杨开抬掌 巨大的巴掌 将风君头顶上的天空彻底遮蔽 凶猛开吓 风君猛地抬头 仿佛看到了那只巴掌一样 立合之时 局长迎上 洪风汇聚在掌心之中 化作晴天局长 又是一次无声无息的碰撞 双掌相处时 扬开巨大的身形 往后微微一扬 差点被掀翻在地 风君的身子也是猛的意海 这一击竟是个势均力敌 杨开咬牙 风君亥然 不比之前斗法交缠 这一次可是实打实地碰撞 一个底钻三层镜 竟与自己不相上下 风君如何能淡地 但他却是丝毫不停歇 立刻稳住身形 循着那掌力来源的方向 就扑了过去 竟是反攻了过来 杨开岂会褪臂 脚步在地面上一措 定住身子 一拳挥出 再一次碰撞 再一次彼此震开 煞石间黑漆漆的大殿之中 一个伪帝 一个底尊三层镜 打出了一个天崩地裂 打出一个璀璨绚烂 如此硬碰硬 是杨开乐意见到的 风君修为比他高 修行的年月比他长 如今手上又有无锦沙漏 真要是与他纠缠斗法 铁定没有赢的希望 所以风君如此做法 正合了他的心意 不过对风君来说 却是无可奈何 无锦沙漏归能不小 却难破此间秘书 视野被夺 连感知都模糊到了极致 他根本难觅杨开的踪影 此刻他的状态 就是又瞎又聋 只能依靠每一次 与杨开交手瞬间 那微弱的气急感应 方才能锁定杨开的位置 失去那一瞬间 他便再也别想找到 杨开的踪影 所以他不敢停领 只能一鼓作气 持续不断地与杨开硬碰 以期能击垮敌阵 两人此刻身上 皆都是魔缘翻滚 显然都是动用了权力 再没有丝毫留守 到了这个程度 已然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谁也不能再退后半步 争斗之中 杨开不断地激发龙族秘书 风君也没闲着 手上的小扇 每每扇出踢骨之风 让杨开吃作了苦头 荒暴的力量宣泄之下 大殿内一片狼奇 得亏此地是岁月神殿 岁月大地的行功 否则早已经崩塌殆尽 时间流逝争斗不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论是杨开还是风君 出手的威力 也都是越来越小了 如此一场生死搏杀 对两人都有着巨大的消耗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笼罩大殿的黑暗逐渐退去 风君终于重见光明 扭头望去 风君挑眉 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手指着杨开 有气无力道 何苦来在 十丈外 杨开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 浑身上下满是鲜血 狼狈到了极点 包大龙区早已辜负存在 不但如此 连一头黑发都变得血白无瑕 皮肤干枯 毫无光泽 哪还有二十岁青年的模样 此时此刻 说是四十左右也不为过 满面苍僧 两人争斗之中 寿源不断地流逝 此前就已经去了两千多年的寿源 再加上争斗中流逝的 杨开此刻 颇有一种大限将至的感觉 他知道这种感觉并非错觉 而是真正的大限将至 或许十几年 或许几十年 顶多不过百年 这种损伤比起身体上的伤害 尤为严重 身体上的伤势 纵然是神魂受伤 也有法则可以恢复 但寿源被抽 是从根本上的损失 除了一些增加寿源的天才地宝 这世上无人可以医治 此刻的杨开可以说是凄惨无比 他不好过 风君也没好到哪儿去 胸口都塌陷了半边 右臂垂落软绵绵的 本来持在手上的小扇 也不知去了哪里 浑身衣衫都被鲜血染红了 站在那里 血水汇聚在脚下 涓涓流淌 以帝尊三层镜之力 独斗伪地 能有如此战果 普天之下 也唯有杨开一人 足以慈号 风君摇头不断 值得吗 杨开喘气 发出如破旧风箱般的 嘶哑声音 当然 无尽沙漏如此威能 落入风君手上 无地如虎添翼 若是再落到残叶手上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这一次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只要能将风君斩杀此地 将无尽沙漏留在岁月神殿 都是值得的 说话间 杨开抬起一拳 朝风君砸去 与之后事如何 昏杨继续收听 物恋巅峰 第三千零六十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婚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三千零六十集 少年少女 那速度缓慢的 仿佛蜗牛爬动 便是一个三岁孩童在此 都能轻松躲开 风君面皮一周 同样挥拳迎上 在那黑暗之中 两人如这般交手无数次 自然轻车疏漏 足足十几息后 双拳才碰撞在一块 轰得一声巨响 风君和杨开 齐齐吐血 各自仰面飞出 撞在墙壁上 温缓滑落下来 两面墙壁上 都落下了浓浓的血迹 风君勉励坐起身子 背靠墙壁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遥望着对面的杨开 黑然一笑 到最后 很是本作声了 你死在这里 只怕也没人知晓 黄泉路上 恐怕会很哭灯啊 两人此刻差不多 都是游进灯窟了 但杨开一身受缘 与无尽沙漏紧密相连 那沙漏还在持续流淌着 风君只需要静静等候 就能等到杨开受缘耗尽 寿终正寝的那一刻 而杨开此刻的状态 也不容他在做什么 除了等死之外 所以风君说自己胜了 虽然被一个帝尊三层镜 打成这样 多少有些丢脸 但最终的结果 还是能够接受的 等杨开死后 他只需要在这里 继续疗伤一阵 继续炼化无尽沙漏 便可坐拥整个岁月神殿 带到出关之时 便是明扬天下之时 杨开此刻也背靠着墙壁 低垂着头颅 额前长发 遮挡了眼帘 滴滴的声音传来 你胜了 只怕未必 风君痴笑 难不成你还有什么手段 若有的话不妨施展出来 本座此刻可没有什么反抗之力 你只需过来轻轻一拳 便能要了本座的性命 杨开抬眼 透过额前长发 凝视对面的风君 雷嘴一笑 我恐怕没力气打你了 但是你也赢不了 话落之时 杨开抬手 遥遥朝风君一指 嘻哩哩一声 一头足踏黑银 额声独角 矫健雄壮的异兽 闪亮登场 那异兽看着如马匹 却比普通的马匹 要高大很多 而且浑身上下翻滚魔圆 气势胸力强横 赫然已有半圣之子 杨开身边可不止有三位魔族半圣 小玄界中还有一个追风 之前没有召唤他出来 是因为暗黑无界之中 除了他本人之外 所有被此数笼罩之人都会受到影响 即便将追风换出来 追风也会如风君一样 又瞎又龙 到时候帮不了忙 恐怕还要添乱 现在不同了 风君也是如自己一样 游进灯窟 找追风献身 正是痛打落水狗的好时机 追风虽是魔族异兽 灵智不全 但谁敌谁友 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游以献身便回头瞧了阳开一眼 大眼睛眨了两下 再瞧瞧另一边的风君 煞时间两只眼珠子红了起来 浑身上下磨眼淘天 嘻哩哩哩一声低头就朝风君那边撞了过去 风君莫等口呆 几乎看傻了眼 本以为大局已定 胜券在握 只需等待阳开身死盗消的一刻 谁知 这家伙居然一抬手换出这等凶固 追风是什么异兽 他认不出来 但那半生的气息却不是假的 如此凶固 便是全盛时期碰上了野头疼 更何况此刻的狼狈之身 盈看追风闷头撞来 那额前独角闪烁着森冷的光芒 风君哪还不知若被撞上 自己必死无疑 生死危机关头 风君一口咬破舌尖 从手上无尽沙漏喷出一口金血 一只古朴无华的无尽沙漏 忽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光芒散发时 整个岁月神殿都站立功名起来 下一瞬间 一层光幕凭空出现 将风君包裹其中 空的一声 追风撞在那功目之上 发出巨大的声响 直接被阵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岁月神殿又是一阵功名站立 仿佛追风那一撞 撞得不是光芒 而是整个岁月神殿 追风飞空 风君和阳开都望着对方 破口大骂起来 卑鄙无耻 狡诈阴险 骂完之后 一起手骨着胸口 一起剧烈咳嗽 嘴角边不断地溢出心血 两人拼死拼活 打到现在 几乎是个同归于尽的结局 到了最后 大家居然都留有后属 杨开觉得风君卑鄙无耻 风君觉得杨开狡诈阴险 只不过也就骂了一句 大家都停住了 实在没力气骂 无论是风君还是杨开 此生估计也是头一次如此不堪 另一边 追风重重落地 爬起身子之后 摇晃了一下脑袋 再一次认准了风君所在的风向 凶猛冲撞过去 片刻后 又是轰隆一声巨响 追风再次飞出 与方才情形一模一样 杨开眼角跳动 感觉这次麻烦大了 他一直隐忍着隐忍着 没把追风招出来 就是想在关键时刻 给风君一个大大的惊喜 本以为最后能一锤定音 谁知风君也隐藏了一层手段 那经由他口喷精血 无尽沙漏激发的光目 虽无杀声 但一脚便坚韧无比 追风两撞之下 根本没有半点效果 凭追风之力 恐怕还真没办法破除 光目不破 风君便不死 风君不死 他就死定了 无尽沙漏中 神沙流淌 他的寿源不断地流逝 根本撑不了多久 难道只能逃亡小玄界了 小玄界自称一方天地 若是顿入其中的话 或许能斩断 自身与无尽沙漏之间的联系 但也只是或许而已 没试过的事情 杨开无法肯定 但这确实是他最后的退路 对面处 风君呵呵低笑起来 笑得很开心 杨开看不惯 冷着脸虚弱道 再笑把你牙打掉 风君摇头 同样用虚弱质疾的声音回应 没用的 没用的 无尽沙漏不但是大地医保 也是控制岁月神殿的中枢 本座随沙漏之力 既神殿之危 护之既身 除非这孽畜能破了整个岁月神殿 否则 谁也没办法 将本座怎么样 便是大地亲自来了也不成 神若有大地来此 你说这话试试 嘲笑回嘲笑 但杨开估计 风君没骗自己 到了这个时候 欺骗已经没有必要了 而且追风方才 两撞之时 每一次撞击光幕 四月神殿都会污名一任 可见那光幕 确实与整个神殿紧密相连 不破四月神殿 根本无法伤到风君分毫 可追风如何能破四月神殿 这等于是无几 两人说话间 追风以闷头第三次冲了过去 风君一脸讥讽地望着追风 此兽倒是不俗 只可惜明珠暗头啊 不过小辈你放心 等你死后 本座有大把的时间驯服他 他还以为追风是杨开收复来的坐骑 若是叫他知道 追风是长天的坐骑 只怕就不会这么想了 长天不卑 魔圣之名 但无可争议的 他也是一位魔圣 魔圣的坐骑 区区风君岂能收服 追风不过是因为杨开身负龙族血脉 与之亲近 两者之间根本谈不上主仆二字 说话间 追风已到风君面前 不过这一次他倒是学乖了 也没有闷头去撞那光幕 而是忽然高高举起双蹄 如山月压顶一下 狠狠踏下 这一踏之力 面前便是有一座大山 也要被踏得支离破碎 但那光幕却只是微微凹险 很快恢复如初 不过这般姿态 追风也勉确了再次被震飞的命运 甚至只是微微厚仰 重新混住之后 又一次踩下 每一次双蹄落下之时 岁月神殿都会轰鸣一声 一时间 空界的大殿之中 持续不断地回荡着这种震撼人心的声响 时间流逝 光目无恙 追风怒气冲天 口中稀里里 鸣叫不断 不时地回头看一眼杨开 似在求救如何杀敌 杨开哪有办法 他还指望着追风 能破了眼前这一个局呢 某一个 当追风再一次双蹄踏下 神剑震动之时 一个昏怒之声 忽然在大殿中响起 吵死了吵死了 哪个王八蛋 哎呦 你打我做事 让他你的眼睛看清楚 又一个声音响起 第一个声音是男子的声音 听着很爽冷 第二个声音是女子的声音 虽然只是一句话 但却婉转悠扬 清水如歌 极为悦耳动听 这大殿之中居然还有别人 而且不止一个 风君忍不住眼珠子一瞪 低喝一声 什么人装神弄鬼 一脸警惕地打量四方 神念四散便因寻人 哪里寻得到 大殿内除了他之外 便只有杨开和那只异兽了 根本没有旁人的信息 杨开也是眉头一皱 岁月神殿中 有人他是知道的 确实不止一个 算上穷奇流言的话 那可是四个 但这一男一女的声音 却与他所知的那四人 完全不一样 不是流言 不是穷奇 更不可能是阳修阳雪 这神殿内居然还有旁人 这两人到底是谁 杨开心头一沉 隐约感觉 这次的事情有些棘手了 若是这两人 一直在神殿中的话 那杨潇杨雪 两个小娃娃哪儿去了 之前看到的穷奇 和流言的遭遇 是否与他们有关 追风灵志不高 却透着一股鬼精灵的劲 所以当这一男一女的声音响起时 他便贼头贼脑地往后退去 一路退到了阳开面前 大尾巴在阳开面前甩了几下 眼珠子滴溜溜四转 耳朵支了起来 一副眼观四路 耳听八方 保护着阳开的架势 风君那边 喝过一声之后 并无回应 这让他的脸色有些凝重 沉隐了一下说道 何方高人在此 不妨献身引剑 状态虽然狼狈 话却说得不卑不亢 因为他有底气说这个 催动沙漏之力 激发神殿之威 如今整个岁月神殿 都在守护着他 除非有人能毁掉这岁月神殿 否则无人可以伤他 这不曾现身 只说了一句话的男女 固然有些高深莫测的样子 但风君也不是随便揉捏的阮柿子 自然没必要惧怕什么 不过此刻情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且先打探清楚这一男一女的身份 最好能当面问个清楚 再做其他打算 风君问过之后 神殿内没有半点声响 仿佛刚才传来的声音是错觉 这让风君不禁有些盲人 扭头朝杨开那边瞧了一眼 见杨开和追风没反应 心知那绝对不是什么错觉 杨开绝对也听到了 否则也不会露出那样的深色 风君皱了下眉 再次沉声道 还请现身迎接 神殿最深处 大殿之中 一面水缸大小的透明镜子上 镜面非真实 由法术而成 倒映着杨开和风君等人的情况 此时此刻 一男一女站在这面镜子前 低头俯瞰内中情景 这一男一女看着都极为年轻 男的十六七岁的少年 女子也不过二八方灵的少女 男的俊俏 身形心长 一头雪白长发 一点杂色都没有 所以扎捆了一个马尾 吹在脑后 面容如雅 对人一种天生的亲切感 女的身穿一件和黄色长裙 身段窈窕 亭亭玉立 红唇穷鼻 肌肤雪白 七双赛雪 一头乌黑长发 披鱼鲜鲜肩上 柔亮滑顺 这一对少年男女站在一处 端得是一双金铜玉女 此时此刻 那少女凝视着镜中人 目光盯着阳开 看着她那沧桑容颜 还有一头雪白的头发 眼眶漠然发红 眼泪水顺着脸颊流了出来 身边少年虽然也是一头雪白长发 但与阳开情况不同 她的头发天生如此 阳开却是受缘消耗过多 大线将至的标志 少女虽从未入室 但修为不俗又哪能看不出这一点 心疼所以眼红流泪 心疼之后便是愤怒 少女目光一转 望着背靠着墙壁的风军 森冷凤眸之中满是杀鸡 身边少年也盯着 竖法镜面 额头上冷汗淋淋 一副活见鬼的架势 口中不断地嘀咕道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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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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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话 竟是原地地打起了转 一副走投无路的架势 忽然眼前一亮 瞅着身边的少女说道 此地之事有你就行了 那个我先走一步了 说着话身形一晃破碎虚空 便要离开此地 少女一抬手 鲜鲜玉手精准无比地揪住了少年的耳朵 将她从虚空之中拽了回来 少年痴痛 勾搂着腰蹲在少女身边 苦兮兮地说道 又来这招 怎么有话好好说呀 你老人家若有什么吩咐 只管开口 孩儿上刀山下火海 眉头都不皱一下 只不过还请你老人家手下留情 别揪我耳朵了 我这好歹也是龙族 穿羊出去面子往哪放啊 以后都没法坐龙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第3061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亚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亚居》 昆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第3061集 大哥 明明两人看着年纪差不多 但少年却是口称孩儿 少女也没有半点突兀之感 仿佛李登如此似的 闻言瞥了他一眼 然后把手一指 点向镜面中的风君 淡淡说道 我要他生不如死 少年眨眨眼 就这个 成还是不成 少女继续问道 少年拍着胸脯 包我身上了 演吧 陪着一张笑脸 讨好的望着少女 少女瞧了他一阵 这才慢慢松开小手 恢复自由 少年揉了揉耳朵 凝视着镜面中的风君 咬牙切齿一阵 死将耳朵被揪之仇 记在了她的身上 少亲又是轻轻一笑 突气开声 说造化 道造化 造化颠倒 还造化 天无常 地无常 无常道上 人无常 说化之间 一脚迈出 就那么踏入镜面之中 身形如水文一般 投入镜面 就此消失不见 下一瞬 已然出现在大殿之中 落足风君面前 少年面如冠玉 笑得昏文而哑 风君大惊失色 因为从她的视角来看 面前这个少年 出现得太过诡异 仿佛是从虚空之中 醒来的一样 此前竟是 半点征兆也没有 定眼望去 风君眼帘一缩 以他之能 竟是瞧不出 对方的身权 这固然有他 此刻状态不佳的缘故 也从侧面证实了 此少年的不凡之处 少年的声音 与方才在大殿中 响起的声音一样 风君岂不知 刚才说话之人就是他 当即神色疑速 正欲询问对方的 来历身份 谁知那少年 根本不给他 开口说话的机会 面上依然挂着笑容 伸手朝前撵去 轻轻说道 拿了别人的东西 不想当手吗 也该误会援助了 他神色轻松 仿佛面对的 不是一个伪敌 而是一个手 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他姿态喜意 此不过是弯腰捏花 随手捏来 那一只白玉无瑕的手 轻松无比地穿透了 笼罩在风君的身色 任凭追风 如何冲撞见他 也不算分毫的光目 然后捏住了 风君手上的无锦沙漏 风君大害 无锦沙漏是大地医保 是他在此间最大的依仗 更是控制岁月神殿的中枢 他以精血之力 摧神殿之威力 护之己身 就算大地亲自 除非毁了岁月神殿 否则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这话他之前跟杨开说过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但才过没多大一会儿 面前便凭空冒出来一个少年 少年弯腰探手 穿透光目 捏住了无锦沙漏 风君哪能不惊骇 如此情形 比大地亲自都让他感到惊悚 大地来了 纵然手眼通天 出手行事 他最起码也能看出点端倪 可少年探手 却是不带半点烟火气息 他完全看不透 少年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心神一阵恍惚 左手一倾 一直拖在手上的无锦沙漏 竟就这么的不见了 再抬眼望去 少年不知何时 已经挺直了身子 那无锦沙漏 已经出现在了对方手上 此刻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 下时间 风君毛骨悚然 惊出了一身冷汗 只感觉浑身血液都变得冰凉 这就是无锦沙漏啊 少年把玩了一阵 撇了撇嘴 然后将那沙漏王身后一抛 仿佛再抛一个垃圾 然后这少年神色一改 温润如玉 煞时间变得凶神恶煞 一脚踹在风君的胸口上 破口大骂了 就是你这个王八蛋 扰人轻胸啊 不知道这里是有主人的吗 你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成了本少的同意 没有本少的允许 你凭什么敢进来 王八蛋 混账东西 我猜猜猜 我猜死你 少年一边骂着 一边踹着 那叫一个毫不留情 风君都懵了 本就是强弩之末 强行催动岁月神殿之威 护住几身 偏偏那少年 根本无视了光目的存在 一阵猛踹猛踩 直接将他踩摊在了地上 堂堂尾地 此刻就跟流氓街头 打架打输了一样 抱头蜷缩在地上 护住自身要害 任凭少年大脚 在自己身上不断招呼 没一会儿就口喷鲜血 浑身满是脚印 狼狈以不足以形容 风君此刻的状态 心容悲愤的 简直无以复加 满腔憋屈怒火 化作一个疑问 这少年是谁呀 要知道 他在此地百年光阴 恢复生事 炼化无尽沙漏 可是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这里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外人存在 而且少年刚才说什么 物归原主 搞得好像无尽沙漏 是他的东西一样 可是无尽沙漏 明明是岁月大帝的 遗宝 怎么可能是他的 杨开也有些懵 少年突兀现身 拿走了无尽沙漏 对着风君一阵猛踹 都发生在 点光火石之间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面前就已经 多出了一个少女 少女一现身 便随手一抓 抓住了少年 抛出的无尽沙漏 看样子少年是知道 少女现身之地 所以将沙漏 往这边抛来的 两人虽无半点言语交流 但此简单小事 却已见两人 已经心有灵犀 不过四目对视之下 杨开不仅有些恍惚 少女目中含泪 抿着红唇 望着自己 似在憋着哭意 让杨开恍惚的 不是她此刻的身态 而是她的面容 有些眼熟 仿佛在哪儿见过 可仔细回想 又想不起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少女对自己 没有任何敌意 反而让杨开 有一种天然的清静感 面前站着的 仿佛不是一个 素未谋面的少女 而是自己的亲人 追风稀里里叫着 朝少女撞去 她不知情况 见少女突然现身出来 还以为要对杨开不利 自然是忠心护驾 推下 杨开手捂着胸口 嘀嘀地喝了一声 追风动人言 立刻止步 看着杨开 又看看少女 乖乖地站到杨开身边 没离太远 随时一方不测 你是 杨开再次仔细打量少女 愈发确定自己应该是在哪里见过她 可偏偏就是想不起来 不过这种事 问一下应该就清楚了 少女张口 没有说出话来 却是先哭了出来 眼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啊 断了线的珍珠一样 向前颤抖着 小手唬着嘴巴 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可哪儿又能忍得住 越躲越是哭得厉害 泪水汇聚成熙 从小巧的下巴上滴落 杨开哭笑不得 开口说道 想哭就哭吧 宣泄出来就好了 听得此言 少女再也忍不住 呱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一边哭一边说道 大姑 杨开眨眨眼 下意识地感觉 自己应该是听错了 或者是少女叫错了 这世上倒是有一个人 应该称呼她为大哥 也应该在这岁月神殿之中 但那个小娃娃进来的时候 才几岁而已 这才多久 怎么样也不可能长成 这般亭亭玉丽 但当这个念头转过的时候 杨开神色不由一致 仔细地打量着少女的面容 隐约之间 似是看到了爹娘的一丝丝影子 那娇小的鼻子 简直跟老娘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还有那一双带眉 也与娘亲有七分模样 甚至可以说 少女的容颜 与自己也有几分相似的地方 杨开瞳孔一缩 吞了口口水 不敢置信 雪儿 少女不住的汗手 泪水飞溅 颤声道 被杨开认出来 少女激动得气不成声 走上前去 半跪在杨开面前 很想抱着杨开 可见杨开状态不佳 又忍住了 只拿着两只手 碰着杨开的脸颊 口中呢喃道 大哥 我想你 我想爹娘 感受着这少女双手的温度 杨开又恍然 颇有一种 只是梦境的感觉 杨雪当年 进入四季之地 才几岁啊 这才过了几年啊 满打满算 小丫头今年 了不起十岁而已 十岁也还只是个小孩子 可面前少女 又怎么可能只有十岁 但那一声大哥 却是触动心弦 以前每次杨开回来 去看望爹娘的时候 小丫头都是这么叫她的 脆声声的声音 听着便让人喜欢 感觉不会错 面前的少女 与自己有着相同的血脉 这种至亲之间 冥冥之中的感应 是任何人都伪装不来的 所以杨开可以肯定 面前这个 便是当年每次她回去 都缠着她玩闹的 每次她离去 都要哭着送她 念念不舍地凝视着 她的背影的 唯一的亲妹妹 杨雪 杨开笑 牵动伤口 笑得比哭还要难看 吃惊到 你怎么 本想问她怎么忽然 就长这么大了 但一下子又想起了 风军的情况 自己与风军 明明是前后较劲的 四月神殿 自己赶到此地的时候 她却已在这里 等候了百年 百年时间 她伤势恢复 炼化了乌锦沙漏 风军如此情形 只能说明 四月神殿那时间 流淌的准则 与外界不一样 许是四月神殿 本身之危 又许是进阀所致 风军都如此 那么早在几年前 就进入此地的 杨潇杨雪 又在这里 度过了多少年 所以杨开画风一转 问道 你今年多大了 杨雪气不成声 哽咽道 不知道 我们在这里 休息了五百年 是有的了 五百年了 杨开听得有些无语 怪不得小丫头 忽然变成大姑娘 怪不得小丫头 一见到自己 就哭得不成样子 五百年光阴 足够她长大了 而孩童雷家 五百年哭记休息 忽然见到至亲至人 杨雪又怎能忍住不哭 杨开本身 虽然常年在外奔波 偶尔也会耽搁 很长一段时间才回家 但最长的 也不过二三十年而已 五百年是什么概念 她休闲至今 也不过百年光阴 别哭了 杨开抬手 擦拭着杨雪脸上的泪珠 可怎么也擦不完 擦掉遗传 又掉下了遗传 五百年了 怎么还跟个小孩子一样 说着话 忽然宠她做了一个鬼里 跟小丫头小时候 常玩的游戏 每次都能逗她发笑 杨雪果然笑了 泪珠在她 却是破涕微笑 又哭又笑道 我不是小孩子 我现在比你都大 望着杨开的面容 和雪白的头发 忽然想起杨开这样子 只怕几千岁都有了 自己还真不比大哥年纪大 又嚎啕大哭起来 杨开揉着她的脑袋 转移她的注意力 说道 你都长成这般样子了 那边那个是萧儿吗 说话前朝另一头 弩了弩嘴 对面的少年现身的时候 杨开自然看在眼中 当时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只是有些诧异 这四月神殿中 居然还有怪人存在 不过她处境不太好 也懒得理会这层变数 更何况 少年出场之后 对付的是风君 她自然是喜闻乐见的 如今杨雪的身份落实 那少年是何方神圣 已经不言而喻 杨潇是白龙 出生之时便是一头白发 这种特征是一辈子 也不会改变的 倒也对得上 杨雪头也不回 只望着自己的大哥 汗手哽咽回应 是萧儿 杨开呵呵笑了一声 都长大了呀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脸皮微微一抽 哼了一声 对面处杨潇全打脚踢 只把风君打得透血不止 倒地不止 堂堂伪帝之尊 什么时候遭受过这样的羞辱 想反抗 根本反抗不了 与杨开一斩 已耗尽他所有力量 无尽沙漏也被夺走 莫说来的是杨潇 便是一个道远镜 也能随便将他打趴下 杨开打得很 却没有下死手 所以风君固然狼狈 倒也没有什么性命之忧 一套流氓战法 打完收工 杨潇转过身 神色疑速 遥遥对着杨开拱手作衣 孩儿见过爹爹 能在神殿再见到爹爹 孩儿心喜至极 喜不自尽 杨开老怀大卫 扑住汗手 好孩子 去过来说话 让我好好看看你 杨潇喳喳些 有些迟疑地应了一声 是 说话前 迈步朝杨开所在行来 待到近前 杨潇又攻身道 爹爹有何吩咐 尽管到来 小儿如今轻飞嬉皮 定不辜负爹所托 杨开上下审视着他 满面欣慰 忽住的汗手道 好 很好 真的都长大了 你们没事就好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以三千零六十二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炼巅峰》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婚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第三千零六十二集 小丫头 大姑娘 虽然一直很确定 两个小娃娃 进了岁月神殿 是机缘 是造化 但牵扯岁月大地的传承 杨克心中 多少有些担心 能见到他们安然无恙 能见到他们长大成人 心中一块大石 也落了下去 总算能跟龙族的 两位长老有个交代 对自己的爹娘 有个交代了 简简单单一句话 却说得杨潇眼圈灰红 似心有感触 深情呼唤一声 爹爹 他虽是龙族 但却是杨开孵化出来的 随后又跟杨开离开了龙岛 可以说 离开自己真正的爹娘 面前这个爹爹 给他的感觉 更亲近一些 过来点 杨开靠在墙壁 冲他招手 声音虚弱 杨潇 再走进前几步 关下身子 将脑袋凑了过去 猝不及防 杨开一巴掌 拍在他脑门上 杨潇被打得 往后列挤一步 手捂着脑袋 一脸委屈他 爹爹何顾打人啊 杨开冷横一声 你说呢 杨潇眼珠子转了转 咧嘴一笑 定是爹爹觉得 孩儿修行不精 上股脑门 已做事情 孩儿记住了 日后定当情休苦练 不让爹爹失望 杨开何故打他 他自然清楚得很 之前会现身时 曾骂了一句 哪个王八蛋 虽是无心 却也将杨开给骂了进来 做儿子的骂老爹 这还了得 所以他一现身 便去找封军的麻烦 所以杨开 刚才喊他过来的时候 他还有些迟疑 所以杨开现在打他 以杨开如今状态 又如何能打得中杨潇呢 杨潇没躲而已 这一巴掌下来 姑且就算给他个教训了 事情就过去了 杨潇自然地明白这一层 被打一巴掌 嬉皮笑脸 心中却轻松多了 杨潇问道 爹爹 你也是怎么进来的 老琼说这地方 除了他之外 没人能再进来 这老家伙 也太不靠谱了点 对了对了 那边那家伙是谁 看起来很不得了的样子 被我那般殴打 也不过吐了几口血 这修为 这体部 你闭嘴 杨潇忽然瞪了他一眼 杨潇立刻闭嘴 还伸手在自己嘴巴上 从左到右拉了一下 仿佛用无形之力 将嘴巴缝了起来 大哥 我先助你疗伤 杨潇搬扶着杨开 让他坐直了身子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被杨潇这么一打岔 他倒是不哭了 只不过眼睛肿得 跟桃子一样 杨开笑着摆了摆手 伤势无法 无需你帮忙 他的伤势不是一般的伤 是寿源被抽 一般人还真帮不上什么忙 如今想要活命 唯有自救 就为境界上再做突破 如此一来 寿源才会有所增长 或者是去寻觅一些 增加寿源的天才地宝 以灵骄宫如今的实力 搜集这些东西 并不算困难 不过天才地宝 能增加的寿源 也是有限的 杨开需要做的 就是在有限的寿源里 将自身的修为 突破到鬼地的层子 杨学道 放心吧大哥 你的伤 我能治 杨开赫然 不过见他一脸胸有成竹的样子 倒也不好服了他的意思 当即看守道 也好 就让大哥看看 你这五百年都修炼了些什么 杨学名嘴一笑 并不会让大哥失望 说话间 韩西坐在了杨开面前 左手虚拖着无尽沙漏 右手掐掘 发觉变换间地缘涌动 杨开挑眉 帝尊一层镜 五百年光阴 杨开修炼到了帝尊一层镜 不算太快 与他的修炼速度是比不了的 但比起大多数帝尊镜来说 却已经是得天眷顾了 不过下一瞬 杨开的脸色就是一脸 只因杨开身上竟跌宕出了一股 让他非常熟悉的法则之力 在这一层法则之力的影响下 他的感知变得无比模糊 时间法则 杨开瞪大眼睛 若是这种法则之力出现在杨潇身上 他还不那么诧异 当初杨潇曾有过一些特殊的表现 而正是因为那些表现 穷奇才会擅自做主 将他带进四季之地 让他接受岁月大帝的传承和衣钵 可是杨雪居然也修炼了时间法则 而且看着架势 他在时间法则上的造诣还极为不俗 就让杨开感到莫名震惊了 时间法则岂是随便什么人可以修炼的 这可是与空间法则比肩的存在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时间法则比起空间法则更难修炼 杨潇是因为遗传 杨雪又是因为什么 不过不管因为什么 这五百年来 两个小娃娃在这岁月神殿中 肯定都有自己的机缘造化 这是旁人求不来也羡慕不来的 杨开心中忽然有些怅然弱势 倒也不是因为小丫头忽然长大 并且修为有成 只是自己这个当大哥的 好像也没有尽到去照顾妹妹 保护妹妹的责任 甚至在杨雪的童年中 她所存在的记忆都极少极少 狂眼间小丫头变成了大姑娘 反倒能为自己疗伤照顾自己了 当杨妖最初现身 从封军手中拿走无尽沙漏之时 那一层与杨开之间的联系便被斩断了 可当杨雪冻绝 这层联系又重新接拨上了 看不到摸不着 感知上却清楚无比 仿佛自己的一身性命 都细于那无尽沙漏之中 杨雪没有如风君那样翻转沙漏 只是并止朝沙漏上一点 刹时间 沙漏之中 一万零八粒岁月人沙 翻滚飞舞起来 冲破沙漏本身的束缚 化作一道道细小的流沙 在杨开头顶上转动起来 杨开沉默 如此情形 说明杨雪能够催动 这大地仪宝之威 可他压根就没有看到 杨雪有祭练着沙漏的痕迹 这是如何做到的 更何况 之前沙漏一直都在风君手上 风君在这里炼化百年 方才能催发沙漏之威能 但也极其有限 可看杨雪这架势 比起风君不知强了多少倍 细小流沙三转之下 直朝杨开头顶百汇灌入 竟像是无形之物 一下子全涌到了他的身体之中 杨开身子一阵 紧接着心系交加 因为当那一万零八岁月神沙 冲进自己的头顶的时候 他分明感觉到自己流逝的寿源 迅速回归 拍起一手 干枯的皮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光泽 血肉逐渐饱满起来 这还是肉眼可见的变化 肉眼不可见的 身体内凭空多了点力气 衰败的气血在恢复活力 杨开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 他费了老大一番力气 差点跟风君拼了个同归于尽 当时真的没有多想 只是觉得 无尽沙漏这东西 绝对不能让风君带出去 便是战死此地也在所不惜 可事后却是真的有点怕 倒不是怕死 只是他死了之后 玄界珠怎么办 吞噬魔玉怎么办 兴界这亿万生灵怎么办 还有自己的亲人朋友 所以他怕 但是现在好了 失去的兽云经由岁月神沙返还回来 他再也无需担心 大险将至而身陨盗消 兽云恢复 杨开的伤势似也好了许多 再没有刚才那种游进灯窟的状态 反而变得有些身材奕奕 杨雪的身态极为认真 额图上渗出了一些细小的汗水 显然这般失围 他也有不小的附和 直到遗嘱将后 他的身躯微微站立 脸色变得苍白无比 这才忽然变换发觉 杨开只感觉浑身发痒 紧接着从毛孔之中 飞出一粒粒 极为细小的沙粒来 定眼望去 这不是岁月神沙又是什么 得杨雪牵引 一万零八粒岁月神沙重回沙漏 杨开轻轻地喘了几口气 便细发似的在杨开面前一服 顿时有一面法径显露 倒映出杨开此刻的模样 笑嘻嘻地说道 大哥 你看看现在的样子 可还满意 杨开定眼瞧去 仔细端下 面容上有了一些变化 却可以忽略不去 顶多老了五六岁而已 不过那头发却是有些花白 凭添了一股沧僧之感 杨雪叹道 如今我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在日后我与萧儿彻底练坏了无尽沙漏之后 才能叫大哥你丢失的寿元全部找回来 蛮好蛮好 盈开已经极为满意了 本来都快要老死的状态 此刻又恢复壮年之身 哪能不满意 杨雪的手段让她惊奇不已 不过心中也知道这大概不是杨雪的手段 而是无尽沙漏之功 大地已保果然威能莫测 封军之前根本只发挥出了磁宝威能的九牛一毛 说完之后又问道 我大概丢了多少年的寿元 杨雪眼圈又红轻声道 几百年吧 一脸自责 若是自己更努力一点 未必就不能将大哥的寿元全部找回 只恨修为不够 恋化不足 杨开大笑 害了拍她的脑袋 几百年正好 哪有当大哥的年纪比妹妹还小的 说着话便要站起身来 大哥不忙动 你先检查一下 自己也无隐患 杨雪恨住了她 转过头看向另一边 如死狗一样蜷缩在地的风君 凤眸眯起 杀鸡闪烁 此人就交给我跟萧儿了 杨开还是头一次 见到小丫头这般杀气腾腾的样子 以前她不过几岁 纵然被惹气了 也只是鼓着嘴巴 故作凶狠 可爱极了 现在忽然长大成人又露杀鸡 杨开还真有些不太适应 不过总归是自己的妹妹 怎么看都欢喜 闻言一笑道 别好 不过别弄死了 留她性命还有些用处 杨雪回头望着她 闪言一笑 放心吧 雪儿想让她活的话 她想死都死不了 说完之后 抬头看了一眼杨潇 杨潇雷嘴一笑 小姑姑怎么说 我便怎么做 双拳一捏 噼里啪啦作响中 便朝风君走了过去 风君身心冰凉 手脚发凉啊 她虽然状态不佳 但最起码尔利还在 方才杨开与杨雪 杨潇的对话 一字不落地传入耳中 哪还不知 这忽然出现的少年少女 是杨开的人 这可真是乌漏偏风连夜雨 船时又遇 大头疯 几身强弄之木 无尽沙漏被夺 神殿守护不在 敌人又来了两个生猛人物 这下哪还有什么胜算 方才被杨潇一阵抱锤 也被打出了心里阴影 所以察觉杨潇又是一类 不怀好意地走过来之时 风君猛倒 是可杀不可辱 索索给本座一个痛快 本座黄军路上等着你们 杨潇宁笑 你这垃圾 没听我家小姑姑说了吗 她若想让你活 你想死都死不了 弯腰 抬手 将风君 死狗一般贴了起来 另一边 杨血头也不回忆 把手一指 一道悬光自指尖击射而出 打在风君身上 风君面色本能一变 还以为对方痛下杀手 不过很快面色安详 落入敌人手上 死个痛快 总好过饱受折磨 可当那悬光入体之后 风君却面露诧异之色 只因那光芒中暗藏旋力 非但没有任何杀伤 反而还对自己大有疲异 风君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伤势正在迅速地恢复 之前被杨潇殴打出来的伤口 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体内逐渐生出了一些泪气 却不足以摆脱杨潇的束缚 挣扎了几下毫无效果 杨潇冲他脸子一笑 好戏上场 还请慢慢享受 跨落间 手高抬将风君朝地上砸去 杨潇龙祖之身 天生力大无穷 四月神殿中修炼五百年 有得岁月大帝一波传承 本身实力已可入强者之力 这一猛怪 只听得轰隆一声 风君后背着地 顿时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攻起 杨潇栖身上前 双拳化作一片虚影 朝风君身上砸响 他没有动用太强大的力量 纯粹催动了一点肉身之力 那每一拳都砸得风君痛苦不堪 却又不伤及性命 没一会儿 风君又被打得跟死狗一样 只剩出气 没有进气了 得亏他伪帝之尊 生命力强大 否则早就被杨潇打死 不过话又说回来 杨潇就是要卡着他的生死边缘 真的打死了 那可没办法替爹爹和小姑姑出气 杨潇收手 杨雪又是弹指一道玄光 打入风君体内 如方才情景一模一样 风君身上声势好转 气力恢复 一时间有些惊骇莫名 再来 杨潇大叫一声 和声扑上 又是一番爆锤 欲知后事如何 昏营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第3063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声出千关 共水演绎着 张经歌蝶芒 谁中复诊 又算得到吗 一会儿